就和方纯阳说的那样 时间紧迫 天下第一舞蹈大会的关注度 没办法提升到轰动世界 在西亚国极力宣传 守真这位新晋制强者出面站队的情况下 半个多月下来 确认会出席天下第一舞蹈大会的 十级制强者都只有区区12人 另有14人表示还在观察中 到底会不会出席上市未知之数 而实际上 当今世界哪怕只算本土的十级舞者 数量都早已经超过了三位数 12人仅仅十分之一罢了 不过这种状况 随着西亚国公开进行核爆试验后 戛然而止 当那枚相当于十万吨当量级的 核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冲天起 强烈的光辉将整个白昼照耀的 犹如暗红时 整个世界彻底轰动 这种恐怖武器的毁灭之力 刹那间将所有十级制强舞者们的骄傲 撕成粉碎 他们那可以左右一场战争的单兵武力 面对这种力量时 完全没有任何与之对抗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 先是震撼 紧接着则是恐惧 然后 化为无穷暴怒 暴怒西亚国 怎么敢无视遏止协议 研发出这种威胁到 武者统治地位的武器 顿时 一个个原本根本不将西亚 放在眼里的世界级武道势力 纷纷站出来 对着西亚口诛笔伐 直接将西亚渲染成了即将毁灭世界的绝世恶魔 应举世界之力而灭之 也是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口诛笔伐下 李聘再次带着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走入了世人的视野 禁止这种武器进一步研发 讨伐破坏恶止协议的西亚王国 可以 只要 打赢我 夺得天下第一 在这种切身利益得到威胁 统治地位遭受撼动的情况下 那些世界级势力 十级至强武者 再无法袖手旁观 独善其身 最后几天里 有一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 十级至强者 突破了50人 剩下的 不用猜就知道 他们只是 没有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罢了 但对于这场决定武道界未来的比武 绝对不会错过 天阙山 一处连接着极光 西亚的大型山脉 这里 原本是地窟世界 进攻人类世界东神州的桥头堡 由极光帝国重兵驻守 但由于不久前 地窟人世界的血狼城增兵天阙山 使得天阙山方面的地窟人数量超过十万 巨大的压力 让其他势力 同样将目光投向了天阙山战场 到现在 天阙山不只有极光帝国之主 以及他率领的十八尊九级高手 众多军团精锐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强者 换句话说 这本就是一片吸引世界所有势力关注的战场 眼下西亚一军突起的神秘制强者 武道协会会长李聘 又将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举办点 选择在天阙山的最高峰 天供峰 更是让全球各地的势力 强者 纷纷赶来 当然了 由于西亚仅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所在的天供峰 修筑了一些基础设施 再加上天供峰海拔高达八千米 普通人根本难以抵达 这些基础设施倒也用不上太多 能容纳千把人就够了 此时 在离天供峰不足一百公里的一处军事哨战中 一身大衣的极光地主 在数十人的拥促下来到了这处哨战 几乎在他进入会议室时 提前赶到的大皇子奥格列 首相阿洛夫 以及专门负责极光帝国情报部门的大日圣堂之主 同样也是极光地主三位妻子之一的帝后太遣司 同时站起身来 行礼问候 父皇 地主 极光地主点了点头 没有半分寒暄的直奔主题 这个礼品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人物 一位致强者的出现不可能毫无踪迹 太遣司 你可调查清楚了 只能查到他少部分资料 身材修长的太遣司将一份资料递上前来 这个西亚国武道协会总会长最先出现 是在两个月前和百里清风一起出现 在这之前 没有他存在的任何痕迹 仿佛突然冒出来一样 他一出现 便和西亚首相亚索取得了联系 并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另外 他的语气微微一顿 手针在他的帮助下恢复伤势 并突破到致强者的消息 是真的 极光地主翻看资料的动作 微微停了停 片刻才到 多了一位致强者 算是多了一些变数 但也就变数罢了 在我的剑数 剑阵面前 一个心境致强者 翻不了天 他抬头 看着太遣司 不过 李拼在两个月前突然出现 而在这之前 没有任何痕迹 会不会来自双越界 这也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猜测 除了双越界 我们解释不了 西亚为何会突然多出这么一尊强者 并且 他似乎还带来了一批高手 这些人都不算弱 其中不少人 甚至有着七级正国的实力 太遣司道 那就错不了了 西亚和双越界人合作 这是大忌 必会引发众怒 接下来等待他的 绝对是全球诸多势力的群起工之 极光地主道 我们已经在和其他世界级势力联络了 太遣司微笑道 钢铁帝国 光辉帝国 精英帝国 森林之国 奥林匹斯 已经和我们达成了共识 另外 晋山 威依教会 我们同样进行了联络 这些势力都已经答应 会一起出手 灭沙礼聘 摧毁和双越界勾结 出卖我们人族利益的西亚国 好 极光地主 微微一笑 望向太遣司的目光 十分满意 你办事 我放心 自是不会 让陛下您失望 太遣司同样笑着回应 事关重大 再加上 一些特殊原因 晋山方面路程 令九霄清智 唯一教会西斯也赶了过来 另外 几大帝国中 亦都有制强者现身 陛下可需要和他们会个面 商议如何对付西亚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 极光地主淡淡道 双越界中 强者的数量比 我们预料中多得多 尽管因为世界能及的原因 他们无法排遣传奇强者 进入我们的世界 但让十一级的半部传奇出手 却是极大可能 而且 此人估计在半部传奇中 都撑得上顶尖 所以 会个面 商议如何合力对付礼聘 很有必要 我这就进行联络 明天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正式开始 我们所有势力一起发难 拔出了西亚这个不安定因素再说 免得影响到 我们极光帝国 横扫东神州的计划 太倩斯道 极光地主点了点头 天供风山腰处 一片新搭建不久 类似于极装房般的建筑物 李聘正听着方纯阳 许安平等人的汇报 明面上报名的制强者数量仅52人 可实际上 全球七成的制强者几乎都已经汇聚于此 这场武道大会如果顺利 会长便能获得天下第一的头衔 有了天下第一这个身份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都会很方便 方纯阳道 我自是明白 李聘道了一声 同时转向许安平 对各大势力的渗透情况如何 很顺利 许安平微笑道 先驱者们每一个放到这个世界 都是绝世天才 想要混入那些大势力 自是十分方便 唯一比较麻烦的 就是想要马上进入高层有点难 毕竟他们的来历沉迷 短时间里很难获得信任 无妨 李聘平静道 等高层都陨落了一批 他们自然就有资格上位了 许安平听了微微一正 队长这是要 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这些人从根子上已经坏透 我若手下留情 不会换来他们的敬畏 老实 反而会助长他们的气焰 让他们得寸进尺 因此 先用他们 教会其他人 如何学会敬畏 李聘道 经历过一个轮回的他很清楚 这些世界级势力高层 是什么德性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可以背叛一切 全平队长安排 许安平也没有多劝 反正很快那一批黄金先驱者 就会成长起来 不会生出什么大乱子 李聘点了点头 先驱者的执行效率 公正率比其他人高得多 当然了 因为一些原因 他不可能所有势力都使用先驱者 至少西亚国内不行 之所以借助先驱者的力量 维持世界的稳定 完全属于权宜之计 等度过这段艰难期 彻底改变了武道界 世界及势力 各大帝国的认知后 先驱者们会 渐渐还政于这个世界的本土人士 一旁的方传阳看了一眼礼聘 有些愈言愈止 好一会儿才到 我们现在统治西亚 统一东神州 再进一步统一世界 会不会有些偏离主线了 他这么一说 一旁的许安平 似乎才想起来 他们对这座神藏世界的两个主角 百里竹 百里清风 好像完全没有理会了 简直是两条平行的线 尤其是 破开虚无神藏世界的核心 那一位 那位虚无大帝 还在上学 许安平斟酌着询问了一声 哦 他倒是不知是听了谁的话 想请一天假 来天却山看 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但 他的请假申请我没批 礼聘回应了一声 然后 他就不来了 许安平有些怪异 他没请到假 自然就来不了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礼聘觉得很正常 这真的正常吗 这不正常吗 两人各问了一声 最终 许安平终究没有再问下去 你是队长 你说的算 他们 选择听命行事即可 第二天 礼聘在方传阳 许安平 施可卿 守真 圆盘 慕云生 以及义干人员的拥促下 朝备稍稍整理过的 天共风风顶走去 是的 这些人中包括一个月前 心头笑过来的慕云生 之所以叫上了他 是因为需借助阵法之力 将所有人困住 便于处理 否则 数十上百位 十级至强者 九级舞者 一哄而散 想一一解决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随着礼聘现身 那些已经提前赶到的 十级至强者 九级舞者 目光纷纷集中在他身上 每个人的眼神 都带着恶意 这些恶意 主要集中在百里清风研发 但由他公布的核弹上 这种武器具备的强大威力 直接让所谓的九级舞者 十级至强者 成为了笑话 严重威胁到了 他们对世界的统治 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这让他们自然充满敌视 有种成为阴谋家 野心家 大反派的感觉 礼聘心中道了一声 不过情绪上 并没有任何波动 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 无论好坏 都会引发一些人不满意 就算号称人人喜欢的金钱 你免费发放给其他人 都会引起另外一些人不满 觉得其他人也有钱了 会影响到自己的消费享受 所以 做事 就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做自己想做 并认为正确的即可 队长 方纯阳朝一个方向看了一眼 这些本土的十级至强舞者们 好像联合起来了 那个方向 极光地主 各大事 借级势力 几大帝国的制强者 正汇聚一起 同时朝着这个方向望来 此外 另一边 类似于 建盟 猎人协会 天机楼之类次一级 但是有制强者坐镇的势力 似乎同样完成了抱团 联合起来好 这样就省得 我一个个解决 礼聘说着 迎着那些制强者的目光 还微微点了点头 可这个动作 自是没有得到任何一位 制强者好脸色的回应 尤其是来自唯一教会的西斯 更是如同感应到了什么 言辞凿凿道 他并不是半部传奇 只是和我们一样的制强者 只是和我们一样的制强者 这个消息 让这些势力中的重制强者 同时一惊 眼中带着一丝不可思议 好一会儿 近山的零九肖才忍不住道 会不会是你感应错了 不是半部传奇 乃来的胆子 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公然无视遏止协议 得罪我们整个武道界 他这是想自寻死路吗 确实不是半部传奇 生命之力 领域之力 他一样都没有 钢铁帝国方面 一位身材壮硕的男子 陈生道 他这番话 无疑分量十足 原因无他 他是鲁道夫 是这些各国 各大世界 及势力派遣的强者中 唯一意味达到 十一级半部传奇的存在 不是半部传奇 在场不少制强者们 一个个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一个连半部传奇 都不是的舞者 竟敢如此嚣张地 举办天下第一舞蹈大会 还一副将 自己已经当成了 天下第一人的姿态 简直是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根本没有把我们 这些制强者放在眼里 光辉帝国的赫里斯 冷笑一声 望向李平的眼神 渐渐变得残忍起来 半部传奇都不是 纵然他有着 再强大的实战能力 比着他们这些 同境界的十级制强者 来又高得到哪去 何况现在 他和他所属的西亚王国 因为核武之势 已经引发了众怒 即将面临众人的群起公知 接下来 估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那就别和他废话了 直接解决了吧 钢铁帝国的纳伯格 似乎已经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不急 无论如何 对方或许来自 双越界的强大文明 至少得给他说话的机会 先听听他想说什么 鲁道夫道了一声 他这位半部传奇开口了 其他人自然要给他面子 一时间 打算马上动手的 几位制强者 也停了下来 但看向李平的目光 已经不再像先前那般忌惮 凝重 反而是轻挑中带着一丝冷笑 犹如在看一个死人 不错的眼神 李平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无知者无畏 一旁的方唇阳笑着道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 即将和什么样的强大存在作战 这样倒更简单一些 李平说着 直接将外衣脱下 石可青迅速上前接过 恰在此时 他也已经走到了那座 稍稍被修整了一番 可以当作比武场的山峰之巅 他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转过身 目光转向下方 望着他的数十位 十级志强舞者 以及代表着各方势力 而来的九级舞者 直接道 我知道 你们所有人都想要询问我的身份 目的 又或者有其他疑惑 但答案不重要 万千言语 都比不上实际行动 更有说服力 他伸手 对着场中众人 你们所有人一起上吧 打赢了我 你们的疑问都能得到解答 就连你们想要的那种末日武器 也将成为指指掌 在你们手上的战利品 一起上 靖山那位志强榜单 排行第六的山主令九霄 忍不住冷笑一声 你以为你要挑战的是谁 同为志强者 即便你再怎么强大 又能比我们强得到哪去 李平并未生气 而是对着这位靖山山主道 你在对付一些 连第二次人体极限 都没有打破的杂鱼时 会和他们一个一个打过去吗 李平 你什么意思 令九霄顿时变了脸色 你说我是杂鱼 不 你误会了 李平的目光 扫了一眼场中所有人 伸出手画了一个圆 我的意思是 在场的各位 都是杂鱼 人群中 代表天堂之门而来 必要时候出来 第一个投降的沐云生 摸了摸鼻子 有种被冒犯的感觉 不过 想想冒犯自己的人的身份 嗯 说得对 李圣子的话很有道理 不过 沐云生等人有这种觉悟 可台下其他制强者 却是大受羞辱 如果李平是十一级的半部传奇 也就罢了 可和他们一样的十级制强者 竟敢如此嚣张跋扈 一时间 一位为十级制强者 勃然大怒 放肆 李平 你太狂妄了 你们都闪开 今天 就让我太阳王赫里斯 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 立刻 怒斥声中 光辉帝国中的十级制强者 制强榜单排行前十的太阳王赫里斯 第一个大步向前 伴随着脚下进到爆发 整个人犹如一发炮弹 带着飓风 冲天起 直往已经站上高台的李平杀去 在他身形移动之际 这个帝国的另一位十级制强者紧跟着出手了 他是光辉帝国专门负责情报的龙巢机构负责人 金龙 就如极光地主认为的说法 狮子薄兔 异用权利 面对一位能够修成十级的制强武者 哪怕对方疑似来自双越界 带着高高在上的目光看人 但他们也不会将他当成一个傻子 在这种情况下 能群殴 绝不单打独斗 他和太阳王赫里斯 几天前就已经商量了好几套计划 如果李平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太阳王赫里斯负责吸引李平的目光 从明面进攻 他则慢半拍 但同时出手 完成一前一后的夹击 一举绝杀 光辉帝国若能第一个杀死李平 不止能够重振他们这个老牌霸主及帝国的威名 接下来要抢夺那种末日武器 也能占据强大的先发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 赫里斯也好 金龙也罢 出手的可谓无比果决 其他人立刻之际 他们两个已经同时爆发 负责抢攻吸引注意力的赫里斯 速度更是快到 碰 伴随着李平 悍然大不留心 一脚飞踹 这位光辉帝国的太阳王 直接被踹断肋骨 碎裂的骨骼 甚至贯穿了他的五脏六腑 于是不减的力道 冲击着他的身躯 使他以更快的速度倒飞回去 人在半空 已然鲜血喷涂 好快 金龙眼瞳俱锁 而原本一颗心已经放下来的种植强者 更是脸色一变 这种实力 怕已不逊色于半部传奇了 难怪敢以十级至强武者之身 口出狂言的不将我们所有人放在眼里 如此强大的实力 再加上他执掌的那种末日武器 西亚 怕是真有灯灵世界之巅 统一全球的潜力 按照原定计划 我们一起出手 那种末日武器一定要永久封存 绝不能让他们触及到我们的利益 下方那些十级至强者们的反应速度 不可谓不快 行动亦是无比果决 刹那间 竟是有二十来位至强者同时出手 从四面八方 悍然朝礼聘杀去 且看他们的模样 彼此间居然还存在着一定的配合 这一幕 让方纯阳 徐安平身后的沐云生 守真等人脸色一变 其中 守真更是咬咬牙 就要悍然向前协助礼聘 可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 就被一旁的方纯阳伸手制止了下来 让他放松放松 这位黄金仙驱者微笑道 几乎在他话说完之际 面对二十几位和他同一个层次的 十级至强者围攻 礼聘却是毫无退缩的正面迎了上去 十级 礼聘也好 目前冲上来的至强者也罢 都是十级舞者 无非是存在着一些细微性的区别 比如说十级中的一阶 十级中的二阶 三阶罢了 不过这些小阶层的划分毫无意义 在力量属于同一级别 没有什么至差距的情况下 相同的力量在礼聘手上展现出来的威能 却仿佛处于另一个层面 完美境界对自身力量的运用 以及对战场的把控 使得二十几位冲上来的十级至强者 根本就如同二十几个火把子 没有任何人的攻击碰触得到他 二十几人围攻他时 甚至会不断妨碍其他人的进攻 并一次次被他抓住机会 他每一次出拳 必有一位十级至强者被中创 他每一次出脚 亦有一位至强者被踹飞 这些所谓的至强舞者 几乎是冲上去的速度有多快 飞回来的速度就有多快 且他下手之重 没有任何留情 被轰飞出去的人 比如太阳王赫里斯 以及布勒后尘的金龙 几乎很难有生还的可能 这一幕 顿时让剩下的至强者 又惊又怒 钢铁帝国的征服者 转向鲁道夫 此人的战斗技巧 简直登峰造极 难怪狂妄到 不将我们所有人放在眼里 事到如今 唯有靠着你的领域之力 对其形成降为压制 我们才能对付得了他 鲁道夫点了点头 迅速上前 作为十一级半部传奇的 他已经修成领域 伴随着领域之力的释放 礼聘的身形 晃都没有晃一下 这个世界的领域 乃是针对一个人的 气血运转进行干扰 且这种干扰效果 对低他一两个级别以下的 修炼者效果显著 对十级至强者 未必能有立竿见影的 压制效果 更何况 他想要干扰 压制的 还是拥有完美境界的礼聘 完美境界 再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的 规须之力下 都能完美掌控 发挥自身每一份力量 领域之力再强 有如何强得过 规须之力 在这种情况下 这股作用在他身上的 领域之力 就像不存在一样 那些制强者 该被打爆 照样被打爆 该被轰飞 照样被轰飞 没有一人 堪称他意合之敌 这一幕 让跟随而来的守真 圆盘 以及尚未介入战场的 九级强者 制强者们 一个个脸色大变 那些九级武者眼中 难以置信之余 更是带上了恐惧之色 这 就连守真这些 十级制强武者眼中 也充满了匪夷所思 完全无法理解 他们理解不了 李聘明明没有动用 除了十级制强武者以外的力量 为何在面对二十几位制强者的围杀 并且 在有一尊十一级半部传奇干扰的情况下 为何还能做到这般的势如破竹 催枯拉朽 这简直颠覆了 他们对十级制强武者的实力认知 怎么会 这么强 远处 抱团的天机楼 猎人协会 戒盟等世界级势力 看到照这个趋势下去 几十位制强者联手 都会被理聘一人击溃的各国制强者 当机立断 走 顿时 这些制强者们迅速动身 就要冲向山下 可几乎在他们打算下山的同时 早已布置好新阵的木云生 虚首一挥 一阵无形连衣荡漾开来 笼罩天供风之巅 伴随着雪花对阳光的反射变得强烈 众人清晰地感觉到 四周环境变得不清晰起来 就像是因为反射的光芒太强 导致他们对周边看得不真切 可在场的众人 最弱的都是九级舞者呀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尤其是 当一些人朝边缘处那些最早察觉到不对劲 想要退出这片山峰之巅的九级舞者 似乎根本没有在走直线 反而在走弯路 走着走着 马上就要绕回来时 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他们选择在这座山峰 作为天下第一舞蹈大会的举办地点 有问题 这是什么东西 鬼打墙吗 又或者大范围的精神秘书 可什么样的精神秘书 能够影响得了如此多的人 还包括一些精神境界达到十重的精神圣者 我们 被困住了 边缘处 一位为舞者发出了略带恐慌的惊呼 这种惊呼 似乎影响到了场中围攻礼聘的至强者 使得他们的攻击节奏也变得慌乱了起来 见状 礼聘平静开口 我的家乡曾举办过一种赛事 名为世纪之王 所有站在世界之巅的强者 于一处绝地 生死搏杀 共同角逐世纪之王的称号 作为当时至强者 希望你们也能拿出 你们身为至强者的勇气 打败我 否则 所有人就全部留在这里吧 他的声音不大 但通过特殊的尽力 却将声波传遍整个天共风之巅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再度落到了他身上 礼聘 你 你疯了 你这是想和全世界所有势力为敌 礼聘 我告诉你 我并不是单独一人前来 在山下还有我的精锐卫队 那是上百位七级强者组成的庞大力量 若我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西亚国必然要为我陪葬 场中至强者数十尊 即便十二级的传奇 面对这种力量围杀 都不见得能够抵挡 你再怎么强横 也不过一尊和我们一样的至强 竟敢如此大言不惭 真是自寻死路 一位为至强者 又惊又怒 一样的至强 一旁的沐云生 方纯阳 许安平等人 听得他这番话 不禁想到了大多数人对天才 普通人之间差距的形容语句 有时候 人和人的差距比狗都大 眼前的场景 用这番话来形容 就很合适 万千言语 都不及实际行动有力 礼聘张开双手 用你们的实际行动 用你们的力量 来反驳我 剩下的至强者们 看了一眼 仍被困住的九级舞者 以及再不出手 剩下的至强者 怕是会被礼聘 各个击破的困局 最终 心中有了决断 杀 这些至强者 神情冷冽 杀意冲天 诸位 若你们愿助我 挟十八尊至强者之力 必能演化成 前所未有的大地剑术 极光地主大喝道 而他这阵大喝 却让正和一尊 尊至强者搏杀的礼聘 想起了什么 极光地主 他目光一转 直接落到了 这位至强者身上 下一刻 他猛然一转 直接自三位至强者的围杀中 抽身出 紧接着一个飞纵 落到了三柄先前战斗时 被打落的神兵利剑旁 在落下之际 引发的震荡之力 将三柄利剑震飞 紧接着 他双手齐出 握住其中两柄利剑先后致出 右脚更是向前猛踹 踹在最后一柄利剑的剑柄上 咻 咻 咻 剑光破空 保护地主 几声力喝 同时从极光地主身旁 十几位九级强者 口中传出 但 这三柄利剑呼啸 却仿佛蕴含着 预知未来的力量 其中一柄 被极光地主爆发的速度避开 第二柄 则刚好将横荡在极光地主身前的 一尊九级强者射杀 剩下的第三柄 再没有丝毫阻拦的撕裂虚空 贯穿了极光地主的头颅 那感觉 乍看之下 就像是极光地主爆发速度 故意撞上这柄利剑的剑锋上去送死一样 不 地主 输辱臣死 为地主报仇 极光地主身旁的那些九级武者 同时怒吼着 朝紧接着陷入众志强者围杀中的李聘杀去 在他们冲杀向前时 穆云生已经迈不向前 那些十级志强者 对现在的李圣子而言 还能稍微让他放松一下 可你们 说话间 他整个人飞纵而起 迎向众人 有什么资格让李圣子出手 尽管此刻的他 实力上才九级 和极光地主身边的护卫一样 可随着他冲杀而上 完全是一副虎入羊群的姿态 十几位九级武者 竟无一人能够接下他一招 其战力之强 别说其他九级武者了 就连那些志强者们 亦是眼瞳俱缩 因为 他们设身处地的一响 赫然发现 即便他们亲自出手 都未必能比穆云生做得更好 换句话说 这位九级武者的战力 丝毫不在他们这些志强者之下 甚至放眼诸多志强者中 都称得上顶尖 这一刻 他们脑海中 不禁生出一个可怕的猜测 双越界的人 战力高出境界一两个等级 而在礼聘身后 类似于沐云生这样的九级武者 还有好几个 半个小时后 天供风之巅的战斗停止 施可清第一时间上前 帮礼聘地上擦拭血迹的毛巾 而在礼聘身旁 除了十几个声誉 还算不错的志强者外 已经再没有任何一个十级志强武者存活 即便是九级武者 也是死伤大半 活着的 看着礼聘身边那一具具尸体 无不敬若寒蝉 如现梦魇 结束了 方传阳一副意料之中的语气道 好强 同为志强者 竟能强到这种地步 圆盘 守真等人 看着那道屹立于无数志强者尸体中的身影 只感觉世界观都有些颠覆 尤其是守真 这一刻 她无比庆幸 当初第一次见礼聘时 没有将事情闹得太僵 而是选择了配合她一起行动 否则现在的西亚 不敢想象 礼聘稍稍擦拭了一番身上的血迹 好一会儿 才抬起头 目光自场中 众人身上一一扫过 但凡被她看到的舞者 无论是九级还是十级 无不脸色惨白地纷纷低头 再无任何艺人敢于她对视 我打算组建世界舞蹈协会 由我 担任第一任会长 所有舞者 都得遵循世界舞蹈协会制定的规则形式 以维护世界的安稳与和平 礼聘的声音回荡着 打破了天共风上充满压抑 死寂的气氛 现在 谁加入 谁拒绝 这一番话说出去 凝制仅仅一秒 下一刻 一个个早加入了一家家事界级势力 只剩下他们 作为代表的先驱者们纷纷开口 加入 我加入 云霄建功加入 天堂之门从今往后 以舞蹈协会的命令 马首是瞻 龙泉宗坚决拥护 李会长的所有命令 这些人一开口 顿时成为了压垮 剩下幸存者 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看着那满地尸体 再联想到礼聘那些 不逊色于制强者战力的手下 以及他们不久前公布的那些 足以是军队数量于无物的 末日武器 顿时 那些势力幸存下来的人 再没有了对抗下去的勇气 哪怕他们再怎么心怀不甘 可面对死亡和毁灭的事实 也由不得他们不做出从心的选择 进山 服了 李会长天下第一 唯一教会甘拜下风 日后怨凭吩咐 天际楼同样愿加入世界舞蹈协会 还请给我们一条生路 剩下的至强者 九级舞者 纷纷低头 再还处于舞者统治世界的时代 礼聘这一战 打负了几乎所有舞蹈势力 尽管这些势力背后 应该还有隐藏的力量 可大意在手 接下来 世界舞蹈协会 只需要花费点时间 一个个推过去罢了 再等上三五个月 甚至都不需要礼聘再出手 靠着其他人 就能轻松地消灭一切反抗的声音 至此 天荒已定 全球诸多世界级高层 几乎被一网打尽 但世界却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混乱 每一个势力中 几乎都有年轻俊杰站出来 迅速地稳定了 所属世界级势力的局势 这些人天赋横溢 年纪轻轻就展现出了 不逊色于九级舞者的实力不说 未来成就至强 似乎也是可以预见的事 再加上 李聘直接以天下第一人的身份 公布了世界舞蹈协会的创立 以及制定的相关规则 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的所作所为 自是让所有世界级势力恨之入骨 甚至想要群起公知 将李聘这位杀害大半世界及势力高层的凶徒消灭 但 无论李聘这位天下第一人的实力 还是他所掌握的势力 再加上末日武器的威慑 都让剩下世界及势力的那些十级制强者 不敢轻举妄动 每一个都在想方设法的合纵连横 打算联合其他顶尖势力 云以李聘致命一击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反而有意识地退到后台 将这些新兴天才 但来历尚未完全调查清楚的年轻一辈 推到前台 如果最终 他们奈何不得李聘 李聘报复下 死的就是被推上前台的这些年轻天才 他们大不了逃到双月界去 要是李聘面对他们这些势力 联合起来进行的反扑 无法挡住 他们自存 凭借他们十级制强者级的力量 甚至十一级半部传奇的修为 再加上他们无数年 在所属势力中积累下来的威望 重新将控制权 从这些上才九级的年轻人 手上夺回来 并不是件难事 因为这些因素 再加上很多世界级势力的高手 都在双月界中冒险 寻求突破半部传奇 传奇的契机 找到他们 将他们召唤回天荒界 在合纵连横 显然需要不少时间 快则一两个月 慢则三五个月 在诸多高手上位及其前 面对李聘这位 以一己之力 击溃数十尊十级制强者 展现出不逊色于 十二级传奇实力的 天下第一人的威压 诸多世界级势力 纷纷老实起来 整个世界的局面 竟是变得出奇的平静 尽管这种平静 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但整个世界的混乱 冲突 战争 纷纷平息了下来 却是事实 某种程度上李聘 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 接下来 只需要将这种状况 维持下去即可 而这 对李聘 以及诸多先驱者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些退到后台的 老牌志强舞者 退下去 他们就上不来了 此时 照样是夏亚氏 不过不再是青原山下 而是离青原山不远的一处办公大楼 一位位先驱者正向礼聘进行着汇报 以荒泽为首的军团 已经扫平了极光帝国所有反抗势力 现在极光帝国禁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赤炎国十大集团已有进办在我们的掌控中 现在赤炎国的政权 我们说的算 西亚国内部十分平静 所有武道势力被禁术肃清 归纳入武道协会管辖 一些有眼力 有见识的资本 已经涌入西亚国 显然意识到了西亚未来的发展潜力 可以预见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西亚国将迎来巨大发展 成为东神州中心 乃至世界中心都只是时间问题 方纯阳 徐安平 赵天刚等人 不断将消息集中过来 在扫平极光帝国反对势力的过程中 一个个大型家族土崩瓦解 一些作恶多端者更是直接灭族 顾家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定海神针顾心白 和年轻一辈最优秀的顾问道等人 几乎尽数被清算生死 猎轻轻意识上前 抢导众人推 根据您的安排 再加上我稍稍引导 失去了顶梁柱的顾家 现在已经四分五裂 一部分逃到了赤岩国 一部分更是远赴西岩州 顾灵颖那一只则回到了夏亚市 说着 他补充了一句 因为顾灵颖母亲的妹妹 也就是他的小姨 嫁在夏亚的缘故 他们这一只在夏亚 还是有点产业 以后想要再深居高位不可能了 但做个富家翁 还是不成问题 李聘听了 点了点头 16年前 西亚还属于光辉帝国的殖民地 而作为超级帝国之一的光辉帝国 那个时候 比至国内刚刚平定不久的极光帝国 繁华强大得多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光辉帝国 大力发展西亚经济 作为沿海城市的夏亚 更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牧强心态下 自是吸引了很多极光帝国之人前来置业 更有不少极光帝国之人 嫁到当时还属于光辉帝国殖民地的夏亚 在这里安家落户 顾灵颖的小姨 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两年前顾灵颖 会在夏亚市就读南海音乐学院的原因 在西亚独立以后 北半球没有出海口的极光帝国之人 一直将夏亚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类似于他这样的留学生 极光帝国居民在整个夏亚市有十几万 为此 极光帝国还在夏亚市拥有数百人的驻军 先维持这种趋势 接下来半年里 以维持世界稳定为主 至于半年以后 李平笑了笑 整个天荒界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方传阳等人点了点头 再等半年 类似于沐云生 荒泽 智炫 那一批最优秀的先驱者 基本上都能有十一级半部传奇的力量 战斗力更是能够比肩传奇 而十级至强者 以及战力媲美十级至强者的 每一千也有八百 这股力量镇压下 任全球各大势力有太大能耐 也翻不起任何浪花来 那队长 双越界那边 双越界 不重要 李平平静道 只需要确保双越界动乱 不会影响到天荒即可 甚至封锁双越界和天荒界之间的信息联系 不让世人得知那边发生的具体事项 不理会双越界 方传阳微微一正 那神脏之主百里竹的剧情 我心中有数 李平道了一声 等我们具备平推双越界的力量了 带着他去一趟双越界 让他和那位不朽神帝解决恩怨 同时 让那几位半神老师下来即可 几人听了 意识不再多问 他们也只是提醒一下 既然自家队长心里有数 那就别想那么多 听从队长的安排即可 接下来的发展 便如同李平预料中进行 逃难到下亚的顾家 再没有了以往的目中无人 甚至 连他们这一脉的新家主顾星河 亦是随着极光帝国 一点一点彻底被西亚掌控 而失去了斗志 失去幻想 一跌不振 倒是顾威尔出于种种原因 促使了顾领颖和百里清风的再度相逢 再没有了任何阻力 而不会有任何外物干扰的情况下 在最后半期大三和一期大四 两人有了一场完美的大学恋爱 至于失一一 作为雷霆宗 乃至西亚武道界年轻一辈的代言人 一如百里长空所说 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由于武道协会 有意将好勇斗狠的舞者们集中起来 利用国家性武道赛事 以宣泄他们无处安放的经历 宣传这一目标的任务 就落到了失一一身上 在武道协会的权力支持 和雷霆宗的大力包装下 失一依靠着良好的人物形象 不弱的武道修为 很快成为了所有年轻舞者 心目中的偶像 变得光芒万丈 而他自己对这种生活 亦是十分喜爱 渐渐淡忘了清源山下的岁月 时间 在这种风平浪静中 很快过去十年 夏亚 天荒界新的经济中心 短短十年 夏亚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房价由原本的几千块一平米 增长到了十几万一平米的地步 其中 如清源山风景区 大学城一带的核心地段 每个几十万更是拿不下来 早些年投资房地产的人 更是在这十年里 赚了个盆满钵满 如百里清风清源山下的院子 如已经并入了夏亚市 成为乌合区的那栋老宅子 尤其是清源山下的院子 如果进行售卖 没有两三个亿拿不下来 此时 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这座经过修缮 但仍然可以看到 以往风貌的院子 院子的大门打开 里面栽种的花花草草 在阳光的照耀下 茁壮成长 一些还可以看到 院子的主路旁 还有一条宽不到一米的小石子了 小石子路两旁 栽种着各种花草点缀 一直通向一株不算高大的桂花树 树下挂了一个鞦韆 清风吹拂 随风摇曳 鞦韆一旁 还有一处稍稍抬高了地面一些的木质平台 木质平台长不过四米 宽也仅仅三米 靠着墙壁 自墙壁处还固定了一片玻璃顶 遮风挡雨 平台上除了点缀一下花卉外 就放了一张带靠背的木质长椅 一个茶桌 以及茶桌旁两张木椅 这里 也就只能坐上四五人 再多了 就会有些拥挤 整个院子似乎每一处都被人精心装扮 充斥生活气息之余 看上去还有种让人悠闲的舒服感 此时 看上去三十出头 戴着眼镜 一身正装 颇有学者气息的男子 正拉着一个四五岁 粉装玉拙的小女孩 从院子里走出来 在他身后 还有一个穿着一身古色古香长裙 五官长相不算顶尖 但却极具气质的女子跟了出来 关上了门 两人并未乘车 就这么一左一右 拉着小女孩的双手 沿着一条旁边栽种着花草的历青路 穿过这片有些郁郁葱葱的树林 走过树林 入木之地是一片充满着人间烟火 但却不显吵闹的居住区 再走了大概五六百米 一个规模不大 布满着卡通壁画的幼儿园 出现在两人面前 门口有幼儿园的老师正在迎接 两人松开小女孩的手 小女孩意识背着小书包 快步向幼儿园内走去 在进门时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转身挥了挥手 爸爸妈妈再见 喜宝宝再见 两人意识同样笑着挥了挥手 带着小女孩随着老师进入幼儿园后 两人相视一笑 手牵手 像是二十出头的小情侣一样 继续朝不远处的大学城走去 在一处街角 他们看到了一块电子屏幕 上面投放着一段宣传广告 两年一度的第五届天下舞蹈大会 正进行海选 将集中全球所有舞蹈高手 共进天下第一的宝座 广告中 一位充满健康美感的女子 正演绎舞蹈 以十级至强者级的战力搏杀凶兽 整个过程充满着英姿飒爽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瞩目 不过 男子的目光 仅仅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 便已经转移到了眼前女子身上 两人说说笑笑 很快两人来到了一栋 售卖乐器的商铺前 水云雅韵 店铺里有一个穿着改良古装裙子 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少女 正在打扫卫生 看到两人笑着打了声招呼 老板和老板娘来了 早 小悠 早 女子笑着点了点头 紧接着 她转过身 为一身正装的男子 理了李依林 笑着道 我们家百里教授 还是这么帅气 我们家小影子 还是一样年轻 男子也笑着回了一句 一旁的少女小悠 不禁无奈地摩擦了一下双臂 要不要这么肉麻 好了 去吧 那位李校长这段时间 抓笑级校风 可是抓得很严呢 女子柔声道 嗯 我走了 男子点了点头 当下 她转过身 嘴角带着笑容 迎着朝阳 大步朝着夏尔大学方向走去 远处 一栋井井九层的商业楼上 李聘 方纯阳 许安平 列青青 施可青等人 静静地看着那个戴着眼镜 充满文质彬彬气息的男子 看着她用不行的方式返回夏尔大学 时不时还主动回应那些和她打招呼的学生 好一会儿 列青青才喃喃道了一句 这个号养肺了吧 紧接着她又意识到这种说法有些不太全面 连忙补充道 我是说 这位虚无大帝 落差也太大了吧 很正常 李聘平静道 什么样的精力 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性格 可这落差也太大了 尤其是 列青青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腕表 十年前她是九级舞者 十年了 她还是个九级舞者 这十年时间里 她居然完全没有练舞 反而 去搞科研去了 这合理吗 成绩优秀的大学生 毕业后被留校任教 并从事科研行业 未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这种发展 不合理吗 李聘道 可是 可是 她是虚无大帝啊 列青青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只是她 就连施可卿 方传阳 徐安平等人 表情都有些茫然 施可卿宁思许久 最终放弃了 我无法理解 她看着白李清风 消失在夏尔大学内部的身影 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武道天赋 如果她 继续修炼下去 其他的不说 成就真神是必然 有了真神修为 就能拥有漫长的寿命 靠着寿命的优势 进一步修成更高境界 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如果她 继续这样蹉跎下去 她 她会如何 李聘道 她会死 施可卿说着 补充一句 会老死 是啊 老死 李聘道了一声 施可倾听的李聘 这带着感慨的语气 说出的话语 顿时一愣 脑海中 更是涌现出一个 匪夷所思的念头 她惊恶地抬头 看向白李清风 消失的身影 这就是她想要的 不止她 方传阳 徐安平几人的神色中 也充满着诡异 和难以置信 李聘没有回答 而是询问到 双月界那边的情况如何了 很顺利 面对李聘改变话题的询问 方传阳等人 尽管心中震惊 但还是很快跟上了她的思路 沐云生 荒泽 智炫 吴天他们 在这十年里 已经恢复到了足够强大的力量 他们几个在配合沐云生的新阵 爆发出来的战力 更在那几位本土半神之上 目前正在着手驱逐紫银双月 和璀璨烈阳 说到这 他的语气微微一顿 另外 不朽神帝则早在他们动手驱逐紫银双月 和璀璨烈阳前 就被沐云生布下新阵困住 目前百里竹便在利用新阵之力 炼化着不朽神帝手中的至尊神剑 好 可是这样一来 百里竹的路线 还是发生了小范围的偏移 至少 他和百里清风少了同生共死 两者的关系 远不如正常剧情那般深刻 不重要 确保百里竹未来能够成为至尊神剑之主 并且炼化不朽神帝 成为双月界唯一的古神即可 李聘应了一声 双月界那边不是重点 只需要确保大致方向不偏离即可 他思考的 是这个世界的地球那边 要如何处理 具体一点就是 要不要告知百里清风李先一事 让他和这位老父亲相认 私存了片刻 他终究不打算对剧情做出太大的偏移 等驱逐了紫盈双月 璀璨烈阳 让双月界恢复平静后 就着手修筑绕过双月界 直达地球的空间之门 李聘说着 转向方传阳 这件事你亲自负责 另外 让方之前先一步去地球 确保一个重要人物 李先的安危 明白 方传阳慎重点了点头 李聘再度将目光转向楼下 落到那位男子身上 这一刻 他不再是那位雷霆宗宗主 不再是骑士联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不再是极光帝国征服者 群星帝国毁灭者 不是什么传奇时代开启者和终结者 更不是天荒世界守护神 他 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在大学时期 和相爱之人相恋 并水稻渠成 走入婚宴殿堂的普通人 他这十年来的历程 波澜不惊 平平无奇 他的身形 融入来来往往的人流中 和云云众生 没有任何区别 清晨的阳光 洒落在他身上 青春活力 生机勃勃 而在他身后 那位女子目送着他离开 满怀温柔 水云亚运中 依稀传来阵阵悦耳的音乐 晚风吹起你并肩的白发 抚平回忆留下的疤 你的眼中 明暗胶杂 一笑生花 暮色遮住你盘跚的步伐 走进床头藏起的画 画中的你 低着头说话 向前走出了几十米的男子 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转过身 冲着他笑着 再度挥了挥手 女子亦是奄然一笑 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 也沉醉于儿时情话 不胜真假 不做挣扎 无畏笑话 歌声顺着风声 飘荡很远 很远 一切是那么的宁静 祥和 岁月静好 我终将青春换给了他 连同指尖弹出的剩下 心之所动 就随风去了 楼顶上 蓝天下 李聘伸手 似乎想去触摸指尖的风 又像是要抓住随风而来的歌 以爱之名 你还愿意吗 平静 这个轮回第一 第二个阶段 前所未有的平静 尽管在最开始时 李聘横空出世 带领众多先驱者 镇压一个个天荒界的顶尖势力 造成了一丝涟漪 但在随后的百年里 整个神藏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 当然了 双月界的战乱仍然发生过 穆云生更是协议为为王牌先驱者 驱逐了紫营双月 璀璨烈阳 亦是协助神藏之主百里竹 炼化了不朽神帝 奠定了他在双月界的强大威名 不过似乎由于穆云生以及神秘莫测的天荒界武道协会总会长存在 又似乎是百里竹本身也不是什么野心之辈 即便他真的修成顶尖强者 仍然没有在双月界搅风搅雨 反而致力于维护双月界的秩序 效仿天荒界一样 让双月界亦是结束了战乱 恢复了和平 尤其是后期 天荒界 双月界 绝能级的地球世界 三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互通 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这种平静 让先前十几个轮回一开始 先驱者就要死九成的众人很不适应 但 适应与否 不重要了 随着百年时间里 亚索 守真 百里长空 李仙这些人一一失去 理论上要持续 111个新年的虚无神藏世界 似乎有提前迎来结局的意思 不 这 就是结局 清源山下的院子 李聘 方传阳 许安平 列清清等少数几人 来到了院子外 而此时 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这些人 都是这个院子的主人 百里清风的女儿 女婿 外孙 外孙席 曾外孙等亲人 阵阵宁耶声 压抑着的哭声 时不时从里面传来 李聘朝里面望去 依稀可以看到院落一角 那个似乎已经修上过好几次的木制平台靠椅上 有两个老人 他们相互依偎着 都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 这一幕 只让方纯阳 许安平 列清清 施可清等人 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深受震撼 死 死了 就这样死了 像个普通人一样 老死了 李聘有些严肃地看了一眼 因受到的冲击太大 有些难难失神施可清一眼 顿时 施可清连忙收声 可他 以及其他眼中的难以置信 匪夷所思之色 却久久不散 挥之不去 好一会儿 李聘才道了一声 算算时间 百里清风已经132岁了 十级至强武者的寿命理论上 可以达到160 但真正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 终究只是少数 这个时候故去 也并不奇怪 说着 他还补充了一声 这是喜丧 喜丧 什么喜丧不喜丧的 这根本不是重点好吧 重点是 虚无大地 全死了 这算什么 这个时候 院子那一个颇闲老太的妇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是百里清风的女儿 李校长 节哀 李聘道了一声 同时问了一声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 妈妈说想再听爸爸唱首歌 唱到一半时 妈妈就走了 不久后 爸爸演 两位都是130多岁的高龄 并且是去时 子孙环绕 想来他们去的时候 应该也是面带微笑 李聘安慰道 老夫人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虽然难过 但父母离世时 确实是面带笑容 这让他心里稍稍好受了一些 这确实算是喜丧了 片刻 他收敛了一下情绪 重新道 李会长 爸爸在去世前 特意叮嘱了我 让我向你转达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 老夫人看了李聘一眼 谢谢 李聘听了 先是一愣 紧接着 笑了起来 笑得很开心 那种笑容 无比真切 发自内心 这让老夫人很是不解 谢谢 两个没头没脑的字 一般人 甚至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意思 毕竟 在近几十年里 李聘和百里清风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过多的联系 他除了是夏尔大学的校长 百里清风是他那一届的学生外 近几十年里 两人也没有太多的来往 因此 这谢谢两个字 他这个做女儿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自然也更加不知道 为什么李聘听到这两个字时 会笑得如此开心 好 好 李聘笑着 连到了三个好字 好一会儿 他才重新道 这声谢我收下了 老妇人虽然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不过 父亲交代的事 他还是要办好 他将一本小册子 递给了李聘 这是父亲留给你的东西 李聘看了一眼 有些眼熟 很快 他已经想到了什么 这是地球上的五道点级 还是百里清风家传的武学 百里清风 将这册点级留给他 他翻看了两页 确实就是百里清风家传的五道点级 他记得他看过 还不止一次 李聘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将点级收了下来 老妇人又邀请了一番 李聘出席百里清风的追悼会后 再度回到了院子里 李聘健壮 也没有久留 转身离开 方纯阳 列清清 许安平 施可清等人 尽管心中有一百个疑问 可李聘走了 他们仍然得快速跟上 一行人有些沉默地向前 没有任何一人说话 直到都快要走出 这片充满着百年前西亚时代的 近古建筑城区时 列清清才终于忍不住地再度说了一声 这算什么 而先前同样难以置信的方纯阳 这个时候 似乎终于想明白了什么 听到列清清的话 他笑了笑 什么也不算 那 虚无大地 真的死了 列清清说着 马上又反驳了自己的话 可那是虚无大地 在这个神藏世界 在神藏之主 百里竹的认知中 无敌的虚无大地 神藏之主 百里竹 方纯阳口中念叨着这个名字 好一会儿 才有些敬畏地 看了李聘一眼 难道 你还没想到吗 如果这处神藏世界 真的只有百里竹一个主人 那么 他如何能够演变成 一处昼光 都无法撑开的禁忌神藏 此话一出 列清清 以及同样没有想明白的 许安平 施可清 同时心神俱正 难道 汪汪 轻微的震动 开始自虚空弥漫 这种震动 不是源于脚下的地板 亦不是他们所处的 这颗星球 而是 整个世界 整个神藏世界 都在轻微地颤动起来 并且 幅度越来越大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顿时让陷入震撼中的几人 一个个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这种情况 神藏世界要破开了 这 真的就破开了 神藏世界破开的关键 真的就是虚无大地 百里清风生死 而要让百里竹观念中 无敌的虚无大地生死 只有一个办法 让百里清风心甘情愿地 自己老死 让虚无大地自己老死 这个神藏世界的破开之法 简直太 太 石可卿 列清清 许安平等人 只感觉思维被颠覆一般 这种破开神藏世界的方法 谁能想到 可无论他们 究竟多么地难以置信 世界的震荡已经开始 而随着世界的不断震荡 周边的空间 意识开始坍塌 在李平的感知中 则是有一个残存 并且只剩下最后一丝的残念 正在渐渐苏醒 他需要收拢神藏世界的力量 以维持他这道残念的短暂存在 而由于 他将神藏世界的收束 天空 大地 世界 全部变成了盲白 虚无 属于众仙驱者们身上的禁锢 蒙蔽 亦是随着神藏世界的消散 渐渐散去 李平感应了片刻 很快将目光 集中到了不远处 那是 青园山下那个院落的方向 一道一身白衣 风华绝代的倩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那里 并怅然若失地 朝着那个方向打量着 这是 神藏之主 百里竹 猎青青 低声道 但 和神藏世界中 那位百里竹又不同 这一位神藏之主 身上无论是气息 还是那种历经无数年岁月的 沉淀与沧桑 都是截然不同 除了李平以外 他们这些黄金仙驱者 仅仅看上一眼 都会不由自主地 生出一种 发自心灵的敬畏 李平看着正正盯着那片 在神藏世界收束 渐渐崩塌的青园山画面的身影 对着猎青青等人 打了个呆在原地的首饰 迈开步伐 一步一步 来到这位神藏之主身边 也是在他来到他身边时 整个神藏世界 彻底被收束 青园山下的院子 以及院子中 那道白发苍苍 失去生命气息的身影 亦是随之消散 归于虚无 可即便那片区域的那道身影 已经归于虚无了 这位身上 带着一丝阴沉气息的神藏之主 仍然没有一开目光 李平静静地站在他身边 等待着他 接受眼前的一切 并未说话 良久 这位哪怕仅仅是一道残念 仍然风华绝代 一世独立的神藏之主 这才将目光转向李平 为什么 他的眼中满是迷茫 不解 失魂落魄 似乎突然觉得 自己无数年来所坚持的一切 全然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一刻轰然崩塌 你 你们 所有人 或许 从来都没有真正问过 他究竟想要什么 李平道 说完 他顿了顿 诱惑着 他说了 甚至不止一次说了 但你们 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 没有听进去 他转过头 看着他先前所看的 那片虚无之地 因为 他不想让你们失望 所以 当你们要求他做什么时 他就会做 而你们要求他做的事 和他想做的是冲突了 你们只需要坚持一下 他就会退让 于是 你们更加觉得 他想要的 他所追求的 根本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位神藏之主 仿佛接受不了 这个现实一般 连连反驳 我那么喜欢他 那么迁就他 那么等待他 几百年 上千年 无怨无悔 为了让他回来 我甚至能不惜摧毁整个世界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的喜欢 你的迁就 你的等待 对他来说 从来都只是一种责任 一种负担 你从来想过没有 他到底需不需要你的喜欢 需不需要你的迁就 需不需要你的等待 李聘道 这番话 犹如舞雷轰顶 瞬间让百里主整个人呆立当场 浑身上下的气息 更是一阵浮动 大有毁灭 崩溃之势 好一会儿 他似乎才终于稍稍稳定了一下自身状态 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 沮丧 无力 笼罩他的心间 他转过头 望向李聘 那他 到底想要什么 答案 你已经知道了 李聘说着 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不带有任何光环 负担 责任地度过一生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百里主看着那片已经恢复盲白的虚无 久久无神 这个事实对他有着颠覆性的冲击 实际上 别说他这个当事人了 就连方纯阳 列青青 施可青 许安平这些跟着李聘一路走来 见证他破开虚无神葬世界方式的先驱者们 又何尝不是如此 伟大的虚无大帝 无敌的虚无大帝 即万千荣耀光环于一身的虚无大帝 他所追求 竟然仅仅是像个凡人一样 普普通通地度过自己风平浪静的一生 寿终旧寝 安然死去 而他们在做什么 他 施依依 百里长空 以及他身边所有所谓的亲人 朋友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一步一步将他推上了虚无大帝的宝座 使他最终真正活成了他们希望的虚无大帝模样 并且 引以为傲 予有荣烟 甚至自我感动地以为 他们为他不遗余力地付出 才让他有了虚无大帝的成就 他们不遗余力 尽心尽力 不惜付出所有代价 一手将他推上神坛 结果 却是让他和他想走的道路越行越远 扼杀了他真正的本意 所以 我的恨 百里竹难难自语 他恨百里清风吗 明明他为了他 不惜毁灭了整个世界 可他却囚禁了他一生 直至死亡 他都没有将他释放出来 可实际上 在百里清风眼中呢 他一次次地退让 一次次地迁就 就在他终于以为自己 哪怕没有了一切 可至少可以塑造出一个 想要维持的和平世界时 一切 都被摧毁了 被百里竹摧毁 他所谓的 为了他不惜毁灭世界 实际上却是摧毁了他 想要的一切 锚定人性的一切 最终 他如他所愿 成为了虚无大地 不是那个守护三界 光芒万丈的虚无大地 而是 永恒的生 永恒的灭 永恒的空 永恒的无 真正的虚无大地 那么 他该恨他吗 他该恨他们所有人吗 恨 百里竹突然感觉到 一阵窒息的痛苦 哪怕他实际上 早已死亡多年 仅仅是一丝残留的执念 可在脑海中 闪过这个恨字时 仍然有种无法言语的痛 痛到让他未知窒息 明明 他只是一道残留的执念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百里竹这道残念 一阵漂浮 整个空白虚无的神藏世界 一是开始飞速坍塌 原本那些处于虚无盲白中的先驱者 随着神藏世界的全面崩溃 一是迅速被抛到了神藏世界之外 出现在了虚无神藏殿巨大的 神藏之门位置 这一幕 让方纯阳 列青青 徐安平等人 瞬间反应过来 神藏世界破开了 可他们的奖励呢 这位神藏之主的残念 似乎 即将崩溃 换句话说 这是整个世界为之崩溃 就像一尊咒光 降临一尊神藏 将那座神藏世界称暴一样 里面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眼前虚无神藏世界的状况 似乎就会和神藏世界被称暴一样 随着神藏之主百里竹的崩溃 而归于虚无 最终 所有人多得倾注了上千新年 少得花费十几年 上百新年 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礼聘也明白了这一点 他顿时意识到了问题 虚无神藏世界的破开 不应该是这样 或者说 这座神藏世界 不应该用这种方式结束 以百里竹 接受不了眼前颠覆性 由他们一手摧毁百里清风 使其化为真正虚无大地的现实 彻底崩溃而结束 那位虚无大地 也不希望这座神藏世界 以这种方式结束 礼聘突然想到了什么 百里清风托他女儿 向自己传达的两个字 谢谢 礼聘有些失神 这两个字 不应该属于神藏世界中 百里竹认知的百里清风 或者说 不应该属于 已经脱离了原本主线剧情的 百里清风 他来自 礼聘抬头 朝着虚空瞭望 大道之光的力量 在他体内流转 形成他的感知 但 依然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感知不到 走了 自他死亡的那一刻 他已经走了 可现在呢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他真的会像真正的虚无那样 完成心中最后一丝的执念 彻底地离开这个世界 纵然是百里竹这道执念 以崩溃为终结 亦不再多看一眼 毕竟 真正的百里竹早已经死了 还是 礼聘沉吟不语 神藏世界 仍然不断崩塌 速度快到极致 队长 列青青等人 甚至忍不住发出了声音 不过礼聘仍然没有理会 百里清风 真的变成虚无大地了吗 不 如果真正成为了完全的虚无大地 一尊彻底倒向虚无阵营的无上 那么 他绝不会不止一次地将目光投向这座神藏世界 亦不会在最后时刻通过另一人之口 向他传达那两个字 因此 莎莎 我需要你的帮助 礼聘道 请您吩咐 莎莎的声音回应着 不过 我需要提醒您一声 我的力量超过了这处神藏世界的容纳极限 如果动用 我本体的力量会加速这座神藏世界的崩溃 他已经崩溃了 礼聘道 我需要你收集 读取这个世界有关于虚无大地的所有信息 不是百里清风 是符合虚无大地的信息 说完 他补充了一句 尽快 如您所愿 莎莎回应着 下一刻 一股无形的涟漪荡漾开来 弥漫了整个已经变成虚无的神藏世界 其中肉眼可见的涟漪 却集中在百里竹身上 直让他的崩溃更为迅速 很快 这尊智能生命已经给出了答案 很抱歉 并未搜寻到符合虚无大地的信息 没有 礼聘念着这两个字 没有 居然 真的没有 那位虚无大地 真的已经抛下了一切 化身为了真正的虚无 只是 真的如此吗 虚无 礼聘低声说着 我相信你 一如 我相信自己 他直视着眼前 崩塌到 连列清清 方纯阳 许安平等人所在的空间 都无法维持 将他们抛出去的神藏世界 我相信我的判断 绝不会错 他说着 脑海中 闪过自己最接近虚无大地的时刻 不是这个轮回 而是上一个轮回 他和虚无大地那一战 莎莎 我需要你协助我 捕捉我每一道感知中 虚无大地的身影 礼聘道 如您所愿 莎莎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不急不缓 下一刻 大道之光翻涌 直接照射到了 陷入崩溃中的百里竹身上 这一刻 时间开始倒流 不 不是倒流 仅仅是查阅百里竹 这尊虚无神藏世界之主 在维持虚无神藏运转时 记录下来的所有信息 或者说 通过构建一座世界的底层代码 来搜寻其中一些早已覆盖掉的信息 时间飞速流转 这个轮回疯狂地闪烁着一切 有关于虚无大地 有关于百里清风的消息 速度快到超出了任何人的感知上限 反应上限 哪怕一尊心神真神在此 也绝对看不清上面任何一个场景 但通过莎莎的捕捉 这些画面全部被精准地投射在礼聘感知中 并被计算 分析 整个轮回很快过去 一如莎莎先前所说 没有半点属于虚无大地的痕迹 于是 信息跳跃 进入上一个轮回 跳跃到过去 一个 百里竹被囚禁 按照主剧情发展的轮回 这个轮回不断回溯 虚无大地 在将百里竹囚禁后 再没有现身 哪怕他死亡的那一刻 亦不例外 很快 在大道之光的映照下 信息捕捉被退回到了 他和虚无大地一战的画面 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 亲身目睹了 这一战自己被踢出 虚无神脏世界的画面 然后 百里竹这道执念的崩溃 突然凝制了 不止他 礼聘意识停了下来 大道之光的力量 尽数映照在这个时间节点 并透过沙沙 将其清晰地呈现出来 他听到了 他也听到了 那道 悄无声息 但却真真切切 在某一刻存在的痕迹 一段信息 那是对此刻 百里竹崩溃内心 最好的回应 其实 我并不恨你 不恨 哪怕他一次次退让 一次次迁就 甚至最终 连最后一丝 想要创造一个 美好世界的奢望 都被百里竹彻底毁灭时 他仍然 没有恨他 也没有恨任何人 不恨 百里竹残存的执念 倾听着这段 时隔无数新年后 传递而来的信息 口中喃喃自语 这一刻 他突然泪流满面 那种压抑到极致 让哪怕一道残念 仍然未知窒息的痛苦 突然被尽数释放 宣泄而出 泪水 无声无息地流淌而下 但整个世界 却仿佛有一束光 刺破无尽阴霾 照耀而下 一如当年 他在地窟人世界 最孤独 最绝望的时刻里 遇到他的出现 这一刻 万丈阳光 照耀世间 目之所及 天高海阔 云卷云书 清风哥哥 百里竹喃喃说着 身上再没有了阴郁 没有了怨恨 没有了不甘 只剩下前所未有的 世人 安宁 平和 他就这么闭上眼睛 似乎终于能够安心沉眠 他的身躯化作淡淡流光 亦是在这一刻彻底消散 虚无神脏世界亦是自此终结 秀 秀 虚无神脏殿的神脏之门所在 一道道光芒 不断地从虚无神脏世界中 跌落而出 出现在真实世界后 化作一道道身影 落到神脏之门所在的 大型广场上 所有人惊恶中 都带着一丝茫然 破开了 这么夸 这才十一个新年吧 真不愧为李聘 一座禁忌神脏被破开 不知道能有多少收获 远处 一位为新神 包括向来神龙剑 首部剑尾的 虚无神脏殿殿主 穆海新神 接在现场 看着一位为 自神藏世界出来的 先驱者们 一一讨论 由于李聘 这位未来的宇宙君主在 再加上虚无神脏世界 也确实被破开了 他们的心情 还是十分轻松 不过很快 一些先驱者的议论声 渐渐传了过来 虚无神脏世界 好像不是用常规方式 破开的 而是崩塌了 一开始时 似乎还挺正常 但后来 世界确实是崩塌 并不是收缩 如果我没有猜错 应该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得到的神器 没有被神脏之力 具现化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议论声 刚开始时比较小 可到了后期 明显越来越大 不多时 成千上万先驱者 加入了讨论的队伍中 使得整个广场 变得一片喧哗 一时间 虚无神脏电的云图 染神机 白巢 包括店主 木海星神等人 对视一眼 同时意识到出问题了 恰在此时 云图在人群中 看到了同样自神藏 世界跌落的沐云声 当即虚首一挥 将他接引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这位第二店主 神色严峻道 该不会有人从中 故意破坏吧 参见店主 沐云声对着众人 一一见礼 紧接着连忙道 这一次破开 虚无神脏世界的行动 所有人都以 李仙区 马首是瞻 遵守他的命令形式 而整个过程 看上去 似乎也十分顺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类似于神藏世界 崩塌的状况 他摇了摇头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都是遵循着 李仙区的吩咐行事 听得沐云声所言 极为店主对视一眼 倒没有怀疑 这一次轮回开启前 也有不少先驱者 跟着进入了 虚无神脏世界 他们的进入 必然携带了李聘 在天狱世界 闯荡出来的种种威名 有这种威名傍身 除非脑子出问题 否则 不可能哪个先驱者 敢挑衅于他 毕竟 真正有身份 有背景的人 以及那些天赋横溢的人 到天骄 根本不可能来当先驱者 拿自己的虔诚生命 去拼神藏世界 那极不稳定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李聘这种 未来能够成就宇宙君主级的存在 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得罪冒犯 那就再等一等吧 沐海心神并未催促 其他人听了 亦是点了点头 当下 众人耐下心来 继续等候 好在 李聘并没有让他们等待太久 在方传阳 列青青 许安平这一批人出来后不多时 虚无神藏世界彻底关闭 几乎在神藏世界波动消失的同时 一道流光 亦是自其中投射而出 显化出李聘的身影 看到李聘现身 下方众多先驱者中传来一阵哗然 议论声明显扩大一节 但却没有任何一人胆敢出言不逊 哪怕一些先驱者在虚无神藏世界蹉跎千年 最终一无所获 也不敢有半分怨言 对于未来 连是否能够成就新神 都是未知之术的众多先驱者 他们的身份地位 相较于此刻已经成为人道圣殿圣子的李聘来 差距太大了 李先驱 白朝殿主站起身来 第一时间招呼了一声 李聘当下一步虚踏 出现在了白昭 云图 染神机 沐海星神 以及众多星神所在的平台上 李先驱 可有收获 白朝星神笑着道 尚未清点 李聘说着 语气一顿 你们想询问 虚无神藏世界 为何会崩塌 以至于残存的神藏世界之力 没能形成任何一件神器 他坦然地承认下来 这是我的失误 几位殿主对视一眼 继续由白朝道 禁忌神藏 被称之为禁忌 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 李先驱能够破开这座神藏世界 将困在里面的十几万先驱者就出来 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靠着这一点 就已经算得上立下大功了 只是 以李聘此刻 所处的身份位置 神藏殿所谓的大功 对他来说 似乎也已经算不得什么 木海新神亦是发话 虚无神藏崩溃一事 我到时候会下发通知 告知所有先驱者 他平静道 神藏世界不是什么福利机构 也不是什么资源秘境 一无所获 并不是什么怪事 李先驱也不要用什么心理负担 李聘点了点头 他倒没有什么不是 就和木海新神说的那样 神藏世界本身就是赢家通吃的特殊之地 或许对那些黄金先驱者来说 心里可能会有些怨念 平白浪费了一两百年时间 但以虚无神藏世界真正的破开难度 别说大多数困了几百年的白银先驱者了 就连这些黄金先驱者都应该感谢他 若非因为他 这些人最终的结果 估计也会和那些被困了几百年的白银先驱者一样 将自己一生葬送在这处神藏世界中 李圣子 这个时候 木海新神再度开口 神色带着一丝凝重 可有关于虚无大地更多的消息 考虑到李聘的身份 此刻的他已经不便 再用真灵映照李聘的心灵 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 李聘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回想着在虚无神藏世界的经历 他叹息了一声 也算是有一些吧 我会将这些消息整理出来 发送给你们 说到这 他的语气微微一顿 想要重新将虚无大德 拉入我们存在阵营 人族阵营可能性很低 但让他保持中立 不危及到我们人族的发展 应该不是件什么难事 仅仅这一条消息 他就值得了一件昼光神器了 木海新神正色道 如果这个消息能够证实 意味着未来 我们察觉到 这尊虚无阵营的伟大存在后 不必再分出一尊 至高去与其对峙 防御他的所作所为 这无论是在异族战争 还是和虚无阵营生命大战过程中 都至关重要 李聘点了点头 看你的模样 破开这处神藏世界 应该颇为疲惫 且去休息一番吧 木海新神道 李聘倒也没有过多客气 整个人腾空而起 在摇摇对着方纯阳 许安平 猎青青几人点了点头后 只往不远处那座金属星球而去 而染神机顺着李聘的目光 看了那几位黄金仙驱者一眼 心中有些羡慕 尽管他已经向李聘赔礼道歉 而李聘也没有追究他的意思 但双方间明显存在隔阂 未来他想要沾一点 这尊人道圣殿圣子光 那是想都不用去想 而这几位黄金仙驱者 他们的天赋 未必会有多好 天赋 潜能或许可以 让他们成就新神 但理论上 这也是他们的极限了 可随着眼下和李聘 这位未来的宇宙君主 建立起了并肩作战的友谊 可以预见 他们未来的成就 必然能够达到 媲美他这尊永恒日药的程度 若是其中某一人 还能有点机缘 后机勃发 宇宙之光 都未必毫无希望 李聘告辞了 沐海心神几人后 确实是第一时间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之所以没有和他们过多交流 一方面 大道之光消耗过剧 此刻的他 在精气神 包括心灵层面 都属于一种疲惫之中 另一方面 他的状态 通过大道之光 对时光回溯 或者说 以大道之力为媒介 借助沙沙的力量 对百里竹残念 掌控的神藏世界中的信息 进行解析 他不止 看到了那位虚无大帝 留给百里竹 一番近乎自言自语的言论 还听到了另一段话 命运 他没有听错 是命运 命运这个词汇 他在很多点集上都看到过 但那些点集中 对命运的记载 极其流于表面 真正让他意识到 这两个字的分量时 是道源至高 纳门道进轮回秘书 纳门秘书由气运 轮回 再到命运 循序渐进 似乎描绘出了一种全新的领域 尽管连道源至高 本身对这些力量的理解 都只局限于气运和轮回之力 甚至轮回之力 他有没有彻底掌握 都是一个未知之数 但在他的猜想中 这种境界似乎真正存在 而眼下 在这位虚无大帝口中 他再度听到这个词汇 他分辨不出来 那到底是虚无大的 在控诉着自己的遭遇 不 他是虚无大帝 虚无阵营的无上生命 那个时候的他 应该并不会再有这之类的情绪 可如果不是 难道说他真真正正感知 触及到的那种力量 一种比至高 比主宰 比无上 更为伟大的力量 命运 礼聘心中细嚼着这两个字 是确确实实的情绪外溢 代表他尚未转变成真正的无上 演绎成真正的虚无 还是 有一种力量安排了他 虚无大帝的命运 命运 这是道元 那等至高 都未曾触及的境界 这是虚无大帝 都无法窥破 乃至摆脱的领域 礼聘甚至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这位虚无大帝 之所以会选择无上路径 并走向虚无阵营 其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摆脱身上的命运之力 当然 这只是猜测 甚至没有任何来由的猜测 就像心血来潮一样 突然生出了这个念头 没有任何依据可言 不过这种念头 持续了片刻 很快退去 不可否认 礼聘向来不会将目光 局限于一亩三分地 但现在的他 别说离触及命运的境界了 就连至高 无上 主宰 离他仍然十分遥远 现在的他 真正要做的 是成就心神 并以最快的速度 晋升日耀 乃至凝聚真灵 修成宇宙之光 并进一步演化宇宙 成为放眼星界兜 站在最巅峰一批的君主 等成了宇宙君主后 再考虑这些事不迟 思存着 他闭上眼睛 静静地调理着 自己的精神状态 在他调理自己精神状态时 虚无神脏世界崩溃的风波 意识渐渐散去 尽管在先驱者的圈子中 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但此时的礼聘 无疑已经跳出了 这个圈子层面 就像一个身怀千亿资产的商界大佬 去看一个娱乐公司中的练习生 竞争C位出道 哪怕他有再高的人气 并在他所表演的节目中 表演得再出色 让一众粉丝们欢呼尖叫 也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情绪涟漪 两者 已经不在一个层面 此刻的他 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人道圣殿 小半个星月后 礼聘调整好了状态 恢复了因大道之光损耗过剧 而影响的精气神 这一次虚无神脏世界 尽管一无所获 但至少 在利用大道之光力量 回溯百里竹所处 那座神脏世界时 让他对时间 有了一丝感悟 尽管这些感悟充其量 只能充当基础 但却相当于零到一的突破 没有这个一作为基础 未来他即便有再多的机缘 也用不上半分 更别说雾透时间玄妙 为未来成就天地奠定根基 不过说到收获 倒也并非没有 礼聘心中一动 他手上顿时出现了 已经蜕变到骤光级的若曦剑 这把剑出现在他手上之际 他隐隐再度生出一种感知 似乎感应到了一个 极其遥远的存在 正和他进行着呼应 这种呼应 和先前他第一次得到若曦剑 并和这把骤光级至尊魔剑的呼应感 一模一样 这算什么 一种全新版本 得到三把至尊魔剑 就能合成一把真正的至尊神剑 礼聘嘀咕了一声 毕竟他手中这把若曦剑 就已经属于中高等骤光神器了 再融合一把 不到至尊 也该到巅峰吧 就是不知道 那边是否还有什么危险在等着自己 而且 有点远啊 礼聘到了一生 不知道要跨越多少心冤 片刻 他将若曦剑收了起来 不去想这个问题 神器虽好 可对不怎么喜欢依赖外物的他来说 却并不是迫在眉睫之物 等以后修成君主 或者成就圣皇 掌握空间之力后 再去将其拿来不迟 他的收获 除了和摩罗神葬世界 近乎一样地感应到第三把至尊魔剑以外 剩下的 他将一本小册子拿了出来 这是百里清风的女儿 教给他的一本五道秘籍 真正的五道秘籍 百里清风 或者说 百里清风在地球时期 李家一位练武祖先留下来的 可直指五圣的五道典籍 再上一个轮回 他翻看了不止一次 不过这一次 将这次典籍送给他的人 是虚无大地吗 李聘猜测着 根据方传阳 赵天刚 诗一人 以及所有虚无神葬世界的先驱者称 百里清风就是去了一趟地球后 走上了无上之路 在上一个轮回 他也曾去过地球 并和当时的联邦总统合作 竭尽所能搜寻涉及到 所有体系的修炼之法 就连一些似是而非神话传说般的典籍 都没有放过 百里清风的李家五道传承 更是他搜寻的重中之重 结果 他没有找到任何一册 关于无上之道的描述书籍 他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地球上诞生了一尊无上 极少数人对这尊无上的存在有概念 但 也仅仅是概念 对于他的一切 说不出半点所以然来 当然 一位无上 如果真的想在一群凡人面前 隐藏自己的踪迹 来历 身份 太容易了 哪怕当时身为神圣 待在地球上 只要那位无上不想让他知道 站在他面前 他也感知不出半分 眼下这侧点结 会蕴含那尊无上的传承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 满怀期待 翻开了这侧点击 翻看时 他不断地将那时候的记忆 回想起来 与眼前的点击一一对照 明镜 暗镜 画镜 单镜 刚镜 一模一样 完全 一模一样啊 李聘说着 但他仍然维持着良好的耐心 继续翻看 五圣 五圣之上 堪称传说的粉碎虚空境界 打破虚空 得见真神 这上面也有 李聘也看过不少次 关于这等境界的描述 无非是将力量 炼至细微学窍之处 对现在的他来说 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 嗯 突兀 李聘停了下来 他看着眼前这段 关于粉碎虚空的描述 和脑海中 先前看到的粉碎虚空境界 不断对照 不一样 完全 不一样 这次点击上记载的粉碎虚空境界 和他上个轮回了解到的粉碎虚空 完全不一样 以五道境界 打破精神和肉身的桎 可以亏得自身每一处细微学窍 并将精神 驻留于这些细微学窍之中 从而做到 近乎滴血虚生般的手段 这是粉碎虚空 而这次点击上提及的 在真实世界的背后 还存在着另一种虚无 只有当自身力量 强大到足够的地步 才能打破这种真实 接触到那种虚无境地 从而让自我升华到 另一种全新境界 窥破真实 得见虚无的境界 这种境界 直接实现了真实和虚无的一体化 使得两者互相依存 互相共鸣 互为整体 这种特征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心神 不 不是星神 而是 星剑 那个时期的星剑 李平目光 集中在这侧点击上好一会儿 星剑 星剑 这一刻 他终于意识到 这侧点击上记载的五道之法 才是真正的无上之法 才是真正为百里清风奠定根基 促使他走上无上之道的基础 无上法 李平不缺这一门无上法 在天狱世界中 他参悟的无上法 足有四门 尽管那些无上法有所残缺 但却无一例外 都能指引他踏上无上之道 可不知为何 他看着这侧点击 却是久久没有移开眼睛 就像这侧无上法 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一般 吸引着他翻下去 以极快的速度翻下去 直到 这门无上法的创始者 就是那位神秘无上 而他 李平看着上面书页末尾上 提及到的名字 李求仙 李求仙 这就是那位神秘无上 那位在地球历史上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未知存在 那位仿佛冥冥中 留下了某种暗手 指引了百里清风 走上无上之道的存在 李平看着这侧点击 这上面提及的无上法 涉及到一种真我的概念 用真我和本我的概念 来代替虚无和存在 如果他将其带入 心界的概念 这侧无上法 显得很粗糙 很古老 古老的已经落实 毕竟有心界在 还要什么真我啊 就像大家都已经有 AI绘画了 还要什么手工画师 AI绘画又迅速又精美 还坚持做手工作品 不是古老 手就是什么 但 古老的东西 未必就没有任何意义 至少 画师们承载在其中的神韵 是AI绘画永远无法替代的 所以 我选融入心界 李聘将这侧古老的无上点击合上 迟了 这门无上法来得太迟了 如果他上一个轮回 就得到这侧无上传承 他说不定真的会用心钻研 研究真我之妙 现在吗 真我 李聘摇了摇头 他站起身来 将有关于虚无大地的信息 稍稍整理了一下 通过神念的方式 尽数刻露在了一枚能容纳大量信息的金石中 然后出了自己的住处 李先驱 他一走出住处 智能生命落芳的身影已经投射而出 店主何在 李聘问了一声 正在自己的住处 请跟我来 落芳回应着 店主说了 您若有事找他 可直接前往他的化身所在 李聘点了点头 当即 脚下地板发生变化 很快组建成一台小型穿梭机 很快带着李聘来到了一处悬浮于虚空 面积不过数千平米的院落中 李聘一到 提前得到落芳的消息的沐海星神 已经走了出来 我所知道的都在这里了 李聘将金石递了过去 多谢了 这里面的资料 对整个人族来说 都十分重要 沐海星神慎重地应了一声 有功虚赏 我已经替你提交了申请 申请一件昼光神器作为奖励 凭借你人到圣殿圣子的身份 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你已经可以提前想一下 要什么类型的咒光神器了 有劳了 李聘道 咒光神器 对现在的他而言 还是很有帮助 区别就是 他用不用把了 这是你应得的 沐海星神说着 笑着问了一句 虚无神脏已经破开 虚无神脏殿怕事 也要撤除了 我们 也该各自忙碌各自的事了 不知道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接下来 李聘笑了笑 在神圣阶段停留了这么久 也是该晋升星神了 星神 对浩瀚无垠的宇宙星空来说 这是生命的质变 是修行的终极 因为 当融入星界成就星神的那一刻 修炼者便意味着踏入永生 只要不是好勇斗狠的成天与人搏杀 又或者时不时就遭遇风险 被迫动手背负上大量规需之力 理论上 心神永生 纵观世界 活了几亿新年的心神 屡见不鲜 其寿命比一些星球 恒星都要古老 更别说在那些星球中诞生的文明了 一个个文明 以自己传承了几万年 十几万年 乃至几十万年 上百万年而骄傲 为自己将文明的火种 撒遍一颗颗星辰 而倍感荣耀 可他们这些成就在那些最古老的 星神眼中 却已经坐视了无数遍 他们已经不再为那些传承了几万年 十几万年的文明 而有任何情绪波动 对任何文明 包括宇宙文明来说 星神都属于文明中定海神针的存在 其威名 波及一个星河系 传遍河系内成千上万的文明 所有生灵 都在为这种伟大的生命而敬仰 而震撼 很多文明自覆灭的上古文明中考古 终于得知了某位星神的名讳 正当他们在为那个文明 那个时代 有这等生命而惊叹时 赫然发现 那尊古老的星神 到现在为止 居然都活得好好的 并且 他的生命跨度 还能延续无数个 他们这种文明的生命 这就是星神的伟大 一种对任何核系内生命体来说 都被视为净化尽头的存在 礼聘为成就星神 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一个星月后 穆海星神再度找到了他 直接将一个储物手镯递给了他 奖励申请下来了 其中 咒光神器 需要你成就星神后 前往人道圣殿领取 由人道圣殿代为发放 同时 你也可以在人道圣殿 选择适合你的咒光神器 而我这里则是一套 智式神器生产线 一些你融入星界后 用得上的资料 以及 他将其中一枚金石拿了出来 天眼教替你计算出来的安全坐标 破入星界的现实坐标不远 你什么时候要走了 我让白朝替你对教一下新门即可 不过时间上有一些要求 必须在一个新年内 星界内部变化万千 即便天眼教 也无法算到每一个变故 好 礼聘接了过来 同时道 现在就去准备对笑新门吧 不需要调整一下 沐海星神笑着道 紧接着 他又摇了摇头 也对 以你的底蕴 又有天眼教替你 计算出来的这个坐标 成就星神对现在的你来说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 只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罢了 礼聘笑着回应了一声 我这就去调教新门 沐海星神同样笑着道 用不了多少时间 你可以准备前往新门所在了 礼聘点了点头 他去了一趟自己住处 倒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整理了一番 前往新门所在之地 不过就在他赶往新门时 通讯手环微微震动 随着他愤出一道精神波动 很快感知到了王福云发来的信息 李圣子 人道圣殿议论纷纷的一则消息 你看到了没有 消息 我最近忙着虚无神葬世界的事 并未过多关注 和我有关吗 礼聘问了一声 当然 王福云精神波动中带着一丝凝重 异族的黑榜中 最有权威的 无疑是虚空族和智能生命异族了 不过这两个种族和我们人族之间 主要存在竞争关系 而不是敌对关系 他们这两大种族的悬赏榜单力度不大 只能作为参考 但 根据有人从虚空族内得到的消息 这一次 你在黑榜上的排名 有可能会进入前一百 前一百 礼聘有些意外 不是因为这个排名高 而是 人到圣殿的圣子 都只是有可能进入前一百 他这番话 顿时让王福云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 好一会儿 他才到 前一百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整个人到圣殿 有资格排入黑榜前一百的 只有十二人 算上你 也只有十三人 换句话说 在一族眼中 你的威胁等级 已经超过了其他几十位圣子 直接到了前十三的地步 这种重视程度 相较于人到圣殿的道子来 都已经不差多少了 说完 他马上补充了一句 一族榜单 悬赏的又不是一个人到圣殿 而是整个人族所有的天骄 其中 包括那些圣皇子嗣 天地后裔 乃至至高清传 这些人 他们所能享有的资源 更在人到圣殿之上 这番解释 倒是让礼聘恍然 是了 还有圣皇子嗣 天地后裔 乃至至高清传的存在 人到圣殿 说一千到一万 也不过是被称之为 昼光摇篮罢了 对那些圣皇子嗣 天地后裔 至高清传来说 他们的目标 仅仅局限于 昼光之境吗 显然不是 尤其是至高清传 每一个 至少都是荡成天地去培养 少数甚至被荡成 未来的至高去塑造 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 无上天骄 只等威亚一计 摄服所有其他 有无上天骄之称的存在 就能真正坐实 自己无上天骄的名号 成为这个纪元中 最璀璨闪耀的一颗明星 这么一说 我是沾了主宰点名的光了 李聘笑着道 应该是了 能被主宰亲自点名 尽管最终未成主宰清传 但天赋上 想来也是仅次于 主宰清传一级的存在 再加上 你现在只需熬过真灵这一关 马上就能有宇宙君主级的成就 这就是下线了 未来若能前进一步 那也是能够以极快速度 将力量投放到任何一处战场的圣皇 若能成就天地 星界中 几乎是横着走了 王福云笑着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族对你有此重视并不奇怪 虚空族 智能生命一族 和我们不属于敌对关系 悬赏额度不会太高 就是不知道 等神族 魔族等一族的悬赏榜出来后 我具体会有多少额度 又具体能排在多少名 礼聘倒是显得心情轻松 听得礼聘这种轻松的语气 王福云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 很多天交们并不畏惧登上一族黑榜 甚至以登上黑榜为荣 还和其他人对比 谁的排行靠前 谁的悬赏更高 此外 每一季 一出的无上天交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黑榜第一 你不在黑榜上排到第一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 真正的无上天交 你还是尽快返回人到圣殿吧 现在的你 嗯 王福云不知如何评价 太弱 李聘笑了笑 知道了 我这就去突破个心神 等成就心神后 就回人到圣殿 终于要成心神了 哈哈 也是 不成心神 虽然在物质界畅快 人终究要向前看 不入心界 如何能够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完美境界 不将完美境界攀升到极致 如何能够让心灵蜕变 凝聚真灵 不凝聚真灵 又如何能成就宇宙之光 并为宇宙君主奠定基础 王福云道 早该如此了 李聘点了点头 无数年来 所有人早已经将心神体系 钻研到了极致 传奇 心神 骤光 绝对掌控 完美境界 真灵 境界路线清晰明了 且优化到了再难优化的地步 此外 真灵是成就至高的基础 这从不是一句空话 没有真灵 任何人的心灵 意识 精神 都负担不起一座宇宙 就像一个人再怎么天才 再怎么精力充沛 充其量身兼数值 可如果要让他肩负几万种职责 这已经不再是天才 精力所能替代得了的了 除非研发人工智能辅助自己 又或者制定一套高效率的规则 借规则之力 使其顺畅运转 心神们选择的 便是凝聚真灵 借真灵之力 维持宇宙的演化 并以宇宙为框架 再一次次宇宙演化中 亏得空间 时间的奥秘 使这座宇宙 彻底地由虚化实际 成为一座可真正运行的宇宙 两人交流了片刻 李聘结束通讯 这个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心门所在 云图 白朝 迷梦心神等人 亦是在心门等候 看到李聘 几人亦是同时拱手 助理圣子一路顺畅 踏破屏障 成就心神 借诸位吉言 李聘微微汗手 他并未和几人多聊 打了声招呼后 便踏入心门 直接来到了天眼交给的那个适合 融入心界的位置 在这片区域 选了一颗荒芜人烟的星球后 李聘深吸了一口气 心剑 他早已经能够感应到心剑 并且在莎莎的带领下 还游历过心界 但此时此刻 才是真正迈出成就心神的关键步伐 没有过多的犹豫 也没有过多的迟疑 伴随着虚空在他面前破开 他一步迈出 本命星辰的力量激发到极致 在他身后 仿佛出现了一方世界虚异 不 不是仿佛 那就是一方世界 星界碎片构建的世界 随着他的感知激发 容纳本命星辰的星界碎片 荡漾出阵阵液 快速增强着 他和星界间的共鸣 当这种共鸣 强大到极致时 一层无形的涟漪荡漾开来 这一刻 他仿佛撞破了真实和虚幻的屏障 直接来到了一片 一无所有的虚无中 这种一无所有的虚无 仅仅持续了片刻 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 开始自四面八方渗透而来 似要束缚住他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原子 并且 这种力量越来越强 无可避免 这是 星界特色 归虚之力 星界 礼聘到了一生 此时 他的本命星辰 或者说 容纳本命星辰的星界碎片 和星界间的共鸣 已经达到巅峰 就像将一滴水 滴入河流中一样 两者间以极快的速度开始融合 在这一融合过程中 星界碎片似乎化为了一片屏障 像大气层一样 护持着本命星辰 本命星辰 亦是犹如化为一座岛屿 飘浮在这片虚无 但又充斥着归虚之力的虚空中 在这一变化过程 礼聘竭尽所能 控制着星界碎片 本命星辰的演变 避免在这一过程中 背负太多的归虚之力 历史上 太多神圣倒在了这一步 在自身的本命星辰和星界融合过程中 无法完美掌控每一份力量一散 最终 被归虚之力生生压垮 哪怕好不容易成就了星神 背负上了海量归虚之力 基本上也相当于废了 一丁点的意外 就能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这种融合过程的进展 这片包裹着一层屏障的岛屿 即将作为礼聘星的身躯 以显化出物质 能量 包括精神 心灵等具象化的力量 换句话说 从今往后 它就是这座岛屿 将这座岛屿摧毁 就等同于摧毁它本身 一如当年被摧毁的本命星辰一样 不过就在这种融合深入到精神 乃至心灵层面时 一圈圈无形的涟漪 突然荡漾开来 干扰着这种融合过程 这是 大道之光 礼聘心中一动 几乎在大道之光力量 显化出来的同时 原本近乎虚无的星界周边 亦是剧烈地震荡起来 就像平静的海面 突然掀起汹涌的波涛 源源不断地冲击着 它所画的这座岛屿 而凝聚成波涛的力量 除了单纯的归虚之力外 居然还有另一种强大的排斥之力 这种排斥之力 针对的主要核心 就是它心灵深处的大道之光 星界之力和大道之光 仿佛完全不兼容一样 出现了强烈的排斥反应 这种排斥反应 甚至影响到了它的心灵状态 精神波动 以及显现在星界 岛屿形态的物质和能量体 在一阵轻微的轰鸣中 它这座岛屿 似乎都在被星界排斥着 生生从融合状态中 挤压了出来 这种感觉 至 李聘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就像一滴墨水 滴入河流 尽管颜色不同 但本质一样 两者很快 就能混为一体 可如果将一颗钢珠放入河中 纵然水流再怎么容纳 水 照样是水 钢珠照样是钢珠 根本无法容纳于其中 您的力量 莎莎的身影突然投射出来 有些惊异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很像至高 主宰想要强行进入星界时 引发的星界之力排斥 您凝聚出了至高之力 紧接着 它又有些理解不了 不对 即便您将原始至高法 修炼到第四层 也仅仅是踏上了至高道路而已 离真正凝聚出至高之力 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才是 为何现在 至高之力 理聘私存 至高之力 主宰之力 尚且不被星界所容 何况它的大道之光 疑似比至高之力 主宰之力更强 它身怀这种力量 融入不了星界 亦属正常 理论上 不融入星界 也可以凝聚真灵 上古时代的心神 似乎就是如此修行 但 不借助无所不在的归须之力 一步步将完美掌控提升到极致 最终凝聚真灵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空上黑榜第一 片刻 它仿佛想到了什么 你说 至高 主宰想要强行进入 星界会引发星界之力排斥 那无上呢 无上的话 莎莎稍稍稍易 收集资料 很快得出结论 只要不展现 威胁星界的力量 并不会引来 整个星界力量的排斥 不展现 威胁星界的力量 礼聘 微微私存 你还掌握着 无上之力 莎莎都觉得自己 有些看不懂 这个小神圣了 并没有 不过 我可以试着伪装 礼聘说着 精神集中到心灵深处 那阵溢散的光辉中 下一刻 光芒的力量 开始快速收敛 溢散出来的光辉 仿佛不存在一般 变得虚无 透明 在这种情况下 四周汹涌的星界之力 果然稍稍平息了一下 但 也仅仅是平息罢了 并未完全消散 显然 他对无上之力的理解 做不到让他完全避开 归虚之力 或者说星界之力的感知 相较于至高 主宰 无上的道路 实际上更难走 尤其是对我们 存在阵营的生命体而言 即便我们这些智能生命 抛开一切外在因素 也不例外 因为 只要我们上 存在一天 外界各种因素 对我们的影响 就不可避免 沙沙的声音 在礼聘耳边回荡 但 我只是成一个心神而已 不是真正的修成无上 让星界之力平息 够了 礼聘说着 近乎透明 虚无的大道之光 直接朝心灵中 映照而去 不止映照心灵 更是覆盖上 心灵溢散出来的波动 精神 并透过精神 进一步触及能量 物质 随着大道之光的力量 自这些力量上流淌 它对星界的融合 再没有阻碍 由物质 能量所化的岛屿 彻底成为了星界一份子 循着星界的运转 渐渐在这片区域移动 其存在的特质 意识开始 和星界的不存在特质 相互中和 形成一种近乎恒定的状态 这是 莎莎看着这一幕 身为智能生命的她 似乎都呈现出了一丝 意外的姿态 利用无上的特性 降低了那种力量的存在感 并用那种力量 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 正常晋升的神圣 融入到了星界之中 倒不叫伪装 我本身就是一个 正常晋升的神圣 李平微笑着道 只是因为力量本质 稍微高了一点 引起了星界排斥 所以才不得不伪装一下 说到这 她觉得这种解释 好像有点所不通 只得再补充一句 抛开过程不谈 反正现在我融入星界 成了星神就对了 可你真正的本质核心 并未融入星界吧 莎莎道 但你看 我和星神有什么不同 李平道 莎莎仔细地扫描着 李平所化身的 这座岛屿身躯 好一会儿 她才道了一声 我确实看不出来 说着 她又补充道 你那种力量的本质极高 哪怕我的本体轻质 都未必能看透你的伪装 或许 只有真正的无上 才能区分你和其他 星神的差异所在 所以 这就够了 李平道 凡俗世界有一句话 当一个程序能够运转时 不要在意其中的过程 只要它上海运行稳当 那就不要管它 我不赞同你这种说法 但 你身上的状况 让我无法反驳 所以 请允许我不发表评论 莎莎道 李平听罢 笑了笑 并未在说什么 她进入星界的追求 和其他人并不相同 她只是为了借助 星界环境 更快地将完美境界 提升到足以凝聚真灵的地步 至于说 星界赋予修炼者的永生不灭 不重要 她只要继续进化下去 超越下去 她相信 终有一天 她会真正达到 不依靠星界 亦能实现的永生不灭 就像那些至高 主宰 无上一样 至于这样一来 失去永生不灭特性 她将只剩下一个纪元的寿命 一个纪元后 她将面临生死大限 那也是她的选择 她选择的路 真到了那一步 她也将坦然接受 无怨无悔 以归虚之力为主 但却夹杂着一种 与存在 真实等对立力量构成的虚空中 一座直径 俨然缩小到 只有十公里大小的岛屿 仿佛一颗穿梭于虚空的卫星 被星界虚空的力量推动着 几乎无规则的漂流 当然 规则实际上存在 但除了无上之道 或者专精这一方面的天眼教中人外 其他人很难计算出来 不过礼聘所在的位置 本身就是天眼教计算出来的区域 这片区域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也不会飘入高速通道中 遭遇其他星界碎片撞击的风险 所以 这一段时间 它还是十分安全 相较于它此刻的风平浪静 很多星境星神 都倒在了这一步 他们一成就星神 就得面临各种各样外界的风险 这便导致很多人纵视成就星神 最终也未能在星界彻底站稳脚跟 岛屿上 维持着人类形态的礼聘 静静感知着 那阵推动着它 寄托于全部力量的岛屿漂流的力量 好一会儿 它才道了一声 相较于人道圣殿的模拟 真实环境对自身 对心灵的影响效率提升了十倍不止 这是自然 莎莎笑着道 人道圣殿的归须之力 说一千到一万 都是模拟 模拟出来的效果再怎么真实 也瞒不过心灵感知 在你知道是模拟的情况下 心灵自然会松懈 没办法进入那种应激状态 可真实的星界却不同 这一点点区别 就能造就心界环境 对心灵打磨的效果 强于外界十倍 几十倍 这 就是我会选择融入星界的原因 李聘道 虽然过程我无法分析 但 莎莎对着李聘微微一笑 李聘殿下 恭喜你 成就新神 星界虚空 一座直径十来公里的岛屿 正在不断漂浮 时不时会有一些体积仅数米 十数米的星界物质撞击而来 不过尚未来得及撼动 岛屿本身 就被岛屿外围 那仿佛大气层 一样的防护罩消敏 其中的能量 质量一方面强化这一层防护罩 另一方面 亦会轻微提升岛屿的体积 而岛屿的体积增长 基本上就伴随着 星神的能量 质量的增长 神圣晋升的路径 还真是成帝先了 李聘道了一生 只是选择的方向不一样罢了 莎莎微笑道 神圣修行本命星辰 所以存在固体形态 传奇修行领域 基本上以能量为主 但如果殿下 你不需要这些质量的话 亦可以将其全部转化成能量 无非是要小心 这一过程 可能引起的归虚之力罢了 李聘点了点头 他也只是对此刻的处境 感到有些不适应罢了 就如莎莎说的那样 如果他不想维持这种形态 将自己转化成一团高等能量 同样可以 早在传奇阶段 修炼者已经能够实现物质 能量的转化 更别说 现在已经修成星神了 不过在星界进行物质 能量转化 因为归虚之力的存在 可谓得谨慎万分 花个几千年 上万年都不是怪事 另外 神圣这种固体形态 晋升星神相较于传奇来 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 可以通过捕获星界虚空的 其他物质 快速获得足够的质量 能量 以比传奇轻松几十倍的方式 跳过能量阶段的积累 莎莎直接将一份数据显示了出来 无论天赋多高的修炼者 人们说她完成骤光镜之前的积累 都是用几千年 上万年来形容 这是因为修炼速度再快的传奇 只要没有外力帮助 都要花费如此漫长的岁月 才能完成心灰阶段的能量 日耀阶段的能及积累 但这种情况对神圣来说却不存在 从这一点来说 维持神圣形态晋升 对殿下来说更为便利 所以 你的建议 是让我尽快积累到 可以确保自身晋升日耀巅峰的物质后 再将其转化成为能量形态 李聘道 是 莎莎微微汗手 当然 您可以前往人道圣殿兑换资源 照样可以节约大量能量 积累的时间 虽然需要付出的成本不会很低 但还在您的可接受范围内 说着 它顿了顿 很快计算出了一个结果 如果你以这座岛屿般的物质形态 前往人道圣殿 在不选择任何一个 骤光及护道者的情况下 成功率只有12.71% 如果你选择 转化成能量形态 需要花费1029年 但成功率却能提升到 31.02% 如果请宇宙之光充当护道者 这个概率则会提升到 93.67% 这个几率怎么得出来的 李聘有些意外 星界穿梭这么危险 不是星界穿梭危险 是您在没有护道者的情况下 在星界进行穿梭危险 尽管黑榜尚未更新 但对您的暗杀计划 已经有很多种族进行布置 如果您在物质界 安全性自视能够得到保障 但至今为止 所有碎片运转 都未得到详细计算的兴建 一路前往人道圣殿 遭遇暗杀的可能性 超过99.99% 莎莎说着 语气一顿 当然 这是您吩咐过 我除了信息支持 不提供任何 实际干涉的缘故 如果将我带入计算公式 即便您维持物质形态 安然返回人道圣殿的概率 也有99.99% 异族暗杀 李聘听了 点了点头 好歹是一个未来的宇宙君主 如果现在付出一个日药 乃至一个心灰的代价 就能将他扼杀在摇篮中 任何一个异族 都不介意付诸行动 而他无论转化能量形态也好 不转化能量形态也罢 返回人道圣殿的路上 都很难保证不被其他人察觉 一旦被察觉 很快被异族获悉消息杀上门来 几乎是可以遇见的事 毕竟 一族在暗中 必然悬赏了他的线索 在利益面前 可不会有人考虑什么人族大义 甚至一些人 出于对他这种天才的妒忌 会主动以间接的方式 将他的行踪泄露出去 人性之恶 他毫不怀疑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离人道圣殿有多远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星界中 任何物体都在高速运动 距离始终处于相对状态 就像现在 您实际上也在快速漂流 这种漂流速度 如果放到物质世界 已经超越了光速 只是您身在星界 感觉不出来罢了 莎莎解释了一声 但还是给出了精准的数据 您离人到圣殿最近的一个点 就在半个新年后 但这个距离也不近 路程超过100个新年 随后 你们之间的距离会被拉开 直至越来越远 另外 为了确保您所处 这片区域的安全性 您周边并没有什么 可以搭顺风车的大路 岛屿 最近的一座 离您有三个新年 处于平行水平运转 将持续49个新年 不过56个新年后 会有一座大路 和您进行交汇 这种情况 礼聘面路诧异 到底是因为 一处安全的地方 确实得远离喧嚣 还是天眼教有意为之 天眼教有意为之的概率 91.31% 莎莎道 因为 56个新年后 会和您所处之地 交汇的那座大路 其主人 便是天眼教护教法王 大罗明王 一尊圣皇 礼聘一听 明白了莎莎的意思 那座离我只有三新年 处于平行水平运转的岛屿 应该也属于天眼教吧 对 还是大罗明王 一位弟子的家族 驻守之地 莎莎道 倒是有心了 礼聘由衷道 看样子 他们对殿下 您还挺看重的 莎莎笑着道 礼聘点了点头 离他三新年之远的那座 和他处于平行运转的岛屿 实际上就是天眼教用来打预防的 如果他遭遇危险 可以和那座岛屿寻求帮助 而两者会平行状态下 运行49年 换句话说 这49年里 这座岛屿 无疑充当了 护道者的角色 至于56个新年后的天眼教 大罗明王 大概就是让他在这里风吹日晒 经历56年 懂得星界的艰苦后 用于抛出橄榄枝的人员 如果他选择了 接受这位大罗明王的帮助 以后他身上自然会打上 天眼教一脉的标签 果然 世间的一切馈赠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哪怕这份馈赠 是我交出虚无神葬世界信息换来的 礼聘道 天眼教给他 提供了这个坐标 让他在成就星神的关键时刻 包括到现在为止 没有遇到任何天灾干扰 可相对应的 亦是将他放在一个 远离人道圣殿的地点 除非他肯冒险前往人道圣殿 或者拼得几百年 上千年时间 将自己转化回能量形态 否则 就只能请求天眼教出手 一路护送 主要是殿下 您太优秀了 莎莎笑着道 你们智能生命 还会夸人 不会 莎莎说着 以一种忠心的语气道 但我所说的一切 都是实事求是的事实 无论您在天狱世界 用了短短十个新年 修成原始之高法第四层 还是您在虚无神葬世界 以及刚刚进入星界时 展现出来的神秘之力 都称得上出类拔萃 我们流落到这片星空至今 您的优秀 可以排入前三十 说着 他还补充了一声 包括我所接触的 至高 主宰 无上 过奖了 李聘道了一声 紧接着 将目光转向大气层外 那片浩瀚无垠的 星界虚空 那么 就让我正式开始 我的星界之行吧 殿下不打算 和天眼教联系吗 沙沙道 和我在一起生活了 这么多年 你已经了解了 我的性格 你觉得呢 李聘反问 明白了 沙沙很快将一片光影投射出来 我拥有这片星界虚空的地图 尽管属于很久以前的版本 准确度不会很高 但我仍然替您计算出了37条 前往人道圣殿的道路 不 李聘道 替我计算 替我计算星界碎片最多的一条道路 您的意思是 既然神圣的物质形态 是快速获得能量的最佳办法 那么 就让我试试 究竟好到什么程度 李聘微笑道 好 已帮您切换到第二套方案 莎莎没有任何停顿 很快将另一套方案投射出来 本方案标记出了119条路线 根据星界碎片的多寡 危险程度可以分成119个等级 李聘看着马上拿出方案的莎莎 有些意外 紧接着 却是笑了起来 不愧为智能生命 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估计都已经写好了他的性格模型了 他先提前往人道圣殿的路线 那是因为智能生命 一切要以主人的安全为最高权限 但 从他提供前往人道圣殿的路线 只有37条 而前往星界碎片所在区域 却多达119条 这本身证明 他在哪边花费的计算更多 就从最高危险度的一条开始吧 李聘道 第119条路径 经过破碎星海 若顺利 您的体量会蜕变到 直径10万公里的山脉级 放到物质界 基本上相当于直径1亿公里的大型恒星 这个能量标准 也是巅峰日要的标准 接下来您只需要将对应能级提升上去 就将成为真正的巅峰日要 沙沙说着 一则则数据不断闪烁 巅峰日要 李聘笑了笑 那还等什么 出发 破碎星海 星界虚空 李聘化身的岛屿 正搜寻着可用的运行轨迹 不断朝破碎星海前进 就像大海上航行的船只 风速 洋流等外在因素 都能让这艘船只航行更快 星界虚空穿梭 亦是如此 各种各样的外在原因 都可能对它的速度造成影响 比如 在更高的星界内层 有一尊骤光级的大人物快速穿过 对星界造成的影响 投射到星界外层 就能斜裹着这片区域 形成类似于洋流一样的东西 带着它快速前行 又比如 一尊圣皇 在星界核心 进行空间穿梭 投射下来的力量 更能让星界外层 形成空间折叠 使外层空间的能量 物质 进行超空间跨越 某种程度上 外层的归须之力弱 压力小 能及低 但也属于最危险的区域 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会给外层星界带来扰动 反倒是核心层 虽然能及高 但所有危险都属于可控状态 只要修炼者自身强大 遇到危险的程度 会几何性降低 简直就像开高速一样 只要速度够快 就不用担心 被人突然超车 迫使自己减速 变道 从而带来未知危险 甚至当速度快到极致 超越了所有车辆 前面再没有任何车辆阻隔 俨然变得一马平穿 李聘一边控制着自身穿梭 脑海中不由自主 冒出这些想法 前面有一块大型星界碎片 直径超过600米 但速度很快 莎莎提示了一声 可需我替你计算最佳拦截 融合公式 不需要 李聘到了一声 有你这个导航在 我相较于其他星神来 已经占据太大便利了 如果完全依赖你 我这趟旅途 岂还会有任何魔力可言 那么 主您顺利 莎莎笑着回应 当下 李聘将目光落到远处 一道飞速略静的流光 星界中将所有碎片统分为九个尺度 一米以下的微型 十米以下的小型 百米以下的中型 千米以内的大型 万米以内的巨型 以及十公里以上的岛屿 百公里以上的山峰 千公里以上的山脉 万公里以上的大陆 再往上 统称大陆 无非是小型大陆 中型大陆之类的区别 理论上 大型级的星界碎片 已经可以帮助一尊半神 晋升神圣了 换句话说 捕获一块大型星界碎片 价值就相当于三件神器 或者类似三件神器 相等的修行物资 不过 现在的李聘 显然不需要靠捕获星界碎片为生 看着那道600米的星界碎片 他的感知激发到极致 快速分析着外部环境 对自身的影响 确保自己能够在合适的位置 用合适的力量 截停那道星界碎片 与此同时 他还在分析那道星界碎片的速度 质量 能量等等 当两者渐渐靠近时 岛屿上的李聘 猛然纵身而起 犹如一道流光 直冲天际 悍然出现在那块星界碎片前 一手按在这块星界碎片上 无形的连衣 源源不断一散开来 自他手上释放出去的力量 完美地和这块星界碎片上 蕴含的能量相互抵消 顷刻间 这块巨大的星界碎片 飞行的速度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到了后期 几乎陷入凝制 紧接着 李聘引导着这枚星界碎片 朝着他本体所画的岛屿降落而去 整个过程并未出现什么意外 等到这块碎片穿越本体岛屿外层的屏障 落到它本体上时 无形的连衣自岛屿上荡漾 弥漫 紧紧束缚着这块星界碎片 不多时 岛屿上俨然多了一座600余米的小山峰 精准到极致的一次捕获 莎莎微笑着说道 这枚星界碎片 飞掠而来 蕴含的最大能量释放 换算成战斗力在48万 您的整个过程 没有溢散出任何力量 没有激起一丝归虚之力 换句话说 您相当于在没有任何力量 外溢的情况下 秒杀了一位战斗力48万的九阶修行者 我现在好歹成星神了 有这种效果 很正常 礼聘神色平静 什么时候对上其他星神 也能确保不溢散力量分毫 才算是小有进步 说着 他考虑到自己其他方面 战力的增幅 嗯 我不是说那种星进星神 是指至高阶梯30阶以上的 我理解 莎莎笑着回应 当下 礼聘不再言语 感受着自身质量的变化 很快 他已经得出了结论 如果将质量 能量 尽数转化成能量这一属性 我已经到118万了 礼聘说着 由衷地道了一声 物质 果然是最纯粹的能量结晶 您现在还是质量形态 相当于半神 虽然能量很高 但在薄杀上 对上能量形态的生灵 并不占太大优势 必须对半蛇才行 杀杀道 对半蛇 也就是说 我的能量属性 才59万 礼聘说到这 仿佛想到了什么 突然道了一句 所以 至高 维持一方宇宙 就相当于物质形态 反倒是主宰 将宇宙炼入体内 更接近于能量形态 您可以这么理解 沙沙微笑着说道 至高 主宰 某种程度上 还可以视为半神 和传奇的衍生 只不过相较于 几乎难以动弹的半神 至高们的活动能力 要强得多 说着 他笑着补充一声 当然了 这种强势相对于至高 主宰以上的生灵 换成主宰而言 他们的动作很缓慢 单对单的情况下 至高对上主宰很被动 这也是黑渊陛下 能够轻松地 截留大量天才 而至高议会 和一族至高 束手无策的原因 不过 当他们出动 数位至高 从各方面拦截时 黑渊陛下 就会十分被动 要不是黑渊陛下 兼修了无上之道 三对一 至高议会 就不会那么好说话了 兼修无上之道 他的无上之道修成了 当然没有 只是兼修到很高的程度罢了 沙沙道 无上之道 对存在阵营的生命来说 乃是最难修成的体系 兼修方面 能够修成无上之道的 只有红天至高一人 而他之所以能兼修无上 是因为他颇为神意的一体双生 拥有存在 不存在两种概念 他语气一顿 似乎对这尊存在 一怀有敬畏 红天至高 君天无上 合而为一 奠定了他至高议会第一人的威名 第一人 兼修至高 无上之道 李聘听了 倒是有些神望 不知道这等身怀至高 无上之道的强者 又该强大到何种地步 片刻 他再度将目光转向远方 离破碎星海 还有多远 维持这种速度 还有13个新年的路程 沙沙道 我计算了沿途可能遇到的波动增速 绕道等因素 但由于我的地图版本偏向老旧 所以我无法给予 你百分百正确的数值 可惜 我去不了星界内层 李聘道 千万级的能量波动爆发 可以撼动星界外层和内层的屏障 您如果想要 可以绕道前往黑天火山所在区域 那里如同火山一样的能量爆发 释放出来的能量超过千万级能量 可以撕开星界外层和内层的屏障 沙沙如实地点出回答 但我不建议您这么做 您能完美掌控的力量 到现在为止 尚不足二百万 在星界内层 您无法控制好自身的力量 若是前往 即可能会因归虚之力而陨落 说到这 他补充了一句 您并未融入星界 您可以通过脱离星界的方式 摆脱归虚之力 但以您现在的质量 能量 怕是很难再次破开星界 融入其中了 除非您也兼修无上之道 并有所成就 我知道 礼聘道 在它是一条小木船时 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起来 可如果它变成了一艘航母 还怎么藏 怎么伪装 我替您安排的这条路径 前十三个新年 主要是用于沉淀 以提高您完美境界的掌控程度 根据我的估算 借助无处不在归虚之力的压迫 再加上您自身出类拔萃的天赋 十三个新年后 您所能掌控的能量强度 将抵达四百万及巅峰星辉的标准 接下来您便可在破碎星海进一步成长 直至冲击 日要巅峰 莎莎说着 将她给礼聘制定的计划 一一展示出来 十三个新年的沉淀到星辉巅峰 倒是不长 不过 我看你这条路线 礼聘指着其中一个分叉 无情岛 这后面的描述 混乱之地 杀戮之地 是 莎莎回应 破碎星海 因为存在大量星界碎片 会有很多星神前往其中 猎取星界碎片 再进行售卖 兑换修行资源 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城市 集市之类的地方 无情岛便是其中之一 说着 她补充了一声 破碎星海 本身就是混乱之地 作为利益交换中枢的无情岛 更是因为利益二字 成为这处混乱之地的重中之重 所以 很多星神会为了利益大打出手 所以 这既是混乱之地 也是杀戮之地 换句话说 这里有很多星神会进行生死搏杀 礼聘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对 莎莎说着 微微一笑 这也是我将这条路线 标记为最高危险等级的原因 说着 她又补充了一句 同时 也是我认为 这条路线能在最短时间里 帮您达到日要巅峰的原因 要不是为了永生 怕还真没有多少人 愿意进入星界 星界虚空中 快速前进的礼聘由衷道 此刻她赶路 已经赶了两年多了 这两年里 深深明白 生活中星界的心神 何等的举步维艰 也不能这么说 除了永生外 星界得天独厚的环境 与修行上也大有注意 而这 不就是殿下 您进入星界的原因吗 莎莎笑着回应 何况 只是神圣比较艰难罢了 对于传奇来说 他们成就星神前 一般会投校某一尊日药 在成就星神的那一刻 他们就能得到 那位日药的庇护 遮挡初期的风雨 等凝聚出能量形态后 亦是能居住在日药所化的领土中 虽然偶尔需要出典力 确保领地稳定 但至少 不用像神圣一样 冒着风险 四处奔波 我倒是明白 为什么物质界中 神圣的战力 明明更胜六阶传奇 可很多人 仍然不愿意通过神圣途径 成就星神 甚至是神圣一道 为自觉虔诚之路 礼聘道 这是无数年来 由前人积累下来的经验 神圣成长起来的概率 确实远低于能投效日药的传奇 莎莎道 不过 神圣和神圣间 也可以抱团取暖 几座 十几座 几十座岛屿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机构 至于遇到危险时 能否团结一心 那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心灰 日药 礼聘听的莎莎所言 不禁有些感慨 在物质界中 被无数生灵视为传说 神话的心灰心神 不说属于星界的低层 但分量上 却也高不到哪去 也只有成就日药 才能建成 立国 占据一方 甚至 想要真正立国 往往得宇宙之光才行 如果殿下觉得困难 不妨真选择一方势力加入 我相信 别说是那些次一级的帝国 皇朝了 六大势力中 您无论选择加入任何一方 对方都会双手欢迎 沙沙道 六大势力 对 众星神庭 无尽神山 星界研究院 万物商会 星火圣殿 天眼教 沙沙道 这几大势力中 星界研究院 只属红天至高 超然事外 但剩下的几家 无尽神山开辟了西陵大陆 万物商会 位于东华大陆 天眼教开辟了北旋大陆 星火圣殿有些特殊 保持中立 且从事功法传承 研究 在几座大陆都有分布 哪怕是号称势力混杂 群魔乱舞的南里大陆 也不例外 说着 他补充了一句 这几座大陆每一座 都纵横不知几千万里 安全性比之外界 不知高出多少倍 只要能够站稳脚跟 很少遭受星界之灾侵袭 站稳脚跟 不容易吧 李聘道 先前几座大陆 倒是战乱不止 可随着至高议会 成立众星神庭 统辖诸多大陆 梳理秩序 战乱已经少了很多 当然了 由于众星神庭在 规矩也多了不少 也算有得有失 沙沙道 李聘听了 隐隐明白过来 这几座大陆 应该是人族的基本盘了 集中了 人族所有精华 基本盘这个说法 倒是不错 沙沙虚首一挥 四块大陆 占据四方 贯穿星界外层 内层 核心层三个维度 再往上 还有众星神庭 高悬于天 往下 则是诸多势力 星照不轩的 阳光不照之地 人们称其为 阴影域 它将这六片区域 尽数展现出来 这六片区域 构建了人族 在星界地盘的核心 再往外 岛屿 山脉 大陆 也不是没有 但不止面临天灾的概率增加 还存在遭受 异族袭击的风险 已经不算真正的 安全之地了 所以 这片岛屿 山脉 组成了 护卫几座大陆的边界 只能说是 人族疆域外围 真正的边界 是一座座异族战场 沙沙虚首一挥 几座大陆 以及大陆周边 大量的岛屿 山脉 近数缩小 数以万计红点 出现在它的视野中 人族在星界中的 疆域及其辽阔 接触到的 异族疆域 意识超过三千种 尽管一些异族 投效人族 但人族仍然得留意戒备 至于那些敌对异族 更加不用说了 异族战场吗 李平看了一眼 这是几乎所有咒光们 未来都将前往之地 人类几乎所有势力 包括星火圣殿 将修炼者培养到 咒光境界后 接下来的路 都要靠他们自己去走 大部分 想要再进一步的咒光 都会选择前往 异族战场 开疆扩土 像银落 沐海等人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等在异族战场上 生活了足够漫长的时间后 他们或许可以 靠着自己的功劳 返回人族疆域 选择一片区域 作为自己的祖地 留下自己的传承 也可以前往众星神庭 以及其他大势力中任职 还有一些对自身实力 有绝对信心之人 干脆就在自己 开辟出来的疆土中生活 虽然安全性较差 但却自由自在 不必受制于人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靠近北旋大陆 离异族战场较远 而且这周边也没有 冤须存在 安全性还是很高 只要小心潜伏的异族 和不怀好意的心神 安全性还是有足够保障 莎莎说着 将它所在的位置标记出来 我还以为 会直接进入人族的核心疆域呢 礼聘道 你现在的身份 是人道圣殿圣子 未来会偏向星火圣殿 而星火圣殿 虽然遍布四座大陆 但却没有任何一座 完全属于它们 再则 莎莎语气一顿 在安全性较高的四座大陆 别说容纳你这么一座 十公里直径的岛屿了 就连一条小河 一个湖泊 一座山丘 可能都有它们的主人 他笑了笑 你永远不知道那几座大陆 某个穷乡僻壤 究竟对应 依附了多少势力 多少生灵 这么夸张 礼聘有些意外 曾经有一尊 心神德祖上庇护 打算在西陵大陆一处立足 结果仅仅待了不到 十个新年就受不了 跑到外围闯荡去了 他还写了一首诗 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 猎狗到处窜 遍地是大哥 沙沙道 这首诗 感觉将心神的尊贵 彻底打入凡尘了 礼聘有些感慨 几块大陆既无天灾 又无人祸 可以安详永生 哪一位心神 不想在那些大陆上生活 但永生 就会带来一个弊端 那就是 大陆上的心神只增不减 无数年来 这些大陆上 已经积累下了 数不胜数的心神 沙沙说到这 透露出来的语气 似乎也有些好笑 祖上出现过 在一族战场拼杀的昼光 就能得到一块 立身安命的领地 又或者得到一个 不错的职位 但由于心神不死 昼光不灭 领地 职位不会流通 第一批昼光们 早已对内形成垄断 再加上他们不断往下安插人手 地方就这么多 蛋糕就这么大 再加上源源不断涌入的后来者 自然就会造成一个极小的部门 拥有几十位管理者 一块极小的土地 生活着几十尊心神的状况 李聘听得沙沙这番描绘 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 归根结底 心神不死 心神不灭 如果是在人族疆域边缘 既有天灾 又有异族之乱 还存在着流动性 可在几座大陆上 天灾被挡下 异族之乱被扼杀 生活在上面的心神 几乎不会遭受任何威胁 完全可以亘古长存地生活下去 实在想要享受什么 降下化身 在物质界享受一番即可 何必让真身冒险 沙沙道 据说制高议会那边很久前 就察觉到了这个问题 还得出了一个数据 这些大陆上的心神 居然有近九成 超过一个纪元没有修行了 毕竟 修炼就有危险 换句话说 他们就处于现有境界 竟想永生 九成的心神不再修炼 这还算人族精华吗 礼聘道 所以 这几块大陆 是人族基本盘不假 精华吗 就得打个问号了 制高议会不管 提出了一个三灾九难计划 任何心神虽能不死 但每万年虚利一难 每纪元虚利一灾 以此打断心神永生的循环 并督促心神修炼 但这个计划阻力极大 至今为止都未能通过 莎莎道 李聘听了 摇了摇头 制高不是无上 每一位制高 往往都有弟子 后裔 一些制高的弟子 后裔数量 还为数不少 如果真让弟子 后裔 历经三灾九难 天知道会有多少人 熬不过去 在我们继续 聊这个话题前 有一个小小的提示 您需要听一下吗 这个时候 莎莎的声音再度响起 嗯 李聘听了 很快感应到了什么 目光顿时朝着远方望去 但见一片涟漪中 三道几乎没有散发出 任何能量波动的流光 以极快的速度 朝这个方向呼啸而来 伴随着的 还有一阵遏制不住的惊喜声 瞧瞧 我发现了什么 一尊新生的新神 还是神圣路径突破的新神 下一刻 这三道流光 猛然一个加速 成新阵封锁姿态 瞬间将礼聘包围其中 纯粹的新人 成就新神的时间 应该不超过一百年 估计连真身都没有凝聚出来 别说真身了 居然连一个下属都没有 新的不能再新 完全是一块 没有任何防护力量的肥肉 想不到 我们居然能有这种幸运 来破碎星海讨生活的新神 基本上是那些没背景的神圣 传奇突破而成 收拾起来既安全 又没有隐患 看样子 我们来无情岛果然来对了 三尊新神肆无忌惮地包围李聘 毫不掩盖身上散发出来的恶意 三尊新神 李聘看着这三道体态各异的身影 同样有些惊喜 还是完成了神体塑造的新神 放到至高阶梯上 至少14阶起步 莎莎笑着补充了一句 神体 真身 很多顶尖修炼者 为了更顺利地捕获物质 能量 提升自己的底蕴 会选择将自己化作物质形态 即岛屿 山脉 大陆 但岛屿 山脉 大陆形态挪移不变 战斗时十分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修炼者便会转化一部分自身的物质 凝聚出一道真身 用于区分本体、化身、分身等称呼 真身的力量理论上可以达到本体的九乘九 等达到十乘时 就相当于将本体全部能量化 这种形态被称之为神体 当然了 如果真将本体九乘九的质量转化成为真身 那还有何必要去转化成物质形态修炼 因此 大部分心神为了确保本体修行的效率 真身转化的物质都不会超过本体一半 也就相当于全部占力七成左右 眼前三尊心神之所以显得如此兴奋 完全是因为此刻的礼聘 连真身都未曾凝聚出来 没有真身集中力量 单单凝聚出来 用于作战的躯体 顶了天 也就相当于全部实力的五成 如果自身境界差一点的 只能发挥出两三成 甚至一两成力量的都有 这种心神对他们来说 基本上就相当于火把子 别废话了 无论是不是心境生的神圣 先拿下再说 这个时候 三人中一位浑身上下笼罩在黑色长袍中的男子 沉生道 幽默 你也太谨慎了 这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刚融入心界不到一百新年 甚至不到十个新年的萌新 另一位一身白衣的心神 朝四周打亮了一眼 真是好运气 这片区域这段时间都是风平浪静 否则 但凡有一阵龟虚潮流涌来 这种没有任何底蕴的心境心神 怕是熬不过一个新年 咻 这个时候 李聘的身形直接出现在三人面前 怎么称呼 他问了一声 死人 没必要知道那么多 白衣心神淡淡道 李聘听了 倒是有些遗憾 终究是我第一次真正击杀的心神 你们 应该有被我铭记姓名的资格 李聘再度道了一声 第一次真正击杀的心神 白衣心神愣了愣 我们 你们打算截杀我 将我的本体 炼化成心界碎片售卖 那么 自然要做好被反杀的心理准备 这很合理 不是吗 李聘道 无聊 三人中 另一位心神道了一声 然后 没有任何征兆 他直接出手了 他整个人豁然爆发 持剑而起 手中巨剑 仿佛一道斩破天穷的雷霆 轰然朝李聘本体所画的岛屿轰去 一瞬间爆发出来的速度 再加上巨剑震荡虚空引发的涟漪 使得他仿佛一颗直径数百米的陨石 听上去很小 甚至不值一提 但凭借他此刻数十公里每秒的速度爆发 一旦真让他撞上他本体所画的岛屿 足以瞬间让岛屿四分五裂 也就是 撕裂他的本体 这一击爆发出来的能量强度超过一百五十万了 莎莎好心地提示了一声 一百五十万 李聘稍稍感知了一下自身状态 他至今为止 所能动用的能量强度都不过六十万出头 再多的话 就得从本体上转化了 不过 平静的心灵之弧上荡漾出一圈圈连衣 这尊心神池聚剑轰击而下的身影 清晰地出现在心灵之弧的映照下 在这种状态下 他身上的能量流转 运转轨迹 爆发节点 清晰地在他脑海中呈现 尽管离真灵那种映照一切 乃至能预知预判的神意来差得多 可对上这些心灰心神 绰绰有余 礼聘动用了不到一百五十万级的战力爆发 伸手 直接托举住了这尊身形持剑撞击而下的身影 远逊色于他的力量 在一瞬间连续爆发三次 三次爆发 直接将这位心神的攻击打乱 眼见攻击即将被化解 这尊心神浑身上下能量汹涌 刺杀而至的巨剑 亦是飞速巨震 给我破 下一刻 更为狂暴的锋芒 夹杂着破坏性的力量爆发开来 瞬间将礼聘这道凝聚出来 连分身都算不上的身躯 撕成粉碎 而在这具身躯粉碎的刹那 这尊心神脸色巨变 不好 用力过去了 紧接着 一种前所未有的吞噬之力 席卷上了他的身躯 似乎要将他浑身上下的力量 全部汲取 化为虚无 归虚之力 老三 被称之为幽默的黑袍男子 惊呼一声 猛然朝礼聘本体所画的岛屿冲去 该死 被称之为老三的心神力量爆发 整个人仿佛化身一个巨大的光源 源源不断的能量 和笼罩身躯的龟虚之力 不断中和 这才堪堪止住了龟虚之力 对自己的继续吞噬 这就是龟虚之力 很快 礼聘的身形再度凝聚 他看着那位被称之为老三的心神 快速分析 如果将这位心神 和他比喻成两个赛跑的人 此时的他 无疑已经相当于 背负上了几十斤的负重 日常生活都已经受影响了 更别说和他比赛了 哪怕他原本不如他 这一刻 两人仍然不再是一个档次 害得老三 背负如此多的龟虚之力 你该死 先前还一副 完全不将礼聘放在眼里的白衣 心神力斥着 猛然朝礼聘杀来 在星界 所有人都不会随意 释放能量攻击 远程攻击 那几乎相当 隐归虚之力去吞噬 去消敏 因此 他所选择的 同样是靠着自己惊人的速度逼近 小心 这个心神有些邪门 幽默低喝着 两人从两个方向 一人持剑 一人持枪 自他本体所处的两个方向 同时杀向礼聘 礼聘看着这位心神 正面迎击 而在另一个方向 又一尊身影 被他凝聚而出 迎上了白衣心神 无论他的本体也好 另一道身躯也罢 能量反应之低 和眼前两人都不在一个档次 充其量只能确保他 不被两人秒杀 但仅仅一交手 两人直接脸色大变 这一刻 他们简直有种 当年在凡俗时期 直面心神化身的感觉 要知道 能量强度超过三十万的羽匠龙 对上一尊能量强度 仅六万的心神化身 都不敢说自己能够稳胜 眼下礼聘动用的 能量强度虽然不高 但五六十万还是有 而他们 所动用的能量强度 不足二百万 如何能够抹平境界的优势 将礼聘直接抹杀 更何况 在心界环境 龟虚之力无处不在 更是让两位心神面临的危险 呈倍数放大 尽管两人接下来的战斗 极为小心谨慎 可仅仅片刻 两人身上都背负上了一层龟虚之力 那种境界上的碾压 顿时让三人意识到 踢到铁板了 绝对是永恒日药的境界 白衣男子脸上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轻松自信 脸上苦涩到极致 这等天才 居然没有人接引 或者说 他融入新界的时间不足十年 正在被接引的路途中 走 幽默当机立断 此刻的他们已经背负上了不少龟虚之力 烈士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再熬下去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尽快离开 从今往后躲到一个安全 不需要动手的地方低调生活 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出路 令两人尽管心有不甘 可却也丧失了和李聘继续动手下去的勇气 两人紧跟着幽默 就要抽身暴退 走 李聘看着三人 下一刻 他手上多出了一把剑 在这把剑入手的刹那 感知对空间的敏锐 对心灵力量的理解 全部攀上了一个全新台阶 小心 骤光神器的力量 对你而言太强了一些 你所能掌控的战力 尚不足二百万 而你的攻击被骤光神器增幅后 怕是不止二百万那么简单 你在物质界使用也就罢了 可兴界 莎莎第一时间提醒 嗯 李聘说着 对准三道离开的身影 直接刺出三剑 致点剑意 三道无形的涟漪破开虚空 三尊新神职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悚 仿佛跨越时空 破戒而来 不约而同眼瞳大张 可没等他们来得及 再说出半句话来 三人所处的虚空 仿佛同时粉碎 崩塌 同时粉碎 崩塌的 还有三人的身躯 而几乎在他们三人被制点剑意碾碎的同时 一股无形的涟漪 仿佛飓风一样 在那处崩碎的空间汹涌翻滚 其中一部分 更是沿着剑气 在空间中残留的痕迹 瞬间席卷上了李聘的身躯 是龟虚之力 莎莎第一时间提醒 我知道 李聘说着 任由这股并不算强的龟虚之力缠绕上了自己的身躯 龟虚之力 李聘静静感受龟虚之力对自身的渗透 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 这种力量不止针对物理层面 能量层面 还针对精神层面 就连心灵层面似乎都有一定影响 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 这种影响并不是从那外 而是从外内 通过对物质 能量 精神的影响 从而干扰一个人的心灵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 真正的无上 能够无视心界之力 无视龟虚之力 潜入心界的原因 因为那些真正的无上某种程度上 已经终止了自身和物质 能量之间的联系 就连精神层面和外界的影响也激进于无 仅仅维持心灵的纯粹 在这种几乎斩断了和物质 能量 精神联系的情况下 龟虚之力 自然就干涉不了他们的心灵运转 同样也干涉不了 他们在心界内部来回穿梭 梁九 礼聘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但凡生命上还存在于心界 就避不开归虚之力啊 飞渊陛下 当年也发表过同样的感慨 莎莎的声音事事响起 除非修炼者脱离心界 又或者修成真正的无上 投入虚无阵营 否则 没有生灵能够在不受归虚之力影响的情况下 生活在心界 他顿了顿 补充了一句 我们先前说过 几块大路 几乎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 甚至每一棵树都是 有主之物 按黑渊陛下的说法 心界 同样如此 我们在心界修行 实际上 只是借用心界的力量 终归是要将这些力量还回来 一如至高 主宰们脱离心界时 会留下一方世界一样 你的意思是 心界有主 礼聘有些意外 这是这种猜测罢了 沙沙道 你经历过银落心神的传承 但如果没有人类联盟将这个消息告知 又或者没有触及宇宙文明 您一直生活在盖亚心上 您会觉得那些心力有主吗 礼聘顿时明白了沙沙的意思 这等消息 不到一定层面 根本接触不到 甚至接触与否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如果不触及宇宙文明层面的情况下 几乎所有人都活不过一百个新年 一如那些号称永生的心灰 日药 乃至昼光 尽管他们的寿命尺度极长 可能达到几亿新年 几十亿新年 几百亿新年 可就像盖亚的大恋心师们 可以活上几百岁一样 照样没有达到上限 所以 心界有主这个概念 对他们来说也没有意义 也只有至高 主宰 无上级的存在 才能见证这场结束与兴衰 而偏偏他们已经跳出了 心界历经兴衰的可能 也不会将这件事弄得人尽皆知 所以 宇宙收缩 心界收缩的时间周期 就相当于迎落新神 一百新年传承的周期吗 等宇宙 心界完全收缩后 就相当于迎落新神的传承结束 礼聘道 这是不少至高 主宰 无上们都认同的一个猜测 可具体如何 没人知道 谁也无法拿出 能够说服所有人的证据 莎莎回应着 礼聘听了 没有再深究下去 而是静静地感知着自身的状况 片刻 他本体所画的岛屿 有近十分之一崩裂开来 进行起了能量转化 在转化过程中 一道身影 渐渐被凝聚而出 殿下 您的转化速度太快了 请留意归虚之力 莎莎提醒了一声 礼聘神色平静地回应了一声 我在外界一些人口中 已经被冠以无上天骄的称号了 虽然我自认 我只是在朝这个目标努力 还算不上真正的无上天骄 但 说一声天骄应该不为过 而任何一位天骄 都有远胜于他人的天赋 那你知道 我的天赋是什么吗 那种不逊色于至高 主宰本质的神秘力量 莎莎笑着给出了答案 对 也不对 礼聘道 那只是我的一种天赋 而我真正的基础天赋 是洞悉 并借洞悉之妙 精准控制 比如现在 赤白的光芒 在礼聘进行物质 能量转化的过程中释放出来 犹如连一般 圆圆不断地荡漾向四面八方 但这阵连一 尚未来得及扩散到岛屿的防护罩外 就被另一种力量抹平 中和 很快消弥无踪 维持着这种速度 它仅仅用了一个月 就凝聚出了一道真身 尽管这道真身 仅仅拥有本体六成的力量 但 力量超出一倍时 就能做到以一敌十 尤其是类似于 李聘这种境界高于实力的人 一倍的力量差 通过境界优势放大 完全可以让它做到以一敌百 除非对方在力量上超过它近十倍 即拥有六百万以上的能量强度 形成绝对的力量碾压 否则 并无意义 惊人的天赋 这将让你再心灰 日要的提升速度 比我预料中的更为快速 莎莎目睹着李聘真身的凝聚 很快给出了重新判断 或许 你可以尝试转化成能量形态 也就是 将你本体所画的岛屿 尽数能量化 凝联成可自由活动的神体 以你现在本体的大小 你只需要六个新年 不着急 李聘道了一声 给我标记出 星界碎片最密集的路线即可 如您所愿 路线已更改 莎莎回应着 当下 李聘驱使着本体所画的岛屿 在星界虚空穿梭 穿梭过程中 他不止在提升着自己的力量掌控 更是不断研究着这道缠绕在他身上根本挥之不去的归虚之力 其间 如果遇上一些星界碎片 他亦会当机立断地出手 将其涉住 融入本体中 在这一过程中 几乎每时每刻 他都在变化 适应 成长 由一个宇宙生命 真正潮心界生命转变 转变的过程中 他的能量强度 完美境界 亦是飞速攀升 200万 210万 230万 270万 350万 他的进步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原本根据莎莎的计算 李聘需要13个新年 才能将自己完美掌控的力量 以及自身能量强度 提升到相当于巅峰新神的400万 结果仅仅第六个新年 才刚刚抵达破碎星海 他的能量强度 已经从出发时的不足200万 增长到了402万 在星界虚空飞略的岛屿体积 亦是从先前的10公里 增长到了千公里 如此庞然大物 纵然在星界漂流 都能带来莫大压迫 很多星神在远远感应到 这等庞然大物逼近时 都是快速避开 根本不敢与其照面 这样一来 倒是省了李平不少麻烦 当真不愧为破碎星海 这里星界碎片的密集度 高得太多了 李平说着 目光瞭望 他竟能在视野中 看到数十星界碎片 快速飞掠 星界碎片数量不少 但由于有大量星神捕获 容易捕捉的 基本上都被卷走了 剩下的都是体积较大 速度较快的星界碎片 任何星神与其接触 第一时间都会遭遇 300万以上的能量爆发 莎莎道 不过 星界碎片的运行轨迹 并不是一成不变 受到那层 核心层涟漪的影响 很多星界碎片 往往会改变飞行轨迹 撞向另一处星界碎片 两者撞击 会形成更小的星界碎片 这样一来 就让那些星神 有了将其捕获的可能性 大型 巨型星界碎片 若能捕获 收获也更大 不是吗 李平控制着自己的本体 飞向最近的一枚星界碎片 这是一片超过8000米的巨型碎片 当然 只要您能承担得了 背后带来的危险性 莎莎说着 稍稍一计算 就像您现在想捕获的这枚碎片 在第一时间和它接触时 您将承受超过 1000万级的能量强度冲击 星界碎片不是人类 1000万能量强度的冲击 还比不过一尊能量强度 500万的星灰星神 别说我现在本身的能量强度 到了400万 就算只有200万 我都赶上去试一试 李平笑着道 我说过 殿下的优秀 在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中 能够排行30 甚至 您这几个新年的表现 足以让我将您的排名 再向前一两名 所以 我丝毫不怀疑您的能力 只是 莎莎说着 语气一顿 体积越大 遭到归需之力影响的范围就越大 理论上 您该开始对质量进行压缩 转向提升能极了 也就是 晋升日药 我知道 李平道了一声 不过 尚未释出极限 不着急 莎莎见状 意识不再提醒 任由李平上前 着手捕获 这块巨大的心界碎片 增强自己的质量 整个过程 意识如果李平所说的那般 或许算不上轻描淡写 但同样 也没有造成任何意外 这个时候 早已经对周边心域诸多信息渠道 进行监控的沙沙 却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他抬了抬头 看了李平一眼 殿下 有一个消息 或许我应该提醒您一下 您还记得一个月前 和您相遇 并匆匆避开的两尊心什么 有印象 看速度爆发 应该有至高阶梯 28到29阶的水准 有点弱 再加上避得快 所以我并未理会 李平道 我不得不告诉你 这个遗憾的消息 他们两个 辨认出了你的身份 而由于 您突破新神的消息 几年前传了出去 关于您在新界行踪的信息悬赏 一时快速传到了无情岛 为了一件日要神器 此时 您的行踪 估计已经摆在了不少势力面前了 莎莎说着 稍稍凝重了一些 包括异族 异族 李平微微宁丝 挺快 什么时候会有人来 他们的反应速度 取决于您在这些异族心目中的分量 莎莎稍稍计算了一下 很快道 如果我是异族 以你此刻的威胁等级 一个新年内 必然有一尊天地 潜入破碎星海 并在一个新年内 找到你的位置 完成对你的绝杀 李平脑门上 冒出几个问号 好一会儿 才重申了一番 天地 是的 天地 莎莎耐心地解释了一下 当因为我对 你足够了解 我认为 就你此刻展现出来的潜力 值得一尊 天地亲自出手 哪怕事后会因为暴露 被制高 主宰发现 永远留在破碎星海 好家伙 一尊天地 和自己一换一 谢谢你 李平道 不客气 莎莎微微一笑 不过 这是我对你足够了解的情况下 应该派出的阵容 实际上 根据我的推演 一族至少要花费三个新年 才能派遣人员 潜入破碎星海 修为应该是日要级 而这位日要 到了破碎星海 应该会小心翼翼 一个新年才能锁定你的位置 并完成刺杀 说完 他再补充道 这是一切顺利 且一族 对你重视程度偏高的情况下 一族潜入破碎星海的时间 可以是三年 六年 也可以是十年 我有个问题 为何天地找到我是一个新年 日要找到我 也是一个新年 李平反问道 因为 我根据您的性格推算 您并不会隐藏自己的踪迹 换句话说 天地也好 日要也罢 到了破碎星海 只要有心打听 就能打听出 您所在的位置 所以 时间应该都在一个新年以内 李平听了略意私存 居然发现 沙沙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 这算不算自己的缺陷 好一会儿 李平才道了一声 我行事 只不过不喜欢那么多弯弯道道 光明正大罢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 别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针对我 说着 他笑了笑 你猜错了 我接下来将好好压缩自己的能级 禁声日要 所以 可不会到处宣传我的存在 以引得无数人来打扰我 是吗 沙沙不至于否 但他并未和李平争执 而是道 你出现在新界的消息 已经流传出去 人到圣殿自然知道 你已经修成心神 你是否要和人到圣殿那边取得联络 寻求帮助 不着急 李平朝身后方向看了一眼 我修成心神的信息 这么快能流传开来 怕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吧 天眼叫那位大罗明王 顺水推舟的概率 超过91.84% 沙沙直接给出一个数据 明白了 李平道了一声 他控制着自己所画的岛屿躯体 再度将目光瞄准上了一块 直径数千米的星界碎片 星辉星神境界的提升 就是对能量和掌控力的积累 什么时候能够积累400万能量强度 并能完美掌控这400万能量 将其转化为战斗力 便代表着星辉巅峰 简单明了 但就是这个简单明了的境界 却将九成九的星神卡在门外 对很多星神来说 在成就星神这一刻 就能获得永生 这个时候 他们如果不修炼 只要不遇上天灾人祸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以完美地避免归虚之力 将自己压垮 反倒是很多心怀不甘 想要向上拼搏的星神 一个不慎 归虚之力傍身 自己托死自己 很多日要级强者 对待自己看中的子嗣 就是怕他们修炼 不修炼也好 也就混混日子 可一旦不混日子 弄不好 就得葬送性命 某种程度上 无情岛 破碎星海这些不肯放弃 还想着更进一步 积攒资源的星神 都属于亡命之徒 只是归虚之力的侵蚀 翘无声息 再加上那些星神们 一个个自信自己实力了得 感觉不到罢了 就像很多人为了成功 拼命加班 纵然很多新闻报道 有人猝死 他们仍然自信 自己不会是那个倒霉蛋 仍然没日没夜地 继续拼搏 这种星神在那些拥有背景 拥有安稳生存环境的 星神眼里 完全属于泥腿子 没有积累 想要超越他们 无数代的底蕴 只能拿自己的性命去拼 去熬 赌那么一丝 渺茫到激进于无的未来 489万了 莎莎提醒了一声 您应该感觉得出来 无论是本体 还是真身的能量 都越发难以控制了 接下来 您应该做的就是 合理化这些能量强度的架构 重塑其内部形态 以提升能极 能极 当能极突破两时 就是日要了 李拼道 可这一步对我来说 并不是件难事 重新整理其内部结构 实际上就相当于将强力 弱力 引力 电磁力 进行统筹 优化 但凡一个将原始之高法修炼到第二层的人 将能极提升上去 都只是时间问题 但 掌握的能量强度越高 潜力就越大 不是吗 这是那些担心无法提升境界的日要新神 才需要考虑的是 就像自知无望 晋升新神的神圣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极 以期让自身拥有媲美新神化身 乃至主战化身的实力一样 但您不需要 境界上去了 您完全可以靠着这一优势平推 莎莎解释道 就像再怎么炼化星界碎片 将能极提升到再高的神圣 也绝对战胜不了 一尊新神的神圣真身 甚至注视新神 历史上曾出现过好几次六阶传奇 得罪了拥有九阶战力的绝世神圣 绝望之下 成就新神 并在成就新神后 不管归虚之力 也不管前程未来 直接将能极提升到极致 再以神圣真身的姿态 摧毁那尊 绝世神圣 而一尊九阶战力 绝世神圣的成本 绝对十倍于 一尊新晋新神 境界为王 礼聘到了一生 他在刚入新界时 遇到的那三尊新神 不也是 靠着媲美日药级的境界 轻松完成 对其反杀吗 再则 一族即便真的派遣高手 来袭杀他 充其量 也只能靠着能量强度优势 对他进行碾压 在这种情况下 他即便维持着新灰态 和这些异族日药交手 又能从他们身上 学到多少东西 那就突破吧 礼聘道 看看我第三层 原始至高法的领悟 究竟要多久 可以将能及提升到十 您说错了 您的原始至高法 是第四层 杀杀道 你跟着我 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 还看不出来 我当时的原始至高法 是伪装的 伪装 我并不这么认为 您的力量本质 已经达到了 媲美至高 主宰的地步 某些方面 甚至比至高 主宰之力 更具变化性 当力量本质达标后 在吹毛求刺的要求 过程正确 这重要吗 杀杀微微一笑 显然 并不重要 礼聘听了 微微一正 这一刻 他才恍然意识到 原来 杀杀也好 黑暗主宰也罢 并不是不知道 礼聘原始至高法 第四层 是借助其他力量伪装的 但就和他说的这般 他的力量本质 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是不是真正修成了 原始至高法第四层 重要吗 一念至此 他不禁哑然 是我想差了 是我提示没有到位 沙沙回应着 黎宁三天路程 又有一枚不错的星界碎片 提升能级 或许可以从这一步开始 看到了 礼聘说着 将目光转向那块巨星碎片 星界虚空并没有日月年之分 时间的概念 在这种地方 会变得十分模糊 有时候 时间就是距离 距离就是时间 时间和空间 真正有朝时空 一个整体整合的趋势 礼聘对时间的判断 基本上也已经是来自沙沙 他感觉并未过去多久 仅仅是靠近那块星界碎片 实际上已经是三天之后 等到他将这块星界碎片捕获 融入本体 又是三天 重新构造 礼聘感知了一番自己的本体状态 就先按照星河标准来吧 如果您打算朝着星河优化提升能级的话 不妨就直接效仿恒星星河 中子星河 黑暗置点进行优化 分别对应两倍能级 四倍能级和八倍能级 莎莎快速地帮礼聘 进行着修炼路线规划 当然 根据参悟程度 具体能级程度会有起伏 但最终庞大的负担 将会不断地压迫您 不断提升自己的掌控境界 等什么时候 您能完美掌控黑暗置点能级 也就是五百万能量强度 加八倍以上的能级时 您的战斗力 基本上不会低于四千万 四千万战斗力 代表着日要巅峰 当然 一些秘术 神器 可以让修炼者的战斗力 继续向上攀升 但那是纯粹战斗力的增强 于境界上不会有任何帮助 四千万战斗力也好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战斗力也罢 都已经相当于站在了 昼光大门前 恒星星河吗 李聘说着 其本体内部 一部分物质 开始迅速崩塌 转化 在四大基本力的演变下 骤然形成一团 散发着璀璨到极致的光芒能量 一股远比先前 更胜一筹的能量波动 源源不断自光球中溢散出来 并迅速被本体外围的那层 防护罩之力屏蔽 抵消 归于虚无 这样 莎莎停顿了数秒 然后才道了一声 恭喜您 成就日药 成就日药 需要恭喜吗 李聘有些意外 莎莎联想到李聘的成就 好吧 但凡是个人 就没有谁会怀疑 李聘能不能修成日药的问题 但 您在成就新灰后 短短十个新年 修成日药 这种速度 当得起这份称赞 毕竟 其他人虽然认为 您成就日药后 只是时间问题 但估算的时间中 最快的也长达百年 莎莎带着一丝钦佩道 而您 只用了十年 百年 是指我修成日要巅峰吧 李聘说着 感受着本体内部 那仿佛被压缩的恒星般的核心 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很快得出了结论 能及一下子提升到二 我接下来怕是需要花费 很长一段时间 来适应这种暴涨的实力 莎莎听了 微微思存 联想到李聘最大的短板 完美境界 她的完美境界 在刚突破到星神时 不过堪堪掌握 一百万的能量强度 最近十年里 尽管一直在提升 但也是堪堪 跟上能量强度的提升速度 眼下能及提升 她的实力相当于暴涨一倍 按照推算 您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来提升自己的完美境界 好确保 您可以掌握到 一千万级的战力释放 很多日要 都会因为适应不了 刚刚突破带来的战力暴涨 而背负上不少归虚之力 莎莎道 嗯 我也这么认为 李聘说着 静静感应着自身状态 一个星月后 她突然睁开眼睛 好了 下一刻 她本体的质量 开始全面压缩 处于岛屿最核心处的 恒星星和释放出来的光芒 猛然暴涨 光辉之强 甚至穿透了整个岛屿 不 不是穿透 整个岛屿结构变化的 仿佛一颗风平浪静的 恒星星河 按理说 恒星星河当中蕴含的能量 必然极其狂暴 一散出去一丝 怕都能给一颗行星 带来毁灭性破坏 但此时 这座犹如画为 恒星星河般的岛屿 却显得风平浪静 这俨然是 绝对掌控 莎莎一愣 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你完成了 嗯 本体已经可以在寻常物质 和恒星星河中转化了 礼聘到了一生 实际上 恒星星河的另一个称呼 就是白矮星 换句话说 此时的礼聘 就是一座直径上千公里的 白矮星 说完 她将目光转向远处 一座飞来的星界碎片 接下来得尽快摄取足够多的碎片 稳定我现在的形态 等形态稳定了 就可以朝中子星河变化了 莎莎感应着 李拼那虽然散发出 强烈至极的光辉 但却始终维持着 平静状态的本体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她似乎在以 极快的速度计算着 一如她当年怎么计算 都理解不了 为什么李拼 会拒绝成为 黑渊主宰的弟子一样 她的这一任权限者 明明层次较低 可带给她的惊讶 已然不逊色于 那些所谓的无上天骄 以至于 此刻她无法给出 任何合理的评价 良久 莎莎才终于重新询问 你怎么做到的 静界 天赋 李拼到了一声 我静界早够了 再加上我的天赋本身 对精准掌控 就有极大的增益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的提升速度 自然就快了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李拼道 至少 我还无法直接 将我的本体 转变成中子星核形态 黑暗置点形态 莎莎感受着 李拼此刻的状态 好一会儿才到 你无法转变成 中子星核能级 不是因为质量 还不够吗 质量可以通过 能量转化的 李拼道 就像当年 所有人都说 只有在星界 才能领悟的完美境界 我在物质界 亦是提前掌握了 可见 很多时候 并不是外在条件不允许 而是你的能力还不够 在物质界 掌握完美境界 莎莎重新分析起这个信息 在物质界 掌握完美境界的物种 并不是没有 可无一例外 都是特殊生命 或者极少数天赋 就连那些被称之为 人道天骄的存在 如果没有类似的天赋 都做不到这一点 一时间 他忍不住以略微吐槽的语气道 您那么厉害 那您为什么不干脆 在物质界凝聚真灵呢 我考虑过 在物质界凝聚真灵的问题 但这不是因为效率较慢吗 得花费很多时间 所以没办法 我不得不来到星界 李拼伸手 感受着 哪怕稍微动一动手 似乎都能释放出 毁灭星辰的恐怖威能 借助现在越来越强的能量 能及造成的负担 激发自身 在归虚之力的压迫下 让心灵时刻处于应激状态 以尽快地触及真灵 莎莎的计算中书 突然流淌过自己收集的 有关于李拼的消息中 几乎每一则情报提及到的 最关键性的一个词汇 狂妄 这一刻 哪怕他这个没有什么 人类情绪的智能生命 都很想说一句 李拼被无数人称之为狂妄 完全合情合理 虽然他说的这些 听上去似乎很合理 但 就是忍不住想让人 给他这么一个评价 太不低调 太不谦虚了 好在 我虽然来到了星界 但却并非融入星界 等我凝聚真灵 便可以不顾归虚之力地 尽情演化宇宙 通过观摩宇宙的 演化领悟空间 时间之密 等空间和时间都雾透了 就可以直接从星界退出来 直接在外界开辟宇宙 李拼说着 笑了笑 这样 就省略了破开星界 成就至高的过程了 毕竟很多天地 并不是没有 雾透时间和空间 也不是因为 衍生出来的宇宙不够强大 而是因为 它们和星界牵扯太深 背负了太多归虚之力 归虚之力 使得它们演化出来的宇宙 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进而将它们困死在了星界 毕生都无法突破 而我就没这个问题 此话一出 就连莎莎都满是惊恶 至高 它的计算核心 迅速地对李拼所说的 这番可能性 进行着分析 仅仅片刻 它居然已经得出了 一个不低的概率 尽管这个概率 离十拿九稳还差得远 可一个小小的日耀星神 竟然直接将目光 展望到了 溢立于宇宙之巅的 至高存在 哪怕概率再小 都称得尚匪一所思 所以 将至高路径都已经规划好了 沙沙难难道 早点规划 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李拼笑着道 一个日耀 还是一个刚刚突破的日耀 规划起了至高的道路 刚才他还觉得 很多信息对李拼的评价 避不开狂妄二字合情合理 现在看来 狂妄 这哪是狂妄 这分明就是自信 胸有成竹的自信 对自己的未来 对自己的道路 无可撼动的自信 正是因为他这种绝对自信 促使他披荆斩棘 打破一切智骨 粉碎所有牢笼 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乃至于会在未来的 有朝一日 真正的登临至高 向魔神 向主宰 向至圣 成为这个宇宙 最伟大的一批存在 好一会儿 沙沙似乎才恢复 正常的程序运转 但他仍然由衷地道了一声 我想 如果我能亲眼见证到 那一幕的到来 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尽量加加速 礼聘说着 再度将目光转向远方 那里 破碎星海的大量星界碎片 不断飘浮 呼啸 至于眼下 争取一下 再十年修炼到日要巅峰 几乎在礼聘实力 突飞猛进的 朝日要巅峰冲刺时 离破碎星海 不知道多远的一座大路上 其中心处一座富力堂皇的宫殿 耸立着 这座宫殿当中 来来往往出入的心神 无一例外 皆是日要 时不时甚至可见 宇宙之光惊鸿一现 不过 即便是能在异族战场上 闯荡出威名的宇宙之光 身份地位都远不及 这座宫殿的主人尊贵 因为 这座宫殿的主人 不只统治着这座大路 更是人族在星界的六大顶尖势力之一 天眼教的护教法王 一尊领悟空间玄妙的圣皇 大罗明王 这位圣皇的真身 坐镇于一处冤须 此刻在这里的 仅仅是他的一道分身 和隔着世界投送的化身不同 分身往往是本体花重精打 造用于处理所泄事宜的子体 其价值同样极为不菲 像这道分身 拥有大罗明王十分之一的力量 战力之高 纵是相较于宇宙君主来 都不逊色多少 此时 在宫殿下方 正有一位穿着一件白色薄纱长裙 身上带着诸多宝石饰品的少女 进行着汇报 陛下 随着消息的扩散 目前附近各族皆有异动 尤其是神族 他们在天狱世界 折损了一尊顶尖天骄 一直想要报仇雪恨 无论如何 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哦 神族行动了吗 座椅上 分身形态的大罗明王 淡淡地说着 但神色中 还是能看出 他对此事的看重 神族方面派遣的力量 不会太弱 您看 我们是否要派遣一点护卫 去确保他的安危 毕竟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逼迫他 投降到陛下您的门下 而不是将他回去 少女恭敬询问 神族所在的一族战场 乃是我们防御的重中之重 不可能有咒光潜入 换句话说 他们最对启用一些日耀级棋子 而如果他面对日耀级的异族的刺杀 都无法抵挡 那就证明 他这个无上天骄须有其名 至少 机缘欠缺 这尊圣皇旦旦的吩咐 先前的 错过了我们的一番好意 眼下不让他吃点苦头 他未必能心甘情愿地投入我们冥王殿 因此 让人看着即可 生死自负 破碎星海 一艘非洲正缓缓航行 非洲当中六位星神分工合作 小心翼翼感应着周边可能遭遇的一切风险 惊讶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进入破碎星海地带了 破碎星海和其他地方不同 传闻当年在这里爆发出了一场旷世大战 数十尊一族咒光潜入其中 围杀一尊被护道者 护持的无上天骄 后引得圣皇出手 以摧枯拉朽之势 将这些咒光尽数灭杀 他们陨落后 残存的能量溢散 凝结成物质 最终形成了破碎星海 非洲中 一道身影语重心长的 对一个明显带着声色气息的 星境星神介绍 在这里 每时每刻都有大量星界碎片 尘埃 以极高速度运转 一不小心 就会命中我们的身躯 哪怕我们都已经凝聚神体 可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 仍然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戒备 毕竟 但凡一个不小心 便会沾染上归虚之力 归虚之力这几个字 让这位星境星神神色一灵 他满脸肃然地点了点头 我会小心 非洲中另一位星神 看着像自家后辈嘱咐的兄长 却是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悲从中来 原本我们子家 已经在苍结大陆建成 城中下辖子民超百万 心神数千 尽一城 替我们子家效力 何等风光 可现在 却在神藏店的迫害下 不得不远走他乡 我们这些祖老 都得从事这种风险劳动 以换取微薄收入 苍结大陆 虽非四大核心大陆之一 可仍然是由白地开辟的顶尖大陆 安全性也颇具保障 别说了 另一位星神陈生道 我们子家想要翻身目前唯一的方式 就是竭尽所能 供养老祖成就昼光 一旦成了昼光 哪怕进入顶尖势力 都能拥有不菲待遇 到时候 神藏店再不敢 对我们有半点针对 只要我们不去招惹那礼聘 哪怕他未来真修成了宇宙君主 也奈何我们不得 礼聘 被称之为金牙的 心境星神神色有些复杂 在他印象中 他们子家和礼聘的第一次冲突 还是源于迎落星神的传承 那个时候的礼聘 尽管小有名气 可在威压子罗星群的子家面前 根本不值一审 双方间的体量 不在一个层次 哪怕他第一次和礼聘见面时 礼聘在神藏店 已经有了一些名气 可相较他来 仍然差了一筹 他也是以一种大祖子弟的优越 向他发起邀请 可现在 才过去多久 一百多个新年 他不止一飞冲天 被所有人誉为有望君主 更是进入了人道圣殿 成为了其中圣子 相较于人道圣殿其他人 甚至包括人道永昌计划中的 那些所谓天骄 人道圣子的礼聘 凝聚真灵的概率 无疑要高得多 如果真让他在一万个新年内 凝聚真灵 后果不堪设想 宇宙君主 哼 哪有那么容易 这个时候 另一位新神忍不住道 外界之所以猜测 礼聘万年内 有望成就昼光 是基于 他在天狱世界出色的表现 可在我看来 礼聘在天狱世界表现出色 那是因为天狱世界十分特殊 他相当于 几万千天才弃运于一身 才能确保修行一日千里 但真灵的凝聚 哪有那么容易 这位新神 以一种近乎诅咒的语气道 太多日要卡在真灵这一步 难以寸境分毫 无望昼光 礼聘说不定同样如此 等他几个纪元 都无法凝聚真灵后 人道圣殿 神葬殿都会将目光 从他身上移开 到那个时候 他也就是一个 失去了光环的永恒日要 他将一门制高法 修炼到那等程度 等成了日要 必然是日要中的 顶尖的存在 哪怕老祖 都未必堪称他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有何资格 在这里闲言碎语 又一位新神冷声道 这番话 却是让场中 其他新神们 脸色一白 是啊 礼聘哪怕无法 成就昼光 君主 那也是永恒日要中 最顶尖的存在 他们老祖 除非能够成就 昼光 以境界压人 否则 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别说他们老祖了 就算再叫上原家 商家 极家的老祖 几人联手 都未必奈何得了他 这种人物 对他们这些 普通心神而言 仍然是必须 仰望的存在 至于说 礼聘能不能成就日要 整个星界 没有人怀疑 似乎是感觉到 自己的话语 影响到了 所有人的士气 这位新神 不得不缓和了 一下语调 好了 尽可能多捕获一些 星界碎片兑换资源 供老祖修行吧 唯有老祖突破 成就宇宙之光之境 我们子家 才有可能翻身 其他几人听了 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但却都已经失去了 闲聊下去的兴趣 我来搜索一下 最近的星界碎片吧 一位星神上前 启动了一个直径半米有余 类似于放大版 罗盘般的仪器 随着他将这件仪器激活 首先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却并非星界碎片 而是一阵强光 一阵闪耀出来后 以极快速度 遮掩住了整个罗盘界面的光亮 如此强烈的光芒 让几位星神同时一愣 这是 犹如恒星般亘古不灭的光辉 这是永恒日耀 前方有一尊永恒日耀 快 快走 反映敏锐的几位星神快速说着 一人甚至已经着手操纵非洲转向 星界中 星神和星神间尽管保持祥和 可那是指四座大陆 以及有秩序的地方 像破碎星海 俨然等同于无人区 陶金地 这种地方 星神和星神间 虽然不至于无缘无故爆发战斗 但他们这种璀璨星辉玉上 永恒日耀了 仍然得远远避开 毕竟没有谁会希望在一处 毫无秩序的地方 遇上一个能够轻松主宰 自己生命的强大存在 就像法治健全的凡人国家 在荒山野岭中 遇上一个手持凶器的飙行大汉 人们也会提前躲开 这是任何有智慧的生命 都该有的避险意识 好快 它是朝我们这个方向过来的 避开 快避开 几人有些慌乱 一阵手忙脚乱地操作起来 好一会儿 这艘非洲迅速远离 这处相对安全的区域 而随着这艘非洲避开不久 他们才赫然看到 一团直径超过上万公里 强烈到 仿佛完全由宇宙中 子星物质组成的巨大山体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破碎星海边缘飞去 强烈的光辉 源源不断自那一物质上一散 但却没有任何能量释放 从这一点充分证明 对力量掌控的精准性 达到何等程度 看着圆盘上推演出来的数字 3950万 惊艳最老道的一尊星神 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巅峰日药 这是最巅峰的永恒日药 骤光不出 显然是最强大一批的存在 巅峰日药 这几个字 让剩下几位新神 心中狠狠一颤 已经算是到巅峰星辉的 他们十分明白 想要将能及升上去 何其艰难 这简直相当于 写一万个字 和写一篇一万字 精美文章的区别 前者 一个小学生都能做到 而后者 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 想都不要去想 他们中也有人尝试过 可无一例外 除了平白添加不少 归虚之例外 没有任何收获 由此可见 想要从心灰突破到 日药何其艰难 更别说在到了日药后 进一步不断压缩自身 提升自己的能及 达到日药巅峰了 没有个几百 几千万年的精细打磨 他们根本没有尝试的勇气 就在其他几位新神 都在为这尊散发着 令人窒息光芒的山脉 而震撼时 紫金牙却是死死地盯着山脉 眼中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这 金牙 怎么了 李聘 是李聘 紫金牙压抑着自己 有些颤抖的声音 在那座山脉上 我感受到了李聘的气息 说着 他连忙道 我之所以成为先驱者 就是因为我有着 近乎天赋般的追踪能力 通过得到神藏之主 遗留在外的东西 我就能精准地 在那些神藏世界中 追踪到极其重要的线索 李聘 我曾经见过他 当时见他的感觉 和此刻我看着这座 漂浮而过的山脉的感觉 一模一样 李聘 其他人正了正 紧接着纷纷抬头 看着那道纵横上万公里 哪怕没有能量溢散 可仅仅那种赤白色的光芒 就已经让人感觉到 无限恐惧的山体 神色中充满着惊悚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那座山脉的光芒强度 物质结构 至少对应着 巅峰日药级的能量反应 李聘 几十个新年前 才刚从虚无神脏世界出来吧 我们就算他一出来 就晋升星神好了 可这仍然只有二十年时间 二十年 他怎么可能修炼到巅峰日药 这不可能 先前认为 李聘想修成君主 绝无可能的那尊心神声音 亦是颤抖了起来 但其他人 并未回应 而是同时陷入了沉默中 其他人想在二十个新年里 从心灰晋升日药 还是巅峰日药 确实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李聘 天赋上已经得到证明 若黑渊主宰 还赐予了他某些宝物 又或者虚无神脏殿 因为他破开虚无神脏世界 替他申请了一些宝物 二十个新年 达到这种地步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们之所以难以接受 仅仅是因为 巅峰日药的李聘 已经拥有轻易颠覆 毁灭整个子家的力量 就在此时 一位新神突然打断了 非洲内的压抑 我记得我从哪里看到过一张榜单 一些势力 可是一直在寻找李聘的行踪 并且开出了极高的价格 一些势力 此话一出 好几人同时变了脸色 年轻的紫金牙 更是忍不住道 那些势力可视 顶尖势力 紫金牙话没有说完 马上被为首的新神打断 必然是我们人族疆域中的顶尖势力 这些消息我也看到过 肯定是这些顶尖势力中的大人物 看重李聘的天赋 想要收他为弟子 他不给其他人说话的机会 继续道 冤家已解不已解 我看李聘身边 居然没有互道者随行 看样子 是还没来得及加入任何一个势力 如此 我们何不将这个消息 告知那些大势力 让那些大势力背后的大人物出面 收他为弟子 也算间接 为李聘谋个前程 若他恰好能拜师一尊圣皇 乃至天地 心满意足下 说不定就能和我们紫家画干戈为玉帛了 原本脸色微变的几位新神和紫金牙 迅速反应了过来 是了 李聘未能被那尊伟大的主宰看重收为弟子 此时怕是心高气傲的 想要继续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身的优秀 所以才一直没有选择新的师父 但在新界修行 闭门造车如何比得上有名师指导 李聘入新界时日尚短 不明白这个道理 可我们还不懂吗 若能为他引来一位名师 事后他必然会感激我们 我们紫家和他之间的恩怨 也能自此一笔勾销 新界生存不易 李聘太年轻了 我们这是为了他好 实在不忍心 一尊人足未来的无上天骄 平白蹉跎几千 上万个新年的宝贵时间 甚至还背负上一层层的归须之力 等以后他了解新界的艰难后 必然会好好感谢我们 那还等什么 这就将消息发过去吧 多发一点 让这些事里都知道 来的人多了 李圣子也好有足够挑选的余地不是 几位心神纷纷开口着 脸上再不见先前的沉重 压抑 说着说着 他们甚至忍不住笑了起来 紫金牙看着这一幕 联想到先前紫家在苍结大陆时的风光 对比现在的艰难 以及 刚才那座纵横上万公里 散发着恐怖光芒的巍峨大山 亦是没有半点阻拦的意思 妖怪 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偏偏被我们发现了 紫金牙心中默念 片刻 他又补充了一句 他如此高调 毫不掩饰自己的行踪 或许早就被其他人发现 并将他的行踪 上报给了那些早早潜伏进来的异族 如此 即便他真在接下来 被一族伏击生死 也未必是我们的过错 想到这 他的心情亦是平复了下来 此时 那座仿佛中紫星物质般 散发强烈光辉的山体中 化身少女形态的沙沙 突然到了生 你已经被观测到了 到破碎星海外围了 捕获星界碎片的星神增加 被发现的概率 自然也会增加 未免这些人不将我的行踪泄漏 我们再往外面走走 让更多的人发现 李聘道 说完 他似乎又忍不住问了一声 智能生命也会出错吗 尤其还是你这种 已经走上全知全能道路的智能生命 说好的三四个新年异族的潜伏者 就会赶来围杀我 这都十一个新年了吧 首先 智能生命只是擅长数据收集和计算 其次 我只是走上了无上之道 还不是全知全能 就算真正的无上 也不敢说自己全知全能 最后 为什么十一个新年你始终没被发现的问题 您应该问一下自己 谢谢 莎莎回应着 我 礼聘不解 莎莎虚手一挥 破碎星海的星图直接投射在她面前 依稀可见 数以亿计的光点密密麻麻充斥在一片虚空 而这些光点外围少而密集 核心处少却闪亮 不过此时 核心处的光点明显缺了一块 和其他地方显得格格不入 这就是您待了七八个新年的位置 莎莎指了指 这是最核心的位置 每一枚星界碎片 或者说星界岛屿 山脉 撞击时爆发出来的能量 都超过一千万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尊永恒日药 也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否则一个不慎 就会有背负归虚之力的风险 而永恒日药 在星界中已经算是比较舒服 安逸的富裕群体 除了少数日药外 根本不会到这种充满危险的核心地带 说着 她看了李平一眼 显然 短短几个新年时间 还不至于让你遇到少数的日药 因为没意义 为什么没意义 李平有些意外 如果不是因为这片核心地带 存在着大量星界碎片 我未必能在十一年时间里 提升到日药巅峰 这简直是修炼圣地 您也说了 您仅仅用了十一年便从日药 提升到了日药巅峰 那您知道 其他人平均从日药修炼到日药巅峰 要多少时间吗 莎莎反问 李平听了 很快知道 她想说什么了 这样啊 星界新神修行 主打的就是一个文字 人家缺的不是质量 能量是能够完美掌控 这些质量 能量的对应境界 李平明显已经懂了 不想听了 但莎莎仍然灌输性地说道 是六百六十万新年 你没听错 不是六百六十年 是六百六十万年 你用了十一个新年的时间 走完了其他日药六百六十万年的路 如果您无法理解这个概念的话 我帮您打个比喻 您用了十一年 吃完了别人六百六十万年的东西 她知道莎莎这个比喻的意思 人吃饭 消化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你想吃多少 就能吃多少 就像星神们提升力量 并不是想怎么提升就能提升 你得确保完美掌控才行 否则就是给自己照规须之力 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不错呀莎莎 你都会打比喻了 李平笑着夸赞 莎莎停顿了片刻 终究想起了 她属于她的权限者 最终 谢谢您 别客气 李平说着 感受着自己此刻的状态 唇中子星和物质 几乎可以抵御所有星神级以下的攻击 换句话说 万米以下的星界碎片 撞击在我的本体上 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种质量 能量 已经足以抵御大部分星界天灾了 嗯 莎莎回应了一声 难得的 没有拿出一些数据来进行证明 能量 能及都上来了 而我又不真打算 安逸地享受永生 那么 李平心面移动 山体核心深处 一个黑暗置点迅速形成 无数的物质 开始朝着内部坍塌 这一幕 莎莎很快明白了什么 你打算凝聚神梯了 嗯 维持物质形态 只是为了方便消化星界碎片 尽快增加能量和能及 现在能量 能及已经达到境界上限了 是时候转化为能量形态了 李平说着 语气一顿 就如你所说 神体状态更适合战斗 而我在外面转一圈后 接下来的日子可不会轻松了 您现在的能量 能及要转化成神体 恐怕需要花费 莎莎本能地想要调动一下数据库 可紧接着 她意识到数据库中的数据 在李平身上并不适用 于是 她很快感知了一下李平的状态 并迅速计算出了结果 最终感慨性地道了一声 殿下 您真快 我就当你在夸奖我好了 李平说着 继续进行着物质形态 向能量形态转换 这段时间里 她已经能够理解两者间的区别 所谓的物质本体形态 应该算是修炼形态 如果能够抵挡住 星界天灾的危害 这种形态更适合混日子 安逸生存 因为在日常生活的情况下 物质形态比能量形态稳定得多 反倒是能量神体形态 将无数物质反映成能量 并压缩在神体中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有莫大威能 但也更容易招惹归虚之力 可能一次发力过度 就被归虚之力缠上 两者只能说是各有利弊 你身上有一套智式神器生产线 不打算发展一些下属吗 沙沙道了一声 虽然潜入近来的异族 肯定无法率领军队 只能走精英战术 但这些人中 怕是会出现很多死士 以忘用归虚之力将你拖垮 如果我能被归虚之力拖垮 证明我的完美境界领悟 还远远不够 最终即便真的要归虚了 礼聘神色淡然从容 似乎将归虚之力置之度外 那我放弃星界中的一切 退出去 再进来一次好了 放弃一切 再来一次 沙沙正了正 这一刻 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先前她还担心 礼聘只要退出星界 庞大的体量 就会导致 她再无法重新回到星界 现在看来 她完全可以将星界中的一切 全部舍弃 跌回神圣 用类似于重修的方式 再以神圣姿态 重新进入星界 就像六阶传奇一样 反正 她从星辉修炼到巅峰日药 也就二十几个新年罢了 这么点时间 完全耽误得起 一时间 她不禁将目光落到了礼聘身上 比之先前来多出不少的归虚之力 这些归虚之力 有一部分 是她因炼化星界之力时 暴涨增加上去的 还有一部分 却是她自己吸引而来 先前的她 还无法理解 而现在看来 她早已是胸有成竹 归虚之力不少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被归虚之力压她一次 或许 真这么来一次 像死而生的话 就能真正激发心灵 从而亏得真灵之命 礼聘维持着物质 能量的转化 真身占据的力量比例 不断攀升 等什么时候 本体蕴含的物质 彻底转化成能量 就相当于正式凝聚出神体 能量 能及的提升 导致神体 转化速度 也变慢了一大截 哪怕以洞悉天赋带来的优势 这么强大的能量 和能及完美转化 怕都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礼聘私存着 考虑到激烈的大战 尽在咫尺 出于对异族伏击者的尊重 同样 也出于对战斗的渴望 它决定加速神体转化的速度 尽管这样一来 背负上归虚之力的风险 直线提升 但 物质 能量形态的转化 向来伴随修炼者一生 它如果能够多练习一番 通过熟练度 减少两者间的转化时间 无疑能节约大量修炼时间 只是物质 能量转化 不涉及到真灵的话 尚在洞悉的作用范围内 礼聘私存着 我的属性面板该更新了 这段时间忙着修炼 且每一天 实力都会有显著性增长 它都懒得刷新数据了 不过现在 在凝聚真灵前 它会有一段实力凝制期 总算可以将快被它 忘在角落里的数据面板 拉出来 发挥一下作用了 心想着 它很快集中精神 感应自身 能量 418万 能及 9.6 完美境界 4110万 日要 99100 这是它的基础数据 差不多 已经达到日要上限 当然了 完美境界没有上限一说 往往会伴随着一个修炼者的一生 而这 基本上代表着日要新神们 在不引来归虚之力的情况下 所能发挥出来的战力 完美境界的掌控 确实得循序渐进 我即便有洞悉天赋 也用了几十年 才将能完美掌控的战力 提升到4110万 可实际上 算上超级线泰等秘数 我的战力上限 应该有5000万了 如果再加上 骤光神器增幅 这个数值 将直接飙升到6000万以上 再加上 置点建议权力爆发 怕是能冲上8000万 换句话说 抛开归虚之力 影响权力以赴的我 可以轻松将现在的我击杀 礼聘私存着 当然了 他真要这么做的话 紧随而来的归虚之力 也会让他当场归虚 速度慢一点 连和对手同归于尽 都无法做到 除非 他能完美掌控的 战力数值 继续拔高 说起来 我现在的实力 相较于先前 仅仅数值 就提升了几十倍 仅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 日耀和神圣间的 差距大到什么程度 礼聘感慨了一声 也难怪在那些传奇 神圣眼中 无论日耀也好 心灰也罢 都是那么的高高在上 他们确实有 高高在上的资格 这是基础数据 接下来 礼聘再度将精神 集中在另一个面板 虚数空间 四分之二 道径 二十一斜杠一百 真灵 二一百 虚数空间法 变化不大 道士道径 对应的大道之光 稍有增长 但并不显著 此外 随着归虚之力的 不断刺激 甚至自身 都背负上了一些 归虚之力的情况下 真灵数值 终于慢慢地攀升起来 只是按照这个速度 增长下去 像真正凝聚真灵 确实得几千上万年 从这一点 可以判断出 各大势力的情报部门 给出的数值 还是比较准确 嗯 就在此时 礼聘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微微抬头 有亏据者 我还在考虑 要不要提醒你一下 毕竟你可是说过 不必介入辅助修行以外的 任何事项 莎莎见状 事实给出了确认 嗯 甚至修行方面的事 除非我问及 其他的 让我慢慢感悟即可 礼聘笑着道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明白 莎莎回应了一声 我的位置 已经被亏据者探查到了 看样子 刺杀者很快就会抵达 礼聘微微一笑 莎莎倒是没有回话 看着她的目光 却是有些怪异 理论上 摊上这样一个权限者 她会比较轻松 可实际上 这几十年的经历 却十分精彩 对智能生命来说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 更多先前未曾触及到的资料 以补全自己的数据库 从而让自己更接近全知全能 以往的心神 哪怕是圣皇 天地 都未必能带给她一种新意感 他们具备的一切 都是她数据库中该有的东西 可李聘 却已经不止一次 带给过她惊喜 所以 她劳心劳力的同时 亦是更期待 她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与成长 时间流转 李聘光明正大的 在破碎星海外围转了一圈 期间遇到的修炼者队伍不下百知 理论上 她的行踪怎么着 也该泄露出去了 但 又过了整整一个新年 理论上都已经锁定她位置 应该马上就该到了的刺杀者 居然还是没有来 这结果 让她忍不住询问了一声 我真的能被排上黑榜前一百 当然 我收集的各项数据表明 等到各族黑榜更新 其他一族不说 神族的前一百名中 绝对有你的一席之地 莎莎准确地给出答案 那为何这么久了 那些一族的刺杀者 始终没有出现 再这样下去 人道圣殿的使者都要到了 李聘道 她在成就新神后 为了等几场 哪怕是等一场 能够更好验证自身实力的战斗 并没有第一时间联络人道圣殿 先前 她还能说自己刚晋升新神 对新界环境不适应 来不及去人道圣殿报备 可现在 她已经以日要姿态 光明正大 在破碎新海外围晃悠了 再不去人道圣殿报备一下 怎么也说不过去 毕竟 她即便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势力 却也挂着人道圣殿圣子的头衔 人道圣殿 为了确保她的安危 必然会派遣人马来保护她 其他人不敢说 侯云和她身边的新神 绝对已经在往破碎新海感 等侯云和人道圣殿的高手到了 异族的刺杀难度将成直线提升 为什么异族的刺杀者这么久没有出现 莎莎看了一眼李聘这即将凝聚成型的神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你先前招摇过事时 展现出来的能级太强了 嗯 李聘看了她一眼 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你是说 第一批前进来的人 没有把握 干脆就不出手了 是 莎莎道 天眼教第一次将你的消息传出去 异族对你的认知 局限于你融入新界 晋升新神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派遣寻常日要来围杀你 就是极限了 甚至 让副位数的心灰出手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随着你光明正大的现身 日要巅峰级战力 无疑告诉了那些潜伏者 敢来杀你就是送死 于是 潜伏者又回去了 正等着换第二批 他停顿了一下 能围杀死巅峰日要的那种 那要是我这段时间的实力 又有增长了呢 李聘道 那么 第二批也得打到回复 他们只能换第三批了 所以 只要我突破速度够快 异族就永远不会出手 让一尊日要潜伏进来 异族也需要动用不少手段 至少在战场那边 必然要发起一轮冲锋 弄不好 得付出一两位骤光的代价 所以 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 他们也不会让这种贵重棋子 白白牺牲 杀杀到 一时间 李聘都有些不知道 说些什么好了 果然 将主动权交付在他人手上 就是容易出各种变故 李聘摇了摇头 罢了 我去人道圣殿吧 修成巅峰日要 想来那些原本顾及 以大欺小的天骄们 已经摩拳擦掌了 沙沙贪了贪手 他能说什么呢 每次派来的刺杀者还在半路 目标就突破境界了 突破境界的速度 比他们派刺杀者的速度还快 这种情况 他也搞不懂啊 当下 李聘不再再破碎 新海外围转圈 直接启程 飞往无情岛方向 那里 有一处高速通道 可以快速前往人道圣殿 不过 就在李聘快速赶往 无情岛的一个月后 他的身形突然停了下来 目光迅速投向了一片虚空 来了老地 那片虚空一片平静 但下一刻 一阵光辉 仿佛超新星爆发般 瞬间闪耀 这阵闪耀的光辉 尽管翘无声息 没有溢散出任何能量波动 但却真正犹如流光一般 破空而至 戴得杀至李聘面前 实才显化出 赫然是一尊身高超四米 背负六亿 手持一柄锐战剑的神族 他顿光而行 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战力 俨然达到日耀巅峰 甚至在日耀巅峰中 都堪称强大 如果真潜伏到李聘身边 突然爆起 匆忙下的李聘 绝对难以确保自己的攻击 和他的攻击刚好抵消 唯一的方式 就是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将这一箭击溃 可这样一来 能量一散 势必引来龟虚之力 弄不好 受龟虚之力影响 他的战力将直接锐降两三成 不过现在 李聘甚至并未出剑 直接捏指成剑 面对这尊六异神族 顿光刺杀的身形 一点点出 在手指和这尊神族战舰碰撞的刹那 这柄战舰的物质结构 蕴含的狂暴能量 包括这尊神族本身的身躯 全部开始坍塌 朝着一个点凝聚 并在下一刻 就将彻底崩裂 爆发 这一幕 顿时让这尊六异神族 脸色大变 抽身爆退 可即便如此 致点建议崩塌的力量 仍然疯狂地摧毁他的身躯 迫使他不得不动用 远超自身的力量 才将这一箭化解 然而 在他施展出 超出掌控上限的力量时 无孔不入的规虚之力 瞬间缠绕了他的身躯 吞噬起他的一切 不好 这尊六异神族 迅速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和规虚之力对抗 紧接着 以最快的速度 斩翼翱翔 竟然 放弃刺杀 跑了 嗡嗡 无形的连衣 不断自狂奔的 六异神族周边一散 这一刻 他爆发出来的速度之快 远超同阶 为此甚至不惜 再度背负上了一份 规虚之力 礼聘看着这位 一击不忠 远遁千里的六异神族 就这 殿下 您的突破速度太快了 您应该再等等他们呢 莎莎感慨性地道了声 那不就成半猪吃虎了吗 礼聘摇了摇头 他形势向来光明正大 没有这种低级趣味 您所处终究是人族腹底 且您的成名时间太短 这么短的时间里 异族怕是 就只能派遣这种级别的刺杀者了 莎莎道 所以 礼聘看着他 我等了这么久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或许 您再等等 莎莎只能这样说了 心界 心神的时间尺度 和普通人 物质界截然不同 因为规虚之力的存在 心神们行事 向来讲究谋定后动 小心翼翼 而礼聘的威胁等级 在异族看来 又还没有达到那种 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他如此高调 招摇过世 居然仍没有遇到 什么致命性危险 无趣 礼聘到了一生 他抬头 望向远方 给我展示前往人道圣殿 最快的路线 异族目前只能浪费时间 希望人道圣殿的天骄们 不会让我失望 如您所愿 莎莎说着 将星图展示出来 礼聘扫了一眼 加快速度 他心中倒也有个想法 异族之所以 对他这么不上心 一点不见形 狮子伯兔 意用权力的道理 归根结底 是他表现出来的 天赋不够 如果他表现出来的 天赋足够高 那这一次前来刺杀他的 就不是这么一尊 日药异族了 说不定有咒光轻智 生生打得 他被归虚之力拖死 跌回物质借鉴 再不济 也会派遣一尊 日药巅峰级死士 以玉石俱焚的打法 和他同归于尽 所以 如果他真想享受 一场痛痛快快的大战 乃至于被压迫到 九死一生 甚至十死无生的大战 展现出最高的潜力 让异族将他的排名 悬赏 直接排到个榜第一 到时候 他但凡外出 就绝不会再缺战斗 甚至 别说是咒光级的刺杀者了 就算是一换一的咒光死士 亦并非没有可能 带着这种想法 礼聘破空而起 奔上了前往人道圣殿的最快轨道 天眼教大罗明王开辟的大路上 在礼大罗明王居住宫殿 不远处的另一座山峰中 一位衣着单薄的少女 正查看着最新传递过来的信息 这些异族 他凝着绣眉 看着上面明明已经潜伏进来 却按兵不动的数位异族暗子 眼神微微冷 等看到好不容易有一尊六异神族出手 结果仅仅一击失败 却有多远跑多远后 更是忍不住冷斥了一声 废物 他将几个已经暴露 但却因为他们稍作掩盖 并未第一时间 被众星神庭吸之几位异族 我们让你们潜伏入我们人族疆域 那是因为你们还有用 眼下 身为棋子 却没有一点棋子的觉悟 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暴露了以后 仍能继续潜伏 当我们的监控部门都是吓子 要么出手去刺杀礼拼 要么就去死吧 他虚手拨弄 很快 水光凝聚 以免犹如镜子般的连衣荡漾开来 不多时 水镜般的连衣中出现一道身影 看到少女 镜中身影很快恭敬的行礼 素忧殿下 尹莎 却让那些异族案子出手 他们的结果只有两个 要么 即便背负上归虚之力 也和李聘同归于尽 要么 你告知众星神庭 让众星神庭的人 动手解决他们 被称为素忧的少女 清冷地下令 这 恐怕来不及了 尹莎迟疑着 道 那李聘正在以最快的速度 赶赴向高速通道 算算他的速度 已经快要进入正式途径了 除非殿下愿意动用权限 扰动那些轨道 不然的话 一旦进入正规路径 人多眼杂 甚至偶尔还有大能者路过 快到正规的高速通道了 素忧一宁眉 怎么会这么快 他不是成巅峰日要了 那么庞大的本体 想前往正规的高速通道 少说得十年才是 那李聘似乎是被吓住了 这段时间的赶路 可谓是倾尽全力 快到极致 另外 早在两个新年前 他就在转化神体了 时至今日 他的本体 已经被彻底转化成了神体 所以 速度比本体形态 快了好几倍 被吓住了 还有 两年 将本体转化成神体 素忧眼中带着惊恶 是 为此 他不惜背负上了不少归虚之礼 尹莎如实回应 素忧听到这 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这 他嘴角边带着一丝嘲讽 这里并不是说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吗 他先前的所作所为 甚至一次次泄露自己的行踪 也是对自己有绝对自信 不将异族的刺杀者放在眼里 怎么现在 就吓得落荒而逃了 甚至为了尽快转化神体 不惜背负上归虚之礼 这很正常 有些人看上去目空一切 自信十足 可那是因为他们 一直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 又或者 所谓的危险 完全是因为他们有绝对的能力能够应对 礼聘估计便是如此 尹莎一时跟着笑道 他一直生活在物质界 根本不知道 新界生存的艰难 所以 哪怕融入新界 成就新神后 仍然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连对我们天眼交的好意 也视若无睹 可眼下已经在新界待了几十年 明白了新界不易 再加上突遭袭击 生死危机下原形毕露 自是会匆匆忙忙逃回人到圣殿 躲到安全的避风港中 瑟瑟发抖 他在几十年里 修炼到巅峰日药 让我吃了一惊 我还以为他有多么了不起呢 结果 也就是这样吧 素悠淡淡道 不过就如你说的 这才是正常现象 天赋再高的天骄 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雨魔力 就始终只是温室中的花朵 不可否认 礼聘或许天赋很高 实力了得 但 心性 或者说心灵太差了 眼下进入新界 遭遇真正的生死风险 一下子露出马脚了 殿下慧眼如炬 尹莎夸赞道 也仅仅是根据眼前的资料 判断罢了 并不绝对 素悠微微思寸 说不定 是那礼聘觉得 异族的刺杀 让他提不起战斗兴趣 索性懒得 再在破碎星海待下去了 其他东西可以作假 但归虚之力 做不了价 尹莎说着 直接将一份图像呈现出来 礼聘在短短几十个新年里 背负上的归虚之力 已经抵得上一些 在新界混迹几十万新年的巅峰日要了 如果照着这个增长速度 再持续一两百年 他都不用去考虑未来修炼的问题了 直接就会被归虚之力压垮 素悠看着影沙提供出来的资料 好一会儿 他才道了一声 是啊 归虚之力做不了价 任何言语 在归虚之力面前都毫无意义 归虚之力 对一个人修炼的影响有多大 所有心神都十分清楚 突破境界 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别人一身轻松的突破 已经极其艰难 你还要背负上一层归虚之力 难上加难 礼拼进入新界几十年 背负上的归虚之力 居然抵得上其他日要几十万年 这本身就意味着问题所在 我们 包括陛下 都觉得他是一位顶尖天骄 结果 却是一个小丑 素幽语气嘲讽道 说小丑自然也算不上 他的天赋之高 在天狱世界 包括晋升星神的这几十年 都已经得到验证 只是 他本身 属于那种科研性天骄 而不具备实用性罢了 引杀道 新火圣殿 新界研究院 和他都挺适合的 一个有缺陷的天骄 就不叫天骄了 更别说横压当时的无上天骄 那位伟大的存在 估计就是看出了这一点 才会失望地放弃他 任由他自生自灭 素幽恢复着平静 他直接道 我现在 将这些消息汇报给陛下 请陛下定夺 引杀听到陛下两个字 连忙微微攻身 当下 素幽将这边的消息 给大罗明王汇报 很快 那位大罗明王 已经给出了回应 真是浪费时间 本以为虽然是一块 稍有瑕疵的瑰宝 但仍然难掩 其归域的价值 结果没想到 压根就是一块 外袖内干的破石头 这尊圣皇挥了挥手 就这样吧 是 素幽恭敬地应了一声 李平自然不知道 他为了研究 归虚之力 而特意背负上的 归虚之力 会使得天眼教 大幅调低对他的评价 错失了原本可能会冒死 袭杀他的日药一族 不过 他形势向来目标明确 既然下定决心 前往人道圣殿 和人道圣殿 那些天交交锋 以验证自身所学 自是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目的地 而没有了人从中作梗 再加上他的速度 确实快到超出 所有人预料 仅两年 他已经和前来 接应他的侯云会合 又六年 他自星界 重新踏入人道圣殿 总算回来了 李平自 人道圣殿 传送区出来时 梁秋第一时间 赢了上来 和他同样前来迎接的 还有王福云 云来 于雪仙一干人等 以为未来君主的关系 任何人都会想方设法维持 久等啊 李平对着几人点头示意 在他身后 除了侯云以外 又多了令数位日药 和数十位新神 这些人 都是元光为了确保他的安危 随后调配过去的人手 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 人道圣殿对李平的重视 不过 眼下到了人道圣殿 这几位日药 和他们率领的新神队伍 亦是不好在做久留 拱了拱手后 很快离开了 这一路走来 不容易吧 王福云道了一声 还好 李平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 你的近生之地 恰好远离任何一条 可以快速返回我们人道圣殿的轨道 这件事 怕是天眼教有人从中作梗 店主因为此事 还询问过天眼教负责勘查的一位长老 可根据那位长老给出的新图显示 那个位置 又确实属于最安全的一片区域 所以 我们人道圣殿 也不好过多追究 一旁的梁秋说着 顿了顿 好在你现在安然回来了 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王福云确实道 李平之所以能安然无恙地返回人道圣殿 多亏了他用几十个新年修成永恒日药有关 为此 他甚至 他看了一眼李平身上背负的归须之力 神色凝重道 要不是李平当机立断 不惜一切代价的提升修为 他如何能够安然地走回来 这件事 人道圣殿那边 要给他一个说法吧 圆光店主已经将此事告知了店主 进行交涉去了 梁秋说着 看了李平一眼 笑着道 不出所料的话 原本神葬店替你申请的那件咒光神器 要升个级 顺利的话 甚至可以帮你申请到顶尖咒光神器的地步 再不计 也能有一件高阶咒光神器入手 高阶咒光神器 李平听了 点了点头 星界中 同等阶的星神 对应等等阶的星器 就好像一个星灰星神 你没有三五件神器傍身 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但到了咒光阶段 神器持有率 却会大幅降低 普通神器 日药神器 可以通过特殊之法 直接凝炼 咒光神器 却必须利用虚之力为主材料 这种力量来源只有两个 一个是归虚的咒光 另一个 便是自渊虚中涌现出来的 虚无阵营生灵 因为材料的贵重 一些底蕴 尚浅的咒光 用的还是日药神器 那些滋身咒光 能有一件咒光神器也算得上身家了得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一件高阶咒光神器的价值 李平在战斗上尽管不喜欢依赖外物 但他可以不用 却不能没有 这个时候 李平道了一声 我所晋升的那片区域 是天眼教护教法王大罗明王安排的吧 此话一出 凉秋脸色微微一变 片刻 他才道 这应该是专门负责此事的长老进行调度 但护教法王有能力 有资格影响一位长老的决策 李平道 天眼教中 除了教主 即为副教主外 便是以法王的职位最高 要成为护教法王者 无一例外 得有圣皇实力 网下的各处分教教主 长老 则要求君主级的实力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长老分量比之法王来逊色了一筹 这件事 凉秋斟酌了一番语言 很快道 应该是那位法王想授您为弟子 所以才让您的晋升之地离他近了一些 当然了 只要李圣子愿意加入我们星火圣殿 很快就能获得执事 研究员等职务 等到李圣子成就昼光 更能直接被任命为各地院主 分殿主等等 完全无需考核 我明白了 李平点了点头 他也只是问一问罢了 是要一件一件地来 他眼下首要任务 就是先去定个集 李平 就在此时 李平前方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一个看上去风度翩翩的白衣男子 破空而至 王福云看到此人先是有些疑惑 倒是一旁的梁秋 第一时间辨认了出来 是三千尘世 紧接着 他又补充了一句 是三千尘世的一道分身 三千尘世 王福云 雨雪仙 云来等人同时脸色微变 三千尘世 圣殿道子 星火榜第一人 据说其潜力之强 纵观前十个纪元 都他能够名列前茅 尽管名气上 比不得自天狱出来 被主宰点名的李平 但在李平没有加入 人道圣殿前 他一直是人道圣殿 热度最高的风云人物之一 眼下 他的一道分身 居然出现在这里 最近一段时间 天眼教方面 似乎传来了一阵风言风语 说你的天教之名名不负实 但 相较于天眼教那些人的评价 我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三千尘世淡淡道 一个只用了十个新年 修成原始至高法 晋升新神后 更是用了三十个新年 将修为提升到日要巅峰的人 哪怕被人说得再不堪 我也坚信 问题不在于你 而在于那个传出这个消息的人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 天教之名 名不负实 礼聘眉头一皱 难道这就是他一路前来 再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刺杀者的原因 他还没有享受万众瞩目 被万千亿族围杀的荣耀 就过气了 一千年 整整一千年 这一千年里 我一直在星火榜第一的位置待着 太久 也太寂寞了 三千尘世有些感慨 也有些唏嘘 所以 我迫切地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成长起来 威胁到我 直至有朝一日能有勇气 挑战我 向我证明 原来还有人比我更出色 更优秀 而李聘 你让我看到了希望 李聘回了回神 他看着三千尘世 总觉得他这番话 有些耳熟 在他看着三千尘世时 这位星火榜第一人 意识在看着他 似乎有些鼓励 也有一些期待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千万记得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李聘 快速地成长起来吧 成长得越快越好 然后 站到我面前来 挑战我 甚至打败我 说完 他挥了挥手 我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然后转身 离去 潇洒自如 不带走一片云彩 看着他离去的模样 李聘陷入了沉思 到底哪里而说 他将他遇到的人 认识的人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可是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符合 而王福云 于雪仙 云来 包括梁秋在内 看向李聘的目光 都有些担忧 似乎生怕李聘 在这番话下 受到打击一样 好一会儿 王福云才说到 关于那则传闻 我们也听说了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如果李圣子 你不够优秀 如何能得到 伟大存在的点名 又如何能在 短短几十个新年里 修炼到日要巅峰 就像三千尘世 说的那样 某些人 压根是得不到就造谣 想要毁了你 实在居心叵测 梁秋听的 王福云这番言论 嘴角微微一抽 你是根本不知道 你口中造谣的事 和方神圣 如果知道了 你就未必敢这样说了 不过 王福云也好 三千尘世也罢 他们的话 倒是很有道理 我们人到圣殿 相信你 否则的话 也不会直接 将你申请的 咒光神器升级了 梁秋道 李聘仍然没有说话 他仍在回想 为什么三千尘世 会给他这么强的 济世感 难道他们先前认识 李聘 你和三千尘世不同 三千尘世 不只是星火榜第一人 在一千年前 就是人到圣殿的 道子了 换句话说 他享受人到圣殿 道子的待遇 培养 享受了一千年 而你 修炼至今 也不到两百个新年罢了 王福云劝慰道 而这不到两百年里 你还几乎是一个人 闭门造车 没有任何名师指点 此刻哪怕 逊色他一筹 也是情理之中 再正常不过 我相信 随着你在人到圣殿 持续成长 沉淀 终有一天 你也能达到 媲美三千尘世的地步 我 媲美三千尘世 李聘看了王福云一眼 对 说不定千年后的你 就是现在的他 照样能够像他一样 登临星火榜第一 并威压星火榜所有人上千载 王福云给他打气 一旁的梁秋也跟着道 三千尘世 在要是榜上 亦是威名赫赫 如果不止局限于实力 而是从各方各面地综合考虑 他 谷渊 圣虚 洛神兮 林天荒 当为这一季最出色的天骄 每一个都曾有着无上天骄的称呼 再根据他们都上了黑榜前一百判断 他们都有竞争无上天骄 威压一季的潜力 不过这番话语 李聘并未细听 此刻的他已经恍然大悟 他终于明白过来 是我 李聘道 三千尘世 之所以会让他有种强烈的熟悉感 是因为 这 正是他以前最喜欢说的话 同样 也是他以前最喜欢做的事 光明正大的鼓舞对手 由衷地希望对方 以最好的状态来挑战自己 这 就是天骄的世界观吗 这 就是天骄们的胸怀和豁达吗 看着那充满着自己影子的三千尘世 这一刻 他深刻意识到 不再破碎星海浪费时间 第一时间返回人道圣殿的决定 太正确了 先不去住所了 李聘道 不去住所了 那我们 为了方便其他人挑战 李聘微微一笑 先去定个集 人道圣殿 乃是直下于新火圣殿的教育机构 但由于这些年来的举办 以及公平公正的教学态度 再加上人道永昌计划的顺利实施 使得这处教育机构得到了整个人族所有势力的信赖 除了少数瞧不上人道圣殿培养资源的圣皇子嗣 天地清传 诸多大势力都心心念念地将后备 子嗣送到了人道圣殿 以期借人道圣殿的培养 使自家多出一尊骤光 时至今日 人道圣殿的分量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教育机构 殿主也不再是由某位元老代管 而是直接由星火圣殿附殿主之一执掌时空 号称玄帝的墨玄 亲自担任 不过他仅仅是挂了个名 往下 真正负责大小事宜处理的 还是一尊尊作为人道圣殿附殿主的宇宙君王 此时 元光 真命 万古节 是新尊四位附殿主 正进行着一场颇为激烈的讨论 其核心 就是究竟将哪一件骤光神器赐予礼聘 作为它破开虚无神脏世界的奖赏 这是至高议会那边同意许可的事 只不过是因为 礼聘目前在我们人道圣殿 所以才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 若我们连一件像样的神器都舍不得 至高议会那边 怎么看我们人道圣殿 怎么看我们星火圣殿 还以为我们星火圣殿 穷到对自家人的赏赐 都扣扣扣扣了 据理力争的 自然是看好礼聘前途的圆光 而反对激烈的 却是自家培养出了一位 骤光后辈的真命君主 袁光 自家人这几个字 未免说得太早了 礼聘如果真的有心 加入我们星火圣殿 就不会到现在为止 都无动于衷 这位富殿主冷哼一声 再不济 不久前他成就心神 遇到危险时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 向我们人道圣殿求援 分明是不想 欠我们人道圣殿太多人情 想和我们划清界限 一个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的日药 何必赐下如此重宝 一见高阶骤光 神器我都觉得超标了 你还想拿出大眼盘 作为赏赐 这也能作为理由 礼聘没有第一时间 向我们求援 是因为他对自己 有着足够信心 用不着一点点小事 就麻烦我们 而事实证明 也确实如此 他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 就从心灰提升到日药 速度快到一足 根本来不及安排对付他的手段 圆光一挥手 我们人道圣殿的宗旨 向来是不拘一格将人才 对于礼聘这种天赋横溢 甚至被顶尖人物点名过的天骄 眼下又立下大功 被至高议会赐下奖励 我们顺水推舟 将大眼盘赏赐于他 助他更详细地演化万千规则之变 有何不可 他在虚无神葬世界 立下功劳不假 人才 我也不否认 但到现在为止 还拿那位伟大陛下来说是 就有些扯大旗了吧 真命君主轻笑了一声 原本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 可天眼叫那位明王 亲眼试探了一番 这才让所有人意识到 他拜师失败 差一点机缘是失败 完全不被主宰放在眼里 也是失败 但这两者的性质 却截然不同 这番话 倒是让圆光有些不好反驳 就像一个考试不及格的人 59分是不及格 零分 也是不及格 以前 众人以为礼聘是前者 可现在 却有偏向后者的趋势 毕竟 他身上增加的归须之力之多 抵得上一尊日药新神 修行几十万年 哪怕礼聘是用了几十年 将修为提升到日药巅峰 速度之快 匪夷所思 可被相当于日药新神 几十万年的归须之力一拉 却是大跌分数 换成其他道子 乃至圣子一级的人物 如果冒着背负上 如此庞大归须之力的风险 来疯狂提升实力 最终花费的时间 也不会比礼聘多出多少 而在很多人心目中 对礼聘 可都是当成道子来看待的 这也是他一来 没有经过任何考核 就能获得圣子身份的原因 好一会儿 圆光才斟酌着道 礼聘晋升新神的位置 远离我们人道圣殿 为了确保自身安危 才快速提升实力 导致背负归须之力 这是我们保护的不够 我们人道圣殿 应该给予一些补偿性的帮助 等等 他话没有说完 万古节却插话打断 这个锅 我们人道圣殿 可别往自己身上背 尽管他遇到危险 可如果他成就新神的第一时间 就降下化身 告知我们他所在的位置 我们自会派人前去接他 说到底 还是他太过自负 认为自己应付得了眼前的危险 结果没把握好分寸 这才背负上大量规须之力 真命君主听了 一时笑着道了一声 骄傲自大 看不清局势 这也该算他的一个减分项吧 真命 你不愿将这件宝物赠出 还不是想给你自家后辈 真寻天留着 袁光不满道 他作为上一届辽远榜第一人 要是榜一度冲上前三甲的优异者 得到一件顶尖神器赐予 有何不可 真命轻笑道 大眼盘这等顶尖咒光神器 我们整个人到圣殿也没几件 我看 真命说得也不错 他立下的功劳 一件高阶咒光神器也足够了 何必再将大眼盘拿出来 万古杰亦是将目光转向袁光 他一个未曾凝聚真灵的小家伙 得了这等宝物 对他而言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弄不好 还是取货之道 我们也得为他的处境考虑 看到万古杰也转变了态度 袁光脸色微微一变 就在他想着该怎么开口时 世心尊却突然道 各位 我刚刚得到一则消息 礼聘返回人到圣殿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通过我们内部通道 前往星火圣殿定级 我等一到过去看看如何 定级 袁光一惊 这么赶 他刚到 都不休息一下吗 去看看好 万古杰马上到 至高阶梯 几乎是仅次于生死搏杀 最能看出一个人实力强弱的地方 正好借助这次定级 也让我们看看他 到底有几斤几两 如果他确实天赋了得 大眼盘赐予他 也算是宝物欲民主 要是他须有其表 一件中等咒光神器打发了得了 袁光听得两人开口 知道事已至此 也只能靠礼聘自己 当下意识点了点头 那就跟过去 看看吧 李聘本身就是 人道圣殿的话题人物 尤其是从天眼教那边 传来的消息 更是让人对这位天教的 真假产生怀疑 关注他的人数不计其数 因此 他一返回人道圣殿 很快就有人收到消息 而且 对绝大部分人道圣殿的人来说 相较于目睹一尊天教的崛起 他们更希望看到一尊天教 被拆穿虚假的面目 自此陨落 带着这种恶念 当得知李聘 打算前往星火圣殿 闯至高阶梯时 一位为人道圣殿的天教们 纷纷动了 数以千计的身影 几乎紧跟着他 穿过太初世界 抵达星火圣殿 如此大的动静 自是引起了星火圣殿的注意力 李聘的名声 在星火圣殿 虽然不及人道圣殿响亮 但得益于黑渊主宰的缘故 知道他的仍然不在手术 一些空闲之人 亦是出于好奇的心态 走向至高阶梯 等着看一场闲暇之余的热闹 在这种情况下 当李聘 王福云 梁秋一干人等 来到星火圣殿 至高阶梯所在时 这处本就十分热闹 充满登阶者的场地中 已然变得更热闹了一分 至高阶梯 李聘抬头瞭望 对于至高阶梯的大名 他可谓如雷贯耳 至高阶梯的实体 据说位于星界最核心处 甚至比核心处还高出一层 当年的至高 主宰 无上们通过特殊的方法 将至高阶梯的力量接引 投射而下 形成了现在存在于星火圣殿 可以被人看到并使用的至高阶梯 整个至高阶梯 就像一座阶梯组成的高塔一样 四四方方 可从四个方向攀登 这九十九阶的阶梯上 据说一阶一重天 一阶一世界 每向前踏出一阶 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考验 每经过一次考验 都代表着修炼者的实力更上一层 外界投射的至高阶梯 只有九十九阶 其中到第八十阶 变为君主 九十阶则为圣皇 由于圣皇 天地掌握的时间 空间 某种程度上 可以视为一个整体 即时空之力 因此 当到了第九十五阶时 往往又被称之为天地级 不过 至高阶梯 从来只代表一个人的实力强弱 而不代表一个人的修为境界 领悟空间之力的圣皇 可能登不上至高阶梯九十阶 未曾掌握空间之力的君主 也有可能冲到九十阶以上 正因如此 人们衡量一尊心神所处的实力阶层时 甚至不看境界 而是看他在至高阶梯 究竟能走出多少阶 真的不调整一下状态 王福云忍不住道 至高阶梯的考验乃是全方面的 没有半分投机取巧的可能 一旦你的定级超过四十阶 真正确定突破到了日药 所有日药添交 绝对会前赴后继地挑战你 那正是我需要的 李平平静道 何况 至高阶梯考验效果 号称仅次于生死搏杀 全面性 甚至还在生死搏杀之上 那么 借这种考验来调整状态 再好不过 说完 他不再废话 纵深而起 直接跨越了先前的数十阶 落到了代表着日药巅峰的第四十九阶上 至高阶梯 只论站立 李平踏入这座阶梯之际 周边的空间 俨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整个人 仿佛被接引到了一片 类似于太初世界般的全新世界一样 置身于一座 一望无垠大陆的上空 周边 如同四方高塔般的至高阶梯 以及同闯至高阶梯的其他新神 伴随他一道而来的梁秋 王福云等人 皆不见踪影 先前了解过至高阶梯的他知道 这就是至高阶梯内部的世界 一座以一画万 内部蕴含千千万万小世界的世界 据说至高阶梯的本质 比至高 主宰 无上 还要高出一筹 当年这道对修炼者修行 战斗淬炼 有着极大帮助的至高阶梯现实时 很多至高 主宰都想要将其据为己有 带回各自的疆域中 可任凭他们施展任何方法 都始终无法将其带出新界 礼聘脑海中闪过这番信息 好东西 人人想要战卷 就是因为 无法将至高阶梯带走 各族的至高 主宰 才不得不施展秘法 花费大代价 将至高阶梯的力量接引 投射在各大顶尖势力之中 让任何人都有资格使用 新神们的战绩 战斗经验 之所以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次次闯荡至高阶梯 功不可没 礼聘私存间 已然感受到了什么 几乎在他心有所感之际 一道绚烂璀璨的光辉 轰然爆发 无尽的光芒 绚烂的烈焰 夹杂着毁灭一切的威能 刹那间将这方世界完全充斥 那一瞬间的能量释放 丝毫不逊色于一颗恒星爆发 足以将方圆数十亿里内的物质 统统回去 真是肆无忌惮的能量宣泄 不受龟虚之力影响就是好 礼聘屹立于这阵 炙烈狂暴的能量冲击中 充分认识到 一尊巅峰日要拥有的毁灭力 恐怖到何等地步 一击 湮灭数十亿里所有物质 不过 每等这阵烈焰形成的冲击 将它完全吞噬时 它已经猛然捏指成剑 对准它所感应到的目标方位 悍然点去 无形的连衣撕裂强光和烈焰 在它前方数万里虚空 猛然被剑气洞穿 平整无形的空间骤然坍塌 破碎 演变成一方黑洞 疯狂吞噬起 原本肆意爆发出去的能量 就像一颗进行着超新星爆发的恒星 最终的归宿 便是成为黑洞 黑洞力量下 原本肆意爆发 闪耀的强光 烈焰被禁数吞噬 归纳 一席中 它可以看到一道身影 沐浴着无尽烈焰显现而出 它剧烈挣扎着 似乎想要从黑洞中脱身而出 可仅仅片刻 它的身形 已经伴随着空间坍塌形成的吞噬之力 被彻底湮灭于黑暗之中 等到这片吞噬一切的黑暗 将漫天烈焰尽数湮灭时 那个黑点亦是迅速消失 一切 重归平静 好像刚才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唯一撑的上痕迹的 就只有脚下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地 以及熊熊燃烧于大地之上的烈焰 不过 这些烈焰持续的时间也十分短暂 随着一阵无形涟漪闪过 一切消散 李平再度出现在了至高阶梯上 没有被传送下来 闯过去了 在他现身的刹那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纷纷响起 很快 这才用了多久 看样子 李平已经是实打实的巅峰日要了 闯过阶梯的时间不代表什么 有些人行事谨慎 稳扎稳打 一场战斗磨个几十年都不是怪事 有些人却冲动莽撞 恨不得一击致敌 效率是上去了 却很容易背负上规须之力 这李平显然是后者的可能性更高 看看他究竟能闯到多少层吧 据说他将原始之高法 修行入门了 如果是真的 理论上他最高可以到八十阶 但他真灵都没有凝聚出来 显然做不到这种程度 再加上他成就日要时间不长 六十阶到六十五阶 估计就是他此刻的极限了 六十五阶也不差了 至少代表着他不顾一切爆发下 可以拖得任何一个日要同归于尽 精神波动在至高阶梯下的众多星神中 来回传递 而几乎没有停顿 出现在至高阶梯上的李平 迈步踏上第五十阶 这一次呈现在李平面前的 是一颗中子星 一颗直近上万公里的中子星 要知道寻常恒星陨灭后 留下来的中子星物质都不过十公里大小罢了 这颗中子星直近上万公里 居然没有坍塌成黑洞 不得不说堪称奇观 狂暴的能量被束缚 形成赤白色的光辉 充斥在这片虚空 对个人的感知形成极大干扰 不过 随着李平调整自己的神体状态 意识很快抗住了这颗中子星 对自身的影响 热药级的力量对恒星级文明 乃至星系级文明都堪称毁灭级了 李平由衷地道了一生 就以它现在为例 毁灭一个恒星系轻而易举 而一个星河系 能够发展出智慧文明的恒星系 数量有限 就算一百万好了 它利用星界穿梭赶路 一天就能摧毁十个八个恒星系 将一个星河系内的文明 彻底毁去也不过千年罢了 而只要是智慧生命 就会害怕死亡 敬畏强者 基本上它 只要毁灭几万个恒星系 整个星系内的所有文明 都会向它沉浮 到时候 它完全可以通过统治这些文明 让这些文明 去摧毁另外一些 不服管教的文明 整体来算 最多几十年 就能将一个星系彻底征服 星系如此 星群 星域同样如此 这也是日要强者 能够统治星群 乃至成为星域霸主的原因 在礼聘打量着这颗星球时 一道凝聚到极致 其温度 不知道几亿度的光柱 破空设置 光柱直径之大 超过数公里 其中蕴含的能量输出 超过100颗恒星的能量释放 纵然中子星的恐怖立场 都难以捕获 扭曲 礼聘扫了一眼 已经推测出 已经有相当于 4500万的战力释放了 至高阶梯 乃是上古新界时期的产物 那个时代并没有归虚之力 也正因如此 至高阶梯内的 世界没有归虚之力的存在 人们可以尽情战斗 这也是为什么说 至高阶梯 是衡量一个人 实力强弱的最好标准 如果说 完美境界 代表着一尊星神的力量下限 至高阶梯 便代表一个人的力量上限 修炼者在至高阶梯 只要能够释放出 如此强大的能量 未来彻底掌握这种实力 无非是时间上的问题 借助漫长的岁月沉淀 一点点提升完美境界罢了 面对这等程度的能量释放 李聘如法炮制 再度捏纸成剑 一道剑气点出 以光速贯穿而至的恐怖光柱 瞬间仿佛碰触到了一堵真空墙壁般 凝制在李聘前方数公里 仔细看才发现 那赫然是一道轰塌了虚空的剑气 剑气崩碎虚空 使得能量光柱无法传递 乍看下去 就像撞到了空气墙一样 再难寸进 察觉到自己的攻击失效 远处的目标再度力量涌动 一股更狂暴的能量 却是自他脚下爆发而出 这一次的考核者 是一尊心灵 李聘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至高阶梯每一阶遇到的对手 都不相同 环境也是如此 充分模拟了 考核者可能遇上的任何意外 向眼下 在超大型中子星环境下 遭遇一尊心灵 这等组合代表的难度 不逊色于至高阶梯51阶 甚至52阶 不过 至高阶梯 是考核 也是磨练 李聘直接通过自己 对星辰立场的理解 镇压住脚下暴动的中子星 与此同时 超出了他掌控程度的质点 剑意爆发 瞬间 那道贯穿虚空而来的能量光柱 节节溃败 但在节节溃败的过程中 无数烈焰夹杂着高温 亦是在质点剑意的轰击下 不断暴散 这种攻击 如果放在星界 龟虚之力早已缠绕而来 但在至高阶梯中 龟虚之力被屏蔽 修炼者却可尽情施展自己掌握的所有手段 不 不只是施展 在施展的过程中 李聘精准地感应着自身对能量的掌控 释放并快速进行着调整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 质点建议崩灭这道能量光柱 溢散出来的能量波动越来越小 如果说 第一天溢散出来的能量还超过500万 那么第二天 直接削减到了400万 第三天更是只剩350万 仅仅半个月 李聘和这尊心灵的交锋 已经再没有任何能量溢散 每一道剑气都能精准至极地 将这尊心灵的攻击化解 这意味着 他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已然将完美掌控的战斗力 从先前的4000万出头 提升到了4500万 很好 已经适应了 果然 对我来说 战斗才是最快的提升方式 李聘微微一笑 尽管没有真正 经规需之力验证过 所谓的4500万完美掌控之力 还有一些水分 但凭借洞悉天赋 带来的绝对掌控感 我将这种现在有些虚浮的完美境界 彻底转化为实打实的完美境界 一直是在经历一两场 同等级的实战罢了 至高阶梯真不愧为至高 主宰们都恨不得据为己有的至宝 辅助作用没有让人失望 私存间 李聘没有再和这尊心灵 继续战斗下去 伴随着力量攀升 这尊心灵很快被制点建议击溃 李聘的身形 再度出现在了至高阶梯上 出现在至高阶梯上的同时 李聘静静感应着刚才战斗时的状态 利用洞悉天赋的玄妙 直接将那种状态 那种完美掌控 刻露了下来 并更新在属性面板上 完美境界4500万形态 01 一指这种状态 只需一场实打实的战斗 就能让它适应 解封 继续 希望这一次 再给我来一个战斗力5000万 并且 环境也对它最为有利的对手 李聘没有理会至高阶梯外的议论纷纷 再度踏出 登上至高阶梯第51阶 咻 在李聘闯荡至高阶梯时 一道道流光 纷纷自四面八方而来 落到了至高阶梯外 一些大人物的到来 甚至能够引起不少心神压抑着的惊呼 就在此时 又有四道明显璀璨一分的流光 同时破空落而至 这四道流光的到来 很快在人群中 引起一阵骚动 世人到圣殿几位店主 这可都是宇宙君主级的人物 其中最强的是新尊 在至高阶梯 可是闯到了第86阶 在君主中 都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 几位店主 居然也被李聘闯荡至高阶梯一事 给惊动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圣皇前来 距离我上一次直面圣皇真容 还得追溯到48万年前 一位为新神纷纷议论 望向元光 真命 万古节 是新尊几位人到圣殿副店主的目光 充满着敬畏 几位店主对李圣子 果然十分上心 居然亲自来观摩他 闯至高阶梯 云来朝几位店主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 眼中带着惊喜 以他们的身份 完全可以待在自己的宫殿 等待追随者 下属们的汇报 根本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能亲自前来 充分证明 他们对李圣子的重视 李圣子 终究是被那尊顶尖存在点名过的人物 尽管天眼教传来风言风语 但真正的强者 从来眼见为实 不会轻易听信他人的判断 这些谣传 反而能帮李圣子吸引到更多的目光 若他能表现出色 也能趁机博得一个更好的前程 梁秋跟着道 其他人亦是点了点头 天眼教的传言 对李皮尔言算是负面 但有正有负 才更具话题性 才能让李聘 进入更多大人物的视野中 如果说先前的他 只能吸引圣皇 那么眼下 因为天眼教那位法王的横插一手 说不定连天帝 都会将目光投到他身上来 就在此时 又有两道流光结伴来 是浩岩和万物则 这两人 万物则可是要是榜第七位的存在 离我人到圣殿道子 只有一不知差 在至高阶梯上 闯出了69阶的成绩 并且没有动骤光神器 如果给他持拿一件强大的骤光神器 其战力上限 怕是能够踏入骤光领域 浩岩虽然差了一点 但却在辽元榜排行第三 据说他从成就新神到修成巅峰日药 一共就用了280年 听上去似乎不及礼聘 但他身上的归虚之力 激进于无 至高阶梯的等阶 基本上相当于宇宙君主实力的前瞻 要是给万物则一件强大的骤光神器 在患上没有归虚之力的环境 他怕是能和宇宙之光正面交锋 这两人前来再度吸引了一阵议论 其中 作为副殿主之一的万古节 更是朝着两人招了招手 直接将两人叫到了身边提点 从这一点充分证明 两人在这位副殿主心目中的分量 于雪仙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低声道 想来这一次至高阶梯结束后 楼主在几位殿主心目中的分量 很快就会超过他们 云莱点了点头 毕竟楼主可是能上一族黑榜的存在 整个人到圣殿 有这种待遇的只有十三人 好严也好 万物则也罢 虽然优秀 却都不在其中 不错 而且礼聘可是修成了原始之高法的人物 再加上他手上已经有了一件骤光神器 不出所料的话 他最终应该能冲到不逊色于万物则的程度 顺利的话 甚至能够超过他 达到六十七阶 六十八阶 乃至六十九阶的地步 王浮云对李拼道显得很有自信 但一旁的玉璃 却忍不住问了一声 就不能到七十阶吗 他这个问题一出 王浮云 梁秋两人的表情 同时微微一致 而玉璃一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道 我忘了 七十阶代表着宇宙之光的领域 和六十九阶虽然差了一阶 但战力却相隔一大截 不错 王浮云点了点头 时至今日 能在至高阶梯上踏足七十阶以上者 仅仅四人 古渊 圣虚 洛神兮 和林天荒 反观卡在六十九阶的 足有十六人 尽管这十六人中 有好几个号称 只要有一件强大的骤光神器 就能冲上第七十阶 但他们倒是冲啊 不冲 就是冲不上去 这位天骄直言道 四合十六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两者间的差距 耐心等待即可 王浮云道 他表面上 还是信心十足 不过 再仔细分析了一下 李聘闯过第五十阶时 所用的时间 他意识有些忧虑 五十阶 用了半个月 虽然因为 龟须之力的原因 很多星神一场 生死搏杀 打上几十年 几百年 都很正常 完全靠刮杀斑 利用龟须之力 一点一点将对手磨死 但 至高阶梯这等上古 新界时期的产物中 可没有归虚之力 充斥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 李聘仍然用了半个月 才通过第五十阶 要么 他恰好遇上了 极其契合修炼环境的对手 要么 快到他的极限了 带着这种想法 王浮云耐心地等待着 而李聘接下来的考核速度 亦是渐渐验证了 王浮云的猜测 五十一阶 他待了二十天 到五十二阶时 他逗留的时间 延长到了一个月 五十三阶 更是用了两个月 眼下五十四阶 他顺利迈了过去 但耗时 却已达到了三个月之久 这等结果 不禁在人群中 引起振振哗然 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位李圣子 给我一种攀登不动的感觉了 一阶阶梯中 熬上几年的 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平均一下 就会发现 大家闯过某一阶的时间 往往都只有十天半个月 这种耗时 越来越多的情况 往往意味着 他快到极限了 五十四阶的极限 还是五十五 这又不是外界 存在归虚之力的生死搏杀 得确保力量完美掌控 在至高阶梯的世界中 他可以尽情施展 所有手段 而以他修成原始至高法的境界 心灵方面再差 至高阶梯六十阶 得走出去吧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 纷纷传来 原本对李聘信心十足的云来 于雪仙 玉璃等人 亦是不再说话 目光一眨不眨地 盯着第五十五阶阶梯所在的区域 似乎在期待着李聘再一次现身 并毫不犹豫地 迈向第五十六阶 在另一处 真命负店主 将目光从至高阶梯上移回来 不禁笑着道 看样子 真被天眼叫那位大罗明王说准了 这礼聘 须有其表啊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他会背负如此多的归须之力了 就是为了在几十年里 将修为提升到日要巅峰 以证明自己名副其实吧 他或许 还想利用自己原始至高法入门的境界 借至高阶梯 扬一波明切 结果似乎是高看了自己 这不 一上至高阶梯 马上原形毕露了 真命店主现在下结论 未免太早了 礼聘冲击至高阶梯的过程 又尚未结束 急什么 袁光反驳道 历届新神中 后机勃发者也不在少数 一些新神虽然冲击至高阶梯速度较慢 但最终的成就却一点不低 后机勃发 真命君主倾笑道 一个修炼至今不到两百年的日要 你告诉我 他哪来的积累 哪来的爆发 你也说了 他修炼至今才不到两百年 如此 我们自是该多给他一些宽容和时间 袁光道 要给你给吧 我先不奉陪了 照这个速度闯下去 他要达到我们心里预期的六十五阶得多久 八年 十年 我可等不下去 更何况 他究竟能不能到六十五阶还是未知数 如果最终到不了这个数字 我们甘等下去 那不是浪费时间 真命君主嘴角一弯 身为人道圣殿殿主 我们真的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吗 他的这番话 袁光自然无法反驳 万古节 世新尊两位殿主对视了一眼 道 既然礼聘 冲击至高阶梯的结果 短时间里还没有出来 那我们 且先回去吧 让下面的人盯着点 等他闯过至高阶梯后 具体是多少层 汇报上来便是 就先这样吧 继续等下去 也不是个事 两位殿主道 圣光听了 也不好再逗留下去 当下道 那就先等等 等结果出来 真命君主只是倾笑了一声 却并没有再说话 恭送殿主 好言 万物则 微微恭身 当下 四位殿主化身流光 消失在了至高阶梯外 看到四位殿主离开了 人群中自是再度传来一阵议论 亦是有不少昼光们离开了现场 这些离开的 一部分是在星火圣殿身居要职之人 不能长时间擅离职守 还有一部分 确实是感到失望 失去了观察下去的性质 当然了 离开的终究是少数 占了不足两成 看热闹的才是主流 不过场中的风气 却是渐渐发生了变化 众人对礼聘的预期 亦是一条再条 从65阶降到了64阶 63阶 等他接下来闯过55阶 56阶花费了更长时间后 众星神对他的最终预期 已经有跌破60阶的趋势 外界的变化 礼聘并不知情 此刻的他刚刚完成 进入至高阶梯第58阶 在四周环境变化之时 他奋出一道星神 看了一眼多出来的 好几个临时状态 完美境界4500万形态 01 完美境界5000万形态 01 完美境界5500万形态 01 完美境界6000万形态 01 最终 他由衷地再次发出一声感慨 至高阶梯 当真是炼击圣地 照这个趋势 他完全可以借助至高阶梯 将完美境界 刷到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力量极限 礼聘冲击至高阶梯的速度 一如既往的缓慢 越到后面 花费的时间越长 在达到60阶以后 所花费的时间 更是超过了整整一个新年 但至高阶梯周边的氛围 却渐渐诡异起来 这一点 从头到尾目睹了全部过程的云来 梁秋 王福云 于雪仙等人 最有感触 李聘冲 冲上至高阶梯57阶时 耳边回响的众星神评价时 就这 值得人到圣殿 为他大动干戈 还圣子呢 这位李圣子不给力啊 我上我也行 等到李聘冲上至高阶梯61阶后 风向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 马马虎虎 算是达到了我心里的最低预估了 老太太的裹脚步 再长也有个限度了 这应该就是 她的极限了 看在她不到200年 能有这种成就的份上 李圣子这个称呼 也算勉强配得上 而随着时间继续推移 尽管李聘 冲击至高阶梯 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 但当她彻底踏上至高阶梯 第66阶时 众多星神们议论的语气 已然彻底改变 踏上第65阶了 这种成就 放到这一届人道圣殿中 都名列前茅 圣子之名 名副其实 当真不愧为李天骄 我很久前就知道 李天骄不明 则以一鸣惊人 了不起 这么短的时间里 追上了人道圣殿 九成九的成员 就冲着这一点 谁再敢说 李圣子须有七表 我第一个不答应 刚才那个说 你上你也行的 你倒是上啊 这一次的议论声 持续了整整两个新年 但这两个新年里 却没有任何一位新神 再提前离开 不止没有提前离开 甚至有更多 原本早已离开的新神 重新加入了 等待的队伍中 对只要不外出闯荡 不轻易提升 修为的新神来说 他们拥有 无限的生命 为某个热闹 别说耽误十几年了 就算几十年 上百年 几百年 都不算什么 何况 李聘身上 本身拥有着 巨大的话题性 甚至传奇性 尽管李聘 冲击至高阶梯的速度 极其缓慢 可弄不好 他将创造一个 震惊世人的奇迹 这些有空闲的新神 自是无论如何 都不愿错过 嗡嗡 两个半新年后 至高阶梯第66阶上 李聘的身影显现 而在他显现的刹那 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 猛然自人群中传了出来 闯过了 他居然闯过 至高阶梯第66阶了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强大的李聘殿下 居然冲着 至高阶梯66阶 这一刻 整个至高阶梯 都将因他而闪耀 凭此战略 李聘圣子 足以冲击道子之位 如果他不是借助 咒光神器 才走到这一步 要是榜前二十 都必然能有他一席之地 欢呼夹杂着震撼 迅速在整个至高阶梯 外围撤响 动静之大 就连刚从至高阶梯 显现出来的李聘 亦是忍不住 朝人群方向看了一眼 目光所致 几乎每一个察觉到 他目光的人 都是面带激动 敬畏 一些人 甚至由衷地恭敬起来 不过正沉浸于 这种突飞猛进修行中的李聘 却并没有在外久待 自六十六阶现身后 他几乎没有怎么休息 再度踏入第六十七阶 这让腾空而起 似乎想和李聘 说些什么的王福云 不得不停了下来 又进去了 六十七阶 他也有把握 李圣子 他该不会是想一口气 冲到第六十九阶吧 如果真能冲到第六十九阶 那也太不可思议了 整个人道圣殿 能到这种程度的 仅二十位 这意味着他的最高战力爆发 已经达到了人道圣殿前二十的地步 到时候 原本要更新的黑榜 怕也要重新考虑他的排序了吧 雨雪仙 云来 梁秋等人 纷纷开口 别说六十九阶了 就凭他现在六十六阶的成就 就足以让一族 对他的排行重新斟酌了 王福云身形落下 望着至高阶梯的方向 常常吐出一口气 别忘了 他修行至今 尚不足两百个新年 哪怕身上背负了一些归须之力 也掩盖不了他修行时间 短暂这一事实 不出预料 他的黑榜排名 甚至会进入前八十 此话一出 几人一个个眼瞳大张 前八十 那岂不是 比范靖天他们还高了 下一次榜单更新 他将直上星火榜第二 第二 要不是三千尘世太过妖孽 放在上一届 包括上上一届 他的这种成就 位列榜一都不成问题 王福云由衷道 我猜测过 礼拼到了人到圣殿 必然能够光芒万丈 惊艳世人 只是我以为 这一天可能需要等千年后 至少也是百年后 没想到 他来得如此之快 他顿了顿 有些感慨 也有些期待 弄不好 百年 甚至几十年 属于洛神西 及四大巨头的时代 就将结束 人到圣殿 将迎来礼拼的时代 几十年 百年 哪怕人到永昌 计划那些天骄们 也只敢喊出 百年新神 千年日要的口号 眼下 王福云居然称 百年 几十年 将迎来礼拼的时代 这简直是 六十七街 礼拼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一次的战场 是一座大陆 一座纵横 有上千万里的大陆 且这座大陆的物质结构 能量结构 十分稳定 若将一块巨石 搬到外界 怕是能够压他一颗星球 至少相当天地级 存在的本体 礼拼很快给出了精准判断 连天地级本体的环境 都能模拟出来 可见至高阶梯的强大 可惜 至高阶梯 用于提升完美境界的掌控 十分合适 但 就和太初世界一样 缺乏了对心灵的刺激 由于内心深处知道 这只是一次考核 并不会有生死危机 来激发所有心灵潜能 所以 与心灵修行 并没有帮助 就像一些训练场 能提升技能 熟练度 却不提升升级经验一样 对一些验证所学的人而言 用处极大 可对那些 已经达到个人极限的心神来说 却如同鸡肋 虽然不算十全十美 但仅靠着能模拟任何对手 环境的这一能力 至高阶梯 便无愧于顶尖至宝 在礼拼打量环境的同时 前方虚空被突兀撕裂 下一刻 一道见光 以超越空间的速度 轰击而至 那种对空间 时间的扭曲 恍惚中 仿佛让人有种直面天地的错觉 不 不是直面天地 而是天地清传 是的 至高阶梯67阶 模拟出来的对手实力之强 已经达到了天地清传的级别 某种程度上 甚至媲美尚未晋升 骤光时期的天地 好在此刻的礼拼 正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这一剑降临的刹那 他已经心有所感 一记致点剑翼 直接甩了过去 然而 面对这等媲美又年天地级的考核者 致点剑翼第一次失效了 致点剑翼在即将崩塌虚空时 仿佛被凝制了那么瞬间 就这么0.01秒不到的刹那 那道剑光已经绕过致点剑翼的阻拦 直接点沙至礼拼身前 绚烂璀璨的剑光将他眼前的世界全部充斥 挡不住 除非他动用若西剑 否则 挡不住 但他在至高阶梯耽误十几个新年 本身就是为了借助至高阶梯的力量魔力自身 若是依赖外物 如何能达到魔力自我的效果 顷刻间 他进入超级现态 且是所能支撑的最强超级现态 伴随着致点剑翼的释放 他眼前的空间仿佛被一举撕裂 使得他演绎出类似于圣皇穿梭虚空般的神意 在这一剑即将贯穿他身躯时 生生地自剑下穿梭而出 饶是如此 那一剑上蕴含的能量 仍然崩裂了他的神体 他的神体足有十分之一灰飞烟灭 没等他来得及反应 这尊如若天地清传般的模拟对手 已经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身形扭动 人间合一 再度杀制 那种反应速度 就好像两者间对时间的理解 根本不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一样 他属于加速后的事件 而他 一直维持着慢动作被动反击 根本来不及扭转局面的礼拼 不得不再度以置点建议崩乱空间 再一次在这尊模拟出来的天地清传面前 逃离剑风笼罩 可这样一来 却是更加让他深陷险境 照这个趋势 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劣势将越阔越大 直至在避无可避时 被这尊模拟出来的天地 清传一箭终结 这就是我的极限了 礼拼有些欣喜 极限 利用至高阶梯 他俨然测试出了现在所具备的极限 在不动用骤光神器 大到之光状态下 所处的真正极限 至高阶梯66阶 既然已经得知了自己极限所在 下一步 打破极限 超越极限 道径轮回 至高秘书 道径轮回 作为至高秘书 即便尚未圆满 其威力仍然远超 置点建议等攻杀法门 随着这门秘书施展 礼拼的心灵湖泊 有如荡漾出一道涟漪 一袭中 在那涟漪之下 似乎有一道身影 睁开了眼睛 朝他看来 一如过去时 他在某一天 去展望未来 当两者交汇的刹那 过去眼中的未来 变成了现在 虚幻和迷雾悄然消散 猜测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宛如 自虚幻的过去眼中 走出真实的自我 真实的自我 礼拼的目光 和道径轮回 秘书凝聚出来的 过去的 他目光交汇 这一刻 两者间的思维 意识 存在理念 似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 交汇在一起 就像是两道特殊的轨迹 过去的我 礼拼精神 仿佛有一丝恍惚 尽管他一次次 改良了道径轮回 这门秘书 甚至使其成为 虚数空间的 奠基法门之一 但 当他第一次 倾尽全力 施展这门秘书时 思维仍然产生了一种 时空性的跨越 他就像看到了 过去的他 那个生活在地球 因少年遭遇 感叹生命脆弱 走上超越极限 生命进化道路的自己 那个选择五道 在五道之路一步步走下去 却因无名师指点 哪怕将自己的身体彻底练废 仍然不愿止步 直至死在报单前的自己 那个时候的他是他 现在的他 也是他 但又不是他 两者间的变化 何止一丁半点 如果带入气韵命运等概念 现在的他 完全可以轻松安排那个时候 他的一切气韵 一切命运 甚至可以让一颗星辰上 亿万生灵的意志 遵循着他的意志运转 构建出一个 以他为主角的世界 两者间 没有任何比较的可能 所以他说 那个时候的他是他 也不是他 突兀 礼聘的思维一致 是我 也不是我 他脑海中 似乎蹦射出一道 前所未有的灵光 似我 非我 真我 本我 虚无大地赠予的那册 五道点级上提及的 真我 本我 在这种仿佛 扶置心灵般的顿悟下 他突然感觉到 这册五道点级 和他所改良过的道径轮回 居然存在着极其惊人的雷同 窥破真实 得见虚无 以虚无为真 本我为存 脑海中闪过先前 不止一次生出过的 兼修无上法的念头 整个人族 真正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一人 红天 军天 他们一分为二 又能合而为一 一如真我 本我 又如似我 非我 映照过去 现在 过去 他看到了那个时候的自己感叹生命 毅然走上生命道路的决然 恍惚中 他还看到另一个人 一个同样是因家庭剧变 感触生命脆弱 最终毅然抛下一切 走上生命进化的五道之路 那个人 那本五道传承的书写者 李秋仙 在他身上 他看到了他的影子 好 好 好 他知道 这些都只是他心灵震动产生的幻想 又或者说是大脑 对某个人物形象的补充 实际上 他根本没有见过李秋仙 亦是不知道 此人的具体事迹 但此时此刻 这一切 都不重要了 他只需要知道 无道不孤 李聘感受到了一种 无与伦比的喜悦 这一刻 他只想放声大笑 哈哈 李秋仙 就让我 将你 将地球的我 作为我过去的起点 以成就真我 让我们一起 融合过去 成就现在 超越未来 追寻真正的终极 永恒 一窥命运的奥秘 在他放声大笑之际 心灵 思维 意识 在这一刻不断升华 直接将到近轮回这门改良过的 至高秘书理念 攀升到极致 超越 超越永恒 超越终极 直至洞彻一切之音 一切之 碰 李聘话没有说完 身形崩灭 生死搏杀 他突然顿悟 身形动作 亦是不由自主地慢了一分 这一分 却是被那位负责考核他的天地 清传抓住机会 瞬间将他所在的空间 切割成无数碎片 翁翁 他的身形 随着空间被切碎 亦是彻底湮灭 直接被传送到了至高阶梯外 等李聘回过神时 他人已经出现在了至高阶梯下 这种环境变换 让他心灵前所未有畅快 通透 澄澈的他 微微一正 他的骤然出现 亦是第一时间 吸引到了 场中所有人的目光 不过此时 李聘显然顾不得那么多 这一刻的他 只想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此地 完成升华 彻底将到进轮回 修行圆满 修 一念至此 他的身形化作流光 刹那间消失在了至高阶梯外 出来了 是李聘 他被直接传送到了至高阶梯外 这是冲阶失败了 李聘被传送到至高阶梯外的第一时间 就有心神发出了惊呼 不过没等他们来得及有任何评价 李聘已经直接化光离去 这一幕倒是让那些振奋 欣喜的心神有些意外 怎么走了 只不如至高阶梯第67节 这种成就也已经十分惊人 放眼整个圣殿拥有这等成就者 几乎数得过来 他被人到圣殿直接列为圣子 名副其实 只要他维持这种速度 继续成长下去 成为综合排行前十的道子 亦绝非奢望 有这种成绩 对任何人都算有个满意的交代了 怎么一出来就直接走了 难道李圣子对这个成绩不满意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紧跟着响起 梁秋、王福云与雪仙等人面面相去 亦是生出了同样的念头 66节不低了 放眼人到圣殿 绝对撑得上耀眼 可搂主他 与雪仙有些不解 倒是王福云联想到自己和李聘的接触 以及对他的了解 思存到 或许是李聘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他这种成绩被几位副殿主任命为圣子 任何人都挑不出半点毛病 人到圣殿甚至还应该欣喜 人族未来必然又会多出一尊昼光 乃至君主 但李聘他 可是曾经被主宰点名过的人物 如果以至高清传为例 此话一出 几人恍然大悟 至高阶梯从66节开始 模拟出来的对手处于什么样的水准 众人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从65节以后 每一个被模拟出来的对手 已经足以入天地法眼 67节 天地清传的可能性超过三成 无论李聘在67节遇到的对手 算不算天地清传 可都意味着一个事实 那就是 他现在的实力 潜能 相较于天地清传来 都还逊色一筹 充其量 就属于圣皇清传中 比较优秀的存在 连天地清传都够不上 还谈什么至高清传 主宰清传 原本憋着一口气 想要证明黑渊主宰看错了他的礼品 冒着背负上归虚之力的风险 在成就心神后突飞猛进 本想一鸣惊人 甚至告诉黑渊主宰 诸多至高 他的天赋 不差 结果 却是连天地清传都有所不如 这让他深感失望的同时 自然也摸不开脸面 于是 匆匆离开 没有在至高阶梯外 有半分逗留 想到这 王福云几人对视了一眼 好一会儿 这位在人道圣殿 名列前茅的天骄才道 且先看看吧 如果李聘 接下来一段时间闭门不出 我们就别打扰他了 让他自己一个人 好好静静吧 云来 与雪仙几人亦是点了点头 道士一旁的玉璃 面容苦涩到 李聘虽然没有达到天地清传的层次 但 圣皇清传的标准 已经符合了吧 圣皇弟子啊 我们这些人 如果有一位昼光 愿意出面收我们为徒 教导我们修行 我们怕 也会第一时间欣喜拜师吧 可李聘 超越昼光 君主 俨然达到圣皇清传的级别 却还大失所望 我们 他本想说 他们有什么资格为他伤心 可考虑到双方不错的关系 他这番话 终究没有说出口 不过经他这么一说 王福云 与雪仙 云来几人 亦是反应过来 是啊 人家至少混到了圣皇清传的水准 协制高阶梯66阶的成绩 去拜师某位圣皇的话 成功率很高 他们呢 要求不高 倒是有个昼光出来 收他们为徒啊 可惜 没有 他们倒是操哪门子心 年薪十万的人 晚薪年薪千万的人 升职失败 措施年入过亿的岗位 人家就算升职失败了 照样能年入千万 用得着你惋惜 尤其你这个年薪十万还是税前 而别人的年入千万 说不定还有各种方式逃税避税 诸位 李天娇当年和我们同入天狱世界时 不过神圣之境 眼下他已成日耀之巅 且在至高阶梯走出66阶 反观我们 这么多年来 几乎没有多少长进 我们还是反省一下我们自己 是不是修行不够努力 为什么至高阶梯的成就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增长 王福云沉声道 其他几人听了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当下 几人亦是没有在至高阶梯外 逗留下去 纷纷离开 而王福云等人能够猜测到 李聘匆匆离开 是对这个成绩感到不满意 其他人亦是很快想到了这一点 虽然没有见证奇迹的诞生 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但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奇迹 李聘的发挥 已经很不错了 超过了很多人 65阶以内的心理预期 只是因为 先前他那近乎主宰清传的身份 让他们对他的预期过高罢了 可如果李聘真的能够符合 他们的预期 他就不会来人到圣殿了 而是直接成为了 黑渊主宰的清传弟子 因此 这场至高阶梯 不代表什么 带着这种唏嘘 感慨被李聘吸引而来的众多心神 包括咒光 意识纷纷离开 一场本该出现的狂欢 以一种预料之外 但仔细想想 又属于情理之中的结果下 平平淡淡收场 人到圣殿 袁光第一时间接到了梁秋传来的信息 66节嘛 他看着这个数字 神色中有些惋惜 又有些释然 惋惜的是 李聘的表现并没有超出他们预料多少 不属于那种能惊艳世人的天骄 释然的原因同样如此 确确实实称的上人到天骄 拜师圣皇够资格了 甚至 如果某位天帝心情好 看他比较顺眼 收入门墙亦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 离他们先前减漏的心理预期 却还差了一大截 不过也是 主宰的漏有那么好减的吗 还是你觉得 你的眼力能比主宰更高 尤其是黑渊那种 据说还在兼修无上之道的主宰 摇了摇头 圆光将目光放到另一份神情上 大眼盘 这种天赋 刺下这等顶尖骤光神情 哪怕礼聘有立功的因素在里面 仍然只能算是达到摩棱两可的水准 这也是真命店主会大力反对的原因 唉 要是礼聘能够闯到至高阶梯69阶就好了 真命 万古节 是新尊几位店主 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但现在 怕是又得有一番扯皮 私存着 圆光倒也没有放弃 继续替礼聘争取一下的意思 毕竟不久前 真命可是说了 只要礼聘能闯过65阶他就不再反对 66阶 说服力比65阶来还要高一分 他都已经将事情推动到这一步了 自然得再坚持一下 迈出这个人情 道径轮回 修炼势中 礼聘神色凭劲淡然 他感应着心灵深处的那一道身影 一步一步向他走来 最终和他合而为一 他的过去成就了他的现在 正是过去的一切 促使他走上了生命进化的道路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也就是 在两者融合之际 礼聘心灵升华到了一种全新境界 一种 真灵 礼聘到了一生 他能清晰感觉到 心灵的蜕变 这一刻 整个心灵中再无半分迷障 清晰透彻到 仿佛能够映照一切 这就是真灵 完成闭环后的心灵 进一步蜕变后的境界 也就是从宇宙生命 正式迈向终极生命的关键 自此开始 修炼者几乎不再会被心灵的迷茫困扰 到了这个境界 只需要再向前迈出一步 让真灵可以如同常态一般 一直维持激活状态 恒定不变 即便此刻离开心界 返回宇宙星空 心灵照样永不退转 从而维持永生不死 一记寿元大限 自此不复存在 终于 凝聚真灵了 李聘由衷地感慨了一声 不容易 甚至 在凝聚真灵境界前 他还没有太多征兆 可借助至高阶梯 借助一场极限之战 突如其来的顿武 他却是一口气 迈入了这一领域 难怪很多人都 无法对外解释 凝聚真灵的过程 这个境界 完全遵循于修行者的内心 唯有心灵触动 引发升华 蜕变 才能完成真灵的凝聚 而到底什么情况下 能够让其心灵触动 谁也说不准 想不到 我的心灵触动 居然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时 超越极限 仅仅是无道不孤四个字 礼聘凝撕着 紧接着 心神凝聚到了心灵深处 此刻的心灵深处 已经不再是一弯平静的湖泊 而是一个人 一个完全由光芒组成的人形 依稀可以看出 上面属于他的模样 这就是真灵 当他的心灵沸腾到极致后 真灵的力量 就会激活 释放 映照出绚烂光辉 到时候 嗯 李聘感知着自己的真灵 隐隐觉得 和他理解的真灵 好像有那么一丝不同 下一刻 他直接利用道径轮回秘书 将真灵激活 一种无法言语的奇妙感触 涌上心头 他就像是和真灵分离了一样 真灵周边的一切 变得不再真实 犹如从真实世界 变成了电影世界 书画世界 但这个电影世界 书画世界 又是那么真实 真实的 就是他此刻所经历的一切 李聘名神 集中在真灵周边 这一刻 真灵映照着外界的一切 就像他仍然在修炼室中修炼 但 在触及真灵映照的世界时 人们所理解的过去 不再是一个实际意义的形容名词 而是变成了一个可被输写的尺度 在这种尺度概念下 当他集中于真灵周边映照出来的世界 他才赫然发现 时间仿佛凝制了 不是现在的时间 而是前一秒 前两秒 前十秒 前一分钟 前十分钟 乃至前一小时 一天 一个月 一年 十年 百年 一切的一切 全部停滞 他的过去 也就是他所经历的一切 就像一侧侧书籍 一侧侧图画 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 他可以无视时间的影响 尽情地畅游在这片 完全由过去组成的书籍 图画中 尽管这些书籍 图画 几乎都是 以他为中心演绎的 不涉及到他以外的变化 但在这一刻 他却能化身为过去 这一段时间的掌控者 亏去到过去一切 未曾触及到的秘密 若是将这种能力 用于战斗 当别人致命一击 即将命中他时 他可以激发真灵 进入类似于 时间停止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 但凡已经发生了一切 包括敌人 已经打出来的这一击 全部按下了暂停键 他可以自由地分析 这一击中 蕴含着什么样的威能 又该用什么方式破坏 直到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或者真灵难以维持时 过去的时间流速 才会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战斗 除非敌人的实力 对他呈现绝对无解的压制 否则 在强大的对手 在他面前 都难逃被击溃的结果 降维打击 这是真正如同 降维打击般的效果 直接通过时间尺度 来左右事件的结果 战斗的发生 从而让其遵循着 自己想要的方向运转 我的真灵 李聘感受着这些变化 其他骤光的真灵 通过洞悉他们智慧生命的心灵变化而瓦解 预判对方所有攻击手段 而我 却是完全洞悉过去 洞悉一切已然发生 既成事实的一切 两者间存在差异 但 他激活真灵后 衍生的神意 明显更在其他骤光映照心灵之上 有了真灵 下一步 便是以真灵为极限 再度提升能量和能及 相较于心灵之力 真灵对力量的掌控 容纳上限 明显要高得多 心灰也好 日要也罢 所能容纳的能量上限 只有400万 能及上限只有10 而真灵 能及上限高达100 若是成就君主 所能动用的能量强度 更是会从400万 飙升到1亿 仅仅从明面上的倍率差距 就可以看出 彼此间的实力差别 更别说真灵之力 对上心灵之力 还有洞悉一切的优势 不过 一亿的能量强度 一百的能及 也是骤光这个大境界 所能掌握的力量极限 哪怕圣皇 天地也不例外 为何君主到圣皇 在至高阶梯上 要从80阶走到90阶 可圣皇到天地 又只需要从90阶 走到95阶 就是因为 骤光到君主 是能量掌握上的飞跃 而圣皇 天地 仅仅是因为 掌握了空间之力 和时间之力 利用这种君主所 未曾掌握的力量 将自身战力成倍放大 实际上 他们所掌握的能量强度 能量等级 仍然局限于 一亿 一百之数 抛开空间之力 和时间之力的因素 一尊最巅峰的君主 和天地 并无区别 成就骤光的两个前置条件 一个 是凝聚真灵 另一个 就是领悟起点之力 只有借助真灵之妙 再领悟起点之力 才能将能量进一步压缩 打破十倍能级的智骨 提升到一百倍能级 其他真灵们 在这一步会怎么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 李聘稍稍一挥手 凭借自身早就领悟的宇宙起点之境 两股能量在他面前坍塌 融合 朝着一道宇宙起点演变 当这两者的坍塌 融合过程有些不稳定时 他激发真灵 透过对过去的观摩 抽丝剥茧地进行改良 优化 如此 一次次是错 一次次尝试 不多时 这两股能量 已经更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 化为一个黑暗质点 如果此刻 他将这个黑暗质点丢到物质世界 他将轻而易举地吞噬一颗星球 一点渣渣都不会剩下 成了 李聘稍稍集中心神 扫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能级 十点零一 对巅峰日要来说 几乎难以跨越的智谷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打破了 而几乎在察觉到 李聘能级发生变化的第一时间 如同十五六岁少女形态的莎莎 投射到了修炼室中 殿下 您这是 他看着李聘那凝聚而成的两股能量 俏丽的小脸上满是惊恶 如你所见 李聘遗憾地叹息了一声 我晋升昼光了 昼光 哪怕事实就摆在眼前 并且杀杀数据库中的数据对比 亦能证实 这些征兆和成就昼光 几乎一模一样 但 他仍然有些惊讶失声 冲击了一次至高阶梯 就到昼光了 一个昼光 对莎莎这等层次的智能生命来说 他见过太多 太多 但眼前的李聘 他成就新神 才过去多久 他达成日药 又用了多少时间 眼下 居然又跳到了昼光 这 这也太快了 莎莎忍不住道 是啊 太快了 李聘 意识深感惋惜 这就昼光了 他将注意力集中到 自己在刷出来的一排状态 完美境界 五千五百万形态 零 一 完美境界 六千万形态 零 一 完美境界 六千五百万形态 零 一 完美境界 七千万形态 零 一 这些 都是他辛辛苦苦借至高阶梯练上来的 结果现在 都用不上了 可惜了 李聘感慨了一声 我的修为提升太快了 别说一族一次次 因为我修为境界的突破 不得不改变计划 到后来 甚至不得不放弃刺杀我的行动 就连我自己的计划 都被我提升太快的修炼速度给打破了 他还想着 和人到圣殿的天骄门争锋 从星火榜第一 到燎原榜第一 再到钥匙榜第一 一级一级地打上去 现在倒好 凝聚真灵 净声咒光 没戏了 莎莎听着李聘的语气 一时间压根不知说什么好 可紧接着 他却又如同意识到了什么 咒光 咒光 他突然看着李聘 您修行至今 尚不足两百年 这个纪元的万族争霸赛 您或许可以以天骄组的身份 出席比赛 为整个人族 争夺荣耀 万族争霸赛 礼聘一正 好像在哪看到过 当然 这是任何一个宇宙文明 不可避免会接触到的信息 涉及到整个人族宇宙所有文明 这种一季一介 关系到整个人族下一季发展的大赛 当他举办时 整个人类所有疆域 国度都会投入百分百的关注 所有修炼者 心神 都会守望赛事 为每一位胜利者而欢呼 莎莎说着 补充了一声 这个纪元的万族争霸赛 就在104年后 我也是根据您的性格 喜好 以及对修行道路的选择 才会给您提出这个建议 说说看 李聘道 你应该知道 浩瀚宇宙 智慧生命最大的敌人 就是虚无阵营的虚界生命 虚守 这是所有存在阵营的个体 几乎无法避免的宿敌 为了对抗虚无阵营 所有存在阵营 必须团结起来 面对这个恐怖的对手 莎莎说着 虚守一挥 然而 即便在人族内部 都难免争权夺利 更别说存在阵营 是由诸多种族联合组成 这个松散的存在阵营 除了我们人族以外的 八大至尊种族 次一级的顶尖种族 亦是不计其数 这些势力间不同的世界观 价值观 族群观 使得他们即便有 虚无的威胁 仍然难免爆发冲突 像我们人族和神族 虚空族等等 李聘点了点头 人族和神族的矛盾 几乎已经达到了 见面就得死磕的地步 很难想象 两族究竟要如何联合起来 对抗虚无阵营的入侵 所有存在阵营的 生灵都明白 如果真让虚无 肆无忌惮的蔓延 整个宇宙所有存在的 痕迹和概念都会被抹除 万事万物的一切 都将归虚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各族间 究竟有什么矛盾 无论亿万年来 又积累下了 怎样的仇恨 大致对外这个共识 却仍然达成了 而为了解决 种族和种族间 出现巨大矛盾 无法调和的问题 万族争霸赛 应拟而生 莎莎沉声道 各族所有强者汇聚一堂 将所有矛盾摆上台面 于万族争霸赛的舞台上 一决生死 败者退让 无条件接受圣者的要求 包括 但不限于疆域 人口 资源 传承 包括但不限于疆域 人口 资源 传承 连这些都拿出来了 失败者 岂不是相当于任人宰割 李聘道 确实如此 莎莎点了点头 一个种族的强弱 从其年轻一代 基本上能看出一二 当一个种族的年轻一代 被摧枯拉朽般毁灭时 其成年一代 也强不到哪去 即便真的不差 大不了把时间线拉长一些 当年轻一代持续几十计 几百计 几千计被灭杀时 这个种族的高手 必然断层 其势力亦会被削弱到极致 其他强大的种族 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将那个弱小的种族 直接吞并 李聘听得莎莎的描述 已然意识到了 万族争霸赛的残酷 由于虚无阵营的威胁 万族争霸赛 显然不可能让至高 甚至天地 圣皇下场拼杀 所以 这场争霸赛的参赛选手 分成两种 一个是天交赛 所有参赛者的年龄 不能超出一千新年 另一个组霸主赛 年龄限制为遗迹 莎莎说着 很快将资料一一投射出来 遗迹这个时间节点 为何如此重要 人道圣殿中人 为何喊的口号 亦是千年成日药 遗迹眼昼光 便是这个原因 人道圣殿也好 乃至整个人族 年轻一辈的修炼者也罢 都已能够参加万族争霸赛 并顺利胜出为最高荣耀 甚至 这尊智能生命的语气 微微一顿 一味有望在霸主赛 问鼎宇宙霸主宝座的 无上天交 其分量 凌驾于圣皇 乃至天帝之上 尤其是 涉及到核心利益竞争时的霸主 为了确保其安危 甚至会有圣皇 乃至天帝不惜牺牲性命 也要确保其安然参赛 天交 霸主 李聘一边聆听着莎莎介绍 同时翻看着他投射出来的资料 总比赛模式 有些熟悉 天下第一舞蹈会 不过 相较于比较素雅的天下第一舞蹈会 万族争霸赛每一场战斗的胜负 俨然足以左右一个种族的兴衰 每一个参赛选手都背负着极其沉重的使命 为了胜利 每一个参赛选手都会赌上一切 死亡 归须之列 几乎每一场万族争霸赛的胜负 都是以其中一方死亡或者归须告终 同归于近 玉石俱焚的比赛结果屡见不鲜 以前的你虽然表现得极其出色 但相较于万族争霸赛仍然差了一筹 毕竟 哪怕天交赛 参赛者中咒光数量也超过三成 剩下的七成中 每一个意识都掌握着强大杀招 莎莎说着 顿了顿 就是只能够完美掌控的力量不够 却能爆发出玉石俱焚的攻击 就像你 在闯至高阶梯前 完美境界才四千万 可如果以置点建议 若西建 引动宇宙大爆炸般的攻击 最终的战力爆发 绝对能冲到一亿以上 那类参赛者 每一个都是如此 并且爆发的战力上限 可能不止一亿 他们 几乎就是 被当作天交赛的耗材培养 他看了李平一眼 不出意外的话 随着你这一次在至高阶梯上展现出来的潜力不尽人意 怕也会有人找上你 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 李平微微抬头 不错 莎莎微微汉手 很残酷 但这却是事实 说到这 他顿了顿 当然 充当好财这种事必须自愿 逼迫的话 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 你可以拒绝 不 李平详细翻看着 关于万族争霸赛的种种介绍 天交赛也就罢了 当他看到霸主赛 一位为宇宙君主 及存在亲近权力进行的生死搏杀 是归须之力于无物 也要杀死对手的决绝 惨烈 他有一种感觉 一种 沉寂多年 血 要重新燃烧起来的感觉 哪怕此刻的他 处于神体状态 身躯属于最紧密的黑暗置点结构 根本没有血液一说 这很有趣 李平道 莎莎并未感到意外 这么多年的相处 他自存已经了解了李平的性格 也明白 他拒绝不了万族争霸赛 以往 他虽然年轻 但想要在万族争霸赛中 展露头角 哪怕仅仅是天交赛中 展露头角 都希望渺茫 但现在 他已成就昼光 天交赛中 仅三成比例的昼光 希望 已经大幅提升 更何况 黎万族争霸赛 还有104新年之久 尽管104新年 即便放到天交赛的年龄限制上 都仅仅占据总时长的十分之一 但 以李平的成长速度 这104个新年里 如果被上面重点培养 未必没有希望 修成宇宙君主 要是能达到宇宙君主之境 天交赛上 几乎能十拿九稳地斩获一胜 为整个人族 获取一份巨大的族群利益 给我万族争霸赛的详细资料 李平道 好 莎莎微微汗手 此外 等殿下 您稳定现有境界时 最好再去闯荡一次至高阶梯 至高阶梯66阶的成绩 想要获得出席万族争霸赛的名额 恐怕还差了一点 66阶不够吗 李平听了 倒也不例外 万族争霸赛上骤光占了三成 而骤光 放到至高阶梯 怎么着也能有71阶 72阶的水准 再加上每一位参赛者 必然被重点武装 赐予一件件强大神器 75阶以上 才属于正常标准 他这个66阶 确实差得远 我且沉淀几年 等能及上去 便再去闯一次至高阶梯 66阶 人到圣殿的一座山峰上 第一流不断念叨这个数字 他已经烦躁了很长一段时间 李平在至高阶梯上 展现出66阶的实力 这个数值不高不低 不上不下 要说他弱 这个成绩 即便他也没把握能够战胜 可要说他强 66阶也没有强大到 让人心生绝望 无法战胜 毕竟李平可是领悟了 宇宙演化的人物 在没有归虚之力影响的 至高阶梯 表现出来的成绩偏高 所有人都有心理准备 真正让他犹豫不决的 还是李平这一成绩 带来的名望变化 连天地清传都不到的潜力 使得他即便战胜了李平 也无法真正进入一尊尊大人物的视野 而他想要逼迫李平出手 又得拿出那份机缘 胜了也罢 若是败了 得不偿失 好一会儿 敌一流才叹息了一声 罢了罢了 李平身上之所以背负如此多的归虚之力 显然就是因为他境界高于掌控 一不小心就会释放出超出可掌控的力量 但也能分析出 他的战力确实极强 他靠坐在位置上 若我真的约战他 一旦将他逼急了 他释放出宇宙演变级的攻击 哪怕没有真灵增幅 我也抵挡不住 最终 他胜了 却背负上大量归虚之力 我败了 还平白失去一道机缘 两败俱伤 想到这 他释然了 他手一翻 一枚令牌出现在手上 这 赫然是龙元道场的令牌 每当被称之为 世纪之战的万族争霸赛 即将举行时 至高 主宰们就会变得活跃 活跃程度 和这一季要争夺的利益 要化解的矛盾有关 时不时 一些并未加入任何种族 阵营的至高 主宰也会抛出一些机缘 像龙元道场令 就是到原至高900星年前 流传出来的令牌 发放方式未知 得令者全凭气韵 机缘 任何人持此令牌 可在万族争霸赛开启的百年前 往龙元道场听到十年 尽管只是听到十年 但对无数星神来说 这可是一个能够得见 至高的宝贵机会 如果他们 在那十年里能够表现出色 会不会被至高看中 会不会被至高收为弟子 哪怕仅仅那么一丝希望 可有希望 总比没有任何希望好 第一流知道 李聘在打听 道原至高的消息 而他又在当年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这块令牌 正因如此 他先前才敢言辞 凉凉地称自己 如果挑战李聘 他必然会印下 可现在 没必要了 师兄 师兄 就在第一流 即将放弃 对李聘的挑战时 一个身材壮硕的男子 匆匆赶了过来 他看着第一流 快速到 虚空族的黑榜出来了 虚空族 第一流眼神一亮 快让我看看 人族以外的 另八大至尊种族 每一族都有黑榜 哪怕和人族关系不错的 智能生命一族 也不例外 毕竟 关系好是一回事 竞争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相较于 其他种族排出来的黑榜 人类种族最重视的 却是神族 虚空族 特殊生命联盟 列出来的黑榜 尤其是人族大敌 神族 重视度位列第一 我们人到圣殿 有多少人登灵前百 九人 男子快速到 这次榜单 我们人到圣殿 位列前百者为九人 九人 敌一流一正 上一轮还有十二人 这一次若加上礼聘 应该是十三人才是 怎么变成九人了 或许是因为 万族争霸赛将近 很多人开始展露锋芒 排名提升了不少 壮汉猜测到 万族争霸赛 只有弱族 才会选择韬光养晦 以期在关键利益上 一鸣惊人 强族往往会选择 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强大 从而达到不诈 屈人之兵的目的 或许会隐藏 那么一两个杀手锏 但绝大部分人 在争霸赛开始前 都能做到锋芒毕露 若其中有人选择了 参加万族争霸赛 整个人族将于 所有的宇宙文明 都会使他们为荣耀 要是他们 还能在他们设计的 利益关键上胜出 他们相当于 能成为人族的英雄 哪怕天赋不够 成为至高清传 亦非奢望 最差也能被天地 收为弟子 作为族内栋梁 悉心培养 各种资源赐予 亦会接踵而来 以表彰他为争夺 人类利益 所做出的贡献 九人啊 第一流 看着上面九个名字 三千尘世 古渊 圣虚 洛神兮 林天荒 几人都在 另四人 分别是范静天 万无牙 冷轩 李聘 李聘 他的目光在这个名字上停留了片刻 紧接着 突然道 李聘 四十九位 四十九 壮汉也是愣了愣 我没注意 就扫了一眼 匆匆到师兄你这里来了 四十九 怎么可能是四十九 第一流的目光 直接越过 威亚人到圣殿的洛神西 朝后方望去 林天荒 五十八位 降一名 古渊 六十五 比上一次排名 降低了四位 胜虚 六十九 降低两位 剩下几人 都在八十开外 勉勉强强 登上黑榜 说不定下一届 或下下一届 就跌下去了 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李聘 怎么可能排到四十九 他在制高阶梯 才走出六十六阶啊 整个人到圣殿 制高阶梯 走到六十九阶的 都超过了二十人 可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上榜 反观李聘 六十六阶 黑榜四十九 第一流只感觉一阵匪夷所思 会不会是捧杀 壮汉猜测着询问 捧杀 第一流沉声道 黑榜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势力 而是综合性的悬赏榜单 还是具备一定的可信力度 如果是捧杀 付出的悬赏代价 未免太大 说到这 他语气微微一顿 而且捧杀的问题更为严重 要知道 即便我们人道圣殿排行最高 已经上升到十三位的洛神西 也从未享受过这种捧杀待遇 能让虚空族对礼聘用上捧杀手段 充分证明 他在虚空族心目中的重视程度 比我们看到的更高 壮汉一时间 不知该说什么 虚空族的黑榜出来了 神族的榜单也快了 等拿到神族的榜单再对照一番 就能得虚空族这张榜单 是否有捧杀嫌疑了 第一流缓缓道 黑榜 向来是所有人验证自身综合实力的最佳标杆 有一句话说得好 最了解你的 往往是你最大的敌人 你在敌人心目中的分量 基本上能够代表你在族群中所处的层次 这一次虚空族黑榜放出来 人到圣殿有三人被直接淘汰 其他人的排名多多少少都有所下滑 唯有原本被众人猜测 还能不能上黑榜的礼聘 一军突起 一口气攀升到了49位 排入前50范畴内 这个结果 自是让人大吃一惊 一时间 各种各样的猜测纷纷涌现 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至高阶梯上 仅仅表现出66阶水准的礼聘 当得起虚空族这种评价 他甚至立压临天荒 古渊 胜虚这些至高阶梯 70阶以上的人物 排到了他们之前 一时间 按理说在至高阶梯结束后 风头不在 将会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天骄 出现在所有人记忆背景版中的礼聘 再度涌入所有人眼前 然而 这还不是极限 不到半个新年 神族黑榜总结完毕 终于完成放榜 当看到神族黑榜 对礼聘的排名时 整个人到圣殿 悚然失声 人到圣殿 灰红的建筑群上 元光 真命 万古节 世新尊 几位副殿主 再度汇聚一堂 所有人看着神族 发放出来的那张榜单 确切地说 是榜单上属于礼聘的排名 久久无言 怎么会 好一会儿 元光才将目光转向了世新尊 可曾联络天眼教 和万物商会 这个排名 到底是怎么回事 虚空族 那个排名 还能说是捧杀 又或者 他们尚未得知 礼聘闯荡至高阶梯的成绩 那神族呢 神族这个排名呢 虚空族不可能获悉不了 礼聘在至高阶梯的成绩 毕竟 他闯荡至高阶梯时 那么多新神在周边看着 估计在他闯荡至高阶梯的 结果出来时 相关报告 已经摆在虚空族 几大皇族的情报部门 这一点 没有任何人怀疑 怀疑一个至今为止 我们都未曾战胜的敌人 就是怀疑我们自己 世新尊未曾说话 万古节 却先一步开口 而他这番话 看世新尊的模样 显然也颇为赞同 好一会儿 真命这位一直想为自家后辈 争取大眼盘的副店主 才声音干涩道 会不会 哪里弄错了 礼聘 他的至高阶梯 只有66阶啊 潜力甚至不及天地清传 可惜 几位店主都没有回答他 弄错 你这是在怀疑 整个神族的宣发机构 如果神族在这种问题上 都会出错 早就被踢出 九大至尊种族行列了 至高阶梯66阶 为什么能让神族 在黑榜上 给出这个排名 到底是我们的问题 还是 圆光斟酌着 正要在说什么 就在此时 一股庞大的威压破空而至 伴随着的 还有一阵似乎能扭曲时光的意志 新火圣殿临时高级议会开启 而等速速前来议事 几位副店主 感受到这股意志同时起身 摇摇拱手 是 遵店主法旨 我们这就前往 众人说着 心中却是暗惊 临时高级会议 临时召开 商议什么事 几位店主 几乎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转向了那张神族黑榜的榜单 那张榜单 人道圣殿近几世纪以来 第一次有人被列入前十 而那个让几位副店主 乃至新火圣殿 为之惊动的名字 赫然是 黑榜第九 礼聘 人道圣殿 并不是每一季 都有威压一个时代的人物存在 但这一季 一旦提及相关词汇 所有人脑海中将不由自主联想到洛神西这个名字 自九千年前 这位钥匙榜第一人登顶以来 他那钥匙榜第一人的位置 就再没有人能够撼动 由于已经到了钥匙榜第一 钥匙榜的排名规则 对他来说 已经再无意义 唯一能够映照他成长的 唯有个足列出来的黑榜 九千年前 他刚登临钥匙榜第一时 他在黑榜的悬赏排名处于第五十位 这九千年里 排行第二的始终在五十名到七十名之间徘徊 可他却是步步攀升 从五十位上升到四十位 再到三十位 二十位 到现在 最新一届的黑榜公布 他已经冲到黑榜第十三位 这等成就 纵观人道圣殿十几个纪元 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比肩 他之所以现在为止 仍处于要是榜第一 是因为这已是要是榜顶点 但黑榜的种种表现无不证明 他已经远远地将人道圣殿其他人甩在身后 这千年里 人道圣殿内的天交中 有五大巨头一说 但这五大巨头的正确说法 是洛神西和另四大巨头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人道圣殿对洛神西的敬畏 据说早在几千年前 就有圣皇出面 想要收他为弟子 更有天地暗示他可以败入自己门下 但洛神西一直都是不为所动 坚定不移地继续修行 成长 他的败师目标 似乎一直都只有一个 至高 入至高眼界 成至高清传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洛神西无时无刻不再全力修行 对外界之事几乎毫无理会 以至于连黑榜更新这种大事 也是归忠密友 上门时他才知道 礼聘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据说他曾被黑渊主宰点名 似有意要收为弟子 不过后来却因天赋不够 机缘欠缺 错失拜师主宰的可能 洛神西说着 看了一眼眼前这位冰青玉洁 充满着清澈之美的少女 我记得他在至高阶梯 就冲到六十六阶 六十六阶妄想拜师主宰 这简直是拉低了主宰威严 少女听了不禁有些无奈 神西 你虽然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修炼上 对外界之事也太不关心了吧 他虽然在至高阶梯 就冲到六十六阶 但 你可知道他黑榜排行多少 我是指我人族大敌 神族的黑榜 关心 何必关心 洛神西平静道 世间万物自有天地运转 与我如若浮云 何必分散宝贵的时间精力 予以理会 天地事我心不适 日月老而我心不老 如此 方能令我心横在 一步一步 登临尘世之巅 直达宇宙尽头 说着 他语气微微一顿 而世间能够可能 引领我走到这一步的 唯有至高 主宰 但人道圣殿没有这等人物 要不是人道圣殿 由星火圣殿管辖 我早已离开 因此 人道圣殿内部的事 何必理会 这 少女 亦是不知如何反驳 毕竟 洛神西在人道圣殿的排名 完全达到了 意气绝尘的地步 尤其是那些 大人物们的圈子中 人道圣殿 被冠以无上天骄之称的 只有两个 洛神西 其他人 我能记得礼聘这个名字 他都得感谢 他曾和伟大的主宰扯上关系 否则 谁知道这是哪来的孤名钓鱼之辈 洛神西淡淡道 少女知道 洛神西对礼聘实际上有偏见 原因 他是一个狂热的至高 主宰崇拜者 对至高 主宰 有着虔诚的尊敬 敬仰 可对至高 主宰以下的人 即便圣皇 天帝 都不屑一顾 礼聘明明是一尊 被主宰点名的风云人物 可在至高阶梯上却仅仅冲到六十六阶 这种表现在他看来 间接拉低了主宰的档次 他根本不配 值得被主宰点名 不过 他有他的骄傲 即便心里这么认为 但目空一切 不将人到圣殿任何人视为对手的他 却并不会专程跑到礼聘面前去训斥 指责什么 他选择了无视 直接将这种 连占据他一份记忆资格都没有的生灵 踢除自己的脑海 少女沉默了片刻 这才道 这一次 你在黑榜上排行十三 提升了一个名次 洛神西听了 微微扬眉 排名越靠前 名次提升越难 更何况万族争霸赛 很快就要开始了 一些被藏的极深的天骄人物 将会纷纷出世 在黑榜上占据一席之地 能有一个名次的提升 我很满意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可下一秒 少女直接开口 礼聘 黑榜第九 煞时 洛神西脸上的微笑凝固了 他整个人仿佛中了定身术一样 突兀地僵直在了原地 足有数个呼吸 他仿佛才终于从这种僵直中摆脱 有些艰难地稍稍转头 看向少女 黑榜第九 黑榜第九 少女肯定性地点了点头 由先前并未上榜 一口气位列黑榜第九 洛神西再度询问 少女没有再说话 只是将两张榜单投送了出来 虚空族 黑榜四十九 神族 黑榜第九 但洛神西却并未多看 扫了一眼后 他直接启动了自己的手环 接入智能生命 显然 他相信的从来都只有自己 只是很快 当他看到那个铁一般的事实在面前呈现后 即便他再怎么不敢相信 仍然不得不接受现实 礼聘 在神族的评价中 直接超过了他 被列入黑榜第九 这意味着什么 人到圣殿一位为天骄 为什么已能登上黑榜为荣 一方面是 身为至尊种族的骄傲 另一方面 进入至高 主宰的眼界 类似于至高 主宰这等伟大的存在 平日里根本不会将目光投向 昼光以下的生灵 换句话说 非昼光 几乎没有进入至高 主宰眼界的可能 唯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黑榜 黑榜前十 每一次 各族黑榜公布 前十人 至高 主宰们 基本上都会关注一番 换句话说 进入黑榜前十 基本上就意味着 进入至高 主宰的眼帘 接下来 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出色 再加上那尊至高 主宰恰有收徒之心 这便是他们 拜师至高 主宰的唯一渠道 历届黑榜前十 顺利拜师至高 主宰者 不在少数 这也是人道圣殿 包括所有类似机构 对登上黑榜 乃至在黑榜靠前 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怎么会 礼聘 不是机缘巧合 完成了伟大的黑渊 主宰陛下的测试 这才得以被陛下点名召见 实际上他的天赋 潜能 根本够不着被至高 主宰收入门墙的标准 为什么 为什么神族会 将他列入黑榜第九 洛神西声音 不由自主地微微发颤 黑榜前十 那是必要时刻 可以牺牲一尊宇宙君主 与其同归于尽的存在 其潜力 至少也能达到圣皇标准 而圣皇 别说在普通势力了 在任何一家顶尖势力中 都属于绝对霸主级的存在 每一个 都有开辟一座大陆 为人族镇守一片疆域的资格 关键是 相较于只是攻击力惊人的宇宙君主 掌握空间之力的圣皇 无论是战场投送能力 还是保命能力 全部攀升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说 君主是攻击时 速度一 那么圣皇则是攻击 速度双十 但凡不是在防御战 攻击战环境 任何一位圣皇 都能轻松将十数位 乃至数十位君主各个击破 分而十之 目前还不清楚 人族内部都有很多部门的人员进行研究 几位店主都被叫走 召开临时会议去了 而在诸多星神中 更是直接炸开锅了 用不了多久 别说人到圣殿了 整个星火圣殿 以及其他人族势力 都将获悉这个消息 少女道 其他势力都得到这个消息 洛神西听的少女所言 无端有些嫉妒 黑榜第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次至高 主宰集的曝光 尤其是在礼聘不久前 刚被黑渊 主宰点过名的情况下 两个热点相互叠加 造成的效果 完全是一加一大于二 弄不好 他这一次 真能再入至高 主宰之眼 重新获得一次他心心念念 想要获得的拜师至高 主宰的机会 想到这 这位人到圣殿第一人 哪怕想要让自己强行冷静下来 可那种难受 质感仍然越来越强 压制着他的心灵 让他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这个礼聘 不是冥冥 洛神西失声说着 可是片刻 他已经意识到 这种话说的再多 都没有任何意义 事实摆在眼前 他不接受 也得接受 一时间 他深吸一口气 转向少女 雨蝶 接下来 有任何关于礼聘的消息 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看样子 你终于认可 将他当成你的竞争对手了吗 被称为雨蝶的少女 看着认真起来的洛神西 有些期待地点了点头 好 我会 礼聘 洛神西口中念叨着这个名字 片刻 嘴角边浮现出一丝冷笑 你成功引递 起了我的注意力 星界人族六大顶尖势力之一 星火圣殿 一座大型会议室 整个会议室四个方向 有四道四方石柱 在四道四方石柱更高处 还有两道刻录着精美条纹的云台 此时 云台上不见人影 但在四方石柱上 却已有三人现身 这三人 赫然是负责星火圣殿 大小事宜的四方天地中的三人 四方天地 即东方天地秒砖 西方天地基顺 南方天地延号 以及北方天地墨悬 眼下除了东方天地秒砖外 令三大天地接近到其 天地 俨然代表着星界修行路的极限 每一位天地都是站在 星界最巅峰的存在 宇宙 空间 时间 尽数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他们所具备的威能 几乎达到了所有星神想象力 所能达到的极致 眼下 因为李聘 这等星界 几乎九成九星神做梦 都未必敢想的终极生命 直接来了三尊 充分可见 这场会议的规格之高 而在他们三人下方 亦是有一道道 光影投射在了会议室中 尽管不少人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出席 没有将会议室做满 但全场加起来的身影 仍然超过百人 秀 很快 元光 真命 万古节 世新尊 几位人到圣殿 副殿主的身影 同时出现 在他们出现的同时 十数道心灵波动 同时蔓延而来 世新尊他们来了 你们人到圣殿 什么情况 有这么一尊天才在 居然没挖掘出来 重点培养 这是想让天眼教 万物商会 无尽神山看我们笑话吗 看笑话的可不止天眼教 万物商会 无尽神山几家 现在丢脸都丢到族外去了 不久前 我好几个附属种族的朋友 都发来消息询问我 那个黑榜第九是怎么回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可不是吗 我只敢神神秘秘地给出一句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可计划具体是什么 抱歉 我也不知道 一道道心灵之力 不断问询 这些心灵之力的主人 无一例外 至少都是宇宙君主级的存在 其中步伐分量上 比君主还要高出一筹的圣皇 只是由于新界的特殊性 君主 圣皇们才能以同等身份 汇聚一堂 以相对平等的姿态进行交流 而在这些人的询问下 人道圣殿几位副殿主 亦是面露苦笑 实际上 我们知道的 也并不比你们多多少 神族黑榜 为什么将礼拼列入第九 我们至今义不知情 我承认 这是我们的失职 我们已经让人联络了礼拼 可他尚在闭关中 除非强行打扰他的闭关修行 否则 我们也无法详细询问 几位店主回应着 这种一问三不知的回答之法 别说是那些询问者了 就连几位店主 亦是有些羞愧 只感觉颜面尽失 事后 几人更是不得不同时向分管人到圣殿的北方天地 悬定墨玄拱手行礼 店主 让您失望了 现在不是认错的时候 每一届黑榜前十 至高们都会亲自过目 其他人也就罢了 但礼拼 不久前曾因黑渊主宰 而进入诸位至高眼帘 诸位至高都有印象 若至高问及 五等将如何回答 墨玄语气沉重 目光中更是充斥着审视 圆光 真命 万古节 是新尊己人对视一眼 最终 万古节上前道 促使我们调低对礼拼评级的关键有两点 第一点是他身上的归虚之力 他尽管只用了短短几十个新年 修炼到日药巅峰 但身上背负的归虚之力 却不逊色于那些 在新界混迹了几十万年的巅峰日药 这分明使能力不够 却又急于求成 想要证明自己的表现 而如果一些具备相关天赋的天骄 有样学样 背负上如此多的归虚之力 也未必不能在几十年达到这种程度 如范靖天等等 他快速到 另一点 则是他至高阶梯的成绩 他在至高阶梯上 仅闯至六十六阶 这种成绩相对而言 确实十分出色 但距离惊艳他人 乃至让主宰垂青 显然远远不够 所以 关于他的情报 我们并未再详细上报 六十六阶 一位圣皇睁开眼睛 你如果确定 六十六阶 就是他的极限 他闯之六十六阶 会不会是他在闯关之中 突然有所领悟 不想再继续闯荡 故而提前结束 消化这些灵感去了 另一边又有一人开口了 关于归虚之力 理论上你们的推断确实不错 但 你又如何确保 这些归虚之力 确确实实是礼拼为了修炼 急功近利 而沾染上的 会不会是其他原因 要知道 他曾因现身破碎星海 被大量异族盯上 如果他是因为危险战斗 才不得不染上归虚之力 而非因为修炼 那不足三十年 修成巅峰日要 这种成绩 还不值得你们重点上报 乃至提交至高议会吗 归虚之力 是战斗染上 而不是修炼 圆光 真命 万古节 是新尊等人 微微一愣 紧接着 其中几人顿时有种冷汗直流的感觉 是啊 如果李聘身上的归虚之力 不是因为修炼 而是战斗时染上的 他真的是用了不到三十个新年 修炼到日要巅峰 这是何等惊人的速度 此外 如果至高阶梯66阶 并不是李聘的极限 而是李聘在闯荡至高阶梯时 恰好有所领悟 急着去闭关修炼 懒得再闯下去了呢 这种事 在冲击至高阶梯历史上 并不罕见 李聘 冲击了一次至高阶梯 根本代表不是吗 尤其是 抛开归虚之力不说 如果他真的是用了三十年 修炼到日要巅峰 并一次就能闯到至高阶梯66阶 这种成绩还不够优秀吗 这 一时间 几位富店主 竟是无意人能够就两人的这番质问 给出反驳 看到这一幕 墨悬微微垂下眼皮 归根结底 还是你们潜意识中认为 李聘被黑冤 主宰拒绝 天赋能到天地清传级就不错了 根本不觉得他真正能优秀到 让世人惊艳 而至高阶梯66阶这个成绩 完美符合你们心目中 李聘虽然优秀 可严格算起来 却属于须有其表的人设 率先开口的那位圣皇快速道 看到光芒万丈的天才被剥夺光环 自九天之上陨落尘埃 泯然是人 这种目睹美好毁灭的心态 是人性中隐藏之恶的根源 挥之不去 抹之不除 说到这 他直接站起身来 人到圣殿 乃是我人族强者摇篮 在人才选拔上 无法做到公平公正 甚至让心中的恶 左右了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 元光 真命 万古节 是新尊 已经不再适合担任 人到圣殿 副殿主了 他的话 很快引起了不少君主的共鸣 师位素参 不外如是 我赞同高阳圣皇的说法 人到圣殿何其重要 一个不慎 就能毁掉我们人族 有望成就圣皇 乃至天地的人才 你们能力有限 自该退位让贤 主宰亲自点名过的人物 能差得到哪去 结果你们的重视程度就这 他成就新神后 不第一时间联络 不派遣昼光沿途护送 你们这事 在谋害我人族无上天教 必须严惩 一位为君主纷纷开口 语气都算不上友善 以往 一些天教被埋没 离开了人到圣殿 才绽放光芒 他们还能劝自己 这是那位天教后姬勃发 有属于自己的机缘 可这一次 新火圣殿 真的是丢脸丢出人族了 自家不怎么重视的天才 却被神族挂上了 黑榜第九 这不是丢脸 丢出人族是什么 好了 这个时候 处于平台另一端的 南方天地言号 开口了 他传递的信息 通过心灵之力 仿佛红中大旅般 扫过议会场 顿时让场中诸多君主 圣皇 快速安静下来 圆光 真命 万古节 是新尊这段时间的 所作所为 本地不予评价 自有新火圣殿成立的 专门调查小组前去调查 但现在 这位天帝 目光转向墨玄 五等必须得弄明白 为何李聘 能够被神族 挂上黑榜第九的原因 这里面 必然有五等忽略的 重要因素 李聘正在修炼之中 五等不好照他前来 直接相问 如此 墨玄私存了片刻 联络第一星河吧 第一星河 这个名字 让场中众多君主 圣皇的议论声 同时一致 这是 新火圣殿最强智能生命 离真正踏入无上之道 只差一步的巅峰存在 整个新火圣殿的所有资料 都在他的管控之下 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极少数 涉及到志高们的时间外 新火圣殿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就请第一星河吧 这个时候 西方天地基顺 亦是赞同道 四方天地 有三人英语 当下 墨玄直接动用自己的权限 联络上了第一星河 时间 在第一星河的信息收集中 快速流逝 不多时 基顺 延昊 墨玄三人同时脸色一变 这一幕 顿时让众人明白 恐怕事情的真相 有些出乎所有人预料 到底什么情况 第一星河给出的结果是什么 礼聘 究竟靠什么 能被神族列入黑榜第九 一位为君主 圣皇 纷纷开口 而墨玄听着场中众人的询问 猜测 沉默片刻 亦是缓缓到 其实答案 我们一直都知道 只是 我们一和元光 真命 万古节 世心尊他们一样 本能性地忽略了 众人听了 面面相去 三位天地所说的我们脸 自然 也包括了他们三人本身 三位天地默然不语 他们看着第一星河给出的答案 就如他们所说的那般 原来 是那么明显 恨天祖神亲自于时光之海 调查所有智能生命权限 得出 目前时光之海分支权限沙沙 被转交于礼聘 移交者 黑渊主宰 时光之海 那是一尊古老的无上存在 其历史甚至追溯到新界破碎时代 几乎所有智能生命的成长 都要承其人情 某种程度上 它算是智能生命的十足 不过 和拥有立场的智能生命种族不同 时光之海中 那尊无上存在 始终保持中立 不介入任何种族间的恩怨纷争 无数年来 它在不失去本体的情况下 分离了128道权限 通过各种渠道 洞悉着世间诸多奥秘 这些分离出去的权限 像它的后裔一样 拥有一部分 这尊古老无上的血脉之力 必要的时候 甚至能够借用本体算力 最高能达到无限接近真正无上的地步 大部分子体权限都肩负要值 或计算一处处冤须 或研究虚受奥秘 又或者追溯上古新界破碎真相 但 还有少部分权限 却是被一尊尊至高 主宰 在付出一些代价后 用租借的方式借了过来 一份最高 可接近无上级的智能生命辅助 对无上之道的研究 对日常生活的辅助 即便至高 主宰都无法忽视 但 并不是每一尊至高 主宰都能获得 租借子体权限的资格 必须在无上之道上 拥有一定的成就 才会被这尊古老的无上存在 视为道友 从而以一技为一个年限的方式 让其跟随在他身边 可眼下 一尊对至高 主宰而言 都有益于修行的子体权限 却被黑渊主宰 转让给了礼聘手上 这意味着什么 一时间 场中所有人眼中 都露出了惊恶 不解 以及 一个他们 只要稍微想一想 都感觉难以置信的信息 不是说 真命君主张了张口 思维波动的运转 仿佛都变得声色起来 那位主宰 并未收他为弟子吗 为什么 不少人看了这位猿人 道声殿殿主一眼 为什么 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 但 仅从黑渊主宰 最终将莎莎的权限 转交到了礼聘手上就能看出 这位主宰对他必然极其重视 甚至重视到 即便是一些至高清传 主宰清传 都没能有这种待遇的地步 会不会是 黑渊主宰 给予了礼聘某种考验 比如 让他在极短的时间里 修成骤光 一千个新年 几百个新年 甚至 一百个新年 正因如此 礼聘修炼起来 才会如此匆忙 甚至不惜 不慎背负了一些归虚之礼 这个时候 一位圣皇突然开口了 言语中涉及主宰 他的语调 亦是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考验 此话一出 不少宇宙君主 圣皇们 仿佛自以为洞悉了真相一般 一个个振作精神 是了 必然是考验 想成为主宰弟子 哪有那么容易 何况 甚少会有至高 主宰招收一位 连终极生命都算不上的 新界生命为弟子 黑渊主宰 替他设下重重考验 才是正常 哪怕是考验 可黑渊主宰 居然将莎莎的权限 转移到了李聘身上 也充分证明 他对李聘的重视 李聘先前之所以 不敢提及此事 或许就是黑渊主宰 有所警告 在他没有通过考验时 不得以他的 预备弟子身份自居 四处招摇 所以才给了我们 败师失败的错觉 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神族会将李聘 挂上黑榜第九 主宰清川 只要不绊到夭折 未来至少是圣皇级的存在 还有很大概率 能修成天地 甚至 他们还有一句话没说 黑渊这位主宰 和其他至高 主宰不同 他没有群族势力拖累 招收弟子很多时候 不必考虑其他外在因素 能够让他收为弟子的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天赋 真正优秀到 足够打动他的天赋 这种天赋 别说保底圣皇 概率天地了 就连至高 主宰 都有那么一丝希望 墨悬天地听的 其他人的议论声 漠然许久 直到场中的议论声 稍稍下滑时 他才叹息地道了一声 我们早该想到这一点 招收弟子 哪会见上一面就做出决定 我们的结论 下得太轻易了 神族将礼拼列为黑榜第九 必然还有其他因素 混杂其中 但凭主宰清传这个身份 就已经够了 延昊意识跟着道 末了 还补充了一句 哪怕他现在 尚处于黑渊的考核中 不算黑渊真正的弟子 鸡顺点了点头 至高清传 主宰弟子的范畴很模糊 基本上 只要能被至高 主宰看重 就可以化入这个范围 就像很多时候 因为至高心情好 另一人却心情恶劣 那么 同样修为 天赋的两个人前去拜师 带来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这个时候 岂能说 他们两人天赋高低不一 不知道黑渊的考验 到底是什么 短时间里成就骤光 又或者其他因素 墨玄沉声道 因为我们心火生电的失误 险些错失了这样一位人才 接下来 所需的补偿 必不可少 严昊很快意识到了 墨玄这番话的意思 补偿是假 和这位未来 有望成为黑渊清传的 天骄处好关系是真 要知道 黑渊乃是中立主宰 不属于人族阵营 可若是他们能够和礼聘打好关系 未来人族真的有难 需要额外助力时 有这层关系在 他们也好及时联络 是应该好好补偿 严昊微微点了点头 至于黑渊主宰的考核 看礼聘的形式风格 在破碎星海时 似乎有意展现自己的天赋 吸引一族强者来刺杀 那么 除了成就骤光以外 或许和黑榜排名也有关系 你是说 在成就骤光前 黑榜的排名也得足够高 基顺看了他一眼 我目前想到的考核 就只有这几种 严昊道 黑榜 黑榜指的是那些有天赋 有潜力的修炼者 几乎每一位黑榜成员 在修成骤光前 都会遇到刺杀 不过到骤光后 大部分人 不会再被黑榜罗炼 骤光 商计一下 怎么补偿吧 我们人族的天才 自己不看重 却被神族如灵大敌 真是笑掉大牙 尤其是 这一位 似乎又重新和黑渊主宰陛下 扯上关系了 再不济 就算他最终未能通过考核 其天赋也得到了黑渊主宰证明 仍然值得我们 花费大代价培养 莫玄道 这个时候 下方得知 李聘集可能正在进行 黑渊主宰的考验 就一直有些 净若寒蝉的 圆光店主抬了抬头 斟酌了一番 他还是道 实际上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申请 将人到圣殿的大眼盘 赐给李聘 作为奖赏 不过因为一些原因 一直没有通过 此话一出 真命店主顿时变了脸色 莫玄意识察觉到了 两位店主的脸色变化 大眼盘 身为人到圣殿店主的他 倒是知道 这件顶尖骤光神器 申请呢 他道了一声 圆光很快发送了过去 莫玄看了一眼 目光不禁落到了 真命君主身上 这位君主顿时苦涩地上前 拱手道 是我怀有私心 以至于差点为我 人族错失人才 甘愿受罚 既然你认错了 便去六号冤须吧 莫玄淡淡道 除非元气大伤 否则 百计之内 不得回返 百计 场中诸多君主 圣皇 心中一灵 即便对他们来说 这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以平均大限计算 百计岁月 已经足够新神 进行十轮迭代 换句话说 新神都得死上十代 这种惩罚 不可谓不重 真命认罚 真命君主低下头 他知道 这算是最好的结果 否则 等礼聘完成 黑渊主宰的考核 成为主宰清传 追究其他的打压之事来 到时候面临的惩罚 绝对比这一次更重 去吧 莫玄一挥手 直接将真命 踢出了会议室 这一幕 让剩下的万古节 世心尊两人 脸色微变 但却并未站出来求情 毕竟 他们都还是戴罪之身 就赐下一件顶尖神器 被其他种族知道了 还以为 我们人族苛待天才 严昊淡淡道 护道方面 有莎莎在 基本上不怎么需要我们担心了 辅助修行上 莎莎同样有巨大帮助 但莎莎的数据库 没有连接我们人族 这样吧 提升礼聘的权限等级 将等级提升到89级 什么时候 她修成昼光 便再提升到90级 诸位意下如何 89级 这种权限 离圣皇都只差一级 而人族中的圣皇 哪一个不都是坐镇一地 堪称封疆大吏的存在 提升权限是老成之言 只等她成就昼光 就相当于我们人族预备的 中流砥柱 到时候 再将她的权限提升到90级 获悉一些隐秘 亦是情理之中 不过 仅仅权限提升的奖励 未免太单薄了 莫璇看了一眼两位天帝 要么 向至高议会申请 让她去一次时空之门 借时空之力 直接观摩一次宇宙之变 这样一来 她成昼光后 也能更好的踏实君主之境 此话一出 场中不少宇宙君主们 都面露羡慕之色 时空之门 扭曲时空 可让人目睹 至高蜕变演化宇宙的过程 相当于观摩天地突破至高 这等机缘 不适于在帮她打造至高根基 何其珍贵 那便与她一次前往时空之门的机会吧 鸡顺微微汗手 李聘被列入黑榜第九 造成的影响 远不止让星火圣殿高层 专门为了她召开一场会议那么简单 随着消息的发酵 议论声以极快的速度流传 尤其是对黑榜比较重视的日药 骤光阶级 人们几乎见面 都要就黑榜之事聊上几句 时隔几十个新年 李聘的名字 再度进入所有人的视野 外界尚且如此 更别说 人道圣殿本身了 破人道圣殿的记录了吧 至少近十个纪元里 人道圣殿 没有任何一位天骄有荣幸 被列入黑榜前十 自信点 把那个拔字去掉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最近一段时间 进入人道圣殿的骤光大佬们 明显多了不少 我猜 都是来打听李圣子消息的 其中有位骤光我认识 乃是无尽神山大势天地的追随者 我估计 他是为了赤日新神而来 毕竟那位新神 原本就位于黑榜第九 眼下被李圣子 直接挤到了黑榜第十 怎么外界的风向又变了 说李圣子又成主宰弟子了 到底哪个是真的 你应该问李圣子未能拜师主宰的谣言 到底是谁传出来的 李圣子亲口承认的 那没事了 人家低调吗 各种各样的议论 猜测 络绎不绝 而别说是那些人道圣殿成员 以及人道圣殿以外的修炼者了 就连和李聘关系较好的王福云一干人等 同样也分不清这个消息 到底是真是假 李聘到底是拜师失败了 还是黑渊主宰给了他一个考验 只有他通过考验后 才能成为他的弟子 如果是考验的话 那还说得过去 要是拜师失败 怎么可能失败 如果李聘真的拜师失败了 黑渊主宰 怎么可能再将杀杀这等 智能生命的租借权限 转移给他 总不可能是李聘 拒绝了黑渊主宰收徒的要求 可黑渊主宰仍然看好他的前途 非得将杀杀的权限转交给他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黑渊主宰是何等存在 站在宇宙巅峰的人物 这就像大集团董事长说 小伙子不错 我看好你 明天来我公司给我当助理吧 然后这个小伙子回答 谢谢董事长的认可 但我想靠自己努力 只能用荒谬和匪夷所思来形容 等吧 耐心等待 等李聘出关了 我们直接问他 自然就知道了 最终 王福云一锤定音 其他人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 亦是指得停止了胡乱猜测 静静等待 心神的修行本身就要求心灵纯粹 尤其成就心神时 更是要求心灵成澈 纯净无瑕 心灵纯粹意味着思绪必须简单 就像一面镜子 绝不能有太多花纹 装饰 否则就失去了映照倒影的作用 这样一来 他们自然不至于因为其他事 对心灵状态造成太大的起伏 也因为心灵纯粹 哪怕他们满怀好奇 可在没有触及到心灵核心 打破心灵的纯粹前 也就是破防前 很容易就能将目光从某件事上移开 降低事件对自己的影响 时间流转 一年一年的纷纷流逝 得意于李聘疑似在接受黑渊主宰考核的身份 哪怕很多人都想知道 他究竟为何被神族重视 可仍然没有 谁不开眼道 打扰到他的闭关修炼 非得拉他出来 问个真相 在这种情况下 时间很快过去了三十年 修炼适中 李聘重新从过去状态中脱离出来 他集中精神感应了一下自身状态 却是有些感慨 很慢 他道了一声 能量810万 能及23.6 属性面板现在已经精简到 只剩下这两行属性 充其量再加上虚数空间四分之二 到近23斜杠100两大数值 剩下的完美境界 日要进度 真灵进度 到了这个阶段 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了 三十年 能及才提升这么一点 照这个趋势 想将能及提升到咒光巅峰 少说得上两三百年之久 礼聘新道 三百年 对其他新神来说 基本上可以当作不存在 尤其对日要晋升咒光而言 用马上来形容都没有问题 毕竟 哪怕那些人到天骄 都市一记成咒光为 必生追求 到了咒光 再将能及提升到一百的咒光巅峰 实际不过分 也就是一百万新年 三百新年 相当于一百万新年的漫长尺度 其性质 大概相当于普通人概念中的 五个工作日 突破了一个境界 靠着积累 沉淀几天 就能达到下一个境界了 慢吗 一点都不慢 可理聘 让他一次性闭关三百年 他真的很不习惯 这不 才三十年 他就有种闭关不下去的感觉了 说起来 之所以提升这么慢 可能是我的问题 理聘思寸着 真灵的本质是什么 让自己心灵 澄测到纯粹无瑕 进一步完成蜕变 从而做到可以映照 洞悉其他生命心灵波动的地步 换句话说 真灵真正的强大 在于两点 第一 真灵以下生命体的心灵波动 在它面前完全透明 第二 纯粹无瑕的真灵 使得任何心灵之力的运转 没有任何凝制 这种没有任何凝制 不是指念之所及 一之所指 而是对潜意识的深层利用 逐一时尚才刚刚察觉到这一事件时 潜意识已经毫无停滞地将事情做好了 用无限的潜意识 掌控有限的逐一时 从而在外人眼中演绎出 之前预判般的效果 当年无尽神山背后的智高 曾公布过自己对这种力量的研究 他将心灵之力称之为第六感 认为这是对潜无感的补充 有了心灵之力 才能稳定潜无感 从而做到对物质 能量的绝对掌控 而对潜意识绝对利用的真灵 则被它称之为第七感 一种超越了速度 超越了时间的感官 礼聘可以沟通过 对过去的绝对掌控 绝对理解 从而做到类似于全知全能般的地步 但这种理解 掌控 却并不是真灵背后代表的第七感 这是两条不同的路 礼聘心有所悟 当我将到境轮回改良后 我就已经走上了另一条 有别于真灵的道路 思存间 他的心神集中在了能量属性上 八百一十万了 礼聘到了一生 这不对劲 只有到君主境界 开始演化宇宙时 能及才会重新提升 这种提升的上限 最终可以达到一亿 一亿能量强度 一百能及 就是君主极致 剩下的圣皇 天地 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 将能量 能及 转化为更高效率的战斗力 可在没有开始演化宇宙 进行君主阶段的修行前 即便骤光 都很难让自己的能量强度再度攀升 更别说现在 提升了接近一倍 礼聘的目光 集中在属性面板上 一个八百一十万 一个二十三点六 两九 他才道了一生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现在还不是骤光 我打破的 只是日要境界的上限 并非迈入了骤光领域 陈寅许久 礼聘不得结果 这个时候 他仿佛想到了什么 突然道了一声 莎莎 我在 一副少女形态的莎莎 顿时浮现 看着她 礼聘回了回神 我差点忘记了 我还有你这位辅助智能生命在 莎莎有些无奈 她好歹是从时光之海 分离出来的子体之一 当年在黑渊主宰手上时 都不至于这么没存在感 礼聘倒好 就单纯地将她当导航用 这和花费几个一买 一台超级计算机 就只用来玩消消乐 有什么区别 我是皱光吗 礼聘问 您身上沐浴着一层光辉 和真灵之光颇为类似 并且还具备 阻隔真灵之光映照的能力 由于不同的生灵心灵状态 亦不相同 它们真灵映照出来的光辉 亦有差异 所以 仅从您心灵释放出来的 这种光辉判断 您是 莎莎道 是吗 礼聘若有所悟 莎莎都觉得她是 可她 真的没有真灵所对应的能力 也就是没有修出真灵之力 孕育出来的第七感 偏偏它现在 无论是外在 还是力量上限 都已经打破了日耀所具备的智骨 尤其是810万的能量强度 和23.6的能级 在不施展任何剑术 秘术的情况下 所能爆发出来的战力 就19116万 这已经脱离了 新晋昼光标准 和那些所谓的昼光中期 相去不远 如果她能在凝聚一次真灵 领悟真灵之力对应的第七感 彻底解放心灵深处的力量 那意味着什么 在100能级的基础上 再加100能级 还是 用100的能级 乘以100 李聘闭上眼睛 静静思索着 良久 不得其解 不过 她却突然停止了思考 武道是什么 修行是什么 她伸手 似乎想要去碰触什么 但在她面前 什么都没有 一切 都仅仅是我实现生命进化 超越一切的手段罢了 我新走出来的道路也好 心神之道也罢 和当年在盖亚时的武道 恋心者道路并无区别 我的道 从来都只是我自己罢了 她将所有的思绪 全部放空 心灵深处的大道之光 异异生辉 哪怕有着重宠伪装 遮掩 其光芒璀璨 仍然无法阻隔 一如当年 她在天狱世界心中 妄议主宰 对错的那一天 所谓 李聘脸上 带着淡淡的微笑 我自求我道 我自求我道 几乎在李聘 认证这个理念的同时 大道之光的力量 在无法阻隔 猛然自她体内释放而出 下一刻 整个太初世界当中的 规虚之力 几乎被尽数引动 源源不断地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由于规虚之力 被引动的速度太快 犹如潮水 不 是如同海啸一般 汹涌澎湃 滚滚而至 这种速度带来的震动 轰鸣 直接通过太初世界的 世界壁垒传递开来 轰隆作响 轰隆隆 剧烈的轰鸣下 以李聘为中心的 方圆数万里 整个空间 都在剧烈地震站起来 犹如波纹一般 一圈圈 回荡向四面八方 朝着几十万里 乃至几百万里外的 区域传递 而以它为中心的 方圆数万里 更是震荡中心 幅度之大 甚至干扰到了 它周边规则的 正常运转 就像当初 它在天狱世界正道一样 太初世界的 底层规则运转 同样在大道之光的 冲刷下 映照出来 这种规则 和天狱世界的 规则两相映照 却是让李聘 对原始之高法 第四层 有了更深的感悟 如果说 先前的它 之所以能够展现出 原始之高法 第四层的神意 是因为 道境玄妙的缘故 那么此时此刻 它无疑 已是在这条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道 李聘目光 在太初世界 被映照出来的规则上 停留了片刻 微微一笑 下一刻 自心灵深处 投射出来的 大道之光 重新收敛 而这个时候 它身上的 规虚之力 亦是打破极限 幸亏它此刻 是在太初世界 这方世界的 规虚之力 都是由太初世界 本身的规则模拟 换成星界 这个时候的它 已经规虚而死了 当下 它利用圣子权限 清空了身上 沾染那部分 由太初世界 模拟的 规虚之力 而随着 它将大道之光 重新收敛 伪装 深藏 太初世界的 剧烈轰鸣 亦是渐渐 平息了下来 可饶是如此 人道圣殿中 仍然有大量 修炼者被惊动 一道道神念 亦是迅速扫荡而来 除了日耀级 人道圣殿成员外 还有骤光级的 圣殿导师 这些神念 亦是 每一道中 都充满了惊异 发生了什么事 我感觉 小半个太初世界 似乎都在震动 这种感觉 就像有人 在攻打太初世界一样 不会是哪尊至高 主宰 想要强行撕裂 太初世界 将其中的某个生灵 射走吧 那个方向 是李片 李道子的修行之殿 难道是黑渊主宰 惊呼声中 大量的身影 纷纷浮现 但由于李片此刻 身份非比寻常 却没有任何人 敢轻易靠近 李片闭关之处万里 不过很多属于 人道圣殿的直视 已经第一时间 将这边的消息上报 其中一些 能够联络店主 墨悬的人 更是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边的速度 汇报给了那位 新火生店主示人 在这种情况下 几个呼吸的时间 一道道气息恢弘 庞大的身影 纷纷投射而至 袁光 是新尊 两位侥幸未被 革职的副店主 以及两位 新上任的副店主 迅速赶来 是李片 这种震动 是黑渊主宰 没道理啊 如果他要将李片带走 和我们说一声即可 何必要强行击溃 太出事件 损毁这座世界的本源 好像不是主宰出手 或许是 黑渊主宰 留在李片身上的 某种暗手 被触动了 袁光 是新尊 以及新上任的 两位副店主 纷纷猜测 而在几人尚未猜测 个所以然时 天际尽头 一道红光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破空而至 在众人刚刚察觉到 那道红光的刹那 人道圣殿店主 玄地墨玄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了 这片虚空之上 这个时候 众人才恍惚中意识到 那片区域的时空 被干扰了 又或者说 那片区域的时间 已经过去很久 只不过在他们眼中 才过去一瞬 就像跌落黑洞的生灵 可能他们才过去 一个眨眼的时间 可在外界 已经过去了十年 百年 这种手段 参见店主 袁光 世新尊等人 连忙拱手问候 以示尊敬 而下方那些 闻讯而来的人 道圣殿学员 更是激动不已 大声呼喊 恭迎店主 墨玄对着众人 微微汗手 目光却直接落到了 袁光几人身上 发生什么事了 太初世界的震动 和李聘有关 应该是 震动的力量源头 就是从李道子 闭关之处扩散 袁光快速回应 紧接着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他摇了摇头 显然也不知情 墨玄听了 意识没有追问 这段时间里 他包括很多君主 圣皇 都好好研究过李聘 越研究他们 越意识到 李聘 是一个被他们严重忽略了的天才 在没有任何优秀出身的情况下 短短不足200年的时间里 从一个土著星球的修炼者 成长到现在 闯入至高阶梯66阶 并且明显还有余力的地步 天赋之高 几乎每一次闭关修炼 每一次外出战斗 都会迎来一次飞速成长 无上天骄之称 怕都当之无愧 哪怕抛开黑渊主宰的影响因素不说 未来亦是圣皇 乃至天地有望 他欠缺的 仅仅是一个机会 一个威压当代 名震人族疆域的机会 这一次 他再度闭关了30年 修为突破 弄出了一些动静 似乎 很正常 就是 莫玄感受着这片虚空 渐渐平息的规则之力 就是动静大了点 店主 礼聘似乎 仍在修行中 您看 我们要不要下去看看 圆光上前请示 无妨 他的气息已然渐起 等候即可 墨悬淡淡地说着 圆光听罢 顿时没有多言 一尊天地 数尊君主 就这么源源处在 礼聘修炼之地的万里之外 耐心等待 这一幕 落到远处那些日药 乃至昼光眼中 只让他们一阵心神震动 圆光 世心尊等人可是人道圣殿 副殿主啊 且无一例外 都是宇宙 君主级的人物 他们站在礼聘居住之处外 等候 好吧 冲着礼聘主宰准弟子的身份 几位君主 等候一旁 倒也勉勉强强能够接受 但墨悬 那是何等人物 号称悬帝 星火圣殿 至尊至贵的存在 在诸位至高不便插手 星界事宜的情况下 他们这些天地的意志 俨然能够代表着 整个星火圣殿的决策 甚至 哪怕不论他的身份 单单他的实力 那也是站在 星界最顶峰的存在 这等存在 却是心甘情愿地 站在礼聘的住所之外 等他出来 这简直是 前所未有 同样听到动静的王福云 云来 与雪仙一干人等 匆匆赶到现场 弄清楚眼前的局势后 直接吓得大气 都不敢喘一口 一个个远远等候着 不敢靠上前半分 重新调整好 自身状态的礼聘 第一时间 感觉到了 外面围观的众人 袁光等几位店主的出现 他并不意外 可另一道气息 那是 是 墨悬天地 莎莎仿佛 终于找到了 存在感一般 快速到 这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 当然 由于没有您的命令 我并未向您传达 您现在在 人道圣殿 在整个星火圣殿 乃至人族圈子 重新炙手可热起来 尤其是 星火圣殿几位 副店主 对您颇为关注 所以 在您再度释放了 那种神秘的 至高之力 引发动静时 才会将 墨悬天地 吸引过来 李平看了 莎莎一眼 怎么觉得 这个智能生命 有点优怨 精简地和我介绍一下 李平说着 整理起自身状态 圆光店主 待他还算不错 倒不好 让这么多人 在外久等 您在神族黑榜 位列第九 他们怀疑你 之所以没有被 黑渊陛下 收为弟子 是他给了你 某个考验 只要你通过考验 自能成为 黑渊陛下的弟子 出于黑渊陛下 准弟子这个身份 所以对你格外重视 莎莎快速 而精确地描述一番 莫了 还补充了一句 当然 您本身优秀的天赋 也是一个因素 但除了极少数人外 其他人心目中 因为天赋 而重视他的大人物不多 他们真正考虑的 还是通过他为媒介 将黑渊主宰 拉入人族阵营 明白了 李平道了一声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吗 你说 如果你能印下 黑渊主宰准弟子 这个身份 接下来 你行事将会方便许多 无论你想要 各种修行物资 还是功法秘境 他们都会对你 大开方便之门 莎莎道 不必 李平平静道 如果我真的为了这些方便 接受这个身份 早在第一次见黑渊主宰时 我便答应他的要求了 莎莎听罢 沉默了下来 他似乎这才记起 眼前这一位 可是连主宰收徒 都能拒绝的人 在联想他身上 一次次绽放出的神秘之力 我无法理解 但我尊重您的选择 莎莎道 李平笑了笑 大步向前 直接出现在了修炼室外 随着他迈步而出 莫玄 几位副殿主 亦是心有所感 在莫玄的带领下 几人笑着迎了上来 这 算是李平和人道圣殿殿主 代表着星界巅峰的天地 第一次相见 早了些 莫玄看到李平的第一时间就觉得 他和李平的会面早了些 王不见王 李平自然称不上真正的王 但在至高议会 乃至整个人族心目中 他是维系人族和黑渊主宰间互相交流的桥梁 关系到未来有要事时 他们能否将黑渊主宰拉到人族阵营 使其成为一支强力骑兵的重心 其他主宰清传 没有这个分量 能给主宰提个意见 就是极限了 但被黑渊主宰赠以杀杀权限的李平 绝对哦 在这种情况下 李平本身已经不重要 锦这个身份 已经勉强抵得上一尊天地 所以 王不见王这个说法 用在李平身上倒也并无不妥 不过他人已经来了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当下 这尊天地亦是尽可能收敛着身上 散发出来的神灰 那阵照耀周边的光芒 乃至时空伴随的力量 亦是稍稍平复 以表达对眼前这个虽然年轻 但已经获得他认可之人的重视 莫玄殿主 李平问候了一声 人到圣殿殿主 他自识认识 李平 莫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可当他要开口时 却是不知道具体该说些什么 一些话题根本不知从何说起 倒是李平笑了笑 直言道 莫玄殿主想问 我为何能够被神族列入黑榜第九 此事又是否和黑渊主宰有关 莫玄点了点头 有关系 但却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关系 李平大大方方地说道 我先前说过 我并非黑渊主宰弟子 黑渊主宰也并未给我任何考验 此话一出 别说圆光 是新尊这些君主了 就连莫玄都微微错愕 眼中更是有些难以置信 而圆光回过神后 更是第一时间上前道 怎么可能 如果你不是黑渊主宰的弟子 为何 为何他会将智能生命杀杀的权限 转交于你 莫玄并未阻止 圆光的这番冒昧的询问 因为 他也想知道答案 或许 李平私存了一番 虽然有种自夸嫌疑 但还是坦然到 算是一种爱财之心的表现 爱财之心 圆光 世心尊 莫玄等人 微微一正 这算什么 黑渊主宰看中他的才华 不惜将智能生命杀杀的权限 转交给他 却偏偏又没有收他为弟子 这 等等 就在此时 莫玄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的目光顿时落到了李平身上 你们的路 不同 路不同 李平听到莫玄这个说法略意思量 这个说法倒也并无不妥 当下微微汗手 对 路 而听到李平的回答 莫玄已经慢了半拍的圆光 世心尊意识很快反应过来 路不同 李平 修行的是原始至高法 他走的是至高之路 而黑渊走的是万法不魔 万劫不悔的主宰之路 正因如此 黑渊主宰认可了李平的天赋 觉得他拥有成为至高清传的资格 却没有收他为弟子 再加上李平确确实实破开了天狱世界 完成了他的誓言 于情于理 他应该给予赏赐 而综合衡量下 他给出的赏赐 就是将智能生命沙沙的权限 转交给李平 智能生命 绝对是天地间最佳的辅助者 最好的教导老师 尤其是沙沙这等 属于时光之海主人子体的智能生命 其算力 最高可达无限接近无上的地步 这样一尊智能生命 亲自教导 别说君主 圣皇了 就连天地亲智 都未必能比他教得更好 而这 也能解释的通神族 将他列入黑榜第九的原因 同样也能解释 为什么李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修成巅峰日要 这 就是一切的真相 黑渊主宰陛下 这是将一尊顶尖天才 重新送回给了我们人族 只是由于几位 至高逼迫黑渊主宰陛下一事 他自然不会将这件事四处声张 结果我们却误以为 李平天赋不够 差一点就和这样一尊 完全有资格成为至高清传的 无上天骄师之交臂 圆光只感觉心中微微发颤 惊喜 震撼 庆幸 后怕等情绪 不断自心灵中涌现 几乎要破坏了心灵的纯粹与平静 连带着真灵上 都要蒙上一层迷雾 光芒变得暗淡 墨璇看着李平一时微微叹息了一声 人族的数量太多了 而且和其他种族不同 在人族内部存在着太多弄虚作假 这一点 从但凡一个比较出色的天骄 就能被冠以无上天骄的称呼 就能看出一二 每一记自称无上天骄的人 每一百也有八十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李平头上 同样有着无上天骄的称号 他们这些天地们又岂会真正放在心上 只是没想到这一次 来真的了 此事 我会在下一届至高议会提交 墨璇重重道 若你真有这种才华 足以让黑渊主宰 生出爱才之心 我们人族 也绝不会埋没了你的天分 无妨 李平神色平静 他自有他的道路 并不会被任何人的影响 意志而转移 就像现在 这次闭关持续了整整三十年 人都要生锈了 我打算去至高阶梯活动活动 李平看了几人 以及远远观望的诸多昼光 日耀门一眼 那意思是 你们没事的话就让让 我要去闯至高阶梯了 可一旁的袁光 却不知是没听懂李平的意思 还是其他原因 反而惊喜地凑上前来 李平 你上一次闯至高阶梯时 之所以只闯到了六十六阶 并不是你只能闯到六十六阶 而是因为你突然有所领悟对不对 六十六阶也到我的极限了 接下来再要闯荡的话 只能动用超出我完美掌控之外的力量 才能向上冲击 李平道 完美掌控之外 一旁的世心尊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眼瞳一缩 你是说 闯到六十六阶前 你没有动用任何增幅力量的咒光神器 亦是没有动用超出控制的宇宙演变等手段 自然 李平点了点头 虽然是在至高阶梯模拟的战斗中 不受规需之力影响 可这种无法控制的力量 放到外界进行生死搏杀 只是自寻死路 借助一些无法在外界正常使用的力量 在网上闯上那么五六阶没必要 此话一出 一位为父殿主同时变了脸色 没有动用掌控以外的力量 六十六阶 这是你外界也能动用的真实实力 咒光神器都没有使用 闯到六十六阶 这 这才多久 成就新神几十个新年 靠自己的实力闯到六十六阶 这就是连黑渊主宰 都生出爱才之心的天赋吗 这些君主眼中 皆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意 哪怕墨悬也不例外 这个时候 圆光似乎捕捉到了关键 五六阶 你当当说 如果全力出手 你有把握 在圆六十六阶的基础上 再向前迈出五六阶 差不多 礼聘道 一些被模拟出来的对手 如果完全契合于所属环境 通过难度就会大一些 反制则小上一分 死 此话一出 两位新上任副店主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礼聘在不使用超过自身极限 掌控的力量前 闯到了至高阶梯六十六阶 全力出手 还能再闯五六阶 哪怕是五阶 那也是至高阶梯七十一阶的成就 而至高阶梯七十一阶 整个人到圣殿 只有洛神西一人 若礼聘能过七十二阶 更是追平了洛神西 虽然仅仅是追平 但 礼聘才成就新神多久 几十个新年罢了 洛神西呢 上万新年了 相差何止一丁半点 洛神西在黑榜排行十三 礼聘的黑榜第九 名副其实 经验主意害死人啊 世心尊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他们 太相信至高阶梯了 太相信所有人到圣殿成员 对至高阶梯的向往 认可了 哪会想到 有礼聘这种 压根就将至高阶梯 当作魔力自身修为器具的人 好吧 至高阶梯的本质 似乎就是为了模拟对手 辅助修行 反倒是其他人 不惜一切代价的 攀登至高阶梯更高峰 以展示自己 本末倒置 礼聘 这个时候 深吸了一口气 已经让自己 强行冷静下来的 圆光沉生道 你要再去闯制高阶梯的话 这一次 定要好好展现自己 倾尽全力 展示一下自己的极限 如何 正有此意 礼聘 微微汗手 他下一个目标就是 去参加万族争霸赛 未免敌人 对自己的实力不够了解 派出弱小的对手前来送死 他自是要展现 自己最强的形态 如此 压力给到了异族 那些异族才会派出最强的对手 来和自己交战 三十年前 你便有这等实力 又应有所领悟 而闭关三十年 想来你的实力更近了一步 墨璇这位店主 微微一笑 那还等什么 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奇迹 说不定 你这一次 将直接打破记录 圆光 是新尊等人 慎重 期待地点了点头 人道圣殿 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成员 都不过再至高阶梯 走出74届 按理拼自己的说法 他上一次 如果全力出手 就能有71届的成绩 运气好 甚至可以闯到72届 这一次修为 似乎再有长进 再向前一步 希望不小 努努力 真的可以追凭人道圣殿 建立以来几千个纪元的记录 若是能破了人道圣殿的记录 别说明镇人道圣殿了 整个星火圣殿的历史上 他会书写出 属于他的浓重一笔 礼拼和莫玄 圆光一行人启程 直奔位于 新界星火圣殿中的 至高阶梯而去 而随着众人行动 有关于礼拼时隔30年 重闯至高阶梯的消息 亦是宛如风暴般 迅速席卷开来 瞬间席卷了整个人道圣殿 若是其他行神 才闭关了30年 就去闯荡至高阶梯 根本不会有多少人理会 但礼拼 他修行至今不足200新年 且在这几十年里 因为神族黑榜第九的排名 他的名气 亦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别说闯荡至高阶梯了 就算结束闭关修行 拜访者 关注者 都将络绎不绝 更何况 在礼拼第二次闯荡至高阶梯的同时 有关于他上一次停留66阶的真正原因 意识流传开来 在这种情况下 被惊动者更是数不胜数 洛神西居住在山峰上 一位少女匆匆欲空上来 人未至 神殿传训 已经先一步在山峰上的宫殿撤响 神希 神希 快 礼拼出关了 并且 他要再去闯之高阶梯了 礼拼 洛神希第一时间睁开眼睛 结束了修炼 自从他得知 礼拼超过了他 被列入黑榜第九 他的修炼更为刻苦 几十年里 可谓不舍昼夜 眼下听得少女所言 他站起身来 沉声道 终于打算用这种方式 正面回应外界对你的质疑了吗 敢出关 就去闯之高阶梯 总算让我稍稍高看了一眼 也不枉伟大的黑渊主宰 对你如此看重 说话间 他已经出了宫殿 正好对上匆匆而来的少女 神希 礼拼上一次之所以停留在 至高阶梯66阶 并不是他只有这种实力 而是他当时确实有所领悟 所以匆匆离开了 根据他的说法 当时如果他全力闯关 他应该可以闯到71阶 甚至72阶 少女快速到 71 72阶 洛神希脸色微微一变 毕竟他现在的记录 也就保持在至高阶梯72阶 紧接着 他也恢复过来 沉声道 他被神族列入黑榜第九 能有这种实力并不奇怪 66阶才 让人笑掉大牙 他30年前就能闯到71 72阶 眼下时隔30年 据说还是在有所领悟的情况下 时隔30年 再去闯荡至高阶梯 少女说着 有些担忧地 看了洛神希一眼 怎么 担心 他会闯到73阶 超过我 洛神希似乎知道 他在想什么一般 淡淡地回了一句 呃 少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正好 受这位黑榜第九的激励 这几十年里 我没日没夜地修行 再加上我先前的诸多积累 自觉意识有所进步 就再去闯一次至高阶梯好了 洛神希的身形腾空而起 这一次 我将直接踏上至高阶梯73阶 甚至 若是顺利 闯过第74阶 齐评人到圣殿成立以来的记录 一无不可 神希 你也有所突破了 少女眼眸 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怎么 只准他礼拼进步 就不准我洛神希实力提升 洛神希淡淡道 言辞之中 充满着对自己的绝对自信 只希望 这一次冲击至高阶梯 那礼拼不会让我失望 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他 告诉世人 包括伟大的黑渊主宰 和一尊尊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至高们 人到圣殿中 谁 才能威压一代 谁 才是真正的要是第一 秀 带着身为无上天骄的骄傲 这尊在要是榜上 雄聚近万年之久的榜一大姐 化身流光 紧跟着无数字人到圣殿飞出去的流光 直奔星火圣殿而去 楼主出关了 他要去闯荡至高阶梯 太好了 这一次 他必然给自己证明 让世人见识到 真正无上天骄的风采 走走走 弄不好这一次 我们将能见证其境 绝不能错过了 于雪仙 云来 王福云等人在得到消息后 亦是纷纷动身 奔赴传送区 另一边 林天荒 三千尘世 古渊 圣虚这些人 这一次 亦是没有再稳坐钓鱼台 李聘第一次闯荡至高阶梯时 他们根本没怎么在意 在他们看来 李聘天赋再好 成长起来也需要时间 等过个几百上千年时 再关注他不迟 这一点 从他在至高阶梯上 仅仅66阶的成绩 就能证明他们判断 可现在 不同了 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现实 都不得不承认 神族黑榜的含金量 黑榜第九这个排名 足以将整个人到圣殿 所有天交压的抬不起头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他们一个个 对自己再有自信 亦是难以无动于衷 李聘 这几十年里 听这个名字简子 都快听出来了 闯之高阶梯是吧 这一次 就让我看看 你究竟有几斤几两 事实胜于雄辩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 溜溜就知道了 赶在出关后 第一时间闯荡至高阶梯 以验证外界的传言 倒是让我高看了一眼 黑榜第九啊 你究竟 当不当得起神族的这等评价 这几位仅次于洛神西的巨头 带着猜测 怀疑 意识纷纷动身 顺应大流 奔赴位于 星界星火圣殿的至高阶梯 整个人到圣殿 闻风而动 心灰 热药级成员也好 咒光级导师也罢 不说百分百倍惊动 但因礼聘出关后 便去闯至高阶梯 而跟着过去看热闹的 也超过大半 整个传送区 以最大功率运转起来 而在这些成员 导师们纷纷赶往 星火圣殿的至高阶梯时 在敌一流的山峰上 这位钥匙榜 排行21的天交心中 却充满挣扎 66届 66届 没有施展宇宙演化类手段 没有借用咒光神器 便已冲上了66阶 若是全力出手 71 72阶的成绩 他口中念叨着这个数字 情绪激烈起伏 两久 他似乎终于面对现实了一般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罢了罢了 比不了 完全比不了 他第一流 未来的成就极限 也就是宇宙君主罢了 这还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弄不好 悟不透宇宙演变 卡在昼光境界都不是怪事 而礼聘 那是能够展望天地的存在 差距之大 何止一丁半点 和这等天骄比试 根本就是自讨苦吃 既然通过和他比试 战胜他好让自己 功成名就的计划泡汤了 那么 想出人头地 就得换个方法了 保底君主 大概率圣皇 甚至有 希望能够成就天地 第一流口中念叨着这段话 终于 心中有了决断 他翻手 将龙园道场令拿了出来 礼聘这次闯荡至高阶梯 少说都能闯到72阶吧 顺利的话 到73阶 74阶 都绝非奢望 如此成绩 我自当赠予礼物 表示庆贺 这枚令牌 就很合适 心中有了决定后 第一流突然觉得 身上的压力 瞬间轻松下来 从人道圣殿到星火圣殿 再次星火圣殿 转到至高阶梯所在 路程实际上并不远 但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可就是这么一点时间的发酵 不只让人到圣殿沸腾 整个星火圣殿 同样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惊动 以至于当礼聘和莫玄 袁光 世心尊等人 真正来到至高阶梯时 整个至高阶梯外围 乌泱泱围满了人 这些人中 星灰有之 日要有之 昼光亦有之 而且 除了昼光外 居然连宇宙 君主级的存在 都来了不下十人 不止如此 还有更多的星神 正从四面八方飞来 仅仅此刻 汇聚于至高阶梯外的星神 怕是已经超过数十万之多 若是在等上一段时间 这个数字绝对能够翻倍 电竹 看到礼聘到来 十几位宇宙君主同时上前 拱手打起招呼 还有一些交友广阔的昼光 亦是凑了上来 墨玄对着这些君主 昼光点了点头 某种程度上 君主 圣皇 天帝 和昼光一样 都属于终极生命 大家生命本质是一样的 几大境界 都是依托真灵为根基发展起来的 昼光和天帝平等交谈 一无不妥 但就像人人平等 人格平等的盖亚 普通人在一国元首面前 仍然会拘谨不安 哪怕两人都是肉体繁胎 吃一颗子弹 都会生死 他就是礼拼 果然一表人才 哈哈 让我们看看 你现在究竟有何等实力 能够值得主宰看中 更能在神族的黑榜上 为列地九 一位位君主 昼光和墨玄打完招呼后 一时将目光转向了礼拼 一个个眼中都带着好奇 墨玄对着重君主 昼光挥了挥手 然后将目光转向礼拼 不要有压力 这位人道圣殿殿主 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去吧 倾尽全力地展示自己 展现出属于我们人族 无上天交的风采 礼拼点了点头 想来不会太差 说吧 他的身形犹如一道流光 破空而起 在所有人一开始时 好奇 期待 紧接着 渐渐变得惊异 错愕的目光下 他越过了至高阶梯 七十阶 七十二阶 七十四阶 再越过七十六阶 七十八阶 最终 直接落到了至高阶梯 第八十阶上 汪汪 礼拼的身形 直接消失在了至高阶梯 八十阶上 闯荡 开始 可外界 所有人 匆匆赶来的洛神西 和礼拼交情不错的王福云 云来 人道圣殿三千尘世 圣虚 临天荒等四大小巨头 一位为昼光 君主 包括墨玄这位天地在内 一个个无不充满惊恶 自众人脸上的表情 难以置信有之 匪夷所思有之 称目皆舍有之 场中诸多新神的表情收集起来 完全可以书写成一副杂绘图集 两九 人群中仿佛炸开了一样 遏制不住的哗然 惊恶 犹如山崩海啸 直冲云霄 几乎要震动整个至高阶梯 八十阶 我没看错吧 李道子直接落到了至高阶梯第八十阶上 等等 让我捋一捋 至高阶梯第八十阶对标的 是宇宙君主 不是宇宙之光 更不是永恒日耀 而是宇宙君王 什么情况 怎么是八十阶 怎么可能是八十阶 他 他再有自信 不也应该从七十一阶 最多七十二阶床起来吗 为什么直接跳过了下面的阶层 直接踏上至高阶梯第八十阶 无数的震惊声 质疑声 猜测声 撤响整个至高阶梯外围 尽管心灵震荡位之失神 失态的仅仅是少数心神 但架不住场中心神众多 这些心神的心灵波动汇聚在一起 不断交织 呈现出一种共振 放大效应 使得整个至高阶梯外围 似乎沉浸在了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撼之中 久久不散 李聘 八十阶 在众多心神中 同样打算踏上至高阶梯 打算和李聘来一次光明正大竞技的人 到天骄落神西 这一刻 脸上的表情都有些扭曲了 他被齿紧咬 睁大着眼睛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 八十阶 不是七十四阶 不是破纪录的七十五阶 他这是 直接跳到八十阶啊 这期间的差距 何止一丁半点 七十四阶 他还敢咬咬牙跟上去 七十五阶 他会沮丧 承认一时的落后 但绝不会轻易放弃 可八十阶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个时候 世青尊突然用一种极其冷静的语气道 李聘绝对不可能闯得过至高阶梯八十阶 他这是哗众取宠 此话一出 不少咒光 日药的目光 同时落到了他身上 并且 这番言论 还得到了不少咒光的认可 一些境界极高的日药 确实可以靠着自己的爵士天赋 闯到至高阶梯七十阶 七十一阶 若是他们手上 恰好还有顶尖咒光神器 七十二 七十三阶 也未必不能拼一拼 一位咒光评价者 毕竟在至高阶梯上 完全不用在意归虚之力 修炼者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全部战力 但八十阶 说到这 他的声音猛然变得高亢了起来 八十阶 那已经完全属于宇宙君主的领域 不再是靠着秘书 高出一筹的境界 强大的咒光神器 能够跨越的层次 别说他一个日要了 就连那些极其强大的咒光 我是指那些在这一境界 沉浸了几十计 于异族战场上名声大造的咒光 他们也不可能 闯过至高阶梯八十阶 不错 实际上别说咒光了 一些能够演化出宇宙之变 但能量强度尚未提升上去的君主 也未必能够踏入至高阶梯第八十阶 世心尊言辞凿凿道 除非礼聘已经修成了咒光 凝聚出了真灵 否则 没有一丝希望能够闯过至高阶梯八十阶 哪怕他将至高秘书 主宰秘书 修炼到圆满 能够演绎出部分时空玄妙 也不例外 这一等阶 已经不再是单纯靠外力 外物能够达到的阶段 咒光 一位君主听得是新尊所言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他刚才看礼聘时 确实觉得他和寻常日药 有些不一样 可由于他隔得比较远 再加上此刻的礼聘身份 今非昔比 疑似主宰清传 并且身边还有莎莎这等互道者在 他若敢以真灵之光映照礼聘 莎莎必然心有所感 而对于咒光及以上修炼者来说 这属于极其失礼的行为 甚至可以视为一种挑衅 他尽管觉得礼聘有些不同 却也不敢如此冒犯 何况 没看到莫玄天帝都收敛了 自身真灵无形散发出去的神灰 已表示对礼聘的重视了吗 天帝尚且如此 你一个君主敢用真灵之光映照礼聘 谁给的你勇气 还有没有将时光之海主人子体的沙沙 放在眼里 还有没有将礼聘背后的黑渊主宰放在眼里 在这种情况下 他纵然心有疑惑 也只能憋着忍着 眼下看到礼聘踏上至高阶梯八十阶 这个想法却是重新冒了出来 难不成 这位君主试探性说道 礼聘他已经成就昼光 此话一出 场中的气氛同时一静 成就昼光 闭关三十年 直接从日耀晋升昼光 成就星神 仅百年 跨越星辉到日耀 日耀到昼光的境界突破 凝聚真灵 问鼎宇宙之光境界 这 这可能吗 在一记眼昼光都属于口号的情况下 百年岁月 问鼎昼光 这真的是要威压当代 将所有天骄 包括那些有无上天骄头衔的存在 按在地上摩擦吗 许久 场中身份地位最高的星火圣殿副殿主 兼人道圣殿殿主莫玄 才沉映着开口 看看再说吧 他抬头 妄想消失在至高阶梯八十阶处的李平 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 对对对 先看看 圆光意识连忙到 说不定是李平一时紧张 选错了 把八十阶当成了七十阶 只是 这番话说出来 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堂堂巅峰日耀 会犯这种错误 而如果不是选错了的话 众人的目光亦是不由自主地再度转向了至高阶梯 那就是李平本身对至高阶梯八十阶确实有一定的把握了 尽管这种可能怎么都觉得荒谬绝伦 可对标君主的八十阶呀 如果真让他闯过去了 至高阶梯八十阶 世界正以极快的速度模拟形成 而几乎在世界模拟形成的刹那 一阵无形的光已经犹如恒星 一如烈日 照耀而来 侵蚀起了李平的心灵 李平知道 这是心灵秘术 到了昼光阶段 大家都是真灵 光芒闪耀 璀璨夺目 任何一方都很难看清对方的心灵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借助心灵秘术的力量 压制对方真灵释放出来的光辉 但凡能够压制对方的真灵 胜负将瞬间揭晓 在没有境界差的情况下 真灵之战 往往代表着胜负之战 生死之战 谁的心灵秘术强 谁就能笑到最后 而面对这阵赤如烈日般的心灵之力 李平的道径轮回秘术不断流转 圆满境界的道径轮回秘术 已经融合过去 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 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 笼罩他的心灵 在这种强大下 他的目光犹如撕碎万物的神剑 刹那间轰入那道心灵秘术演绎的烈日中 一瞬间的锋芒直接让烈日无光 其中核心处造成的冲击 更是让那道由心灵秘术演化出来的烈日 剧烈振战 外围的光芒随着烈日震动迅速暗淡 大有暴露其中真灵 乃至于让人亏得真灵内部所有心灵波动的趋势 不过 李平没有亏去心灵的能力 而这位被至高阶梯模拟出来的对手 也不可能让他亏去自己的心灵 在察觉到心灵秘术落入下风时 这尊对手当机立断 一席中 李平的视野中衍生出一片星河 但却是一片极不稳定 充满毁灭气息的星河 它似乎代表着宇宙的尽头 万物的中焰 那种滚滚而来的毁灭威呢 宇宙君主级的手段 李平由衷地道了一声 声音中带着一丝满足 真不愧为至高阶梯八十阶的对手 也只有这等对手 才能真正让他不惜代价 倾尽全力 真灵 姑且称之为真灵 在李平心灵深处 那道光芒组成的身影 闪烁出耀眼的光辉 迅速地扩散向四面八方 光芒所致 一切凝制 时间仿佛被暂停一般 在这种时间暂停般的神意之中 李平抬头 观摩着那凝制眼前 近在咫尺的毁灭之力 以及这股力量尽头 那位被模拟出来的对手 一个 心灵族人 用的是万物至高法呀 李平辨认了出来 他在天狱世界 看到过这门至高法 并且还研究过 只是研究的层次 远不及这位被模拟出来的 心灵族君主 不过现在 他的目光在这阵完全凝制 仿佛宇宙崩塌般的毁灭 洪流面前不断分析 打量 一遍 两遍 三遍 五遍 十遍 直到真灵剧烈消耗 即将维持不住这种过去状态 但 已经够了 宇宙君主的特点 功高 脆皮 一个最强 亦是最弱的阶段 若西剑瞬间出现在李平手上 拔剑 斩出 无尽的剑气 直冲星河 若西剑扭曲时空的特性 被激发到极致 置点 建议凝聚的起点 亦是贯穿一切 这一件 刹那间轰入这片滚滚弥漫的毁灭星光深处 并在最核心的点爆发出来 但和以往爆发 仅仅造成空间像镜片一样粉碎不同 这一次 自奈处区域爆发出来的是一方宇宙 一方惊鸿一线 演化成形 并在顷刻间崩塌 演化出宇宙新生道毁灭的恐怖场景 轰隆隆 宇宙毁灭般的能量释放 刹那间将眼前这处同为宇宙崩塌的力量瓦解 置点建议每一份能量 都精准地将它的能量统统撑开 湮灭 残余的微能 于是不减地覆盖上那位 哪怕被至高阶梯模拟 仍然可见满脸惊恶的对手 下一刻 这尊新灵族君主的身形 包括至高阶阶梯八十阶模拟出来的星空宇宙 尽数被这股浩浩荡荡的毁灭洪流 尽数吞噬 咻 流光破空 在礼聘闯荡至高阶梯的时间里 一道道身影纷纷赶至 这些随后赶来的身影 每一道道来都会在人群中引起惊呼 是地魔君主 八千六百年前 虚空族一尊君主不讲规矩 闯入一百八十二号战场 杀害我族昼光 地魔君主悍然迎战 两人血战十天十夜 地魔君主斩虚空族君主 于一百八十二号战场 那是竹天圣皇 为了给弟子复仇 孤身一人杀入神族疆土 深入三大星渊 斩神族昼光二十六尊 君主三尊 最终靠着精湛绝伦的空间造诣 全身而退 知其圣皇也来了 这可是一尊极其强大的特殊生命 不是天地 圣四天地 在至高阶梯上闯到了第九十五阶 我的天啊 今天一天里 我见到的君主 圣皇 比我十八万新年的心神生涯 见到的君主 圣皇还要多 种种惊呼此起彼伏 星火圣殿中 平日里难得一见 坐镇一方的君主 圣皇级大人物 纷纷现身 直看的那些心神 日耀们 眼界大开 而云来 王福云 与雪仙这些人 根据一位为前来围观的君主 圣皇级存在 亦是终于明白 此刻礼聘在星火圣殿中 究竟有多高的人气和名声 尤其是 随着轮值的积顺 延昊两大天地闻讯而来 携无尽神辉降临现场时 更是让场中的气氛热烈到了极致 所有人似乎都难以想象 一位区区日耀 竟能惊动如此多的天地降临 别说礼聘现在 似乎还不是主宰清传了 就连主宰清传 至高清传 亲至星火圣殿 星火圣殿能派遣一位君主对接 已经算是高规格了 惊动天地 除非那位至高清传 本身也是圣皇级的大能者 白帝 赤帝 玄帝莫玄看着化光降临的两人 招呼了一声 八十阶 西方天地 既然同样有着白帝之称的激顺 第一时间心灵传讯 八十阶 莫玄微微汗手 就是不知道他闯不闯得过去 说着 他语气一顿 不过 能修炼到这一步的人物 若非有一定把握 必然不会轻易涉险 否则 众目睽睽之下 难免颜面尽失 落得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声 他修成骤光了 赤帝严昊 亦时问道 不知 莫玄道 礼聘身上有智能生命杀杀半形 我等若用真灵映照他 必然有所感知 出于对礼聘 以及其身后黑渊主宰的尊重 再见他时 我收敛了散发的真灵之光 如果他真能闯过至高阶梯八十阶 怕是真的成骤光了 赤帝严昊 陈生道 除了修成骤光 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原因 能让他在至高阶梯 走到这种地步 我记得你传讯于我们时 还提及 黑渊主宰和礼聘道路不同 故而并未收他为弟子 也没有给他什么考验 之所以将智能生命杀杀的权限 转交到他身上 一方面是对他完成 天狱世界试验的奖励 另一方面 亦是生出了爱才之心 积顺道 确实如此 莫玄说着 有些感慨 礼聘天赋之高 不可否认 成为至高清传 亦是完全构格 就看至高议会的几位至高们 谁有时间 心情 愿意招收弟子了 招收弟子 姬顺口中念叨这几个字 却是心犹所想 而看到他的模样 莫玄 严昊两人 亦是很快想到了什么 同时心中一动 片刻 莫玄的目光落到了他身上 万足争霸赛 姬顺迎着他的目光 微微汗手 他降低了心灵波动 仅将信息维持在他们三位天地这个小圈子 道 不久前至高议会通过三灾九难提案 诸位应该知道了 我们人族也通过后 三灾九难的推行 再难制止 但以何处作为三灾九难的起点 各族间意识生出争议 最终决定 这份争议放在万足争霸赛上解决 三灾九难 莫玄 严昊两人眼中都带着一丝凛然 三灾九难是什么 是一位位至高 主宰 无上有感于现在星界 乃至整个宇宙的永生者太多 不堪重负 专门为星界 宇宙制定的减负提案 而减负的方式 削减永生者 用三灾九难的劫难 减少永生者的数量 相较于其他八大至尊种族 人族的优势 不在质量而在数量 如果真要削减永生者 人族遭受的损失无疑最大 所以一直以来 这个提案都被人族一票否决 迟迟难以推进 但现在 这一提案已经到了不得不推进的地步 可以预见 一旦真的在星界实施三灾九难的天结制度 绝对会有数不胜数的心神陨落 尤其是 三灾九难可不是针对星辉 日耀星神 骤光 包括那些君主 圣皇 天帝 同样在三灾九难的囊括范围内 无非是以君主 圣皇 天帝们的实力 应对起三灾九难来 比较容易罢了 可现有归须之力 再有三灾九难 一个不慎 他们这些君主 圣皇 天帝 都有陨落的风险 这也是 即便身为星火圣殿 副殿主 站在星界最巅峰的玄地 赤地 再提及三灾九难 都会面露忌惮的原因 三灾九难诸位 至高 主宰 包括无上们 尽管已经制定好了详细的运行规则 但仍需拿一处疆土 作为测试之地 以确保运行过程中 不会出现问题 理论上 有诸多至高 主宰 无上们把控的三灾九难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但 基顺宁重道 星界运转规则 至今为止 我们都没有完全弄懂 上古星界破碎之谜 亦是至今未曾争论出个准确答案 谁也不知道 贸然出手 为星界制定新的运转规则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旦出问题 弄不好 将会影响整个群族的命运 再不济 也会重创族群气运 所以 这一次万族争霸赛的重要性 可想而知 你是打算让李聘 去参加万族天交赛 莫玄道 莫玄道 李聘修行年龄不过两百年 完全符合万族天交赛的标准 基顺点了点头 如果他真能闯过至高阶梯八十阶 君主级战力 不说万无一失 却也八九不离十 这个说法 倒是得到了莫玄 颜浩两位天地的一致赞同 八十阶 天交赛上 确实堪称无解 颜浩说着 将目光转向至高阶梯 前提是他能够闯过至高阶梯八十 这位赤地话没有说完 猛然眼瞳大张 却见至高阶梯八十阶上 李聘的身影 豁然显现 他并没有直接 被至高阶梯传送出去 而是出现在了至高阶梯八十阶上 只需要再向前迈步 就能进入第八十一阶 这代表着 通过了 通过了 他通过至高阶梯第八十阶了 一声惊呼 突兀将至高阶梯外围的 氛围刺破 下一刻 一阵前所未有的喧哗 撤向四方 怎么可能 至高阶梯八十阶 这可是对标君主级战力 哪怕至高阶梯的模拟环境 没有归须之力 但至少 意味着他 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出手 可能拖得一尊宇宙君主 同归于尽 疯了 疯了 热药绝对不可能 通过至高阶梯八十阶 绝对不可能 咒光 礼聘他绝对已经凝聚真灵 成就咒光 无数心神纷纷开口 或是精神传讯 或是激发心灵波动 各种各样的信息 波动混杂在至高阶梯外围 俨然形成了一种费反迎天般的氛围 云来 于雪仙 王福云 玉璃等所有人 甚至用原始的方式大声呼喊 以宣泄心中激荡的情绪 至于原本仅仅以为 礼聘具备挑战他们资格的三千尘世 临天荒 胜虚一干人等 却是面面相去 同时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苦涩之意 咒光了吧 肯定咒光了 不然不可能闯到至高阶梯八十阶 可这 这也太快了 太快 这个词好耳熟 以前都是其他人用来形容我的 可现在 我却用来形容其他人 我突然有点理解 原本那些被我超越的天骄看待我时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 因为现在 这种感觉 我也有了 几人有些自嘲 无力地述说着 片刻 一直被压在身下的林天荒 似乎想到了什么 目光猛然朝不远处的洛神西望去 这位一直以来横压人到圣殿的天骄 八十阶 怎么会 不远处的洛神西 一副失魂落魄 在来至高阶梯前 他还打算和礼聘一进高下 可眼睁睁看着礼聘 踏上至高阶梯第八十阶 他直接被设在原地 不敢动弹 眼下见的礼聘 已然闯过至高阶梯八十阶 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瞬间将他的心灵击垮 这一刻 充斥在他心间的 只有深深的无力 一种即便他再怎么努力追赶 却似乎连对方影子 都会难以追上的徒楼 至高阶梯上 礼聘听到了 外界几乎要冲破云霄 引来归虚之力的喧哗声 对此 他早有心理准备 或者说 在他踏上至高阶梯时 他就预料到了这一幕 所以他并未感到意外 恭喜你 君主陛下 莎莎似乎带着一丝莫名复杂情绪的信息传来 请礼之中罢了 礼聘到了一声 他抬了抬头 没有理会外界的喧哗声 就让我看看 我现在所能达到的极限吧 思存着 他一步虚踏 消失在了至高阶梯81阶上 骤光 在礼聘身形 显现在至高阶梯不到片刻 激顺突然到了一声 真的成宇宙之光了 严昊一时跟着点了点头 通过对真灵之力的运用 他们很轻松感觉到了 礼聘心灵深处 照耀出来的那阵璀璨光芒 真灵之光 咒光之所以被称之为宇宙之光 一方面是指 他们已经真正脱离了温床阶段 彻底登上了宇宙舞台 以强者姿态和其他种族的同境界高手争斗厮杀 净显人族之光 另一方面 便是指真灵溢散出来的光芒 这阵真灵之光 就是衡量一个修炼者 是否成咒光的具体标准 至于它的真灵和其他真灵有何不同 这就相当于确认一个人的性别后 还不甘心 非得亲身体验一下 没有谁会做到这种地步 在对方未曾同意的情况下 那已经不是冒昧和挑衅了 而是结下生死大仇 不死不休 咒光啊 墨璇口中念叨着这两个字 好一会儿 长长地感慨了一声 好快 破了人道圣殿 记录了吧 激顺看了墨璇一眼 笑着道 人道圣殿这些年来 虽然培养了不少咒光 并且有咒光摇篮的称号 但千年内的咒光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而两百年内的咒光 怕是一个都没有 何止是破了记录 他已经将记录 直接拉到后来者 难以超越的地步 墨璇点了点头 而且 不止修炼时间这个记录 他破除的记录多了去了 比如至高阶梯的记录 比如入学不到百年 导师们尚未悉心教导 就直接成皱光 毕业的记录 以及星火榜 辽元榜 要是榜的攀升记录等等 说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笑了起来 不对 这几个榜单的记录不能算破 因为 这几个榜单更新的速度 没有他修炼的速度快 榜单还没来得及更新 他就修成皱光 从人到圣殿结业了 说到星火榜 辽元榜和药式榜 更新跟不上 黑榜似乎也是如此 基顺道 几十年前神族 才发布黑榜 将它列在第九 现在呢 都不适合再在黑榜 待下去了吧 谁让他们更新太慢呢 严昊 意识笑着说道 是的 不止更新慢 还疯狂注水 谁说李聘只是黑榜第九的 黑榜第一 都名副其实 神族就将它排第九 水分太大了 莫玄意识跟着道 几人交流速度极快 思维流转间 已经进行了大量信息交换 而这个时候 李聘才刚刚踏上 至高阶梯八十一阶 这一幕 再度让几位天地动容 还闯第八十一阶 好破裂 如果说先前的他们 还是怀疑 李聘是君主保底 大概率圣皇 那么现在 保底已经提升到圣皇级 成就天地的概率 也直线攀升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他没有和黑渊 主宰那一层关系 他们心中也没有半分小觑 前途无量啊 严昊由衷感慨了一声 紧接着转向墨玄 你统侠的人道圣殿这一季 相当于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 完美的答卷 墨玄嚼着这几个字 片刻后才有些自嘲到 可惜 这张答卷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功劳 反而 差点起了反作用 严昊听了 没有再说话 而是将目光 重新转向了至高阶梯 如果他还能闯过八十一阶 就证明他真正具备了 拖得一尊君主 同归于尽的能力 这么短的时间 获得这种成就 天赋至高 纵视圣皇 怕也不在话下了 相较于 仅仅攻击力暴涨的君主 圣皇掌握空间之力后 生存能力将大幅度提升 如果说几十个君主都不见得 有一人能成圣皇的话 那三五个圣皇中 必然能有一人成就天地 这就是保命能力带来的差异 哪怕境界突破难度上 并没有显著性区别 圣皇 莫玄说着 亦是转过目光 看着吧 几天 几个月 几个新年而已 我们等得起 尽管他们每一个 都相当于 星火圣殿各部门的一把手 无时无刻 需要有大量事情处理 但 十分轻重缓急 此时此刻 其他的事都不重要 他们只想知道 礼聘究竟能走到哪一步 至高阶梯模拟的世界内 这一次 呈现在礼聘面前的 乃是一片宇宙规则 激进于无的地带 冤须 礼聘到了一生 他静静感受着那种虚无之感 难怪说 只有君主及其以上的昼光们 才能坐镇冤须 没有掌握宇宙演变的手段 在这种规则不存的冤须地带 强如昼光 实诚实力 都发挥不出一程 难怪在外界有一段戏称 将冤须中的昼光 称之为平民 君主称之为士兵 圣皇称之为有代价的士兵 并将天帝称为装备齐全 经验丰富的老兵 昼光 炮灰的命运 也是因为如此 修炼者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踏入昼光境界后 往往会被要求 前往一族战场 礼聘私存着 精神感知 却已被激发到了极致 然而 一无所决 他将精神感知 激发到极致 仍然没有察觉到 敌人半分踪迹 很快 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冤须 什么规则 戒指 都不存在 就连精神 感知这些概念性手段 同样难以蔓延 唯一能够蔓延的 唯有规则 一念至此 礼聘猛然虚守一点 规则之力开始坍塌 形成一个起点 并在下一刻爆发开来 仿佛宇宙爆发一样 演绎出浩瀚璀璨的星河 只是 和以往演绎星河时 那种浩浩荡荡的毁灭不同 这一次 星河呈现出来的光辉 居然极其艰难 暗淡 仅仅照耀了 以礼聘为中心的 方圆万米 不 冤须中 根本没有万米这个概念 上下四方的概念 都被混淆 模糊 它所谓的万米 完全是以它自身 作为参照物 得出的结论 而也就是在 礼聘演绎宇宙之变时 波动 联漪 源源不断扩散 向四面八方 在这阵联漪 波动 和光芒的照射下 礼聘赫然发现 一道身影 居然已经翘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 它身前百米之地 当它看到这道身形时 这道身形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波动 下一刻 它的身形 仿佛一道水流 沿着它演化宇宙中 呈现出来的涟漪 就这么顺流而上 刹那间 欺制它身前 一种切割一切 撕裂虚空的风锐 笼罩礼聘的身形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这种手段 虚空族 礼聘瞬间辨认出了 这个对手的来历 虚空族 宇宙九大至尊种族之一 天生的空间行者 关键是 虚空族对虚空 虚无的理解 远超任何一个种族 如果说 星灵族最契合的战场 是高能恒星 黑洞 那么 冤虚便是虚空族的主场 他们在这里具备的优势 仅次于虚无生命 靠着环境的加持 这一阶的难度 直接飙升到了 至高阶梯第82阶 乃至83阶的地步 换成其他心心念念 想要冲上更高阶的人 这个时候 或许会选择避其锋芒 退出至高阶梯 换个和环境 不那么契合的对手再来 但礼聘 拔剑 出剑 智典建议在若西剑 跨时空般的攻击下 刹那间点至这尊 虚空族君主的身前 智典崩塌 宇宙演化 近乎一气呵成 可就在他这一剑点中 这尊虚空族君主所在时 他的身形突然消失了 就像浮出水面的鱼儿 一个卷 消失无踪 礼聘竭力感之下 竟是察觉不到半分 联想到虚空族的强大 礼聘以最快的速度暴退 拉开自身和虚空族君主 刚才惊鸿一线所在位置的距离 与此同时 心灵深处 无尽的光辉弥漫出 四周的时间陷入凝制 礼聘观摩四方 他甚至能够看到在智典建议下 崩塌的起点一点一点释放能量 构建宇宙 并因无法完美掌握宇宙的平衡 而再度崩塌 释放出毁灭之光的过程 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洞察不到那尊虚空族君主所在 对方仿佛直接在他感知的世界中消失了 物质 能量 空间 时间 一切的一切 找不出他的任何痕迹 惊人的手段 礼聘由衷道 不过 他不信他和君主的差距会如此之大 在近乎时间凝制的情况下 仍然无法将他找出来 除非对方的力量对他形成了碾压 否则 这种状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但形成碾压 别说君主了 就连圣皇 天帝 也休想在物质 能量 时间 空间层面 碾压物透制高法第四层变化的他 除非 心灵 礼聘顿时领悟 心灵之力 顿时以他为中心 一圈圈蔓延 不断地蔓延向四面八方 一次 两次 三次 足足六次 礼聘才察觉到了一丝瑕疵 沿着这一丝瑕疵 他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 一尊仿佛和空间融为一体 近乎透明的虚影 出现在他的感知中 找到了 还真是心灵层面的碾压 礼聘心中明了 虽然他找到了这尊虚空族君主所在 但 他搜寻了六轮 在这尊虚空族君主 被凝制的情况下 足足六次他才将他找出来 八十阶时 他的对手用心灵秘术攻击他 被他靠着倒进轮回秘术抗了过去 可这一次 对方的秘术并不属于攻击型 而是利用心灵秘术的力量 蒙蔽他的心灵感知 这让并不算真正凝聚真灵 具备映照一切之力的他 直接失去了对他的锁定 或许这和虚空族本身的天赋有关 但也能看出 礼聘此刻各方各面的严重不足 秀 剑光一转 礼聘新的一剑 截杀向那尊虚空族君主所在 可这一剑截杀 同样未曾有任何斩获 在致点建议 即将命中这尊虚空族君主时 他的身形再度消失 那种和空间极为契合 行云流水般的闪烁 恍惚中给人一种直面人族圣皇之感 这种速度 礼聘没有半分迟滞 电光使火间再度激活真灵之力凝固过去 骤光之战便是心灵之战 对骤光来说 谁能用心灵秘术击破对方的真灵之光 谁就能占据得天独厚的先手优势 到了君主阶段 摧毁对方的真灵之光已经不再是唯一选择 因为对任何一位君主来说 攻击力都是严重溢出的 尤其是冤虚这种环境下 礼聘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枪手对决 自是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控入微 慢上0.1秒 偏移几厘米都可能导致生死逆转 可如果对方直接开炮 大致命中就行 别说偏移几厘米了 偏一个一两米都没有太大问题 思绪之间 致点建议的锋芒再度爆发 这一次 宇宙演变的过程极快 范围更是宽广到极致 不止顷刻间爆发了上万米 更是以极快速度朝三万米 十万米外蔓延 就像一方宇宙正以极快速度演变 蔓延 成型 尽管由于缺少了正确的构架 也没有足够的物质 能量 空间 时间填充 这方宇宙演变过程呈崩塌 毁灭之势 可那种蔓延速度 仍然让以置点建议为中心 让以那位虚空族君主所在之地为中心的十万米方圆 尽数被毁灭取代 不对 这一击 李聘已然倾尽全力 但 宇宙演变 崩塌 毁灭的范围 却并没有出现同等级别的力量湮灭 这种场景若是放到星界 源源不断被吸引而来的龟须之力 足以将它压垮 算得上 它和这尊虚空族君主 玉石俱焚的一击 可如此一击 却仿佛根本没有命中对手一般 一念之间 李聘的真灵之力 再度激发 映照八方 伴随真灵之力映照的 还有心灵之力 一层层的冲刷 在心灵之力的不断冲刷下 李聘赫然发现 那尊虚空族宇宙君主的身法之快 超过了他致点建议爆发的宇宙 蔓延速度 人 比子弹快 不 他只是比我快 他提前察觉到了 我会对某个位置发起攻击 从而避开 君主之战 尤其是处于冤须这等环境下的君主之战 更重要的是 躲避对方攻击之余 让自己的攻击命中目标 李聘的道径轮回秘书 经过改良后 偏向于防御 辅助类秘书 甚至可以说是 虚数空间法第三层的补充 面对这尊掌握隐匿类秘书 感知类秘书的虚空族君主 完全属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地 要不是 他靠真灵之光撑着 此刻已然被对方 翘无声息摸进 一箭绝杀 我掌握的秘书太少了 心灵 几乎相当于白板状态 若是在日药层面 大家都只掌握了一门心灵秘书 且层次还不高的情况下 自然看不出任何弊端 可君主 别说是君主了 就连昼光 哪一个 不都得掌握三四门心灵秘书 至少 攻击 防御 感知三件套的齐全 礼聘脑海中流淌过 他所掌握的心灵秘书 攻击类的银河星暴 万神咒 防御类的无上真身 太虚真魔身 辅助类的道径轮回 其中 万神咒属于神族特有 人族想要修炼难度极高 防御类的 无上真身 大幅增加心灵抗性 属于纯粹的防御类秘书 太虚真魔身 需在体内构建一方虚界 具备防御 隐匿等多种功能 理论上 他应该选择用银河星暴来破局 但 新掌握不久的银河星暴发动 必然缓慢 未必能威胁到 这尊掌握感知类秘书的 虚空族君主 无上真身同样不行 对方身怀感知类 隐匿类秘书 又不是直接攻击他的心灵 唯一能派上用场的 反而是太虚真魔身 以不变应万变 在对方命中他的那一刻 在双方最近的那一刻 爆发反击 不愧为宇宙君主 现在的我 充其量堪堪媲美 新晋君主的层次 对上那些稍稍滋身君主 劣势净险 礼聘迅速拉开自身 和这尊虚空君主的距离 重新掌握一门至高秘术 何其艰难 但 他渴望碰到 能逼出自己极限的对手 不就是为了借对手的力量 亏去到自己的不足 从而将所有短板补权吗 炼成太虚真魔身很难 可在对手的极限压迫下 这一时间 在冤须这种特殊的环境下 这一时间必然被无限缩短 在冤须 宇宙君主所谓的演化宇宙 不过无根扶平 水中倒影 唯有真正稳定的宇宙规则 才能演绎出恐怖的威能 也就是至高之力和主宰之力 莎莎的声音思维波动 突然在礼聘脑海回荡 换句话说 只要你施展出那种 类似于至高之力的神秘力量 你能很快结束这场战斗 你能存在于至高阶梯 礼聘有些意外 莎莎计算了一下 礼聘这番信息的语调 以及背后传递来的深层暗喻 结果是 没有什么深层暗喻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她沉默了片刻 好一会儿才到 你是不是小觑了一个 接近无上级智慧生命的能力 有吗 礼聘问了一声 智能生命 不就是导航 搜索引擎之类的作用吗 哦 莎莎本身的实力 怕是不逊色于人族圣皇 但 有关于她遭遇的战斗方面的事 她并不希望她插手 一场战斗 胜负重要 过程 也很重要 礼聘接着回应道 这就是我 即便遇上明明比我弱小的对手挑战时 只要她某些方面 有让我眼前一亮的地方 我仍然会与其战斗下去的原因 那么 这个对手 你如何应对 莎莎问道 很简单 我将以她为对手 魔力我的不足之处 并以此刻开始修行至高秘书 太虚真磨身 若我能将这门秘书修成 哪怕仅仅小成 我们之间的生死 胜负也必然改写 礼聘道 你要从头到尾的 修炼一门至高秘书 莎莎的信息传递 都充满了精益 有何不可 莎莎本想阐述一番 修行一门至高法 何其艰难 不过片刻 她想到了什么 眼前的礼聘 从成就新神 到晋升宇宙之光 只用了不到一百个新年 期间 她似乎还将到冤至高的 道进轮回秘书修成了 尽管她将这门秘书 进行了一系列改良 使得其威力大幅度降低 但 种种不可能的事 在别人身上 或许是不可能 可在礼聘身上 或许 你真的可以做到 莎莎道 我期待着你 再次创造奇迹 不久后 至高阶梯外 一道流光 猛然被投送了出来 凝结成了 李聘的身影 从她的眼神 不难看出 此刻她似乎还残留着 某种临死前的惊恶 怎么 莎莎一句话都不想说 她感觉自己 有关于李聘的数据库 已经充满了bug 几乎快要到 充斥乱马的级别了 怎么就说了 李聘突然道了一声 最后一刻 她施展出来的手段 超标了 那绝对是圣皇级手段 并不是 莎莎回应着 判断方面她不敢说 但录制数据方面 她还是很有话语权 对方是借助了神器的力量 一瞬间犹如化身圣皇 跨越空间 这才在你这一击爆发到最大威能时 率先对你完成了致命绝杀 说完 她甚至难得地赞叹了一声 这是一位完全符合优秀标准的虚空族刺客 只要不是遇上如黑洞 超级中子星这种让她藏匿之法 无所遁形的环境 她的实力 怕是抵得上至高阶梯83阶的水准 神器的力量 李聘看着手中的若曦剑 顶尖骤光神器 当然 莎莎道 虚空族和我们人族不同 虚空族君主数量 只有我们人族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所以 一人一剑顶尖骤光神器 很正常 不是吗 说完 她还神色复杂地看了李聘一眼 而且这一次 你不算输 最后一刻 你以身为耳 在那尊虚空族君主击杀你时 你最后一击全力以赴的能量释放 也会带走他 你们两个是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李聘朝至高阶梯看了一眼 这件奇物却不这么看 输了就输了 没有什么接受不了 她平静道 这个世界 没有谁能尝胜无敌 也没有谁能至强不败 至高阶梯 莎莎有些迟疑 根据至高阶梯的判断 李聘 确实是失败了 但 她不应该失败的 当下 她沉声道 这一次 你的主要问题有三点 第一点 晋升太快 敌运明显不足 掌握的秘书 不足以 应对各种复杂环境 第二种 还是和敌运有关 你对骤光神器了解太少 身上的装备 也有些跟不上你自身的实力了 至于第三点 这尊晋智能生命顿了顿 你骄傲了 骄傲 李聘 李聘略意私存 很快知道 莎莎所说的骄傲 是指什么 没有动用大道之光 如果她动用大道之光 凭借其不逊色于至高之力 不 应该是更胜于至高之力的本质 完全可以携这种巨大优势 将那尊虚空君主杀死 原须不同于星界 也不同于浩瀚宇宙 特殊的环境几乎令规则不存 在没有任何规则的状况下中 修炼者自身演化出来的规则 质 笔量 重要太多了 如果说君主演化出来的宇宙之力 在冤须是泥土 那么至高们的宇宙之力 就是钢铁 同等分量下 钢铁可以轻松将泥土碾碎 并非骄傲 而是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 李聘说着 他朝至高阶梯看了一眼 我要的是进化 是超越 进化自我 超越自我 他收回目光 看着自己的双手 因此 我的对手 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 你自己 莎莎道 紧接着 他又补充了一句 至高 主宰 无上 都不算 李聘神色平静 没有回答 但莎莎已经知道答案了 好一会儿 他才道了一声 你这种想法 自己知道就行了 千万不要告知他人 并不是每一位至高 主宰都像黑渊陛下那样好说话 能够包容你的一切 我知道 李聘笑了笑 我不会主动宣扬 但有人询问 也不会否认 这就是我 莎莎想说什么 计算片刻 最终却改成了 真是 不一样的烟火 这种评价 李聘淡然接受 你先前不是说 要尽可能在至高阶梯上冲得更高 以引来更多强大的对手吗 这个时候 莎莎再度道 离万族争霸赛还有七十多年 你不会以为 接下来七十几年 我会毫无寸进 并且再不来 闯至高阶梯了吧 李聘道 在闯 是 李聘点了点头 闯到万族争霸赛开始为止 他笑着道 那个时候 将是我最强的状态 同样 想来一族也会拿出 最强的高手来对付我 和我进行真正的种族之战 生死之战 你就不怕将所有实力都展现出来 到时候每一处 都被那些一族针对吗 莎莎问道 我等着 李聘以一种平静的口吻 缓缓述说 强者无畏 强者无惧 强者至强 至强无敌 莎莎看着李聘 看着这个一步一步 从神圣 已经成长为 具备君主实力的宇宙之光 突然觉得 相较于智能生命的先进 人类这一物种 有时候也挺帅的 这个时候 四周的喧哗声渐起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 被从至高阶梯中 传送出来的李聘 尽管他并未闯过八十一阶 可各种各样的惊呼 赞叹 仍然此起彼伏 一个修行时间不足两百年的君主 这种成就 值得任何人族为其惊呼 因为 照这种成长继续下去 若干年后 人族 绝对又会多出一尊圣皇 乃至天帝 而这等强者 哪一个不都是人族的中流砥柱 强大抵运 赞叹喧喧哗声中 墨玄 以及两位天帝 以及一位位圣皇 君主已经凑了上来 八十阶 墨玄以一种惊叹的语气道 了不起 李聘 我接掌人道圣殿这么多年以来 你是所有自人道圣殿出去的成员中 最优秀的一个 人道圣殿几千计的历史 期间积累下来的诸多记录 怕是被你一人破除大半了 墨玄殿主 李聘点了点头 同时和另外的赤弟 白帝 以及还算熟识的君主圣皇 打了声招呼 甚至他还看到了 远处朝这个方向观望的王福云等人 意识冲着他们点了点头 黑渊主宰 还真是慧眼如炬 天狱世界那么多天骄 天才 你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这一点 从你此刻的成就 就能看出一二 近百年来从天狱世界出去的那些天才 天骄 包括一族中人 虽然不乏有人也成就昼光 但却没有一人 能够像你这般 一步登天地拥有君主及战礼 赤弟延号上前 笑着道 其他人是否认可 你我不敢说 但我认为 无上天骄之名 你名副其实 过奖了 李聘道 他并未否决 因为 天狱世界 那些天骄 天才的水准 层次确实不高 这一点 从王福云放到天狱世界 能排入前十 就能看出一二 当然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天才 天骄的水准都不高 黑渊主宰 掳人掳了上万年 诸多至高们 仍然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懒得理会 要不是他已经越来越过分 人族的至高意会 都未必会去赌他 一些能不能承皱光 都是未知之术的天才 掳去了就掳去了 人族别的没有 就是人才多 天才多 换个地方聊如何 一旁的鸡顺 笑着问了一句 李聘看了默玄 严皓两人一眼 知道他们 应该是有其他话要说 当下微微汗手 好 莎莎阁下 失礼了 鸡顺到了一声 下一刻 他一挥手 李聘 莫玄 严皓周边的空间 一阵扭曲 顷刻间 几人彻底消失无踪 几位殿主邀请李道子离开了 两百年的君主 拥有这种待遇 我一点都不奇怪 上一次在至高阶梯上 有如此惊艳表现的 还得追溯到 上百纪元前的知其圣皇吧 可他是特殊生命 天赋之高 不能用人族目光来看待 真是不可思议 想不到人到圣殿这一季 居然出了李聘这么一尊人物 可以预见 接下来一段时间 人到圣殿再要招人 报名者必将络绎不绝 不止那些大势力昼光会 纷纷将子嗣 后辈送到人到圣殿来 估计无尽神山 万物商会 天眼教也要有人坐不住了 说到天眼教 那位大罗明王不是造谣说 李聘名不复实吗 来来来 让他给我说说看 李聘到底哪里名不复实了 一天天地竟在那里胡说八道 大罗明王终究是天眼教法王 语气还是不要这么直白 嗯 竹天圣皇您啊 您说得对 那大罗明王一天竟在那里瞎嗶嗶 尽管李聘已经离开 但场中的议论丝毫不散 大量的心灰 日药 乃至昼光 君主 圣皇 亦没有马上离开 仍然和身边之人交流着这一场百计难得一遇的见闻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云来 于雪仙 王福云 狱里几人的神色中亦是充满这份 在看我 在看我 刚才李道子在看我 和我打招呼呢 什么道子 叫君主 至高阶梯上能闯到八十阶 已然具备拥有君主称号的资格 不知李君主会选择什么封号 说起来 楼主在昼光阶段的封号都还没有吧 该叫个什么封号呢 龙渊之光 玄聘之光 钥匙之光 几人纷纷交流着 王福云看着几人的交谈 商议 神色亦有些唏嘘 在天狱世界时他就知道 以李聘的天赋 未来必然能够大放光彩 名传人足 只是 他预料中的那一天 少说得几千 上万新年后 最快也得上千新年 他如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一天真正来时 来的是如此之快 百年 从天狱世界出来 仅仅用了百年时间 他便达到了这种地步 比他预料中最快的时间 都快了十倍 这种天赋 才情 从今往后 还有谁敢说 他不是无上天骄 王福云喃喃自语 紧接着 他又将目光 妄想被称之为 五大巨头的 林天荒 圣虚 三千尘世 洛神西等人 尤其是洛神西 他那失魂落魄 大受打击的模样 不知为何 让他看得 只有种莫名的畅快 要知道 在李平未曾来 人道圣殿之前 这一位可是镇压了 人道圣殿所有修炼者 几千年岁月 那一气绝尘的姿态 根本没有将任何一个 人道圣殿的天骄 放在心上 一位来至高清传 自居的他 似乎哪怕 和其他人说一句话 都属于恩赐 而现在 一如他的猜测 属于洛神西的时代 今日彻底终结 人道圣殿 迎来了属于李平的时代 尽管可以预见的是 这个时代会十分短暂 但 人道圣殿以后 但凡再有天骄出世 妄图已无上天骄自居 都谁都别想再卖过李平 设下的这个标准 达不到这个标准 老老实实苦笑去吧 新火圣殿内 属于白地基顺的宫殿群中 在一处充斥着 诸多神兵利剑的神兵台上 李平 莫玄 基顺 严昊四人席地而坐 尽管一方是三尊天地 另一方仅是一尊昼光 但场中几人 却并无任何一人感觉不妥 新火圣殿设有四方殿主 这四方殿主中 玄帝莫玄 执掌太初世界 人道圣殿 主弟子栽培 同时还负责确保新火圣殿安危 白地基顺 则是主对外征头 杀伐 凡是涉及到和异族有关的大小事项 都是由他处理 剩下的赤地延号 黑地秒砖 意识各有其职 万族争霸赛 涉及到对异族的策略征伐 自是由基顺负责 此时 这位天地的语气颇为温和 李平 在你刚完成至高阶梯闯荡 需要休息 总结经验的时候 将你召来 实际上是有一件要事 希望询问你的意见 他倒也没有什么拐弯抹角 想来 你也听说过一记一刺 专门用于解决 存在阵营诸族矛盾的万族争霸赛吧 通过莎莎有所了解 李平如实道 既然你已经了解 那我便直言了 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万族争霸赛 为我们人族 争夺一份利益 同样也为你自己争得一份荣誉 基顺道 正有此意 李平微微一笑 我此番之所以选择闯荡至高阶梯80阶 就是为了用这个成绩 作为参加万族争霸赛的敲门砖 现在看来 效果不错 岂止不错 简直是让我们喜出望外 基顺满脸笑容 实际上 只要你能展现出骤光境界的实力 再申请参加万族争霸赛 也不在话下 哦 李平有些意外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道了一声 我要参加的是万族霸主赛 当然 我们 基顺笑着回应 可他话没有说完 声音却是微微一僵 骤然停了下来 一时间 不止他 墨悬 严昊两人的目光 同时落到了他身上 万族霸主赛 不错 李平点了点头 你如果去参加万族天交赛的话 几乎能十拿九稳地拿下一胜 为我们人族获得一分任何一位天地都会为之侧目的巨大利益 可要是参加万族霸主赛 基顺深吸了一口气 霸主赛不同 这等比赛参赛者的修行时间限制 可是长达一记 是天交赛的百倍之多 别说九大至尊种族了 就连次一级的顶尖种族 派遣出场者 实力也绝对不会低于昼光 且是宇宙之光中的佼佼者 我知道 李平看着这位白帝 不能一起参加吗 能 但 基顺看了李平一眼 如果让你在星界和一尊君主搏杀 你可能胜之 李平略意私存 到最多同归于尽 那就是了 基顺道 每一个前去参加万族争霸赛的人 身上肩负的都是整个族群的利益 为了这份利益 这些参赛者每一个都会汗不为死 纵然胜不了 他们也要想方设法 迫使你身上多添上一份归虚之力 归虚之力越多 所能发挥出来的实力就越差 不夸张地说 除非拥有碾压性优势 否则 很少有人能够有余力 打到第二场 第三场 他顿了顿 除非 你也抱着是归虚之力于无误的心思 一旁的墨璇意识到 为什么万族争霸赛参赛者 要求的是修炼时间 而不是修为 就是因为 如果按照修为来 那些突破无望的人 完全可以冒死一搏 为自己的种族 燃烧最后一份热量 他们完全可以用对子的方式 对死对手 可换成了修炼时间 谁舍得拿那种千年成昼光 一记成君主的天骄去对子 说着 他叹息了一声 哪怕走到最后 多多少少也会面临这种结果 但 每一个参赛者的死亡 对我们人族来说 也都属于巨大的损失 很多时候 一些分量不够的利益冲突 我们宁可放弃 从其他方面拿回来 李平听了 神色平静 天骄赛 我可以参加 但作为条件 霸主赛我 同样要出席 李平 你是想通过和那些一族高手交手 以魔力自身修为吗 墨璇插话道 如果真是如此 你大可不必去霸主赛冒险 要找人交手 增加战斗经验 我们给你安排就是了 但万族争霸赛 人族利益于一身的压力 生死之战的刺激 亿万瞩目的期盼 李平平静中 却带着一阵压制不住的炽热 他伸手 似乎想要触摸什么 但却什么都摸不到 可他心里却很清楚地知道 他到底想要什么 那种环境下 才最能激发一个人所有的潜能 才能让他一次次迎难而上 一次次挥拳拔剑 一次次打破极限 超越自我 墨璇 姬顺 严昊三尊天地 活了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到过 他们对视一眼 均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担忧 类似于李平这种人 他们也知道 甚至在上古星界 包括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 他们 往往被冠以求道者的称呼 这种人 每一个都称得上精才绝艳 只要不死 他们都能以不可思议地迅速成长起来 直至登陵巅峰 站在某一领域的最高层 理想很美好 可现实是 这种所谓的求道者 无一例外 都没有下文了 要么 在某一刻的大恐怖下 被击溃到心 放弃了这条道路 见而泯然众人 要么 死在成道的半路上 很少有求道者 能够攀上真正的巅峰 因为 气运 命运 不会永远眷顾着他们 礼聘 都已经算是 他们接触的求道者中 走得最远的一个了 很多人连昼光都熬不过来 毕竟 充斥着归虚之力的心界环境 对一次次 走在极限边缘的求道者 太不友好了 未成心神前 还能往往极限突破 以成心神 归虚之力 分分钟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礼聘 基顺想要说什么 可这个时候 墨璇却给了他一个眼神 紧接着 他转向礼聘 理论上 我们同意 你参加霸主赛的条件 但 你应该知道 万族争霸赛的每一次搏杀 都代表着巨大的利益 尤其是这一次 更是涉及到 三灾九难试验之地 更是重中之重 各大种族为了获得胜利 绝对会不遗余力 在这种情况下 他顿了顿 不是我们小觑你 而是你现在 至高阶梯八十阶的修为 在霸主赛上 真的有些不够看 我没有记错的话 离万族天交赛 还有74年 礼聘道 74年后 我觉得 够了 积顺这个时候 已经明白了墨璇的意思 笑着道 我们欣赏 你的自信 这一季 我们人族和诸多一族间 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一共有22处 其中9处会通过天交赛来解决 13处会由霸主赛解决 换句话说 霸主赛上 我们一共有13位人选 其中最优秀的几位 可能要站上两场 因此 你要参加霸主赛 我们不反对 但在最终的参赛者中 你需排入前十 如何 合理的要求 礼聘 微微汗手 那好 基顺笑着道 任何一位有资格参加万族争霸赛的选手 包括预备役 都会接受特训 这种特训 可以是由第一星河替你们量身打造 也可以由你自己选择 你 我希望自己选择 李聘道 基顺并未拒绝 李聘有莎莎这个智能生命辅助 而莎莎的算力 未必逊色于第一星河 若是从时光之海戒掉算力 第一星河都得逊色一筹 有他量身打造训练计划 李聘的成长速度 不会比那些特训者慢 这一点 从他成就新神后 仅用了不到百年时间 修成骤光 就能看出一二 可以 修行是一件很私人的事 每个人确实都有自己不同的修炼方式 不过 每一段时间你最好展示你的修行成果 好让万族争霸赛筹备委员会 知道你的进程 姬顺道 我每十个新年 必去闯一次至高接替 李聘道 至高接替 姬顺并不认为 李聘能在人族参加霸主赛的骤光 君主中排行前十 要求导也没有太苛刻 只是点了点头 行 商一玩意象 他笑着道 那么接下来 就来说一下 你所能享有的补助吧 他虚守一点 护道者我就不说了 你已经有了 而除了护道者外 你首先将获得一件巅峰骤光神器 或一套顶尖骤光神器 其中 神器的种类 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来 巅峰骤光神器 李聘有些意外 是 姬顺笑着道 但凡你们能够获得胜利 这些神器 就将归你们所有 说到这 他有些感慨 若是失败了 那也没什么好说了 根据万族争霸赛的规则 失败者的一切 都将是胜利者的战利品 李聘点了点头 他很清楚 万族争霸赛的残酷 其二 你的权限会提升到94级 天地以下的所有资料 都会对你开放 哦 李聘眼前一亮 不知道94级的权限 能不能查到和道径相关的资料 另外就是第三点了 姬顺微笑道 人族数据库记录的所有功法 都将对你临时开放 包括但不限于至高 无上 主宰功法 秘书 墨璇 严浩 姬顺已经算是 新火圣殿最高层 他们决定的是 自是马上付诸行动 不多时 关于新火圣殿的种种补助 已经纷纷发下 尽管巅峰咒光神器仍然卡着 但大眼盘 却已经由墨璇 亲自转交到了李聘手上 这件顶尖咒光神器 乃是我们人到圣殿 因为你在虚无神葬殿 做出的贡献 所给予的奖励 不计算 在你参加万族争霸赛的 补助范畴内 墨璇说着 笑着道 除此之外 我们还帮你申请了一次 前去时空之门参悟的机会 多谢 李聘硬了下来 这些收益 他并没有拒绝 某种程度上 这算得上 他和虚无神葬殿的交易 其中一份交易品 就是他从虚无神葬世界 获取到的信息 而属于虚无神葬殿的交易品 至今为止 才发放到他手上 巅峰咒光神器 我人族数量亦不算多 恐怕难以给你量身定制了 只能是你说出大概的需求 我们尽量满足 墨璇说到这 突然笑了起来 我们先前闲聊时说过 星火榜 燎原榜 要是榜 包括外界一族 各大榜单更新的速度 都比不上你修为提升的速度 而眼下看来 别说榜单更新的速度跟不上 接下来所需 给你的补助 同样都快有些 跟不上你的修为了 李聘听了 实话实说道 修行一道 我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你谦虚了 墨璇道 昼光 在我们人族当中 都属于中间力量 对内坐镇一方 都绰绰有余 更何况 你还有着君主站立 一些君主 已经能够单独一人 坐镇一方 异族战场了 异族战场 相当于人族的边境防御线 关口 主要预防异族的潜伏 渗透 破坏 往往由君主率领 诸多昼光阵守 再服以不少日要维系侦查 冤须 则是虚无阵营 虚授们侵蚀的关键 相当于虚无 和星界的虫洞所在 这种规则 不存之地 非领悟宇宙演变的君主 难以防御 你对神器有哪些要求 墨璇询问道 李聘回想 自己在至高阶梯八十一阶 和虚空族君主一战 以及自己衍生出来的打算 道 辅助修行类的即可 顿了顿 他补充了一句 最好有益于心灵一侧的修行 比如至高秘书的领悟 看样子 你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不足了 墨璇笑着道 咒光到君主 君主到圣皇 这两个阶段 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容易跨越 即便要跨越 也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 反倒是圣皇到天地 修行起来更顺畅一些 因为归虚之力 李聘道 咒光属于终极生命 这个阶段 只要不和同境界强者搏杀 或者不前往其他险地 归虚之力 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某种程度上 咒光 才算真正实现了永生 在有归虚之力的心界环境 实现永生 所以 在这个阶段 所有咒光们 都会横补心灵秘书 攻杀战绩 战斗经验等等 而这 需要很多的时间去 一一打磨 偏偏这是你最缺少的 墨璇说到这 顿了顿 到了君主 即领悟宇宙演变后才 需要考虑归虚之力的问题 你应该感觉得出来 宇宙演变带来的毁灭之力 太过强大 远超君主所能掌握 在这种情况下 君主的修行 必须得小心翼翼 一点一点 将自己所能演化的宇宙范围 提升上去 直至成就天地 才算彻底完美掌控这种力量 李聘点了点头 君主确实是一个 攻击一出的境界 如果不惜一切代价 君主甚至有可能 拖得一位天地同归于尽 君主 圣皇 天地都属于持枪者 君主属于普通人 圣皇则经过专业的枪械闪避训练 天地不只有专业训练 且是身经百战 倒衍生了近乎直觉的老兵 理论上 这种老兵对上普通人 可以一阵乱杀 但 这并不意味着 普通人对这位老兵 没有任何威胁 因为 大家用于灭杀对手的武器 都是枪 一旦中枪 都会死 杀伤力平衡的情况下 王者都能死在青铜手上 辅助类巅峰骤光神器 偏向于心灵 至高秘书修行 墨玄私存了一番 却是没想出一件合适的配件来 当下道 怕是 需要至高一会某位至高做决定才行 需要稍等片刻 你先用着大眼盘 这也是一件辅助类顶尖骤光神器 与你更稳定的架构宇宙 有不小的帮助 可 李聘点了点头 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墨玄说着 补充了一句 我是指你的骤光名号 未来的发展 以及对势力的考虑 我接下来的重点会放在万族争霸赛上 等万族争霸赛结束后 再考虑这些问题不迟 李聘道 也对 一切以万族争霸赛为先 墨玄点了点头 在万族争霸赛前 我便继续用人道圣殿的身份对外公布 成了骤光再充当人道 永昌计划议员有些不合适了 挂个特级荣誉导师头衔如何 好 李聘硬了下来 只是他心中多多少少有些怪异 人道永昌计划 他好像根本没怎么享受过 人道永昌计划带来的种种便利 就直接结业了 墨玄再度和李聘交流了片刻 做出了一些鼓励后 这才离开 门外 袁光 世新尊 两位副殿主 在那里等候 看到李聘 两人脸上虽然和以往眼 带着笑容 可这一次 明显争执了不少 毕竟当年 李聘刚入人道圣殿时 他只是未来必能成就君主的层级 而这一次 他已经真真正正 拥有了君主及战力 尽管这种战力 只呈现在至高阶梯 星界中他未必能完美掌控 可至少 已经具备托的一位君主 玉石俱焚的资格 李导师 店主刚才已经传讯于我们 我们在新火圣殿 替你安排了新的住处 当然 人道圣殿方面的住处 我们也会替你保留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喜好 随意居住 袁光笑着道 李聘点了点头 他看了袁光一眼 不知袁光店主 现在掌握了几门秘书 袁光一听 就猜到了李聘的意思 看样子 李导师 只不于至高阶梯81阶 是吃了秘书的亏 他笑着道 骤光阶段 就是秘书 战绩 经验 包括配套神器的积累期 这个阶段 刚突破的骤光们 会选择闭门苦修 等秘书 战绩小有所成后 便前往一族战场 在那里积累经验的同时 亦是尽快将秘书 战绩 推升到大城 乃至圆满 同时 斩杀义族 还能获得功劳 这些功劳 亦能兑换 适合自己的骤光神器 等在义族战场 待够了后 骤光们便可选择置业 安家 又或者继续 朝圣皇阶段冲刺 介绍了一番后 他才正式回答 我成骤光后 闭关43计 在义族战场上 闯荡39计 回来后于 人道圣殿任职 担任导师 期间二世纪雾透宇宙演变 成就君主 再经过61计沉淀 运作 成为了人道圣殿 副殿主 至今 我掌握秘书六门 战绩四门 手上到也有两件 顶尖骤光神器 在君主中 只能算重归重举 说完他还看了一眼 一旁的世心尊 我在至高阶梯 不过走到82阶 这一点 远不如世心尊 世心尊 亦是没有藏私 直接道 我修行秘书五门 但五门秘书中 有三门为至高秘书 皆以修行圆满 兼聚功 防 爆发三点 另有战绩三门 以修行圆满 他感慨道 到了君主阶段 战绩也好 秘书也罢 基本上已经补全了 所有明显短板 接下来便是深入研究 挖掘了 尤其是那些顶尖君主 对上圣皇 或许被动 不敌 但只要不冒进 固守几百年不在话下 某种程度上 和圣皇亦无区别 袁光点了点头 圣皇相较于君主 无非是掌握空间之力 拥有更快的战场投送能力 攻坚 固守 和顶尖君主 并未拉开太大差距 说完 他还补充了一句 就算面对掌握 时间之力的天地 只要那尊顶尖君主 获得出去 也未必不能扭转乾坤 顶尖君主 李聘知道 他们口中的顶尖君主 指的是那些君主中的最强者 至于说 对上天地扭转乾坤 显然也是那些较弱的天地 真正生死搏杀 差距还是难以否认 不然就不会有君主 圣皇 天地之分了 我听店主说了 你接下来打算参加万族争霸赛 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 能够缴获一件巅峰 骤光神器 甚至至尊神器 接下来的修行路途 将会顺利很多 圆光说着 笑道 神族也好 虚空族也罢 这些种族 比我们人族可要富裕得多 尤其是特殊生命种族 每一个参赛者 都会有巅峰骤光神器 一些极其关键的利益上 甚至会拿出至尊神器来 他的眼中带着羡慕 若有至尊神器 81阶绝不是你的极限 携神器之威 一口气闯到83阶 84阶 乃至85阶也绝非奢望 礼聘听了 有些意外 不过紧接着 意识有些恍然 神器 人族靠着神器 才能和特殊生命交锋 可最终 反而是其他族群 在神器上更占优势 不是人族神器少 而是人族等着神器 用的强者太多 若他真能在万族争霸赛 缴获一些巅峰骤光神器 别的不说 摆脱贫穷还是不在话下 人道圣殿 礼聘重新返回到了居住的场所 他人一道 侯云第一时间上前 恭敬中带着居警道 大人 这是这段时间来各方势力送过来的拜帖 礼聘看了一眼 这些拜帖中背后至少站着一尊宇宙之光级的存在 不少拜帖的主人更是指向君主 圣皇 礼聘私存了一番 道了一声 且回了 就说我接下来几十年要心无旁骛地为万族争霸赛做准备 万族争霸赛 侯云一听 眼中的恭敬之色不禁更甚一分 大人居然能代表我们人族参加万族争霸赛 和诸多一族天骄争风 为我人族争光 是了 大人以如此神速修成伟大的宇宙之光境界 更是在至高阶梯闯过八十阶 若参加万族争霸赛 一个盛场轻而易举 侯云 可有打算跟我前去星火圣殿 礼聘道 侯云微微一正 紧接着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第一时间半跪在地 侯云怨奉大人为主 从今往后 安前马后 为大人效力 礼聘微微点了点头 昼光 不再是先前星辉 日要急得小透明 平日里各种各样的琐碎之事 不在少数 这些事 哪怕他一一回绝 也要浪费时间 自是需要有人帮着处理 他原本挺重义王福云 不过考虑到王福云的天资 必然要冲一冲昼光之境 这才转向侯云 这几十年里 侯云办事也算兢兢业业 在得知他处身破碎星海时 更是率队前去接应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他 随时可能面临异族刺杀 他们前去接应 也相当于冒了生命危险 不用多理 以后生活上的索谢之事 就交给你了 礼聘到了一生 侯云必竭尽全力 不让主上失望 侯云沉声道 礼聘给他的身份是管家 这个身份可比所谓的护卫队长高多了 有分量不说 还不用冒着生命危险 去打生打死 尤其是 自家主上前途无量 未来若能成圣皇 成天地 他这个管家 即便不是昼光 怕也能享受不逊色于昼光的待遇 准备一下 我们去星火圣殿 礼聘吩咐了一声 是 侯云应诺着 很快 礼聘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道了一声 有客人来了 请他们进来 侯云应声退下 不多时 却见王福云 于雪仙 高盛岩 玉黎 云来几人走了进来 几人入院后 默默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的躬身行礼 参见伟大的宇宙之光 礼聘见了 不禁笑了笑 你们知道 我不喜欢这一套 楼主现在贵为昼光 终究不能再像以往那般 职称名讳 于雪仙上前 再度一礼 请赐咒光尊号 尊号 礼聘微微沉吟 每一位咒光 都有自己的称号 这些称号 可以和性格有关 可以和功法有关 也可以和来历 植物 神器 喜好有关 且称号可以自居 也能被他人赠予 像淫落的方舟之光 是因为它一件飞行类 顶尖咒光神器 那件神器形似方舟 所以才有方舟之光的名号 沐海的暮色之光 则因为一门强大的秘书 此外 像与雪仙的师尊寒素冻结之光 苗庆的师尊复苏之光等等 皆是如此 礼聘 我最核心的根本 在于我的道 我的目标 我所追求的终极 起源 用终极之光 似乎有些太高调了 倒是起源 蕴含起始 发源之意 一看就有种小萌新 刚刚迈上修炼道路的低调感 因此 就叫起源之光吧 礼聘道 起源之光 众人口中念叨着这个名字 倒是隐隐觉得这个称号中 蕴含的深意 起源 一切的源头 一切的起点 这个称号 有点大了 不过 礼聘未来 可是有望天地的人物 甚至在他们心目中 还有那么一丝希望 能够问鼎至高 那么 起源天地 起源至高 这不就很顺耳了吗 想到这 几人对视一眼后 同时再度一拱手 参见伟大的起源炙光 礼聘微微汗手 我将前往星火圣殿 日后你等若是有事 亦可来寻我 玉璃看着礼聘 心中微动 似乎有什么决断一般 这个时候 却见礼聘再度到 至于拜师什么的 就不必了 一方面 我用如此短的时间里 走到现在 未必指点得了你们 另一方面 我接下来的时间 将用于万族争霸赛的准备上 没有这种空闲 此话一出 玉璃眼中顿时有些失望 但其他人 尤其是王福云 眼中却充满着惊异 万族争霸赛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 起源昼光 打算参加万族争霸赛 紧接着他马上道 是了 以您的天赋 万族天交赛 如何能却得了您 这可是每一季中 最辉煌的盛事 考虑到万族霸主赛的名额 不知道尚能否拿下 礼聘倒没有纠正他的说法 接下来 双方稍稍交流了片刻 几人便告辞离去了 同样带着他 起源之光这个名号 渐渐流传 起源之光陛下 如果您真的有心提携一番 他们几人的话 或许我能帮忙 这个时候 莎莎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 你能帮什么 礼聘本能地来了一句 可紧接着他反应过来 莎莎如果调动 时光之海的算力 最强形态 可是无限接近无上的存在 再加上 他本身就是为了辅助 而分离的智能生命 有他教导 效果完全不逊色于天地授业 换句话说 他们可以享受 天地清传的待遇 那 那我给他们发条信息 有修行上的疑问可以询问我 我转交给你进行解答 礼聘道 那么 您的修行呢 且看看 礼聘道 有不懂的 我会主动询问你 好 莎莎应了一声 先替我接入数据库 并且 给我搜索关键词 道敬 礼聘道 是 莎莎回应着 很快计算起来 这个时候 侯云却是从外面进来 恭声道 主上 要是绑二十一位的敌一流 前来拜访您 说有一件礼物 送给您以恭贺 您成就宇宙之光 说到这 他与契顿 那件礼物 据说和道元至高有关 由于您先前吩咐过 收集道元至高的相关信息 所以我才过来冒昧打扰 道元至高 礼聘脑海中 第一时间 想到了道敬轮回秘书 这门秘书 经过他的改良过后 尽管威力降低了一大截 但 其中蕴含的神意 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是帮他凝聚出了 类似于真灵般的过去之力 因此 对于这门至高秘书的理念 以及那位道元至高 他还是颇为好奇 更想知道 他是否走出了气韵之后 属于轮回 命运的道路 可惜 道元至高并未加入至高议会 行踪飘渺不定 别说先前圣子时期的他了 就算现在 对方不想见他 他也不够资格 眼下 既然有人带着道元至高的相关信息 带他来见我 礼聘道 是 侯云应了一声 很快退下 不多时 他便将那位 要是榜21位的敌一流带了过来 这是一尊巅峰日药 当然了 所有能及达到十以上的日药 都被称之为巅峰日药 但能及达标的巅峰日药和真正站在巅峰的日药相比 差距可不止一丁半点 这位要是榜名列前茅的天骄来后 没有任何迟疑地将一块令牌递了出来 李圣子 陛下请看 是龙元道场令 莎莎的声音很快响了起来 同时有些意外 这个敌一流 竟有这种机缘 龙元道场令 李聘正要询问这是何物时 帝国令牌的敌一流 已经介绍起来 道元至高超然事外 乃是一个极讲机缘 气运的人 他一直认为 云云众生 生来自有命格 命运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使命而生 所以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放出一批令牌 持令牌者 会被接引入龙元道场 听道元至高传道十年 这位人道天骄快速道 这批令牌的发放方式完全随机 没人知道 只看机缘 气运 没有机缘 气运 就连至高 都未必能结下这样一枚令牌 尽管听到十年不意味着 就能入至高法眼 但能听一尊至高讲道 多多少少也能有些收益 他笑着道 以陛下的天赋财情 此令在您手中 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愿将这枚令牌赠予陛下 作为您晋升宇宙之光的和礼 李聘拿着这枚令牌 脑海中 亦是想起了莎莎的确认 是真的 这枚令牌确实有这种分量 当然 他所谓至高都未必能结下的说法并不准确 如果至高开口想要 自然有的是人愿意将自己手上的令牌送出去 但龙原道场令本身就有一个特殊机制 持令者如果用其他方式得到龙原道场令 除非本身也是气韵加深 否则无法进入龙原道场 这就让龙原道场令的交易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你想要什么 李聘看着敌一流 询问道 只希望陛下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跟随陛下 安前马后 在所不惜 敌一流满脸诚恳的拱手 鞠躬到底 追随 李聘并不需要那么多追随者 莎莎 替我查询一番龙原道场令的交易价格 它溢散了一丝心灵波动 龙原道场令的交易十分罕见 和龙原道场特殊的进入机制有关 最高的一枚龙原道场令 价格为六件顶尖骤光神器 最低的一枚 售价仅一瓶白骤圣水 比最普通的骤光神器还便宜一分 莎莎快速地将一份数据罗列出来 出现如此巨大落差的主要原因 在于气韵加深者 才可入龙原道场 实际上 纵观有记录被交易过的 1842枚龙原道场令 最终顺利进入龙原道场的购买者 仅43人 仅总数的0.02 最近一次交易 发生在上一季 持有者将令牌作驾 一件高等骤光神器卖出 李聘听了 心中有数 他将目光转向第一流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我给你一场成就骤光的机缘 这份机缘 不说能百分百助你成就骤光 但以后 再有机会 又或者我有能力 我一会设法 在你成就骤光的道路上 助你一臂之力 此话一出 第一流呼吸一致 骤光 一份成就骤光的机缘 哪怕这份机缘 没成骤光 他也会尽力提弦 要知道 李聘未来 怕是有望天地的人物 这等人物 若是全力相助 培养出一尊骤光的可能性很大 尤其他第一流本身的天赋 并不算差 说一句 保送骤光都不为过 第二个选择 我用一件顶尖骤光神器 将这枚龙原道场令买下来 李聘道 第一流眼睛 不禁睁大了一分 顶尖骤光神器 那可是 一些新晋君主 或者没什么背景底蕴的君主 都不见得能有的至宝 追随者还是算了 我身边并不需要那么多人 李聘说着 补充了一句 此外 我这个人行事直来直去 很容易得罪人 我 第一流本能地想将 顶尖骤光神器拿下来 毕竟 这等至宝对自身实力的增幅 可是立竿见影的存在 至于骤光机缘 他相信 以他的天赋 资质 即便靠着自己 同样能够踏入骤光之境 无非花费时间的长短罢了 不过很快 他还是冷静下来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顶尖骤光神器 对他这等虽然出色 但却又不足以出色到 引起整个人到圣殿 重视的日药来说 利弊都太明显了 万一被人盯上 连个为他主持公道的人都没有 反倒是骤光机缘 同样是突破骤光 短时间里 突破和熬个十几剂 几十剂突破 那是两种概念 再则 有这份许诺在 他和礼聘间 无疑就建立了一份联系 凭借这份联系 他灵活一些 未来未必不能跟在他身边 充当一个不是追随者 圣似追随者的存在 当下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 我还是希望能够追随陛下 不过 如果陛下确实为难 我选择骤光机缘 希望等我在修行上更进一步后 能够跟在陛下身边 为陛下效力 好 礼聘点了点头 莎莎 替他制定一套修炼方案 标准的人道添交 交给我吧 莎莎干脆利落地答应下来 紧接着 他直接化作少女形态 投射成形 带着敌一流离开 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好根据他的状况 制定修行方案 当然 带着敌一流离开的 仅仅是莎莎的一部分算力 他的主体 仍然在礼聘身上 伴随着礼聘的指引 很快 有关于道径的消息 纷纷在他面前呈现 但 这些信息十分混杂 数量庞大不说 还似是而非 礼聘若要一一将其分辨清楚 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看了好一会儿 礼聘才道 你应该知道我所说的道径是什么 那至少是一种类似于 至高 主宰 无上般的境界 我知道 莎莎回应了一声 但是很遗憾 从对接的数据库中 我收集到的道径资料 就只有这些 说着 他补充了一番 这已经是优化过后的显示结果了 也就是说 找不到 是让您满意的道径找不到 莎莎纠正了一遍 紧接着道 或许 这种力量并不叫这个名字 有这种可能 礼聘也只是听虚无大地提及 所以才将自己这种特殊的状态 取名为道径 而虚无大地乃是上古新界时期的人物 说不定到现在了 这种力量真不叫道径了 礼聘微微沉吟 我可以搜寻虚无大地的相关资料 和上古新界时期的资料吗 有 但并不详细 真正核心的内容 您现在的权限 恐怕仍然不够 沙沙道 真正核心的内容 是什么 上古新界破碎之谜不成 礼聘道 抱歉 我也不知道 沙沙道 上古新界的信息 同样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极限 即便是时光之海中 关于上古新界破碎之谜的运算 至今为止 都没有得出个让人满意的结果 礼聘听罢 有些失望 要么是他权限还是不够 要么 人族的一些至高 都不知道道径 以及上古新界破碎之谜的真相 不过 礼聘偏向于前者 94级权限 已经是圣皇层级了 圣皇和天地差距实际上并不算特别大 这个权限仍然搜寻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估计95级权限同样不行 难不成 得提升到至高 主宰 无上们所能接触的100级权限吗 礼聘私存良久 终究将这件事放了下来 传道桥投自燃直 他相信只要他的层级继续攀升 终有一天 这些谜团都会在他面前解开 一念至此 他直接道 给我对接功法数据库 数据对接中 莎莎马上回应 我需要您的授权 另外 即便您进行授权 由于我们智能生命的界限性 第一星河也会拒绝我进行深层次的访问 充其量 我只能对这些功法 战技 秘术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并通过对这些了解 给予你适合的修炼建议 说到这 他顿了顿 倒也没什么不悦之意 如果需要更高的准确性 请直接连接第一星河 我明白 礼聘点了点头 接入吧 他已经下定决心 他接下来 要尽快补全战技上不足的缺点 此外 心灵秘术也不例外 除了打算修炼的太虚真魔身外 银河星暴也得加上 防御 攻击有了 再补上一门杆之类心灵秘术 他的战斗体系就算成型了 至少在对上君主及对手时 不至于因为这些方面吃亏 可以预见 这几门秘术 以及接下来选择的身法 战技 将跟随他很长一段时间 在礼聘挑选着秘术 战技 为充实自身境界做准备时 他修成宇宙之光 闯过至高阶梯八十阶的消息 亦是以极快的速度扩散了出去 礼聘先前因为黑渊主宰的缘故 本身就是一位风云人物 尤其是几十年前 他被神族列入黑榜第九 更是让他名声大噪 别说寻常心神了 就连至高据说都过问过此事 幸得星火圣殿会议召开的吉时 给出了一个还算马虎的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 礼聘不说人尽皆知 却也称得上传遍人族 人类联盟 作为至高议会 负责宇宙内诸多文明的管辖机构 其在星界自然也有对应的驻地 在隶属于众星神庭的 一座巨型大陆上 漂浮着一座直径十数公里 散发着湛蓝色光辉的浮空岛屿 岛屿上 一道身形完全沐浴在湛蓝色的光辉中 让人看不真切 但他身上的气息 却是源源不断朝周边扩散着 从强度感知判断 俨然已经堪堪迈过了永恒日药的层级 在这座岛屿不远处 悬浮着一位身穿青色长袍的妇人 真灵的光辉时不时自他身上一伞 一旦察觉到沐浴湛蓝色光辉的那道身影 修炼上有所异常时 他马上会第一时间提醒 这种手把手的教导方式 清传弟子都未必有这种待遇 但这位妇人眉宇间却没有任何厌烦 急躁 秀 就在此时 树道流光同时破空而至 清语公主 其中两人打着招呼 寒素公主 蜀黄公主 妇人微微一汗手 不过 当她看着和他们两人一道而来的另一人时 却是面露讶异 同时李茂姓的微微一低头 勾芒君主 这位看上去如沐春风的男子 继承四季神殿中春神之职 以巨芒为号 乃是天象二十四宫 四位顶头上司之一 此刻这尊君主轻致 不用紧张 勾芒君主 微微一笑 目光直接落到了那座岛屿上 被湛蓝光芒覆盖的身影 他对方舟之光留下来的力量 炼化得如何了 炼化速度很快 不过 治顾她的从来不是炼化速度 而是掌控效率 基本上是掌控率提升多少 她身上的能量 能及就能提升多少 清语公主虽然不明白 为何勾芒君主会关心此事 但还是如实回应 照这个速度 千年之内 她应该可以到日要巅峰 千年 不 太慢了 勾芒笑着道 七十年内 让她恢复到日要巅峰 然后带着她 去参加一场贺礼 一场 见证我人族天骄 争战万族争霸赛 凯旋归的贺礼 贺礼 清语公主一正 紧接着仿佛想到了什么 顿时脸色一变 勾芒君主 你该不会打算 让她和某位天骄结亲吧 此事万万不可 勾芒听了 有些无奈 倒是她身后的寒素连忙道 清语 你误会了 看样子 你这几天里 真的将全部心神 放在这个小姑娘身上 以至于连外界的动静 都没来得及留意了 我答应过李圣子 要照顾好她 自是不能言而无信 她刚突破日要 正是能量容易失控的时候 容不得半分疏忽 清语道 勾芒看了她一眼 心中道了一声 倒是好运道 不过 这也算是用真心 十亿换来的 思存着 她才道 我所说的天骄 可不是指其他人 正是李聘 李天骄 李聘 清语愕然 现在不能再直呼其名了 应该叫启元昼光 寒素笑着道 而且马上 就该叫启元君主了 昼光 君主 李聘 清语听得几人所言 顿时有些猛 李聘她 几十年前 不是才至高阶梯 六十六阶的实力吗 哪怕被神族 列入黑榜第九 那也不至于 说到这 她看着正色的己人 脸上的错愕 亦是渐渐收敛 她足足用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才缓过神来 礼聘她 成昼光了 成就新神不足百年 植入昼光 不错 还对外宣称 昼光名号 为起源之光 巨芒微微汗手 她不止 不足百年成就昼光 一成昼光 便直接在至高阶梯 闯下八十阶的辉煌战绩 所以说 用不了多久 我们怕就该称其为 起源君主了 百年 昼光 一成昼光 马上闯到至高阶梯 第八十阶 清语公主 听得巨芒所言 再见寒素 蜀黄己人 不似玩笑的模样 只感觉整个世界 都变得虚幻起来 她知道 礼聘天赋很好 从天狱世界出来后 很多人更是言辞凿凿地称她 未来至少能成就宇宙君主 这也是 她对李云瑶这么用心的原因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她都已经做好 用上万年时间 兢兢业业的引导 培养李云瑶 已换得一个未来君主人情 可结果 百年不到 这个人情 几乎已经相当于要提前到手了 不止到手 人情的分量 十有八九 要翻上几番 问鼎心神 百年成昼光 一入昼光立马 在至高阶梯 杀到八十间 若她能维持着这种速度成长下去 未来岂不是圣皇有望 不止圣皇 甚至天地也 一念至此 哪怕轻语身为昼光 情绪波动 亦是轻飘飘了一分 好了 起源昼光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备战万族争霸赛 我们不必打扰她 等她参加完万族争霸赛后 再带着她妹妹一起去迎接她凯旋归来 给她一个惊喜 巨芒说着 直接将一件宝物寄了起来 我已经向清帝陛下申请 借转伦镜这件巅峰昼光神器 替她快速掌握方舟之光的力量 接下来 我等一起出手 为那荣耀一刻做准备吧 荣幸之至 清雨顿时站直身躯 情绪昂扬 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天降馅饼的惊喜中 黄金帝王一族 这是人族的附属种族 尽管只是附属种族 可无数年来的相处 再加上这一种族人员稀少 他们意识将自己当成了 人族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充其量 算个少数民族罢了 此时 错过了人到永昌计划招生实现的艾萨 正一脸惊骇地看着自家老祖 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从他带来的消息中反应过来 怎 怎么可能 李 李聘他 叫启元昼光陛下 黄金帝王一族老祖沉声道 这位启元昼光陛下 不止潜力远胜于我 即便实力超过我 也只是时间问题 等他将暴涨的战力消化后 老祖我也得甘拜下风 说着 这尊浑身上下好几处 闪烁意义惊辉的昼光 感慨了一声 毕竟 那可是至高阶梯八十阶 而他 最好的成绩 不过七十六阶罢了 这还是因为 那一关的对手 恰好被他克制 否则的话 他也就至高阶梯七十五阶的水准 八十阶 八十阶 艾萨口中重复念叨着这三个字 只感觉牙齿都要咬碎了 几十年前 听到李聘 闯到至高阶梯六十六阶时 他也偷偷地去试了一次 仅三十一阶 三十一 六十六 这个差距 已经让自存天赋 不在李聘之下的他 深受打击了 但 考虑到李聘 必然是在天狱世界得了奇遇 才导致修为暴涨 他还是振作了精神 闭关苦练 打算尽快晋升日药 超越李聘 打出六十六阶以上的成绩 结果 他日药竟还没有突破呢 自家老祖 却直接带来了李聘 突破骤光 在至高阶梯上 闯到八十阶的消息 那可是八十阶啊 深深明白 三十二阶难度的他 想想都觉得 这是个何等绝望的数字 不要难过 不要沮丧 人和人 是不同的 这位老祖看着艾萨的情绪 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 安慰到 不要去和那些真正的 无上天骄相比 否则 只会让自己彻底地陷入绝望 可是 可是我 我明明当时差一点 艾萨眼睛有些发红 差一点 当年的他 差一点就能和李聘 进行一场对决 并且 他胜利的概率还比较高 可现在 我们黄金帝王一族 虽然说得好听 无限接近特殊生命 这也不过是往我们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否则 我们一族就不会至今为止 都没诞生过几位宇宙之光 更何况 即便特殊生命 也不过和人到天骄比肩罢了 在真正的无上天骄面前 完全不够看 他语气中带着感慨 要学会接受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 他看着自己足内这一辈中 最有希望成就昼光的子嗣 如果你真的过不去心里这道坎 不妨想想 至少 你们没有动过手 没有动手 就代表你还没输 不是吗 这么一说 艾萨顿时更难受了 他希望李平变得强大 好和他痛痛快快打上一场 但 没说过 让他变这么强大 开挂了好不好 太原神山 由太原之光开辟的势力 融入苍结大陆 整个山脉之广 纵横上万公里 生活在太原神山的 除了太原之光直系后裔以外 还有加入他们的新辉弟子 日要直视 长老 此外 在这片纵横上万里公里的神山上 还生活着超过百万之数的新神 这些新神脱避于太原之光 既充当着太原神山发展的基石 为太原神山提供诸多税收 同样也相当于太原神山的发展根基 他们之中 以及他们位于物质界家族中 有什么天赋了得的六阶传奇 进入新界后 都将经过层层选拔 送入太原神山 天赋优秀者被重点培养 差一点的 也能作为太原神山的护卫 帮助太原神山 抵挡来自新界中 无处不在的危机 而此时 太原神山开辟者太原之光 却是雷霆震怒 赤赫着太原神山山主 利松日耀 不是早就说了 让你们将子家一脉 尽数驱逐出去 居然还有人残留 我看你这个山主 是不想当了 老祖息怒 子中天长老入我太原神山几世纪 一直以来兢兢业业 劳苦功高 他已然认罚服役 剩下的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仍然对他们斩尽杀绝 世人怕都以为 我们太原神山 竟是无情无义之辈 利松快速道 一派胡言 你心中的心思 想瞒过一位宇宙之光 哼 那子家倒是舍得 清净家财 只为保住一丝元气 太原之光猛一挥手 你这个 山主别干了 等我将事情处理了 再来清算你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来人 带下去 老祖 老祖饶命啊 我是您最喜爱的后裔 这些年我所做的一切 也真的是为了太原神山的稳定啊 这位山主连忙哀求道 稳定 我看你想给赵货才是 太原之光冷力地盯着他 子家得罪了礼聘陛下 别告诉我 这其中的内情你一无所知 我们太原神山 直接将子中天 送到了虚无神葬殿 这还不够吗 非得任由虚无神葬殿的人 在我们太原神山斩尽杀绝 我们太原神山威严何存 利松利征道 当时的他 确实就是这种想法 虚无神葬殿 你得庆幸 虚无神葬殿提前动手了 没有等到现在 否则 换成礼聘陛下亲自出手 弄不好整个太原神山 都要为子家 以及你的愚蠢陪葬 太原之光冷声道 礼聘亲自出手 礼聘他 利松正要说什么 可紧接着 猛然捕捉到了一个关键 礼聘 陛下 他 难道 不错 他 已成昼光 太原之光深吸了一口气 且已成宇宙之光 直接闯到了至高阶梯八十间 至高阶梯八十间 利松听的这个数字 只感觉如遭雷击 整个人一阵头晕目眩 险些当场倒下 八十间 至高阶梯八十间 这 这代表着什么 君 君主 还能有假 太原之光冷眼道 够不够灭我们太原神山 利松一个哆嗦 满脸惶恐 再不敢有半分刚才的冤屈 不甘 去 马上将子家的人全部请来 给礼聘陛下送去 任由他处置 太原之光当即下令 紧接着 似乎觉得还不够 我记得当初和紫家混在一起的 还有原家 商家 几家几个家族 一病情了 送到新火圣殿去 必须让李聘陛下 看到我们太原神山 无意与其为敌的诚意 说完 他眼中闪过一丝冷恋 这件事如果做不好 你就永远别回来了 人族数据库 李聘在莎莎的带领下 链接上数据库时 心灵之力 似乎和某个奇特存在产生了共鸣 在他的牵引下 很快进入了一方奇特的世界 这方世界 有无数类似于 矩阵的东西守护 一个个四四方方的立方体 一环套着一环 组成了无数个 由立方体形成的世界 这些立方体 不止数量繁多 还在不断运动 乍看之下 只让人头晕目眩 如果没有人指引 任何人贸然进入其中 瞬间就会迷失方向 从而被永远困在里面 脱身不得 不过李聘靠着权限 在进入这方矩阵时 便直接被接引着 来到了矩阵深处 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 戴着眼镜 如温雅书生的男子 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你好 启元昼光 我是第一星河 男子和李聘打了声招呼后 目光落到了 已经被阻隔在重重矩阵外的莎莎 对着他点了点头 见状 莎莎一汗手 并没有更多的动作 仅仅是在重重矩阵外看着 确保第一星河不会对李聘有愉悦的举动 否则 他会向时光之海戒掉算力 强行进攻第一星河的矩阵世界 以确保权限者的安危 哪怕李聘只是一个临时权限者 根据您的需求 您需要一门感知类制高法 同时需要配套的防御类战技 身法 感知之法 而根据我对您的了解 以及对您战斗风格的收集 我列出了一下几种组合作为参考 第一星河说着 很快 一门门秘书 战技 纷纷投射出来 同时 他还进行着介绍 以启元昼光的天赋 完全可以展望圣皇 天地 甚至至至高 亦并非毫无希望 因此 在选择这些制高法 战技 秘书时 您也应该加入这些考虑 这或许会导致您在战力方面 相较于追求完美的天地逊色一分 但从长远来看 谁成制高 谁才能真正笑到最后 制高 李聘联想到 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 他成制高的难度 可能会比其他天地更低 理论上 当他创出虚数空间法第三层时 就能具备制高的特性 接下来 只需要将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完善 他和真正的制高将并无区别 因此 先将目标定在天地 李聘道 私存了片刻 他再补充了一番 最强形态的天地 您是指神地吗 第一星河询问 神地 这等存在李聘听说过 但他所接触的众人中 都没有提及这一重境界 是 最强形态 完美无瑕的天地 便是神地 第一星河道 将至高秘书 修炼到完美无瑕 将战绩 掌握到超凡入胜 战斗经验登峰造极 再加上无懈可击的感悟境界 再服以强大的至高神器 战力 媲美至高 毫无弱点 毫无破绽 视为神地 毫无弱点 毫无破绽 李聘听得第一星河介绍 有些意外 真正的完美 而且 媲美至高 是 第一星河 微微汉手 至高 主宰皆无法在星界 动用超越天地的力量 否则将会引起 星界的强烈反噬 而神地 属于天地的完美形态 故而即便直面至高 神地亦不拒半分 甚至某些程度上 神地各方各面 比至高更为完美 无非是力量层次 逊色于至高 但在星界这等环境中 至高的力量发挥不出来 因此 神地甚至可以 将一些力量 未曾完美的至高击退 逐出星界 将至高击退 逐出星界 这种力量 这种成就 纵视李聘听得 亦有些心持神网 是 故而 神地 又被称之为 星界霸主 纵横星界 所向无敌 第一星河 虚首一挥 人族神地有三 启元昼光 是否打算以此三尊神地 作为提升蓝本 三尊 李聘看着第一星河 我如果没有记错 人族 至高有九 神地 比至高都少 是 第一星河 凭借而确定地 给出回答 人族不以个体战力著称 故只有三尊神地 分别为 竹罩 幽影 西 比至高少 比至高强 星界霸主 纵横无敌 李聘深吸了一口气 尽管 他们在境界上不如至高 但 却足以用完美形容 天地的最强形态吗 李聘心中突然有些燥热 更是有些向往 真不知道 和这种强者交锋 会是何等模样 我需要神地的详细情报 李聘道 您为咒光 咒光至君主阶段的修行 以能及暴涨为主 当您制点的能及 被压缩到极致时 就会坍塌 爆炸 如果您对宇宙的规则 运转有足够的领悟 便能引导这股力量 演化宇宙 从而获得超越极限的能量 但刚衍生的宇宙极不稳定 您需要服役空间法则 对其进行约束 控制 同时 宇宙的衍生亦需要时间 当您能够借空间之力 完成对宇宙衍生的控制时 您需要足够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过程 第一星和描述着 直接将咒光 君主 圣皇 天地 这几步路的演化 描绘得清清楚楚 但神地不同 神地已经完成了 对自身所有力量的统筹 使其完美无瑕 原本修字至高的秘书 战绩 完全契合于自身 宇宙 空间 时间 亦被统筹为一个整体 在他们面前 已经没有了宇宙 空间 时间之分 统一称之为时空 第一星和说着 虚守一点 一方微型宇宙 仿佛泡沫一般 瞬间形成 宇宙 空间 时间 成为了一个整体 他们俨然做到了 一念宇宙生 一念宇宙灭的地步 宇宙 空间 时间 礼聘看着第一星和的描述 宇宙 如果抛开空间和时间的本质 就是物质和能量 神地们做到 将宇宙 空间 时间融为一体 和将物质 能量 空间 时间融为一体 有何区别 这一刻 礼聘惊恶地发现 虚数空间法的第四层形态 竟然 就是神地 只是 和仅仅自困于星界的神地不同 它的力量即便放到外界都能施展 不对 为什么 礼聘突然到 神地对宇宙 空间 时间的掌握 达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不突破 成就至高 神地和突破至高 并没有直接关联 第一星和语调平缓的回应 它们只是一群对宇宙 空间 时间理解达到极致的天地 充其量只是做到 比其他天地 更了解成就至高的艰难 而成就至高的关键 除了本身积累外 在于舍弃和脱离 以大毅力 大勇气 放下一切 奋力一跃 登临巅峰 某种程度上 知道的太多 反而会形成一阵之见证 礼聘听了 脑海中不由自主 想到一些词汇 出生牛 毒不怕虎 无知者无畏 知道的越多 恐惧的越多 就像玩转轮手枪 天地 手枪中有两颗子弹 神地 仅仅一颗 但在扣动扳机的那一刻 两人 所面临的心理压力 却是一样 尤其是神地 在星界纵横无敌的地位 更是会让他们 丧失向前一跃的勇气 想明白这一点后 礼聘重新将目光 落到神地身上 宇宙 空间 时间 融为一体 礼聘私存着 道 唯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秘书 战绩 才能真正做到 完美无瑕 无懈可击 是 第一心和道 所以 成就神地 需学习其他的 至高秘书 战绩 使用其他神器 再花费漫长时间磨合 整理 将其统筹一体 趋于完美 然后 自创 根据这些年来积累的学识 理解 以天地自身 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至高秘书 上线 礼聘道 神地 就是星界上线 精益求精 正因如此 星界中 他们所向无敌 那些未曾完美的 至高降临星界 甚至能被他们击败 乃至界星界的特殊环境驱逐 礼聘将目光转向第一星河 给他构建的方案 至高秘书上 他有了道静轮回 太虚真魔身 银河星报 就根据他的要求 第一星河补充了一门追踪 感应的太一旺气数 战绩方面 则是承接置点建议 经于沙发的太眼剑气 偏向身法 且带有藏匿功能大虚无数 以及防御侧的无量星渊体 你修有道静轮回 这门秘书 本身对气韵一道有所钻研 太一旺气数 则是根据气韵之力 窥探一人的行踪位置 这门秘书 即便空间大成的圣皇 都难以防备 除非同样精修气韵之道 且比你理解更胜一筹者 否则 任何人都会在这门 旺气数下 无所遁形 第一星河进行着介绍 剑术 身法 护身法则是秘书的补充 大眼剑气承接置点剑意 大虚无数设计的虚无之力 亦能和太虚真魔身相互对应 无量星渊体 对应银河星报 身法本意指以身化星渊 可那无量星尘 无影星空 容纳的方式 便是将其粉碎和湮灭 说着 他顿了顿 你有一法 明黑即真身 以粉碎原子之法 护持自身 无量星渊体和黑即真身 亦有雷同之处 不过将原子化为星尘 能量 宇宙制点 完成了原子及到制点及的飞跃 量变而至不变 礼聘看着第一星和罗列出来的 这些秘书 功法 不得不说 这尊智能生命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当下 他微微汗手 我且从这些法门入手 有关于前人的修行经验 心得资料 我已对沙沙殿下开通权限 启元昼光可直接查阅 亦可链接我进行询问 第一星和说着 微微一礼 我在此 提前预祝启元昼光于万族争霸赛 荣光万族 名震星海 礼聘得到第一星和制定 挑选出来的战绩 秘书 第一时间闭关苦练 充实自己身为昼光的底蕴 而在他闭关时 他成就昼光的消息 亦是不断蔓延 引起的震动 自是极其惊人 但真要说 让无数有人欢呼雀跃 让一族敌人瑟瑟发抖 那也算不上 礼聘成长的速度太快 在他成长的时间里 认识的朋友也好 敌人也罢 就那么一些 再加上他的活动范围很小 小圈子内瑟瑟发抖 自然不会给江域辽阔的人族 带来什么太大的动静 很多人充其量 只是笑着评价一句 我人族又添一尊无上添交 就没下文了 这还是礼聘 打算参加万族争霸赛的缘故 否则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突破昼光 和他们这些心灰 日要有什么关系 凡俗世界的一世之长 谁也无法否认 这等人物的地位 权利 但把圈子放大 除了他圈子里的人会惊呼 惊惧外 隔得远的人 可能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也根本不会去关注 而如果将整个人族 比喻成一个国家 君主 骤光 也就相当于一世之长 影响力 有 却不可能震惊全国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即便先前得罪过他的人 也会心存侥幸 以为只要自己躲得够远 就不会被重翻旧长 原家 极家 幸存下来的几位新神 就是最好的例子 雪阳城 位于龙七大陆以北 这座大陆 乃是由龙七圣皇开辟 规模虽然不如天地们开辟的大陆那般宏大 安全 可相对应的定居要求 竞争压力也小一些 整个大陆至高无上的 自然是大陆开辟者龙七圣皇 再往下 则存在着三尊君主开辟的帝国 以及数十位昼光开辟的王国 雪阳城便是数十个王国中 海兰王国的一座小城 建城者为永恒日耀 雪阳 据说其出身于威末 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 一步步提升 并加入海兰之光的军团 征战异族战场 三百年前修成日耀 在海兰王国 兑换一块土地 开辟雪阳城 由于建城时间短暂 再加上这位城主 据说背负的归须之力太高 潜力已尽 三百年下来 雪阳城居住的新神不足一百 剩下数万城市子民 竟是投机取巧 想要利用新界环境 成就新神的飞生者 靠着这些飞生者充数 这座城市倒多多少少 有了点人气 此时 在雪阳城城主的私人庄园外 原家新神园向海 及吴道等六人 正潜伏于庄园外 小心翼翼朝内部窥探 吴道 你确定 雪阳真的去南海王都了 而他最看好的子嗣 亦在庄园闭关修炼 为冲击新神做准备 原向海传讯时的心灵波动 被压低到了极致 说完 他还补充了一句 万一雪阳返回 我们几个怕事性命 都得留在这里 千真万确 我在雪阳城待了三年 对于雪阳城和这座庄园的一切 早已了如指掌 急无道言辞凿凿 尽管这处庄园中也有新神守卫 但只要我们速度够快 干一票就走 雪阳绝对反应不过来 未来即便弄清楚了我们的身份 他一个快被归虚之力压垮的日药 又有多少时间精力 对我们发起追击 说着 他眼中闪过一丝疯狂 再说了 这种连修行资源都不够的日子 你们想熬到什么时候 该不会真像子佳一样 冒着生命危险 去破碎星骸 捕获星界碎片吧 干了 另一位原家新神陈生道 去破碎星海是拼命 劫掠血阳庄园也是拼命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不选收益更大的 说着 他冷声道 我们当年好歹是世家大族中出来的新神 战力之强 可不是这种毫无背景的新神能够媲美 尤其是无极 至高阶梯高达30阶 放眼众多新神中 绝对属于最顶尖一批的存在 即便血阳庄园 真有十个八个新神坐镇 我们亦能占而胜之 将里面的神器 物资 统统掳走 世家大族 听到他提及这个字 几位新神 表情明显变得凶狠起来 是啊 他们原家 极家 当年居住的地方 可是苍结大陆 一尊天地开辟出来的大陆 规格上就比龙气大陆高出一筹 而他们几家 哪一家不都是 在上面建成了的势力 城中新神数以千计 规模大出血阳城十倍不止 只是现在 不封魔不成活 事已至此 我们除了兵行险着 尽快地成长起来 获得自保之力 别无选择 急无道冷冽道 走 原向海亦是低贺着 迅速朝血阳庄园前去 不过 终究是永恒日要的居住之地 而这些原本出身世家大族的新神们 也不是专业干劫掠的买卖 仅仅片刻 血阳庄园中已经光芒大放 护卫新阵急速运转起来 眼见潜伏不成 六位新神亦是当机立断 动起手来 就和他们先前猜测的那样 这种小地方的新神 基本上属于那种混日子的 实力普遍在至高阶梯20阶以下 尽管血阳庄园的新神 有十人之多 可面对世家出身的原向海 急无道等六人 被打得节节败退 巨大的动静 自是吸引了血阳城中 其他新神的注意力 由数位新神抱团而成的 所谓血阳城三大家族 六大势力翘手观望 但却不敢轻易插手 他们居住于血阳城 按时缴税 就相当于出了足够的保护费 可不会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 为血阳城城主府而战 不过这种战斗持续了片刻 一股宏大的气息 突然从远方而来 速度快到极致 这是 正在洗劫血阳庄园的原向海 脸色大变 永恒日耀 血阳回来了 他有些愤怒地 看了急无道一眼 你不是说 他去蓝海王兜了吗 急无道一是满脸不解 但却是果决道 事已至此 我们尽快撤离 血阳身上背负了大量规须之力 未必愿意和我们死磕下去 见状 其他几大心神虽然不甘 却也只得爆发出最快的速度 朝血阳城外冲去 可他们仅仅冲了片刻 前方却再度有一股宏大的气息传来 尽管他并未溢散出自身的威势 但那种令心灵市井的威压 却是让他们再度变了脸色 又一位日耀 怎么回事 难道血阳迟出去访友 回来时 还邀请了好友过来游玩不成 换方向 快走 几人低喝着 迅速地转其他方向奔逃 然而 没等他们来得及跑出血阳城 心灵市井带来的恐怖压迫 再度让他们浑身发颤 第三位 第三尊心神 快 去北边 往北方突围 那将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原向海低吼着 可唯一生路带来的生机 没有持续多久 马上就被绝望所替代 北方 也有永恒日耀 且永恒日耀的数量 比其他几个方向多得多 至少有三尊 突围 面对三尊日耀 那不叫突围 叫送死 血阳 走血阳的方向 他不行了 背负了大量龟虚之力 一身十里 还剩几成 我们杀出去 原向海召集着身边几位星神 再度改道 可他们这么一耽误 那些星神越来越进步说 血阳的方向 居然又出现了 四尊永恒日耀 不止血阳的方向 另外三个方向赶来的日耀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稍稍感应 周边日耀的数量 怕是不下上百尊 上百尊永恒日耀啊 他们干了什么 只是想截掠 血阳日耀的庄园而已 还没有成功 结果 居然惊动 上百尊永恒日耀 来擒拿他们 一时间 原向海 吉武道眼中 充满了绝望 他们 只是六个小小的 星辉星神啊 最强的吉武道 也不过在至高阶梯 闯到三十间 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啊 哈哈 果然在这里 幸亏我们感知敏锐 听到了血阳和他朋友聊天 血阳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在光药楼宴请好友好好的 却发现自家城池中 隐藏着一尊蓝海之光 陛下亲自悬赏的人物 惊喜之下 失声呼喊 惊动了楼上所有人 这一下 这份悬赏 也得分老夫一份了 拿下一人 就是一件日耀神器啊 悬赏的日耀神器算什么 将这几个人压到星火圣殿 可是有希望见到伟大的 起源骤光陛下 那位陛下是 何等人物 两百年修成骤光 未来有望天地的存在 能够见上他一面 哪怕和他站在一起 留下一道影像放在家中 都能当作传家之宝 快快快 还有人正在赶来 再耽误下去 恐怕蓝海之光 陛下都会被惊动 到时候 我们汤都没得喝 血阳城外围 一味味永恒日耀精神波动 不断溢散着 每一个都是精神亢奋 仿佛猫见到老鼠一样 将自己的速度攀升到了极致 一些人甚至顾不得 背负上少量规虚之力 各种各样的禁术都用了出来 只求以最快的速度 将原家 极家那些新神拿下 那惊喜 振奋 甚至带着一丝狂热的模样 顿时吓得被上百日 要同时围杀的袁向海 极无道等六位新神发出绝望的叫喊 不 星火圣殿 一座位于群山之中 高耸入云 海拔数万米的山峰之巅 李聘举目瞭望 云海茫茫 但在茫茫云海中 却是有一道道各色各样 并不相同的气息交织其中 当他将目光集中在其中一道时 那道气韵很快凸显出来 太一望气数 李聘到了一生 他用了十个新年将太一望气数修行小成 但 小成境界的太一望气数 只能让他看出一个人的大概气韵 想要精细准确地知道气韵的主人所在 以及这些气韵变化意味着什么 他的境界显然还差了不少 某种程度上 念头转变 行为模式都可以显现在气韵上导致气韵变化 如果能够看清一个人的气韵变化 基本上就相当于洞悉了这个人的想法 行为 这一点和真灵有些类似 秘书入门 李聘自是看清了太一望气数的利弊 只是 相较于真灵亏去立竿见影 气韵变化存在着不小的延迟 想在生死搏杀时 用这种方法洞悉对方的念头 无疑是事后诸葛 并无意义 不过这也正常 如果太一望气数 真的能够媲美真灵 这门至高秘书早已经名声大噪 传遍人足每一个角落了 通过气韵变化 亏去个人想法行为的做不到 但追踪却是够了 至于追踪不够具体的问题 慢慢来 等太一望气数大成就好了 李聘说到这 却是顿了顿 大成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至高秘书的修行向来极其艰难 他之所以能在十个新年 将这门秘书修成 靠得完全是天狱世界残留下来的造化金币 可现在 剩下的造化金币用完了 再修炼下去 就只能靠自己 倒也不是得完全靠自己 李聘虚首一挥 一道光幕在面前浮现 上面赫然有一种 类似于造化金币的物资 名为造化玄金 人族和异族争斗 其中很大一部分 涉及到了器语 何谓器语 时来天地皆同利 这便是器运 器运多了 族群中诞生天才的概率 就会大幅增加 此外 一些器运 一道修行者 还能通过在关键节点处 将器运凝聚形成造化玄金 工人修炼 造化玄金效果 更胜造化金币 写此物修行 如有神著 李聘看着这种物资的描述 天狱世界的造化金币 某种程度上 就是造化玄金的仿制品 由于黑渊主宰 并未在关键节点处凝结器运 而是强行将器运自那些天骄们身上剥夺 自是会造成极大隐患 失去器运的天骄 天才们彻底平庸 泯然世人 浑浑噩噩 直至死亡 造化玄金 乃是所有修炼者最重视的修行物资 同样也是高层级之间的货币 如果说 星辉 日药 骤光阶段的货币可以用标准神器为等价单位 骤光 君主 圣皇 天帝们的等价单位 就是造化玄金 在网上 至高 无上 主宰们同样存在着全新的等价单位 这一单位被称为不朽物质 据说是制造至高神器 主宰神器 无上神器的核心材料 一如骤光神器的核心材料 乃是虚无之力 虚无之力 礼聘手上出现若熙剑 这把骤光神器 虚无生灵 吞噬存在生灵 并被杀死的那一刻 其虚无的本质会被存在捕获 若这个时候 有掌握空间之力的圣皇出手 便可以空间之力为容器容纳这种力量 靠着这种能提升容错率的力量 攻击类骤光神器持有者 往往能够发挥出掌控之外的力量 防御类骤光神器 亦可用这种 类似于虚无的力量中和 存在类力量的攻击 此外 由于虚无的遮掩 圣皇 天帝们 甚至可以将力量封锁在骤光神器中 让神器持有者 发挥出圣皇 天帝及力量 这就是不同等阶骤光神器的本质 想到这 李平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力量本质 他很快在脑海中 列出一个列表 最基础的是物质 能量 精神 空间 时间 在网上 则是归虚之力 冤虚 以及最终的虚无 让人人为之如虎的归虚之力 在冤虚中并不好用 冤虚内规则几乎不存在 常规的物质 能量 时间 空间手段 也会削弱到激进于无的地步 这一点 从李平师展出宇宙演变 却只能波及万米 就能看出一二 在冤虚传播能量 就像宇宙真空传播声音一样 缺乏戒指 而冤虚 又是虚无对星界的侵蚀造成的 所以说 虚无的力量 凌驾于冤虚 归虚之力之上 至高的力量 可以对抗虚无 李平想到这 停顿了一下 至高是对抗虚无吗 并不是 至高的本质就是存在 只不过它的存在 概念太大 无法完全被虚无吞噬 甚至可以用自己的存在本质 去覆盖虚无本质 就像水克火 可如果火如果足够庞大 亦能将水分蒸发 归虚之力同样如此 所以 只要量足够 照样可以抹平质的差距 至高们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然了 没有一定的质 也未必能够支撑起庞大的量来 这两者从来不是一个个体 而是整体 一如时间 空间一样 万事万物 都有联系 最终 归根于 道 李平说着 脑海中对那番话 又有了新的领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我化道 道分虚无 存在 虚无与存在 一衍生出宇宙 时空 以及另一种力量 最终 宇宙 时空 及另一种力量 孕育万物 物质 能量 生命 精神 皆蕴含其中 另一种力量 李平喃喃自语 除了宇宙 时空外 应该还存在着一种全新的力量 一种 维系宇宙 时空 彻底运转的力量 当今世界 至高也好 主宰也罢 在从星界脱离后 都是汲取宇宙中的物质 能量 演化自身宇宙 他们的宇宙本质 都是遵循主宇宙去运转 某种程度上 相当于主宇宙的附属 一旦脱离了主宇宙 他们的宇宙 很有可能出现问题 直至运行错误 彻底崩塌 但 礼聘构想中的另一种力量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力量 能够令宇宙自主运转的力量 是什么 宇宙循环 气韵 礼聘突然想到 道源至高地道进轮回秘书 轮回 生老病死 宇宙 也必须有一种轮回的力量 来维系自身的生老病死 他突然想到 不久前 墨悬天地等人 提及到 星界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永生者 当一个世界某种物质 只有增长而不会消亡时 终有一天 会拖的世界走向崩溃 因此 是轮回吗 礼聘到了一生 他没有答案 或许 道源至高能够替他解答这个疑惑 礼聘将若西剑收起来 分神赶制了一下龙元道场令 这块令牌尚未有动静 可见道源至高讲道未曾开始 理论上 每一季万族争霸赛开始前 道源至高会进行一次讲道 他会在讲道过程中 观察那些气韵者 尤其是参加了万族争霸赛的气韵者 他将借助这个舞台 尽精细地对其进行了解 观察 礼聘私存着 同时静下心来 万族争霸赛只剩六十几年 这期间 那位至高必会开讲 到时候 他关于轮回 命运的疑惑 想来就能迎刃而解 说起来 万族争霸赛本身就是气韵之争 在那场比赛上 每一个参赛者 都相当于 集万千气韵于一身 不只是人族气韵 若能战胜对手 还能掠夺一族气韵 而且 和人族气韵不同 一族气韵刚刚被掠夺过来时 人族无法第一时间奋一杯羹 而是会堆积在参赛者身上 那个时候 修炼者若能一鼓作气 完全能推动自己的实力 再进一步 这也是很多 至高舍得 让自己的弟子 去参加万族争霸赛 甚至有很多人明知道万族争霸赛危险 仍然前赴后继 想要参加的原因 危险往往伴随着机缘 万族争霸赛 就是最好的例子 秀 就在此时 莎莎的身影投尸而出 玄地来访 说完 她还补充了一句 你的巅峰咒光神器 和第一批补助物资来了 总算到了吗 李聘眼前一亮 那件许诺给她的巅峰咒光神器 她可是等了十年 当下 李聘离开了修炼室 同时传讯侯云 不多时 侯云已经带着玄地莫玄走了过来 你深情有助于秘书 战绩修行的巅峰咒光神器一事 我思来想去 最终觉得 这一件会最适合你 莫玄直接将一座宝塔般的宝物 拿了出来 当这座宝塔般的宝物出现的刹那 一圈若有若无的时光波 自塔身一散而出 时光之力 李聘一正 你确定这是巅峰咒光神器 而不是至尊神器 这件宝物名为幻塔 乃是时光之海主人手中无上神器 时空之塔的仿制品 理论上确实该属于最顶尖的至尊神器 但由于仿制过程中出现意外 它的损毁极其严重 最终落得了只剩巅峰咒光神器的水准 莫玄说着 看向李聘 对你来说缺的不是境界领悟 而是经验积累 而幻塔 可以让你进入一次次梦境之中 虽然梦境中心灵有较大波动 很容易醒来 但时间流速远远慢于外界 你可以在梦境中用十倍 百倍于外界的时间 尽可能地充实自己战绩上的不足 幻塔 李聘看着这件质宝 不枉他等上十个新年 他确实符合李聘的要求 除了这些以外 任何参加万族争霸赛者特有的资源 也审批下来了 不过现在 你审批出来的只有天交赛的资源 换算成造化玄金 一共是六千枚 六千枚 李聘稍稍对标了一下 昼光神器 昼光神器的平均价格 换成造化玄金为百枚 此外 同为昼光神器 威力差距并没有达到天差地别的地步 其价格同样如此 中阶昼光神器的平均价格 也就三四百枚 高阶一两千 倒是到了顶尖昼光神器时 价格往往能破万 但这并不是指 这件神器本身值这个钱 而是物以稀为贵 炒上去的 仁族曾有势力拿造化玄金和异族走私 六千到七千造化玄金 便能换来一件顶尖昼光神器 一买一卖 三四千的利润 但这种行为被严格禁止 除了六大势力外 任何一家若被发现 以造化玄金和异族交易 都会受到严惩 眼下他报名天交赛 就能得到六千枚造化玄金 哪怕放在仁族的物价 都抵得上大半件顶尖昼光神器 另外 时空之门的申请也通过了 不过 你如果要去参悟时空之门的话 必须提前一年申请一下 尽管参加万族争霸赛的你们 拥有着最高的优先级 可相关部门进行安排 也需要时间 墨悬道 时空之门 李聘听了 点了点头 这等宝物 可是能够重现某位 至高成就至高时的时空画面 据说能够让人用类似于 附体般的手段 依附在即将突破的至高身上 身临其境地感受 一次至高境界的突破 窥去导致高级的宇宙之变 这对任何一位君主 及其以上修炼者来说 都有难以估量的好处 提前一年 替我申请吧 李聘道 好 墨悬微微汗手 万族争霸赛的霸主赛 不应该要准备了吗 毕竟只剩下几十年了 几十年对天地而言 很短暂吧 李聘道 墨悬挣了挣 你真要参加万族霸主赛 当然 李聘道 如果再参加万族霸主赛 应该能再得一份物资补助吧 巅峰骤光神器 有没有我不清楚 但六千枚造化玄金总少不了 而造化玄金 与我修行秘术 战绩 可是颇为重要 这一点 他说的可是事实 造化玄金的作用 和造化金币几乎一样 而且 和还会临时 对一个人资质加持的 造化金币不同 造化玄金的作用 更偏向于天赋放大器 强者越强 天赋越高的人 使用造化玄金效果也越好 李聘尽管不敢说 自己的天赋当时第一 但有足够的造化玄金 他修行秘术 战绩的时间也会大幅缩短 既然你坚持的话 墨璇深吸了一口气 参加霸主赛的选手 已经在进行特别训练了 再离霸主赛还有百年 四十年 十年时都会比一次 以确定最终由谁出场 当然了 也会根据对方派出的对手 针对性地进行安排 百年那一次 你赶不上了 四十年 也就是二十二年后的那一次 你倒是能赶上 你如果真的确定要参加天赋霸主赛 到时候 我带你前往众星神庭的神武大地宫 礼聘点了点头 众星神庭乃是人族名义上的正统 无论是星火圣殿 万物商会 无尽神山 还是天眼教的人 参加万族争霸赛前 都要在众星神庭会合 在由众星神庭专门负责征战一族的神武大地 率领前往举办地点 当然了 星火圣殿的白帝基顺 万物商会的太乙天帝 天眼教的无荡天帝等人 也会一道前往 以确保这些种子选手的安危 万族霸主赛 墨玄提及这个等级的比赛 明显有一丝犹豫 可看着似乎铁了心思 要参加这场比赛 竞争宇宙霸主之称的李平 他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好好修炼 有什么需求可传讯于我 墨玄道 我会 李平微微汗手 很快 墨玄告辞离开了 待得他离开 李平才将目光放到了幻塔和造化玄金上 实际上 相较于幻塔和造化玄金 对我帮助最大的 是时空之门 我的虚数空间法 目前已经开辟到第二层 如果以原始至高法等法门作为参照物 第三层就是凝聚出宇宙起点 观摩 并亲身体验一次至高的晋升 显然会很有帮助 李平私存着 但还是适应起幻塔这件辅助修行的巅峰咒光神器来 就在李平掌握着这件巅峰咒光神器时 侯云再度前来 主上太原之光 蓝海之光 新玉之光前来拜访 并且 这位已经胜任了管家职位的日要公身道 他们还带来了一批人 似打算交给主上处置 一批人 让我处置 李平有些疑惑 他又没有什么敌人 将一批人交给他处置 私存了片刻 李平还是让侯云带着他们去了代客区 等李平赶到代客区 看到被几位咒光带过来的一批新神后 却是恍然 一些 老朋友啊 元相光 商经巢 急风雷 子中天几位日要 皆在其中 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子家 元家 商家 急家新神 足有上百人之多 仅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 这四大世家人才积极 难怪能够盘踞 元阳新域如此之久 启元陛下 启元之光来了 哈哈 今日得见启元之光 陛下真容 真是幸事 三位咒光在李平过来时 同时站起身来 笑着打起招呼 尽管同属咒光 但只要有点见识就都知道 李平的前程和他们的前程 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他们的咒光 已经算是他们毕生所能达到的终点 而李平 说不定仅是他的起点 太元之光 海澜之光 星域之光 李平对着几人微微汗手 紧接着 目光落到了子中天等人身上 道了一声 我记得 他们不是在冤属少所服役吗 怎么带出来了 这几家人前些年来 一直在启元之光 陛下身后脚风脚雨 就判处他们服役之行太便宜了 我特意和几位负责这一方面的战友 打了声招呼 他知道此事涉及到起元之光陛下 马上就让我们将他们提了出来 交由陛下你亲自处置 太元之光笑着道 李平看着子中天 原相光 伤金招 急风雷几人 这几人意识看着李平 眼中充满着震撼 懊悔 哀求 尽管在李平从天狱世界出来时 他们就知道 李平未来的成就 怕是不可限量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而且还来得如此猛烈 以至于他们这些 都被送到前线服役的人 都被重新提了回来 只为给这位起元之光出一口恶气 我记得我当年说过 等我进入星界时 会亲自去他们 这几大家族一一拜访 李平有些感慨 没想到 当我有空闲来处理这几件事时 这几大家族 居然已经都不存在了 说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哦 在我入星界前 就不存在了 他们的家族不存在了 但人不是还在吗 蓝海之光笑着道 眼下他们如何处置 竟在您一念之间 李平的目光 并没有在几人身上过多停留 当年他说出那番话的真正目的 实际上是对永恒日药的真正力量感兴趣 可现在 这几大家族 已经连让他正式 出手的资格都没有了 就按照先前的处理方式来吧 都送去冤须服役 李平道 此话一出 袁相光 伤金昭 急风雷 子中天等人 稍稍松了一口气 尽管前去冤须少所服役 极其危险 但至少 还存在一线生机 好过被李平当场格杀 那就依起袁之光陛下所言 太袁之光笑着回应了一声 紧接着道 安排他们去第八星渊巡逻 此话一出 几大家族的心神 还没什么感觉 可子中天等心神 却是脸色大变 眼中涌现出遏制不住的恐惧 少所警戒是一回事 冤须巡逻 又是另一回事 两者间的凶险性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如果说前者生还率 还是五五开 那么后者 说一句 九死一生都不为过 李平看子中天等人的表情就知道 巡逻必然比待在少所危险 但也懒得在这件小事上过多询问 只是点了点头 就这么办吧 好 太原之光挥了挥手 很快有人将原相光 伤金招 急风雷 子中天 一杆上百人 全部带了下去 至于他们眼中惊恐 哀求的眼神 这几大家族 既然敢肆无忌惮地打压他人时 那就该做好被他人 视强凌弱欺压的心理准备 援阳心域几大家族都被清理 未免一盘散沙引发混乱 还是得一个有威望 有能力的家族站起来 肩负起维护原央心域稳定的重任 我和人类联盟相关负责人关系不错 启元之光 陛下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安排 三位有心了 此事就不麻烦了 李聘道 太原之光 几位骤光健壮 亦是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 尽管他们将原央心域几大家族的人送过来的行为 连让李聘欠下一个人情的资格都没有 可能够提前得到李聘的召见和他混个脸书 凭这一点就算得上巨大收获 未来李聘成就圣皇 乃至天地时 凭借这份脸书 其他骤光 哪怕君主想要对付他们 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会不会引得他的介入 原央心域 李聘私存了片刻 将原央心域给盖亚文明 明显不行 这些年来盖亚文明的发展 尽管突飞猛进 但充其量也就心系级的文明 想掌控一个心群都比较勉强 更别说一座心域了 但就像太原之光说的 一座心域原本的霸主级势力被一扫而空 如果没有新的势力入住 那座心域很容易陷入混乱之中 可以预见 如果它不插手 原央心域其他拥有 附属心神坐镇的大族 文明 马上会为了几大霸主及势力 遗留下来的利益 大打出手 私存了一番 李聘到了一声 侯云 主上 侯云迅速现身 让私家老祖 他顿了顿 考虑到没有日要坐镇的私家 怕也吃不下一个原央心域 当即道 让私家老祖前来见我 另外 替我传讯玄简 让他和他们玄家老祖前来见我 是 侯云恭敬应落着 很快调查起这些人的联络方式 等等 李聘伸了伸手 他突然想到 星界太不方便了 没有足够的科技造物 没有新门 也没有超光速飞船 传讯 赶路 便利性都不如物质世界 昼光门还好一些 可以通过进入星界深处 缩短赶路时间 可星辉 日要 让他们出一次远门 不斥于让他们进行一场生死搏杀 一个不慎 说不定就直接交代了 大多数星神真要商议什么事 都是在物质世界进行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星神都会降下至少一道化身 传递消息 如果物质世界存在利益 主战化身更是必不可少 理论上 礼聘也可以降下一道化身 但化身终究会分担本体的精力 尽管这一丝分担 相较于本体而言不值一审 但如果是在万族争霸赛那种险恶环境下 任何一丝瑕疵 破绽 都会被敌人无限放大 弄不好 就会变成 愤出胜负生死的关键 你在物质世界 用化身去一趟 联络这两家 传达我的意思吧 李聘道 侯云虽然不知道 为何自家主上不降下化身 但还是功声应诺 我这就去 李聘点了点头 当下 他再度返回了修炼室 将目光转向幻塔 一段时间的适应 他已经稍稍掌握了 这件巅峰骤光神器 考虑到使用这件巅峰骤光神器 也不会出现什么危险 当下 他溢散着自己的心灵波动 顺着幻塔的指引 渐渐地 似乎进入了一种 略带迷糊的状态 不过迷糊的只是对外界感知 他本身的思维意识 还是十分清醒 就像做着清醒梦一样 这种感觉 颇为玄奇 进来了吗 礼聘到了一生 梦境的特征 往往可以做到 心想事成 幻塔终究是 无上神器的仿制品 还是仿制失败的产物 缺陷很明显 一旦心灵波动太大 就会从梦境中醒来 换句话说 这篇梦境 只能用于修炼战技 身法 在心灵秘术的辅助修行上 效果平平 当然了 如果换塔 开辟的梦境世界 连心灵秘术都能辅助修行 那这件宝物的价值 就不止巅峰 骤光神器那么简单了 战技的分量 虽然不及心灵秘术 但 登峰造极的战技 放在至高阶梯上 也有两三阶的价值 换句话说 当我补全战技的瑕疵后 我在至高阶梯上 便能够向前两到三阶 即83到84阶的地步 李平心面一动 一片浩瀚星空 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片星空中 行星 恒星 白矮星 中子星 黑洞 引力圆 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一些大型恒星 正处于爆发之中 释放出毁天灭地的能量 无量星渊体 下一刻 李平迈不向前 犹如化身星渊 诸多星体 顿时被他纷纷吞噬 这种那 万千星辰于己身的感觉 有点像是主宰路径 或者说 无量星渊体 就是某位至高效仿主宰的道路 创造出来的一门护身之法 李平思存 激发灵感 尽可能地提升这种战绩的熟练度 时不时他 还会练一练大虚无术 第一星河将这门大虚无术推荐给他 适合他的要求是一个原因 这门战绩 和那尊虚无大帝有关 又是另一个原因 据说虚无大帝当年主修的功法 就是虚无术 某一位至高 通过对虚无大帝的研究 创造出了类似于虚无生命的功法 并自存 比虚无大帝的虚无术更加出色 所以命名为大虚无术 李平修行时 不断回想着 自己对虚无大帝的认知 感知 尤其是他最终投向虚无的心灵转变 竟是觉得 这门身法修行起来颇为简单 至于大眼见起 这十个新年里 李平也钻研过 不合适 并不是说第一星河推荐有误 而是他自身的情况有些特殊 他的置点建议 早已改良地契合于虚数空间法 某种程度上 置点建议已经成为了虚数空间的配套建树 衍生神通 只不过虚数空间这门功法 现在还是个半调子 所谓的衍生神通自然也似是而非 也正是因为这种似是而非 他若再练其他的建树 很容易对置点建议的理解造成影响 影响他和虚数空间的契合 因此 攻击战绩方面 他只能等 等虚数空间突破 带动置点建议突破 又或者用置点建议突破为虚数空间 带来灵感 无论实现了哪一个目标 都能让他的实力呈跨越式增长 时间在战绩的修行中快速流逝 礼聘甚至利用梦境心想事成的特性 模拟出了一个个对手 进行生死搏杀 终于 在足足40个新年后 一次搏杀时 他的心灵波动太大 猛然撕破了幻塔 构建的梦境世界 清醒过来 在清醒过来的刹那 他第一时间将目光 落到了通讯手环上 上面的时间 赫然才过去一天 一天 等于40个新年 礼聘有些错愕 望向幻塔这件宝物 带着一丝惊喜 尽管这40年里 只能进行战绩方面的魔力 且心神的消耗 心灵的疲惫不可避免 但 充其量休息 10天半个月 就能缓和过来 10天半个月 能换40年的苦练 一年就相当于上千年 这相当于千倍效率的提升 不愧为巅峰骤光神器 礼聘到了一生 对墨玄送来的这件宝物 十分满意 这算是我这些年来 收到过的最好的宝物了 实际上 这件骤光神器的功效 有些鸡肋 莎莎听着礼聘 发自内心的评价 忍不住道了一生 战绩 神法 无非是磨时间罢了 永生的心神 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礼聘听着突然开口的沙沙 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听出了一丝酸意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充其量觉得 智能生命真先进 居然连吃醋这种属于人类的情绪 也学得有模有样 尽管他不知道 他究竟吃的是哪门子的醋 休息一段时间 先将大虚无数和无量心渊体修成 礼聘心中计划 当然了 至高秘书也得领悟 六千枚造化玄金 放手上不用 那岂不是爆点天物 银河星报有先前的积累在 初期修行会比较容易 但太虚真魔神 却是需要花不少心思 他必须得抓紧时间才行 当下 他休息三日 恢复了一番心神状态 然后拿出一枚造化玄金 重新投入修炼状态 一时间 当年在天狱世界 他被所有人视为救世主持的加持状态 将他笼罩进去 无数的灵感纷纷涌现 灵感和灵感碰撞衍生火花 化为新的灵感 借助使用第一枚造化玄金的新奇感 本就处于入门边缘的 攻击至高秘书银河星报 瞬间入门 不过就在李聘打算继续深究时 那种特殊的状态开始消散 他稍稍分神 看了一眼手中的造化玄金 其内部神光竟已消失大半 效果不错 远胜造化金币 但持续性太差 如果一直使用 估计十年都撑不住 李聘很快得出结论 消耗太大 人族骤光往往将造化玄金用于突破时的助力 而非普通修行的常规物资 六千造化玄金 理论上就是一件顶尖 骤光神器 至高清传都扛不住这种消耗 莎莎提醒了一声 如果一直维持借造化玄金修炼的状态 十年 怕是要一万造化玄金 一件巅峰骤光神器的价格都不过五六万罢了 强如至尊神器都不过五六十万 这还是严重溢价的缘故 否则价格绝对要对半蛇 李聘稍稍一计算 好家伙 一件至尊神器兑换的造化玄金 居然只够他修炼五六百年 等等 五六百年 好像不短 李聘琢磨着 如果他能借大道之光的力量进行模拟 在造化玄金状态下 别说五六百年了 五六十年时间就能让他修成一门至高法 甚至 两门 我的大道之光被归虚之力压制 但冤虚 归虚之力也被压制了 再加上太虚真魔身一虚 借助冤虚环境修行 李聘心中一动 就在他私存着 带诸多造化玄光 前往冤虚修行的可行性时 身上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 很快 一块令出现在他手上 龙园道场要开启了 龙园道场 道园至高讲道之地 也是宇宙星空所有大气运者 一次宝贵的机缘 这位至高和其他至高不同 早早开始了气运 轮回的研究之路 至今为止已不知多少机缘 而自龙园道场上走出去的气运之子 亦有不少人功成名就 其中不乏修成天地的大能者 在这种情况下 龙园道场 自是引得所有人前赴后继 李聘池拿龙园道场令 根据其中力量的牵引 仿佛洞系了一条通道 沿着这条通道 他身形移动 快速穿梭 不多时 已经抵达了一片全新空间 这是 一座高山 一座高不知几千万米的山峰 此刻李聘便站在山峰之巅 站在一处装表的如同棋盘的广场上 入木之地 接近云海 茫茫无际 这 不像是一座至高事件 礼聘星道 一散一道心灵波动 这是道圆至高的圆点之舟 莎莎捕捉到波动后 很快进行解答 圆点之舟虽是至高神器 但却动用了无上之法进行炼制 可自由在宇宙穿梭之余 更是能够略过星界外围 而不被星界反噬 当然 前提是 这件至高神器 本身得维持着较低的能量释放 就是 只要不做得太过分 星界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对吧 礼聘道 很形象的比喻 莎莎给予了肯定 礼聘似乎来得比较早 此时身边没有多少人 扫了一眼四周 她来到了对异者前的一个位置 坐了下来 这个位置 礼聘朝周边打量了一番 她所处的位置 就是一个落字点 当真是以众生为子 她笑了笑 并未有任何评论 就这么耐心地等待下来 别说至高了 每一位心神 都是极其固执之人 在没有遭受到重大打击前 对自己拥有绝对自信 凝聚出真灵的咒光 更是如此 要求心灵纯粹无瑕的她们 思维更是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出发 很少去联想方方面面 不是她们不顾虑全局 而是在她们的认知中 她们一路走来 她们的处理方式 就是最大的正确 任何反驳者都是大逆不道 不识好歹 咒光如此 更别说一路走来 人生中只有成功的至高了 成功者 自然会认为自己做的一切 都是成功 都是正确 这也是莎莎提醒礼聘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像黑渊主宰那般好说话的原因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 顺着龙渊道场令的感应 进入了龙渊道场 这些人的修为 高低不一 修为差得 紧紧心灰层级 修为高的和 也有咒光层级 在随后的人员中 她甚至看到了一尊圣皇 这尊圣皇看到礼聘后 微微汗手 并没有过多招呼 实际上不止她 大部分昼光 亦是如此 其中一些心灰 日药 更是当作礼聘不存在 一方面 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 上来打个招呼 也没有太大意义 另一方面 能进入龙渊道场 本身就意味着 有大气韵傍身 这些人未来的成就 都不会太差 尤其一些对自己 极具信心的人 甚至觉得 她礼聘能够功成名 就不过是实事造英雄 换成她 她也行 在这种心态下 他们心中对礼聘 甚至有所敌视 好在 这种出于极度的敌视心态 不至于让他们丧失理智 在知道对方是咒光 凝聚出了真灵的情况下 未免被对方看出心中想法 他们还是躲得远远的 礼聘打量着周边环境时 却有一男一女 两个看上去颇为年轻的咒光 凑了上来 在下青刚 这是我妹妹子双 来自万物商会 见过起源之光 两人笑着拱手道 青刚 子双 礼聘思维流转之际 莎莎已经将两人的资料 传递了过来 咒光 号称宇宙之光 乃是整个人族 包括放眼宇宙的中间力量 其资料任何事例 种族的数据库中都有记载 无非是详细程度的区别罢了 这两人 确实是万物商会的人物 且还是万物商会中 太以天地的清传弟子 其中 子双在至高阶梯上 闯到了77阶 算是最强的一批宇宙之光 有礼了 礼聘微微汗手 想不到起源之光阁下 也得到了龙原道场令 不过也是 以起源之光阁下的天赋 必然是大气运加深 能够进入龙原道场 再正常不过了 清刚笑着道 我们几人同入龙原道场 也算有同窗之意 这不得不说是罕见的缘分 礼聘看着他 神色中有些疑惑 清刚之光想说什么 不妨直言 言下之意 没事的话 别打扰我 这番话 让清刚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 但还是很快恢复如初 起源之光果然干脆爽快 这段时间离我们万物商会 因起源之光之名 可是召开了数次会议 可见我们万物商会 对起源之光的重视 就连我师尊对起源之光阁下 亦是青睐有加 多番出言夸赞 不知 我可否待我师尊 待我们万物商会 邀请起源之光阁下 前往万物商会做客 他笑着道 万物商会 互通万物 其底蕴 财力 堪称新界六大势力之罪 像起源之光这般的无上天骄若网 我万物商会 必然重视至极 咒光神器 修行物资 亦应俱全 若起源之光阁下 愿意在我万物商会认职 十万造化玄金一计的报酬 我们万物商会亦负担得起 李聘听了 很快明白过来 这是挖墙脚来了 不过 十万造化玄金一计 巅峰咒光神器 都快能买下两件了 若能认职个三五计 买下至尊神器 都不成问题 万物商会 确实称得上财大气粗 你得小心一些 沙沙的声音突然在李聘脑海中响起 万物商会中带了个商字 那是真正将商的本质 发挥到极致 一些行径 即便在繁俗世界 都令人反感 他们曾经多次有曲线投资的方式 支持一些君主 圣皇 天帝的后裔 供应他们修行 可实际上 却将目标打到那些君主 圣皇 天帝身上 在让他们的后裔欠下巨款后 要债要到那些君主 圣皇 天帝头上 迫使他们为万物商会工作 他很快给出了分析结论 眼下他们开出十万造化玄金一计 这一远超正常君主 乃至圣皇 天帝应有的报酬 要么是想借着你身上的热度进行宣传 要么就是想通过你 捆绑黑渊主宰 后者也就罢了 如果是前者 除非你能始终保持这种提升势头 甚至在一计内提升到天地级 具备和万物商会谈判的资格 否则 十万造化玄金一计的报酬 你能拿满一计 就算不错了 李聘听了 不禁愕然 他想到了盖亚时期 那些被重金挖来 自带客户入职公司的经理 等公司将客户消化后 这位经理将其踢到某个角落 坐冷板凳 并且冷嘲热讽 直到他待不下去了 自己离职 万物商会这么做 不怕得罪人 李聘道 在商言商 商人自然是得利益之上 莎莎道 此外 万物商会投资之举 也并非完全冲着落井下石去的 虽然他们很多时候会行晴天送散 雨天收散之举 但也曾帮助过一些埋没的 天骄出人头地 这些人对万物商会忠心耿耿 何况 万物商会背后站着的 可是太素 太史两大至高 太素 太史 两大至高中 尤其是太史至高 乃当之无愧的人族第一至高 当然了 这是排除了某种程度上 应该算两人的红天至高的情况下 单打独斗 也只有天眼教那位主宰 能够胜他一分 那么 我可不可以理解 万物商会属于一个借贷公司 礼聘道 莎莎略一私存 很快给出了准确的回答 借贷公司可以 银行也可以 区别就是 它更具合法性 说着 它语气一顿 因为 它们够强 所以 它们本身就代表规则 法律 懂了 礼聘 微微汗手 他正愁造化 玄金不够用 万物商会就送上门来了 当下 他直接对清刚道 万物商会的 财力我自是信得过 当今事件 乃一位昼光 不以加入万物商会为荣 因为 加入其中 往往就意味着物资不愁 清刚之光听了 脸色微微露出一丝笑容 这位起源之光说话难听 但做事还是很务实吗 可紧接着 礼聘却又话锋一转 但 我在人道圣殿 星火圣殿 待的时间虽然不长 可墨玄殿主待我 一时推心致富 若就这么离开星火圣殿 前往万物商会就职 清刚之光听了 连忙道 起源之光阁下 我记得 您尚未正式加入星火圣殿 这也是我 仍在和诸位述说的原因 礼聘看着这位清刚之光道 虽然我对万物商会十分向往 可星火圣殿 墨玄殿主的人情 我却不能置若网闻 清刚微微皱眉 那起源之光的意思是 预知 礼聘道 万物商会提前预知我 十计八计的仇心 我带着这份丰厚的仇心 和墨玄殿主摆事时 讲道理 他顿了顿 微笑道 想来 为了我的前程 他不会再阻止我 加入万物商会 预知十计八计的仇心 清刚脸色微微一变 一计十万造化玄金 十计八计 换算成造化玄金 那就是百万级了 百万造化玄金 至尊神器 都能随便选 要知道 在万物商会 那些身居高位 相当于决策层的天地 也只有在利润较高的时候 才能达到 一计十万造化玄金的收益 礼聘一下子 要预知这么多造化玄金 把万物商会 当冤大头了不成 此事 清刚正要说什么 礼聘却是再度开口 我相信 我的天赋 钱力 值得起这个价 万物商会 给我十万 造化玄金一计的仇心 不就是看中这一点了吗 说着 他再度补充 如果万物商会信不过我 我可以和万物商会签署协议 比如一计成天地 如果做不到 未来的时间里 我可以免费给万物商会工作 直到我归虚为止 一计成天地 清刚听着礼聘所言 微微一正 紧接着 嘴角边差点勾出 嘲讽的笑容来 还好他反应过来 忍住了 但在和妹妹子双对视一眼后 均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嘲笑 一计成天地 你以为你是谁 当真以为 用了两百年时间修成骤光 就觉得自己接下来的修行 能像吃饭喝水一样那么简单了 无论是骤光到君主 君主到圣皇 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其中 骤光到君主阶段 要不停地补充 骤光前欠缺的秘数 战绩 心得 以便让自己对宇宙万物的理解达到极致 君主阶段掌握的宇宙演化 更是相当于握着一枚炸弹 那种的攻击一出 使得修炼者每一次提升 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剩下的圣皇 天地 危险性倒是不及君主阶段 但 空间 时间 靠的是领悟 如果悟性不够 悟不透 直接能将 一位君主卡到天荒地牢 纵观人族那些君主中 从上古新界破碎卡到现在的 都不在少数 毫不夸张地说 十个君主 有九个会卡在圣皇的大门前 寸净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 想一继承天地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清刚心中冷哼一声 他看不惯礼聘这种自打 甚至 如果礼聘真的做到了 他更看不惯 凭什么做到这一点呢 不是我 不过种种思绪 他自是不会表现出来 脸上反而堆出了更多的笑容 既然起源之光如此有诚意 我们万物商会 自然也不能让您失望 我现在就将这个消息 汇报给我师尊 请稍等片刻 可 礼聘微微汗手 财阀屡地 修行之事 资源向来是重中之重 我等待着万物商会的好消息 清刚 子双尽管知道 所谓的财阀屡地排行 向来没有个定数 但礼聘能用这种说法 抬高万物商会的价值 他们也乐于应成 他以天地作为万物商会的绝对高层之一 身份地位 俨然是副会长级别 清刚将消息汇报上去 上面很快进行了一番讨论 又或者说 他们针对礼聘 早就有过相关预案 眼下只是将比较符合的预案拿出来 重新赚给清刚 有回应了 清刚笑着道 起源之光对我们万物商会如此信任 我们万物商会 自是不能将这份信任辜负了 根据我师尊传来的消息 原则上 我们答应了起源之光的要求 不过 预知的收益上面 暂时只答应了五计 另外 这五计收益 需得分十七支付 上面的意思是 一万年违宪 一万年一期 即五万造化玄金 你看如何 说完他马上到 当然 在签署协议后 第一期的五万造化玄金 我们就会发放到你手上 五万 哪怕他大气一些 都足够他修行五十年 且五万造化玄金 都快够得上 一件巅峰骤光神器了 那些没有背景 先前为了修行 又倾家荡产的圣皇 更是连五万都拿不出来 这个数字 已经算不错了 但 对方砍价 显然就证明 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既然如此 十七 太多了 李聘摇了摇头 我所谓一计修成天地 就是建立在 能够从万物商会 拿到玄金的前提下 没有万物商会 百万造化玄金的玄金 即便以我的天赋 也没有实成把握 能在一计内 领悟时空之秘 成就天地 他争取到 即便装修都只有首付款 工程款 尾款之说 理论上 在我答应加入万物商会时 就相当于将新火圣殿得罪了 因此 这个时候 你们就得支付我两成的首付款 再加上万物商会 将实际的预支砍到5G 如果万物商会真的有诚意 签署协议后 必须支付我20万造化玄金 令30万造化玄金 再分三期支付 这 别忘了 我即将前去参加万族争霸赛 想想看 当其他人介绍我 这位获胜者的身份 宣称其来自万物商会时 这对万物商会而言 将是何等大力的推广 礼聘道 那我再请示一下师尊 青刚道 不必请示了 礼聘挥了挥手 我知道 太义天地应该给了 你几个标准 如果标准能符合我的要求 那么我自会加入万物商会 要是难以让我们双方多满意 这件应该讲究你亲我愿的事 我们也不必过于抢求 你说呢 当然 我们万物商会 向来将所有人当作家人 对于家人们 我们从来都会抱以十二分诚意 我只是 向我师尊确认一下 青刚连忙笑着道 礼聘见状也未催促 看着青刚在那里左忙右忙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在联络太义天地 好一会儿 所有龙渊道场令持有者都快到期时 青刚才满脸笑容地道 起源之光阁下 恭喜你 我师尊答应了 就按照您的要求来 签署协议后 支付二十万造化玄金 也就是预知收入中的四成 令六成 分三期支付 分别在一千年后 一万年后 以及到达一季时现实之父 你看如何 可以 礼聘微微汗手 不过 接下来一段时间 将全力备战万族争霸赛 在这期间 怕是难以前往万物商会履职 理解 我们理解 万族争霸赛竞争的 乃是我们整个人族的荣誉 自是以万族争霸赛为先 清刚笑着 硬了下来 不止万族争霸赛举行前 在万族争霸赛一战上 气韵加深 我必然会有所领悟 礼聘说着 略微私存一番 在万族争霸赛结束千年内 我会赶往万物商会履职 这一点 我们写入协议 你替我传达一下太乙天地 看看他是否能够接受 千年内吗 清刚修成 骤光花了一季之久 成就骤光 至今更是有二十六季了 仅仅相当于百分之一季的一千年 他没什么感触 几乎就相当于普通人概念中 我参加过一场大型国际赛事后 想休息两三天 再去上班一样 当下 他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们万物商会讲究的 就是关爱每一个成员 这点小事问题不大 只要起源之光 阁下能在千年内去商会即可 礼聘点了点头 两人交流一番 很快决定 听完道元至高十年讲课 便签署协议 双方商议着具体事项 明确责任细节时 一道无形的涟漪突然荡漾开来 形成一种若有若无的威压 笼罩着在场所有人 使得所有人上至圣皇 下至心灰 同时安静了下来 紧接着 便见棋盘一样广场的尽头处 一位身着黑白二色长袍 持那一副愈齿的中年男子 突然出现 五十出头 看上去并不见什么先锋盗鼓 反而十分消瘦 有种长期营养不良之感 但他那低垂的双眸中 却不会给人任何虚弱感 反而带着一种无端的惊悚 让人不由自主地打起精神 不需要人介绍 紧紧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便让场中上百位气韵之子 同时起身 公身问候 道元至高 道元至高 微微抬头 那眼神 似乎有种没有完全睡醒的感觉 在他打量着场中 众多气韵之子时 李聘亦是在打量着这位至高 此时的他道径轮回 已然修有所成 可当他望向这位至高时 却发现 他身上的气韵松散到极致 完全不成整体 就像无数生灵 将气韵混杂在一体 交织而成 而且 在他现身的这一刻 李聘亦是感觉到自身 包括龙元道场 所有气韵之子身上的气韵 都和他产生了联系 这种感觉 李聘略意私存 已经明了 他们既然听道元至高讲课 自是要成他一份情 如此一来 因果见利 自是使得双方气韵产生交汇 无需多脸 而等进入龙元道场 自是与我有缘 道元至高 淡淡地道了一生 无悲无喜 依旧 我便以气韵为基础 自心灰时 讲述心神 至至高一道的延续承接 话一说完 他虚守一点 一尊心神的虚影 自山峰上投射而出 气韵 无处不在 与任何生灵息息相关 世间万物寻秩序运转 一成不变 更古如一 然而 世间不变在于其变 变之根本 变在于气韵 同样 气韵 控制着世间之变 让变与不变 重新归于秩序 变化的本质是气韵 而气韵的本质 却是让变化 重归秩序 李聘听得道元至高所言 微微一正 不过 道元至高 虽然是以气韵为切入点 描述心神异道的修行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 有能力理解得了气韵一说 因此 他有关于气韵的描述 也是浅尝而止 更像是抛砖引玉 吸引有灵性之人 大部分时候 他讲述的 还是心神异道的晋升和变化 这些内容 即便抛出关于气韵之说的部分 仍然不会影响到他人参悟 理解 尤其是 关于心灰道日耀 日耀道昼光 每一个步骤 他都深入浅出的讲述的 无比透彻 或许对其他君主 乃至昼光来说 很多内容 他们早已知晓 可对礼聘来说 这番梳理 却极其重要 经过他的讲解 心神异道的修行大纲 清晰在礼聘面前展现 让他无比直观地了解到 心神异道的传承 晋升的关系和演变 这对他更为深刻地了解 心神这一体系 有着无比关键的作用 修炼者成就心神的本质 从来都是 为了获得永生 其他的一切 都是为了永生这一目标服务 提升能量 提升能及 亦是为了更好的对抗 心界危机 哪怕凝聚真灵 亦是如此 如果心界既没有 胡乱飞舞的心界碎片 又没有无处不在的 规须之力 修炼者晋升新神后 将直接躺平混日子 以享受永生 再不会兢兢业业的朝君主 圣皇 乃至天地去攀胜 礼聘听着道 原至高的讲述 心中意识思维流转 不 实际上 别说没有 心界碎片和规须之力 就连现在 那些失去 心界碎片等 天灾威胁的大路上 不修炼 不上进的心神 也不在少数 也难怪连那些至高们 都不得不商议出 三灾九难这等天节来 达到削减永生心神的目的了 说起来 如果真要在心界 建立一套健康运转的机制 规须之力 心界碎片 三灾九难 恐怕都不够 或者说 用力过猛 因为规须之力的存在 吓得心神们都不敢轻易修炼了 也就是不敢向上进化了 哪怕进化起来 过程都是如履薄冰 最好的方法 礼聘顺着这个思路沉吟 最好的方法 让那些不思进取的永生者 合理性消失 或许 可以让心界运转起来 通过一种类似于运转带起的离心力 来鞭策重心神 不好好努力修行提升自己 就会被运转的心界 利用离心力 甩开 脱离大部队 主流 他想到这 却又收敛了心思 这种涉及到整个心界的大事 现在的他 考虑上还太早 气运之力 无处不在 笼罩整个宇宙 一直以来 至高也好 主宰也罢 包括无上们 都在寻找更高的境界 可更高的境界是什么 没人知道 或许 到那一步 修炼者会强大到 犹如一方真正的宇宙 道元至高的声音回荡着 时不时带着属于他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不 不是犹如 而是他本身就是一座宇宙 一座直径不知几十亿 几百亿光年的宇宙 那个时候 至高的力量 再不会被心界束缚 甚至 当他们想要降临心界时 真正需要考虑的是 心界能不能容纳自身力量的问题 尽管这属于他们这些至高 需要考虑的问题 可只要一想想 修炼者力量竟能强大到超出整个星界 那种感觉 真是令人心持神往 一些至高 主宰 将目标 放在无上路径 想着兼修无上 但很多数据表明 上古新界时期的无上 有过兼修至高 主宰的痕迹 或许 至高 主宰 无上更高的道路 是三境合一 但在我看来 宇宙演变 才是我们继续向前的方向 虽然很多至高们都失败了 可那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极其关键的核心 那个核心无法支撑他们的宇宙单独存在 根据我的理解 那个核心 就是气运 道元至高说着 撒波的关于自己理解的东西 已经越来越多 或者说 轮回之力 缺乏可控的变数 气运之力 宇宙难以运转 又或者说 运转起来难以持续 唯有宇宙中补全气运 轮回这等力量 这方宇宙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由一个死物 进化成一个生命 一种比至高 比主宰 比无上更伟大的生命 这番话 听得场中骤光 君主 包括那位圣皇面面相去 至于心灰 日药们 他们试图领悟 可他们的层次 离道元至高讲述的这些东西 明显差得远 唯有礼聘 思绪涌动 他经意发现 道元至高的这些理念 竟是和他的猜测不谋而合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由存在和虚无演化出来的 就是宇宙 时空 和轮回 他看着道元至高 却发现 这位至高简短地 讲述了一番这个理论时 意识淡淡地扫过场中众人 他这是 在传播他的思想种子 传授自己截然不同的道路 并希望有人 能够从中领悟到什么 踏上和他一样的道路 这是 寻道者 前方无道 故而 他在寻道 问道 仿道 以求得最终能够开道 他开辟龙原道场 一次次散播龙原道场令 为的就是希望那些大气运者们 有朝一日 能够沿着他探索出来的道路 步步践行 直到有朝一日 成为他的道友 以并肩同行 坐而论道 一如当年 李聘在盖亚星 开辟出武神之道 并通过世纪之王大赛 将其传播出去一样 哪怕无人懂我 知我 追得上我 哪怕这条道路 是他清静心血开辟 创造 他依然义无反顾 慷慨相受 在李聘打量着道元至高时 这位淡然受客的道元至尊 似乎也察觉到了李聘 一位至高 一位昼光 两人的目光 悄无声息地交汇一体 目光碰撞的刹那 这位道元至高 似乎看到了 淡然的眼神中 似乎有了一丝涟漪 但 就像当年的黑渊主宰 看到他的不同 认可他的方向 却仍然转身 继续践行自己的方向 道路一样 这位道元至高充其量 是能在他那种领悟的眼神中 获得一丝欣慰 微微汗手后 他继续讲述起 心灰 日药 真灵 宇宙 空间 时间的奥秘 他想撒拨种子 并且期待着 种子能生根发芽 但 在这之前 他仍然得用心神体系 作为引诱 吸引一微微大气韵者 前来听讲 哪怕想要受到 都只能夹杂心神体系之中 就像李聘传出去的 五神之道 最开始时 除了极少数人外 大部分舞者 走上五神之道的真正目的 仅仅是为了借助 五神之道 练出来的生命立场 完成练心者的转修 换句话说 如果五神之道 不搭上练心者的车 根本没有那么快的速度 推广开来 至高 主宰 无上 没路了吗 李聘心中感慨 尽管现在他只是一位 昼光 但 昼光 君主 圣皇 天地 本质上都属于终极生命 只不过代表着终极生命的下限和上限罢了 道元至高的讲课 持续到第八个新年便结束了 根据以往流传下来的习惯 最后两个新年 每一位龙元道场令持有者都能进行提问 这次提问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至高一对一的指点 而这也是龙元道场令最大的价值所在 随着一位为令牌持有者问出了心目中最想得到答案的问题 道元至尊亦是淡然的一一解答 对身为至高的他来说 至高以下的诸多修行几乎没有秘密 至少圣皇 君主及以下如此 他的每一次解答 都能让一个个提问者喜心于色 一些人甚至匆匆进入了修炼之中 李聘甚至亲眼看到一位日耀高呼着 我悟了 我悟了 然后直接离开了龙元道场 不知他能否靠着这次领悟一口气凝聚真灵 突破到昼光境界 在道元至高解答众人的疑问时 李聘亦是耐心倾听 他的每一次回答 亦能让李聘对心灰 对日耀 对昼光的理解更深刻一分 毫不夸张地说 这十年的讲道 这位道元至高 相当于帮他将整个心神体系 彻头彻尾的梳理了一遍 道元至高一个个点着名 进行着解答 但在按照顺序 即将到李聘时 他却跳过了他 转向了另一人 这一幕倒是让场中众人有些讶异 秦刚 紫双两人更是忍不住看了李聘一眼 每一个龙元到场令的持有者 都可以向道元至高提出一个问题 眼下道元至高越过李聘 显然不是对他有偏见 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这位至高 对他另眼相看 什么情况 道元至高莫非和黑渊主宰相识 黑渊主宰传讯 让他照顾一下起源之光阁下 紫双忍不住传音询问 不知道 清刚看着同样神色平静 等候的李聘 但看上去 这位起源之光 怕是在某些方面 又得到道元至高看重了 说着 他微微吸了一口气 若是因为黑渊主宰的关系 也就罢了 若不是 紫双听罢 忍不住也跟着看了一眼李聘 似乎想要看清楚 这李聘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 居然先后让黑渊主宰 道元至高两大顶尖存在 对他刮目相看 时间流逝 很快 道元至高已经解答了场中 除了李聘以外所有人的疑问 最后 他才将目光落到李聘身上 起源之光 你的疑问 道元至高平静地说着 但修成真灵 感应极其敏锐的众咒光们 却是惊异地 从这番语气中 拼出了一丝期待 似乎 道元至高在期待着 他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李聘在道元至高 回答其他人问题时 已然私存完毕 气韵 轮回和演化宇宙是否有关 他已经得到了答案 那么 李聘站起身来 慎重地询问 道元至高 我想知道 何谓命运 命运 道元至高 看着问出这个问题的李聘 停顿了片刻 紧接着 他看着李聘 足有数秒 才重新问了一遍 命运 命运 李聘点了点头 同时道 我修行了道元至高的 道境轮回秘书 并已将其修至圆满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补充了一声 我根据我个人的需求和状况 稍稍改正了一下 嗯 威力下降了一点 但其中涉及到的气韵 轮回 命运一说 让我颇有启发 同时 也颇感好奇 道境轮回 道元至高 听得李聘提及这门秘书 神色带着一丝追忆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十分古老的记忆 好一会儿 他才道了一声 将道境轮回修行圆满 哪怕是稍稍改良了一番 嗯 改变了一番 但 能有这种领悟 可见你口中的命运 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命运 而是真正的命运 他看着李聘 一种我根据气韵 轮回的范畴 推导出来的一种全新概念 概念 李聘对这个说法 并未感到奇怪 道境轮回秘书中就能看出 道元至高 并未真正触及到命运的力量 那个时候 他即便对轮回的力量 都不过初步探索 什么概念 在提这个概念前 有一件事 我必须得先说明 道境轮回秘书严格地说 不属于我创造出来的秘书 我也只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 道元至高道 前人 李聘有些意外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道元至高不同于太乙 太初 太素等至高 他乃是最古老的至高之一 属于新界破碎时代后的第一批至高 能被他称之为前人的 上古新界时代的大能者 是 道元至高微微汉手 在无比古老的时期 那个时候 我尚未成就至高 在探索新界最核心处时 得到了一门刻鲁在某块石碑上的传承 传承上记载的东西并不详细 我将其归纳 发现似乎是一门秘书 我将其命名为三生道 后 在我成就至高后 我对此不断完善 最终将有所残缺的三生道改良形成道静轮回 并当作气韵一道的种子流传于世间 三生道 李聘眼同一说 三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不错 道元至高微微汉手 纳门秘书中似乎提及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三生理念 但由于过去 未来两篇残缺的厉害 而即便现在篇描述的一切 亦是天马行空 不知所云 难以理解 我只能根据现在篇摸索 最终领悟了气韵之妙 写宇宙气韵成就至高 并在随后开始了对轮回之力的钻研 现在篇 李聘看着这位至高 不知可否 当然 道元至高微微一笑 尽管有不少至高 主宰已经安于享乐 满足当前状况 但还是有不少至高 主宰 一直追寻着至高之上的道路 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个人认为 轮回之力 就是至高之上的关键 因此 越多的人 加入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中 我越是高兴 尤其是起源咒光你这种 天赋出色的年轻人 言罢 他眉心中溢出一道金光 虚首一宁 通过虚空造物的手段 凝结成了一道晶体 里面记载的 便是残缺的三生道 多谢 礼聘道 不必沿谢 若要谢我 便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直至有朝一日证明 打破至高境界的关键 到底是不是我说猜测的轮回之力 也好 让我一解心中执念 道远至高应了一声 至于你问及的何为命运 我只能说一下我的理解 具体对错 需靠你自己判断 请说 礼聘进心道 我以气运为基础 以轮回为推演 展望命运 以我们而言 对于一些星辰 乃至星系中的生灵来说 我们可以轻易安排 祂的人生 主宰祂的命运 这 视为命运 道远至高 唯唯到来 于宇宙而言 任何人若能成为宇宙之子 得宇宙 气运于一身 毕生都将顺风顺水 无灾无难地问顶 昼光 君主 圣皇 天地 乃至至高 此时 气运亦可视为命运 礼聘理解了 道远至高的意思 轮回便是宇宙的命运 那么 照你这种说法 命运 就是一条早已经被安排好的道路 礼聘有些意外 我希望不是 可如果这个世界 真有这种伟岸的力量 安排好了一切 那么人生 还有何意义可言 道远至高道 不 人生存在的本身就是意义 不是吗 礼聘倒是神色平静地回应了一声 哪怕一个明知虚假的游戏 都会有人 将情感投入其中 为其喜怒哀乐 叹其悲欢离合 何况完整的人生 说到这 他微微一笑 抬头瞭望 似乎在看向远方 又像是 望向更远的未来 何况 这很有趣 不是吗 嗯 道远至高看着礼聘 这意味着 哪怕当我们 站在巅峰时 站在近无可近的时空镜头 我们前方 仍有一个对手在那里等着我们 像是一盏明灯 一个倒标 一场终结 等着我们去挑战 去历临 去超越 他伸手 无意识地想去握住些什么 哪怕他手上什么都没有 但 他仍然笑着道 这很好 好 道远至高 目光在礼聘身上停留良久 终究 道了一生 年轻 然后 再没有做出其他的评价 感谢道远至高授法 解惑 礼聘由衷道 这次龙园道场听讲 我收获巨大 不需此行 道远至高 微微汗手 礼聘 让他有些好奇 更是有些期待他未来的成就 但现在的他 终究只是昼光罢了 因此 这种期待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估计都不会得到任何回馈 他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提升 去成长 我在你身上 感受到了黑暈的力量 又有时光之主子体护身 所以 多余的事 就不必我去做了 只希望 未来几季 能够再听到你的消息 道远至高说着 虚守一点 一道流光凝聚成形 此物为灵圆树影子 若你有关于气韵 轮回之力的疑问 可通过此影子向我询问 如果我看到了 并有空闲 我会回答 多谢 礼聘应了一声 此季龙园道场开启 能看到一个对气韵之道 有所领悟的年轻人 也算不上是毫无收获了 道远至高笑着一挥手 回去吧 下一刻 礼聘周边的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就像被一股柔和的力量 退入了一条深邃的空间通道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速穿梭着 伴随着周边空间的不断扭曲 最终 竟是直接回到了星界中的星火圣殿 这种对空间力量的运用 至高 礼聘到了一声 灵圆树影子都拿到了 这个时候 沙沙的声音才响了起来 显然 在道远至高面前 纵然是身为智能生命的他 都显得拘谨 敬畏 不过此时他的声音明显带着羡慕 以及一丝不解 理论上 当一位至高 愿意将灵圆树的影子交给你 基本上代表着 愿意收你为弟子了 如果当时你肯马上拜师的话 有不小的概率 道远至高会 当场答应下来 我知道 礼聘平静道 知道 黑渊主宰你 还能说你们的道路不同 但道远至高 沙沙说着 越发难以理解了 别人求之不得的至高清传 你却一而再地拒之门外 偏偏 你还能一次次地 吸引这等存在生出收徒之心 这种情况 他似乎计算了良久 可始终得不出答案 仍然只能道 我无法理解 但大受震撼 礼聘没有对沙沙的这份疑惑 做出回答 只能说 他恰好比较符合 黑渊主宰和道远至高的演员 收敛了一下心神 他看了一眼道远至高给予的三生道法门 他有种预感 他将道径轮回这门秘书清出于栏 推导出圆满之后的破现之境的希望 就落在三生道这一功法上了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 这门被他改的威力变小的至高秘书 绝对会产生一个质量上的蜕变 从而能够给他的实力带来巨大提升 不过在闭关参悟三生道之前 和万物商会的协议得签 毕竟那可是二十万造化玄金 有造化玄金在 他无论是参悟三生道 将道进轮回秘书推导的清出于栏 还是参悟太虚真摩生 银河新报 太一旺气数 都能有事半功倍的增幅 因此 这些造化玄金越早拿到越好 当然了 在和万物商会签署协议前 礼聘还是给墨玄店主 发布了一条消息 他加入万物商会不假 但没有规矩说一位昼光 只能加入一个势力 人道圣殿特级导师的名号 他仍然可以挂着 在这种情况下 墨玄天地虽然有些遗憾 但实在做不到 像万物商会那般财大气粗 考虑到礼聘的前程 也并未阻止 而因为他的热度 万物商会那边的行动 也是十分迅捷 两个星月不到 清刚便匆匆带着 二十万造化玄金 来到了星火圣殿 签署了协议 一方拿到了 二十万造化玄金的 初始资金 另一方觉得 五十万造化玄金 让一个未来天地 签下了终身卖身器 双方心满意足 皆大欢喜 元秧星域 统辖大量星群 星系的庞大星域 无数年来 诞生过数不胜数的星神 时至今日 这些星神仍然在 元秧星域 投射着自己的影响力 庇护着自己的子孙后裔 使得这些后裔们 建立的家族 欣欣向荣 称霸一座座星系 乃至星群 尤其是上一段时间 元秧星域几大世家 遭到严重打击 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 更是引得无数野心勃勃的 星神大族 蠢蠢欲动 一些人甚至趁机发起战乱 掠夺物资 为自己的家族充实底蕴 以便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星神 壮大他们的势力 不过 十年前 随着一纸命令下达 混乱的元秧星域 突然安静下来 时至今日 十年过去 失去的秩序再度回归 元秧星域重新变成了 先前稳定繁荣的发展姿态 唯一不同的是 元有的霸主 已经发生变化 现在的元秧星域 似乎被分成三块势力 三足鼎立 三大势力中最强的 无疑是自神藏殿出身的玄家 这一家在神藏殿体系 本就威势极盛 不只有永恒日耀 且还不止一尊 为了元秧星域的利益 更是派遣了一尊日耀的主战 化身邪九大星 灰星神主战化身 亲自作证 据说他们的本体 亦是离元秧星域不远 保持着时刻 可以降下神圣真身的 高压关注姿态 另一家则是斯家 斯家相较于玄家来自是 差了不止一筹 但其威名仍然不容小觑 族中新神 已然多达两位数 此外 斯家和外来的玄家不同 属于元秧星域中的 本土家族 天生就能获得 其他本土势力的亲近 投效 哪怕势力规模 逊色于玄家 在元秧星域 仍然不容小觑 至于最后一家 弱小道 似乎根本无法和玄家 斯家相提并论 没有任何一尊 新神主战 化身作证 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只有三尊六阶传奇 可就这么一个势力 整个元秧星域上下 却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敢于小觑 就连玄家 斯家 对他们意识极其重视 原因 这是盖亚文明 一个背后 站着一尊宇宙之光 一尊永恒日耀的 伟大文明 他们两家 之所以能够占据元秧星域 竟是因为盖亚文明背后 那尊伟大的宇宙之光 一指命令 而且他们也知道 他们之所以能来元秧星域 奋一杯羹 实在是新生的盖亚文明 太过弱小 占据元秧星域 利有不歹 尚需要其他势力帮衬 这才有他们玄家 斯家的存在 因此 玄家 斯家 自是充分认清了自己的定位 饶食他们仅属于辅助 可占据一座星域的利益 仍然让两大家族的势力 呈暴涨姿态 此时 在元秧星域最核心的星球 元秧之光 一座以元秧命名的高塔会议室中 正有十数人进行着交流 拓拔家传来消息 愿意接受我们三家的统治 奥家之人也送来了一份厚礼 并许诺从今往后 确保奥德尔星群的稳定秩序 同时欢迎我们派人前去驻守 维护秩序 太一门的使者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根据下面的人说 除了使者外 他们还带来了好几舰队的物资 应该是没有勇气 和我们对抗下去 一位为新神 传奇开口 进行着消息交换 他们口中的这几大势力 无一例外 都是原央新域仅次于几大世家的顶尖存在 不止祖上曾经诞生过永恒日药 哪怕现在都和永恒日药有着间接性关系 比如他们投资过的某位天才成了日药 家中某位嫡女嫁给的某些日药等等 只是不如原本原央之光那些霸主级势力一样 那些永恒日药 就是自己家的罢了 除了日药级关系外 这些势力中 新神意识不在少数 随便一家将所有新神拉出来 都能轻松吊打私家 也只有玄家清朝而出时 才能压他们一头 不过现在 都解决了 这些家族 全部明智地选择了臣服 接受他们三大势力组成的联盟统治 这几大势力选择低头也很正常 不久前 我听到一则消息 起源之光陛下 冲击至高阶梯 这一次 竟是直接闯到了第82阶 此刻说话的 便是玄家的永恒日药 字号玄阳 虽为永恒日药 可在场中其他新神 包括传奇们面前 他却没有半分应有的自傲 言语神情极为谦虚 82阶 当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说先前起源之光 陛下闯过80阶 还有人暗中嚼舌头 称他侥幸 那这一次 82阶的成就 再没人敢有半分质疑 这是十打十宇宙君主级的战力 盖亚文明中 修成六阶传奇的向天行 以及勉强有资格出席的元真传 听得这位日药所言 亦是有种予有荣烟之感 宇宙君主到底有多厉害 他不知道 哪怕这些年来 他们的眼界被大幅度扩展 可永恒日药这等能成为 星域霸主级的存在 便已是他们心目中顶天的大人物 宇宙之光 他们唯一能够想象到的 就是 迎落星神归虚时 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力量 点亮了整个迎落星系时的场景 更强大的宇宙君主 那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只知道 是比宇宙之光还强大的存在 因此 他们心中除了唏嘘 就只剩敬畏 感慨 倒是玄简 这位神葬殿体系出身的新神 听得老祖提及的至高阶梯 八十二阶 有些恍惚 身为新神的他 自然知道 八十二阶至高阶梯 代表着什么分量 不是君主 圣四君主 即便将八十二这个数字 倒转过来 也是他难以企及的成就 百年前 我还曾护着起源之光 陛下从虚无神葬殿 一路返回迎落 那个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神圣 虽然 强大的有点不似神圣 玄简追忆着 一幕幕 恍如昨日 尽管我那个时候就知道 起源之光 陛下的成就 必然难以估量 可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天竟会来得如此之快 而且还如此猛烈 宇宙君主 这几个字的重量 那是整个玄家人 想都不敢去想的境界 玄简常常地吐出一口气 这一刻 他深深意识到了 普通人和无上天交的差距大到何等地步 那是天欠般巨大到让人连他的影子都望尘莫及 不止他 思家的人同样如此 尤其是思心 联想到当年礼聘 似乎还向他请教过修行 所以 我也是指点过宇宙君主的人了 思心觉得 如果他未来开辟家族 绝对要将这段话 写入祖师语录中 是的 开辟家族 原本他能够领悟心灵之力 晋升传奇四阶 就是极限了 可现在 六阶 传奇六阶 被思家靠着无数资源 生生砸上去的传奇六阶 他知道家族在他身上 倾注如此巨大的资源 是什么原因 担心因为他寿终旧情 就断开了和礼聘 这尊伟大的宇宙之光 现在甚至能称一句 君主级的伟大存在 断开联系 所以 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堆到六阶传奇 未来如果条件允许 所有关于成就星神的物资 绝对是他第一个享用 唯有如此 他才能进入星界 真正地跟上 那位宇宙之光的步伐 维护好这份关系 三家势力 说一句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毫不为过 就在三方势力 因为礼聘收获的盆满钵满时 在人族威名赫赫地 仙霞见踪 一位白衣圣雪的女子 看着手上的回直信间 脸上充满着难以置信 拒绝了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给出回应的女子 师尊不是说 只要我哪一天能够不借外物 闯过至高阶梯五十阶 就说我为清传弟子吗 我明明已经闯过五十阶 甚至达到了五十一阶 为什么 这是师尊的决定 我也只是听从师尊的命令行事 女子淡漠地回应道 彩虹师姐 会不会哪里弄错了 苏星姐姐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了 在天狱世界中 更是将一门制高法 修炼到了第三层 为什么 白衣女子身旁 一位一身绿色长裙的少女 意识不甘地询问 被称为彩虹的女子 看了她一眼 目光再转向 被称为苏星的白衣女子身上 柳师妹 既然提到天狱世界了 那么你自然知道 你在天狱世界曾做过什么 天狱世界 白衣女子 祭天狱世界风云楼楼主柳素星 听得她所言微微一正 紧接着仿佛想到了什么 俏丽的小脸顿时苍白了一分 想起来了 彩虹看着她 淡淡道 你在天狱世界推波助澜 使得起源之光陛下差点深陷险境 若非起源之光陛下天赋横溢 横扫一切异足泻小 当时怕是已经陷入危险 事后 王福云给你机会 让你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赔偿 可你是怎么赔偿的 她的神色微冷 你根本没有拿出 能让王福云 让所有人满意的赔偿 事后 更因为天狱世界被破开 直接悄悄离开了天狱世界 这件事 起源之光陛下没有追究 可你以为 就能当作没发生过了 此事 柳素星听得彩虹所言 顿时慌了 眼中满是恐惧 师姐 我 残害人族天骄 伟大的起源之光 明明给了你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 你却拒不执行 事后还直接逃走 这种品性 你凭什么能够让师尊 再将你收入门墙 彩虹说着 联想到 那位起源之光 不久前闯过至高阶梯 82阶的辉煌成就 神色渐渐冷立 师尊不止没打算 再将你收为清传 记名弟子 意识直接革除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得以 仙侠宗弟子的名号 在外行事 若被察觉 严惩不待 不 师姐 求求你 让我见一见师尊 柳素星连忙哀求 给你半天时间收拾东西 离开仙侠建宗 彩虹毫不理会地猛一挥手 我们仙侠建宗 没有你这种 不知信义廉耻的弟子 师姐 别叫我师姐 彩虹皱了皱眉头 我看你现在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想办法尽快回去 让你们柳家准备好物资 去找起源之光 陛下赔礼道歉吧 现在去还有一丝希望 否则 等王富云向起源之光陛下提及此事 使得起源之光陛下追究起你们责任时 别说是你了 整个柳家 弄不好都得为你的愚蠢行为陪葬 说完他提醒了一句 原央心域的子家 原家 商家 吉家 有什么下场你不妨去了解一下 你们柳家的影响力 虽然比这几家强上一些 可只要你们柳家一天没有诞生昼光 在真正的昼光面前 就什么都不是 更何况 还是起源之光 陛下这种未来有望圣皇 甚至有望天地的昼光 说完 他转身离开 有望天地 而柳素星口中念叨着这个词汇 整个人仿佛被抽离了所有精气神一般 彻底地摊在地 星火圣殿 李聘住所的修炼室中 此刻他面带微笑地将修行告于段落 看到他似乎暂时停歇下来 莎莎才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怎么上一次匆匆闯到至高阶梯 82阶就不闯了 至高阶梯 李聘看了他一眼 至高阶梯 不是验证大虚无数 和银河星报的这些战绩 秘术的吗 你算是把这件质宝的功效丸明白了 杀杀到 算算时间 得去一趟众星神庭的神武大地殿 拿到万族霸主赛的参赛名额 李聘说着 站起身来 这段时间 你的银河星报 太一望气数 进展很快 圆满在即 大虚无数 也算小有所成 但太虚真磨身 无量星渊体 却至今为止人未入门 至于大眼见气 你更是完全没有修行 想要夺得参赛名额 怕是很难 杀杀说着 提议道 或许 你可以先利用时空之门 借助时空之门 体验成就至高时的场景 以借那一画面 将银河星报彻底修行圆满 你的申请已经通过 只是上一次 因为龙渊到场的是耽误罢了 嗯 李聘有些意外 你觉得我打不到前十 我收集了万族霸主赛人族诸位参赛选手的资料 并进行了一个排名 排名前三的第阿 月输 玄成命 就不说了 每一个都是君主中堪称顶尖的存在 第一的第阿 在至高阶梯 更是闯到了九十阶 拥有圣皇战力 哪怕是排第十的自在天 在至高阶梯的成绩 都到了八十五阶 您八十二阶的实力 怕是不够 莎莎委婉道 九十阶 李聘有些惊异 很强啊 莎莎沉默了片刻 道 请不要看排第一的第阿 第十的自在天在八十五阶 十一的罗乌吉 也是八十五阶 之所以有前后之别 是因为罗乌吉的八十五阶 应该是借助了强大的攻击性 巅峰骤光神器 实力上应该略逊自在天半分 但 无论他们哪一个 实力仍然肉眼可见的在您之上 哪怕排十二 十三 十四的那几人 至高阶梯都闯到了八十四阶 说着 他道了一声 要么 万族争霸赛 我们就别参加了 您的修炼时间 终究太短了一些 相较于那些最年轻 都修行了超过上万年的君主 您的劣势太明显 就像您所出生的那个世界 再天才的儿童 也不可能读书一年 就完成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学业 你说得对 李聘私存了片刻 微微汗手 我现在的实力 对上帝啊 确实没有什么把握 除非 动用所有手段 与其玉石俱焚 他抬头 直接到 去时空之门 莎莎已经习惯了 李聘的说话方式 不管如何 他至少答应 先去时空之门 再前往重心神庭 当下他直接回应 以替您申请 新火生殿做出回应 请您三个月内 赶到时空之门 好 李聘点了点头 还有三个月 他自是不会浪费时间 太虚真魔神 无量新冤体 甚至包括大虚无数 最好都得借冤虚的环境 前去修炼 而银河星报 太一望气数进度 也缓慢了下来 在其他功法 无法修行的情况下 李聘将手中的三生道 拿了出来 不得不说 这门功法残缺得太厉害了 某种程度上 他已经不能再算是一门功法 任何人沿着这门功法修炼下去 估计什么也修不出来 弄不好还会走火入魔 他的真正本质 已经宛如一种理念 在思路上 指引一个人前行 好在 这种思路和李聘自己开辟出来的思路 颇为雷同 雷同道 他似乎冥冥中 接触过这种力量一样 真是有趣 李聘自言自语 通过对残缺三生道的钻研 他对道径轮回 圆满境界之上的未来生 参悟 亦是有了思路 但具体 想要将思路补全 使得这门至高秘书在座突破 显然尚需时间沉淀 或者说 还缺某种极其关键的灵感 什么时候灵感到了 说不定就雾透了 道径轮回 亦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到时候 这门秘书 必将成为他掌握的最强秘书 若是雾不透 哪怕他苦熬几千年 几万年 乃至几十计 几百计 也休想踏出那关键性一步 三个月转瞬即逝 时空之门所在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星火圣殿 因此 李聘道用不着提前赶路 花费时间 星火圣殿也好 无尽神山 万物商会 天眼教等势力也罢 几乎都有时空之门存在 不过 时空之门的执掌者 并不是星火圣殿等势力 而是至高议会的至高 这是至高们留给后人的东西 想要使用 自然得得到至高们的认可 这也是为什么 即便墨悬 基顺等人 也无法直接决定 时空之门使用权 得汇报至高议会的原因 时空之门 乃是一片完全纯白的空间 人踏入其中 将会失去对空间 时间的所有感知 剩下的 唯有中心位置 一个犹如漩涡般的门户 墨悬天地亲自带着礼聘 来到这处漩涡般的门户前 梅雨间并没有任何礼聘 加入了万物商会会造成的身份 距离感 反而笑着道 短短20年时间 你的实力 就从至高阶梯80阶 提升到了82阶 这种速度 说真的 我们第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时 都吓了一跳 我总算明白 你为什么会有底气 想报名参加万组霸主赛了 主要是因为万物商会那边的 二十万造化玄金 以及幻塔这件巅峰 骤光神器的缘故 否则 我也未必能有这么快的增长 礼聘如实道 毕竟这段时间里 他还在分心整理心灰 日药 骤光之变 通过对这些境界的理解 将其融入虚数空间法中 化为这门功法的底蕴 为下一步 将质量 能量 凝聚成质点做准备 造化玄金和幻塔 或许会有些帮助 但真正能够如此迅速提升修为 还是因为你个人的天赋 如果再给你千年时间 万物争霸赛赛场上 必然有你的一席之地 但是现在 墨玄天帝笑着道 万族争霸赛霸主赛参赛选手 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他们的实力 你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吧 礼聘点了点头 联想到那尊名为 帝阿的强者 九十件 压力 很强 礼聘如实道 强就对了 墨玄天帝对礼聘这种反应 表示十分正常 你是真正的无上天骄 我相信 你未来的成就 甚至能够超越自在天 比他先一步抵达天帝 甚至圣皇 但现在 你还需要时间好好沉淀 自在天 礼聘一正 不是呕吗 嗯 墨玄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我记得 我们先前说 你必须排入前十 才能去参加万族霸主赛吧 而根据各方势力判断 自在天应该就是所有选手中 排行第十之人 而第阿 那可是最有潜力的王牌 将决定三灾九难 在哪一处疆域试验执行的战斗 自在天 我没记错的话 是85阶那个 是他 墨玄点了点头 如果只是他的话 礼聘稍稍私存了一下 自身权力爆发的实力程度 我想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墨玄自以为 自己已经习惯礼聘的说话风格了 可听到这番言论 仍然有种本能想反驳之感 可怜想到礼聘的提升速度 他还是决定稳一把 反正反驳与否 都避免不了礼聘要合自在天 至少是和罗乌吉一战的事实 等礼聘和这两人打过后 他再给评价不迟 当下他倾笑了一声 希望你的实力和你的自信 能够一样坚定 礼聘点了点头 好了 时空之门已然开启 这是太初至高留下来的时空之门 进入其中 你重回太初至高成就 至高那一刻 并亲身体验天地突破到至高的具体过程 墨玄天地道 礼聘听了 不再迟疑 他大步向前 迈入了时空之门 对于至高 他向往已久 尽管无论至高秘术 至高功法 包括他的虚数空间 以及其他修行之术 无一例外 都会挂上至高名号 可挂上这个名号 很多时候 仅仅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期盼 向往 并不意味着 就能成真正的至高 反而正是因为挂上了至高的前缀 才能充分地体会到 云云众生 对这一领域大成者的向往 才能让人深刻明白 常人想要成就至高 何其艰难 眼下时空之门 却能将这个无比关键的时刻 呈现在他面前 让他以一种准至高的眼界 去观摩一尊至高的代声 这对修炼者的眼界开拓 未来修行之路的思索规划 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 能够进入时空之门者 无一例外 都算得上至高种子 意味着被人族至高议会认定 有那么一丝希望 能够成就至高 当然了 也有少数情况 是这一纪元所有至高种子 都用过时空之门 多用也没有太大意义 使得时空之门 恰好处于空闲状态 这样一来 也会轮到非至高种子手上 然后再择优使用 礼聘显然就属于 时空之门空闲 择优使用的状况 咻 踏入时空之门的那一刻 礼聘只感觉 视野和感知 有种无法言语的模糊 这种模糊 并非真正的模糊 而是 一下子视野和感知 被扩大到了极致 无法适应 礼聘能清晰地感觉到 整个宇宙 在它面前 变得截然不同 空间不再是一个模糊 虚幻的概念 而是犹如水流一样 在面前静静流淌 时间同样也不是一个 衡量空间和运动的尺度 而是变成一种 真正可操纵的东西 利用空间 操纵时间 再让两者息息相关 互相依存 形成时空 这种感觉 就像是整个世界 在它面前 再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即便有 这些秘密 在时空的框架下 彻底解析 都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刻 它有种自己 既是瞬间 也是永恒之感 不过很快 它便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能量动了 这种能量的运转 将它从那种 瞬间永恒的概念中 惊醒过来 让它意识到 它此刻 只不过是 依附在太初至高身上 而所谓的瞬间 永恒 也仅仅是一种错觉 因为时间也好 空间也罢 这些力量 都是来自于 无尽星界 浩瀚宇宙 它们只是 这些力量的借用者 也不是使用者 就像驾驶着飞机 翱翔于天空 不代表自己 真正就拥有了 飞翔的能力 哪怕此刻的它 确实位于天空之上 空间 时间法则 礼聘缓了缓神 重新将目光 集中到自己体内 那涌动的能量上 这一刻他才发现 这股力量 总量虽然高 但却并没有 身为骤光的它 高出多少 关键是 太初至高 对这些能量的组合利用 不同的物质 能量组合 能够形成不同的能级 却是让这些能量 能够演绎出 不同的效果 如果说君主极限的能量 能够是一亿和一百 那么 这位准至高此刻 冲击至高境界时 所动用的能量 能够应该是 五千万到一万五千万 能够也是五十到一百五十 不 随着它叙事待发 正打算踏出最后一步 彻底冲破星界的束缚 这种力量 调整甚至已经来到了 一百万到一万九千九百万 一到一百九十九的地步 平均数量相当 可通过对物质 能量的组合调控 这一刻 这位至高用类似叙事的方式 使得自己的能量上限 超出了巅峰君主的三四倍 这一过程 对君主来说 不可能做到 哪怕想要做到 爆发性调整能量 能及 亦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 可通过对时空的领悟 理解 利用 这种对君主来说 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能量 能及调整方式 却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 哪怕在这一过程中 他根本无法控制这种极限爆发 引得海量规虚之力前来 但 无所谓了 这位太初至高 此刻爆发的意义 就是超越星界 脱离星界 只要能在自身 被规虚之力吞噬前 冲出星界 再多的规虚之力 都没有任何意义 至高 这就是成就至高 礼聘心中凛然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 在已经具备 演化宇宙的君主境界之后 还会有圣皇 天地两个阶段之说 归根结底 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成就至高 利用空间 快速地完成对物质 能量地重新排列 构架 再利用时间 推动这些构架 以最快的速度爆发出来 甚至要快到 不给规虚之力吞噬他的机会 一举打破智骨 没有时空之力的联合爆发 释放出超出原有力量数倍的威能 君主们想要破开星界的束缚 几乎是痴人说梦 要知道 战力翻上一倍 强大一方对上弱小一方 基本上就能做到 以一敌十 翻了三四倍 带来的实战区别 足以让他们轻松做到 以一敌数十 甚至 当差距大到这种程度时 只要对方不和你死磕 不陷入你的包围圈中 十人 几十人 上百人 几百人 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花点时间 且战且退 一个人就能将数百人杀死 就像一个力量400公斤 速度快出常人四倍 体力 恢复力 抗打击能力等各项指标 超出常人四倍的壮汉 在双方都赤手空拳 不借任何外物的情况下 利用地形 环境 花点时间击溃一百个普通人 轻而易举 李平静静地感受着 太初至高 将自身的力量爆发到极致 以一种极致升华般的姿态 朝着至高之路 迈出那关键性的一步 不生 急死的一步 靠着这种能量的爆发 他悍然撕裂了星界壁垒 迈入了一种全新领域 在他撕裂星界的这一刻 李平还敏锐察觉 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在推动着他 或者说在干扰着星界 使得星界无法竭尽全力地 将太初至高束缚 令他破镜失败 这种力量 来自宇宙 是气韵 修有道径轮回秘书的李平 第一时间判断了出来 气韵 这种力量 竟是成就至高的关键之一 轰隆 李平观摩之际 星界的反噬之力 亦是强大到极致 反噬方式 就是归虚 浩瀚无垠的归虚之力 侵蚀着太初至高的身躯 生生地将他的世界撕裂了下来 似乎 走可以 在星界积累的能量 质量 必须留下 而太初至高 似乎明白这一点 顺势而为 他并未将这股力量带走 而是以一种小世界的形式 依附在星界之中 处于星界和宇宙的加层 这 就是人到圣殿所处那座世界 太初世界的原生 像天域世界 也是一位至高突破时形成 再将所有能量进入玻璃 只剩下本质后 太初至高重归宇宙 紧接着 他的本质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伸展开来 开天辟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礼聘自言自语 宇宙开辟 就是这个过程 可下一秒 他觉得不对劲了 道 太初至高开辟宇宙的第一步 根本不是以自身为本质 而是 规则 宇宙规则 正是他在星界时期领悟的那些时间 空间 能量 物质转化规则 他以空间 承载能量 物质 并以时间 快速地推动空间 能量 物质的蔓延 请客间 便演化成了一座巨大的微型宇宙 甚至 随着时间力量的涌动 空间 能量 物质 以极快速度伸展 朝着更远处蔓延 但 即便这座微型宇宙如何蔓延 都无法避开一个事实 太初至高 并不是用到去升一 它是用自己的本质 直接占据了宇宙一部分规则 用自身占据了一部分一的力量 然后在这一基础上 开始了一升二 二升三 三升万物的过程 怎么会 不一样 礼聘停在原地 这和它设想的不一样 用自己的本质 占据一部分一的力量 几乎相当于合到 以自身本质 代替宇宙规则 践行宇宙运转 但 真这么做了 至高的核心 到底是自身 还是宇宙 汪汪 太初至高所化的宇宙 仍在不断蔓延着 它占据着更多的 一去衍生更多的二 直至化作更庞大的宇宙 甚至可以让自己的体量数 以光年计算 可理聘却已无暇观看 因为 错了 如果说 先前在天狱世界 只是一个猜测 那么这一刻 它已经可以真真正正地确信 至高的路 主宰的路 错了 错了 至高 主宰的路 理论上绝不是一个 小小的昼光所能质疑 毕竟那是这方宇宙 数不胜数最优秀 并且已经站在最巅峰的伟大者们 开辟出来的道路 得到了无数后来至高的验证 得到了更多后来主宰的认可 这是权威 这是正确 这是大事 这更是规则 但理聘 从来不讲大事 不畏规则 不具权威 错了 就是错了 成功者所住的成功学 就一定能指向成功 尚未者所立下的规则 就一定正确 但凡不能继续向前的路 但凡放弃自我 将希望寄托于外力外物 但凡不再是以人为本的路 都错了 无论这条路多么强大 有着多好的前景 未来又能多么光明 说一千 到一万 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 错 就是错 人 不是宇宙的补充 人 就是宇宙 先有我这个概念 才有云云众生 宇宙万物 礼聘平静地 将关于太初至高冲击 至高演化宇宙的一幕幕 尽数驱逐脑海 这 不是他需要的道 哪怕 这是对任何修炼者来说 千载难逢 附身至高 近身至高的一次珍贵体验 生命这场修行 没有那么超然神圣 也没有那么伟大无私 对走在这条道路上的 进化者来说 我 就是一切 他看着这道光芒 渐渐暗淡下去的 时空之门 思维却是 再度变得明亮 璀璨 而我 也将超越一切 无畏 无惧 无上 无敌 修 更为璀璨的光辉 自他的大道之光中 演化而出 在礼聘未成昼光 却类似昼光凝聚真灵 并说出我自求我道 那句话时 他的大道之光 已然再度增长 如果说先前的他 道境的进度是23 24 那么那一刻 已经相当于增长到了 29的地步 此时此刻 他直面至高之道 并毫不犹豫地确信 至高之道错了 深刻领悟人 及宇宙我及宇宙的理念 并坚信自己的超越之道 终将超越一切时 这一进度 顿时打破智骨 一口气攀升到了 33 34 35的地步 无形的连漪 自他身上荡漾开来 一圈圈地 破开着周边的规则之力 能量 空间 时间 甚至规虚之力 被一圈圈地破开 撑起 一散向四面八方 轰隆隆 能量 空间 时间 包括规虚之力的震荡 很快 游如连一般 在这个存在着 时空之门的 盲白空间中呈现 让整个空间 都在轻微地颤抖起来 那种感觉 就像是将一颗钢珠 丢入水杯 不止无法融入水中 反而会对周边的水 进行挤压 接下来 他要么就彻底沉淀于水中 使得水流再难以撼动 要么 被水的浮力举起来 排斥在水面之外 这是 等待在时空之门外的 墨悬天地 顿时察觉到了异样 他满脸错愕地看着李聘 感受着李聘身上那种 仿佛要被星界 排斥出去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他不墨上 甚至是熟悉 很久以前 未曾成就天地 但却展现出 极高天赋的黑地秒砖 在外出历练时 遭到虚空族一尊天地复杀 当时的秒砖 已经成为太初至高的 清传弟子 并且是极其看重的弟子 身上有太初至高留下的印记 在面对这等危险的关键时刻 秒砖激发了印记 并且在那尊虚空族天地的 袭杀下 称到了太初至高到来 最终 太初至高隔空出手 以至高之力 穿透物质世界和星界壁垒 闯入星界 生生地将虚空族 那尊浮杀的天地抹除 而当时太初至高 展现力量时 遭到了星界的强烈反噬 排斥 那种排斥感 和眼前李聘身上的 异常异模一样 充其量 当时太初至高 遇到的力量 是反噬为主 排斥为辅 而李聘 却是被排斥居多 不过 没等墨悬天地弄清楚 为何会出现这种异样时 李聘浑身上下的气息 全部收敛了起来 他似乎十分熟练地 将自身的力量 全部收回到了心灵最深处 再不易散除分毫 而随着这些力量的收回 渐渐震动 并且大有愈演愈烈 趋势的排斥之力 亦是因失去了目标 很快归于平息 消散开来 就像 刚才那股席卷时空之门处 这片盲白空间的震动 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 墨悬天地有些不解 可很快 他却是如同想到了什么 太初至高 他刚才在李聘身上 感受到的排斥之力 让他熟悉的 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太初至高 而李聘用时空之门复身的 同样是太初至高 那会不会 是他在复身太初至高 目睹其成就至高的那一刻 情不自禁地完全沉浸进去 甚至亏据到了一丝太初至高的至高之力 甚至在时空之门关闭后 将这一丝至高之力 不由自主地演绎出来 这才展现出了 刚才那种 似乎激起了 新界之力排斥的震动 而且 由于李聘仅仅亏据到了 一丝太初至高的至高之力 对新界根本没有什么威胁 所以 并未引起新界反噬 仅仅排斥一番罢了 就像人们遇到一只蚊子 只会挥手驱赶 不会如临大敌地一直盯着 再加上李聘领悟的这股力量 实在太过弱小 并且随着李聘脱离附体状态 便在难以掌控 消失无踪 连带着新界的排斥之力 意识快速平息下来 是了 必然便是如此 能够在一次时空之门的附体 做到亏据太初至高之力的地步 墨悬天地深吸了一口气 望向李聘的目光 顿时变得不同起来 这位起源之光 怕是有至高之姿 是的 至高之姿 能借助一次时空之门附体 就亏去到至高之力 天地之姿 没有这种潜力 唯有至高种子 才能做到这种地步 换句话说 此刻李聘在他心中的评价 已经不再是保底圣皇 展望天地了 而是 有那么一丝希望 能够问鼎至高 别小看这一丝希望 有这一丝希望 和没有这一丝希望 根本就是两种概念 这俨然是零合一的区别 李聘收敛着大道之光的光辉 使得这处空间 重新平静下来 所幸 时空之门所处之地 本就是一件容纳性至尊神器 再加上大道之光的光辉 仅仅闪耀了片刻 就被它收敛起来 并未引起星界太大的排斥 这才没有让震动蔓延 否则的话 震动范围就不会只局限于这片纯白空间了 道 够了 李聘感知着安静下来的大道之光 这段时间里 他一直无法创造出虚数空间法第三层 道的量不够是主要原因 在他的设想推演中 虚数空间法第三层 需要用道的力量来代替空间 再用空间来承载物质 能量 到那个时候 他将拥有无限的物质 无限的能量 而先前 他的道径领悟程度不够高 大道之光不够强 承担不起空间的承载 所以 纵然有了相关理念 仍然无法试验 实践 确定虚数空间法第三层 是不是就该如此 但现在 大道之光更为明亮 璀璨 演化出空间的概念来 足够了 眼下的问题 反而是他自己对空间的了解不够 无法借大道之光演化出来 空间 是圣皇的领域 礼聘心道 那么接下来 他得将重心集中到圣皇阶段了 骤光道君主 是能集 经验 秘术 战绩上的积累 只有通过秘术 战绩 经验 让自己几乎全无短板 做到最初级标准的全知全能后 骤光们才能带着对宇宙构架有充分的理解 才能尝试着手演化宇宙 像礼聘 他是通过大道之光 模拟物质 能量 取巧性地达到了这一步 毕竟 任何战绩 经验 能集 归根结底 都属于物质 能量的运用 了解物质 能量的本质后 演化出宇宙 自然也属于水到渠成 这也是为什么 他现在反而要补秘术 战绩 经验的原因 而君主阶段的修行 就是不断地能量扩张 修炼者可以演化出更庞大的宇宙 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 这是一个纯粹堆量的境界 直到自己的量达到一亿 近乎真灵所能掌握的上限时 他们才会通过这座模拟宇宙为基础 去洞悉空间 而空间可以扭曲时间 等掌握空间后 亦能以此为延伸 掌握时间 可实际上 并不是每一位君主 都必须得自己的量 达到一亿以后 才能接触空间 参悟空间 大部分君主在这个阶段 都会两条道路同时并行 心性较高的君主 甚至还会在这一步 就开始触及时间 为天地境界奠定基础 毕竟 这几个阶段的修行 又不像日要到昼光一样 存在着真灵这个硬性条件 只要你悟性 天资够高 完全不必借助模拟宇宙 去参悟空间之妙 就像开车考证一样 只要天分足够 在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后 一上手就能会开 考起时来一次通过 如果天分不够 练上几年 你都未必能顺利上路 考上十次八次 仍然无法过关 虽然我的能级 尚未到昼光巅峰 但也该为晋升圣皇做准备了 考虑到此刻尚在时空之门 李聘并未进入过深的思考 很快收敛情绪 见状 墨悬天地脸上 亦是露出一丝笑容 看样子收获不小 确实 李聘点了点头 此次 他相当于直接完成了 修行路上最关键性的一步 不再怀疑 不再怀疑 先前自己对至高之路 主宰之路判断的对错 认清自己 并坚信自己 至于无上之路 对不对 都不重要 那条路 是以牺牲自己的存在为核心 即便它是对的 都是和他的道路背道而驰 所以 哪怕是对的 他也不会沿着那条道路走下去 墨悬天地看着自信十足 甚至有种光芒闪耀的李聘 撕存了片刻 还是叫了一声 李聘 尽管身为人族一员 任何时刻为人族抛头颅 洒热血 都是绝对的正确 如果你不想参加万族争霸赛 可以不去 嗯 李聘看着这位天帝 怎么莫名其妙又劝自己 不去参加万族争霸赛了 先前的你 天赋再高 在我看来 到天地也是极限了 而天地到至高 最关键 最艰难的一步 在于 抗住星界的反噬 超脱星界 而这一步 没有谁敢说 有绝对的把握能够做到 正因如此 我们人族天地不少 但至高一直以来 都只有那么一些人 这位天帝感慨到 云云众生 也只有至高 才有资格充当其手 于大事之中落子 说到这 他看了李聘一眼 但现在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一丝成就至高的可能 至高 李聘摇了摇头 我未必会走到这一步 在明知道这条路是错误的情况下 他要多绝望 才会选择成就至高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他或许宁可死在他心目中 认为正确的道路上 也不会走到成就至高这一步来 一丝可能罢了 墨悬天地道 但这一丝可能 却足以让你在人族当中 享有种种特权 其中 就包括任何强制征兆 都有资格拒绝的权利 不必了 李聘摇了摇头 墨悬天地知道 李聘怕是出于自己本心的 想参加这场大赛 他的劝导 没有意义 他只是出于 对这等至高种子的重视 义务 进行提醒罢了 再说了 李聘参加万族争霸赛 也未必会败 只要 如果你坚持 至少 不要参加万族霸主赛 墨悬天地慎重道 李聘看了他一眼 却并未给出准确回应 而是思索道 想成就至高 气运也是极其 关键的一部分吧 嗯 墨悬天地看着他 神色有些讶异 不过紧接着 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倒是忘了 你修成了道境轮回秘书 不久前还刚在龙原道场 听过到原至高讲课 说着 他点了点头 不错 成就至高 气运颇有注意 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 但气运不是全部 想成至高 修炼者真正依靠的还是本身 所谓气运 不过锦上添花 纵观这些年来 真正完全靠着气运一道成就至高的 也只有道元至高一人罢了 锦上添花 李平道 如果是在冲击至高的关键时刻 锦上添花 怕就是迈向成功的最后一丝助力吧 确实 很多人都这么想 而这 也就是人族一直和其他种族竞争疆土的原因 墨悬天地道 获得气运的方式很多 可最直观有效的方式 就是占据巨大的疆域 将自己的视力 影响力 竭尽所能的辐射茫茫宇宙 视力越强 影响力越大 气运就越强 而强大的气运 反馈到种族身上 又能让种族变得更加强大 李平听了 并未感到意外 时来天地皆同利 气运傍身时 做什么事都能顺风顺水 自然包括修行 破镜 道元至高也说了 气运足够 甚至能够催生一种 名为命格的神秘力量 而所有命格中 最高的就是宇宙之子命格 这等几万千宠爱于一生的存在 别说是成就圣皇 天地了 就算成就至高 亦绝非难事 如果浩瀚星空中 不是存在九大至尊种族 和诸多大族 而是有一个统一的势力 将宇宙所有气运凝结起来 集中到一人身上 那个人恐怕吃饭喝水 未来都能成就至高 无非是花费时间的多寡罢了 实际上 人族境内之所以会有五大势力划分 又之所以会有众星神庭 就是为了瓜分气运 而至高一会推举众星神庭为正统 便是为了将人族气运 集中于众星神庭之主 中天经却至尊天地身上 以帮助这位纵观人族 近上千纪元以来最出色的无上天骄 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墨玄天地说着 感慨了一声 但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众星神庭之主 自存天命之规 修行起来不负往日勤奋 另一方面 亦是其他几大势力之人 不甘众星神庭之主 不是他们势力所出 他们亦是会设法 搅风搅雨 分润众星神庭的气域 说到这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哑然失笑 我倒是忘了 我们星火圣殿亦是如此 星火圣殿便是通过执掌教育 传承来占据 分润人族气域 那万物商会亦是如此 通过物资 财富 积累气域 另外的天眼教 星界研究院 无尽神山同样如此 哪怕我这个天地 之所以会坐在这个 富殿主宝座上 也是因为 在这个位置 能够获得更多的气域 便于更好的触及的至高之密 气域吗 李聘听了 倒是明白 为什么都成天地了 还要在一处处要地任职 自己演化一座大陆 逍遥自在不痛快吗 这一次万族争霸赛 霸主赛 涉及到三灾九难议案 这一议案 如果执行得好 大幅削减永生者 于星界 于宇宙 都是大功德之事 皆是秉承这份功劳 气韵加深下 绝对能有人打破智骨 问鼎至高 可这一议案 若是执行得不好 绝对会给存在 阵营现有格局 带来巨大的冲击 墨悬天地叹息了一声 大变局啊 我们人族迟迟不签署 这一提案 就是因为我们 现在要的就是时间 只要能维持 稳定的发展时间 凭我们人族庞大的基数 未来绝对能够诞生 更多君主 圣皇 天地 而君主 圣皇 天地的基数多了 诞生至高的概率 亦会随之提升 未来 在我人族 说到这 他摇了摇头 可惜 大势难为 别说其他种族 不会眼睁睁 看着这种事发生 根据太义至高 对气运的观测 因为我们人族 阻碍三灾九难推行 人族的气运本质 似乎都将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 跟着一起 推进这一提案 所以说 这一届的万族争霸赛 会比网界 更为精彩吗 礼聘眼中 闪烁着光芒 怕是仅次于 无上之道 至高阶梯 定顶疆域 这等大势之争 莫玄天帝道 纵观历史 估计都能名列前百 说完 他看了一眼礼聘 这次万族争霸赛 你能在天交赛上 拿下一个关键的胜场 已经攻没大烟了 霸主赛 真的没必要再冒险 时机不对 不 时机很对 礼聘微微一笑 我来得正是时候 你呀 莫玄天帝 都有些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不过 他终究没有再过多阻止 等礼聘战胜罗乌吉 自在天那些人再说吧 他如果能胜过那些人 则代表他 确实有参加万族霸主赛的资格 而天交赛在霸主赛之前 说不定在天交赛上 他获胜后 气运加深 修为还能更进一步 到时候在霸主赛上 未必完全没有表现 如果连自在天 罗乌吉都胜不了 一切修体 参悟时空之门 想来你 已是有不少收获 且去休息 消化一段时日吧 半年后 我亲自带你去一趟重心神庭 能节约不少赶路时间 莫玄天帝道 有劳了 礼聘微微汗手 莫玄天帝笑了笑 此时此刻 他望向礼聘的目光 早已经不是以往对待晚辈的姿态 而是视为一位同辈 一位和他一样的天帝 这不是因为 礼聘会代表人族 出战万族争霸赛 为人族争得荣誉 还因为他身上的那一丝可能 不过即便没有这一丝可能 自家星火圣殿出去的人 他态度友好一点 总不会错 说不定未来某一天 他就会带给他惊喜的回馈 而这也是星火圣殿 愿意无私开辟人到圣殿 推行人到永昌计划的初衷 半年 很短暂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什么事都做不了 回到自己住处的他 第一时间进入幻塔修行 但他练习的 却不再是大虚无数 无量心渊体 而是置点建议 他的置点建议 和虚数空间法捆绑极深 有种演化为 虚数空间法 本命神通的趋势 眼下 虚数空间法第三层 虽然尚未开辟出来 但思路已经全部理清 前置条件 更是只剩下一个空间法则 而想要实现空间法则的方式 并不算少 一键空间 至宝就能做到 若西剑现在 虽然相较于现在的它 层次已经有些偏低了 但蕴含空间之力 却是事实 不止空间之力 这把神剑的本质 达到了至尊神器的层级 蕴含的是时空之力 用于突破置点建议 不在话下 至高阶梯 刚刚结束出关不久的星火榜 第二人范静天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这片区域外 心无旁骛的闭关三百新年 是时候向世人展示 谁才是真正的星火榜第一人了 他神色平静 无悲无喜 在出关时 甚至没有惊动任何人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他被三千尘世 压在第二的位置 压了整整一千年 这千年里他一直憋着一口气 刻苦修行 为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娱乐休闲 人际社交 为的就是这一天能够吐气扬眉 让整个人到圣殿所有人知道 他犯尽天一生骄傲 不弱于人 眼下结束闭关 连他师尊都未通知 悄然来到至高阶梯外 就是为了此时此刻 偷偷变强以惊艳世人的快感 三千尘世 在至高阶梯上的位置 我记得是六十六阶 哪怕这三百年里 他也有所成长 能到六十七阶就是极限了 而我 可是有把握闯过六十八阶的 无上天骄 如果运气好 恰好来到一处环境完美匹配于我 又克制模拟对手的关卡 冲到六十九阶 达到要是榜前列的水准 亦非奢望 范靖天想着 心中涌现出无穷的自信 嗯 当他来到至高阶梯时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人 怎么有点多 尽管不至于达到人山人海的地步 可比之往常来 却多出了不止一倍 难道是有什么大人物 到至高阶梯了 范靖天心中猜测 就在此时 几道流光略过虚空 亦是快速落到了至高阶梯所在区域 其中一道流光在路过范靖天时 仿佛辨认出了他来 咦 你不是那个 范靖天 来闯之高阶梯 范靖天感受这道流光身上 那种洞悉心灵的目光 略意私存 已是想起了他的身份 正是人道圣殿 一位特级导师 当下 他连忙躬身行礼 参见伟大的转弦之光 说完他略带自信地解释着 这段时间 我闭关三百载 自觉修有所成 所以特来至高阶梯 验证一二 不错不错 好好闯 这段时间 我们人道圣殿 还真是人才积极啊 年于效应下 一个个天骄 可谓突飞猛进 人道永昌计划的推广 成效斐然 这位被称之为 转弦之光的特级导师 笑着说着 然后 就这么走了 范靖天愣了愣 这位特级导师 真的就这么走了 他范靖天 好歹是新火榜 排行第二的人物 还是特殊生命 未来亦是有望 昼光的存在 眼下闭关三百年 正准备一名惊人 身为特级导师的你们 不会不知道吧 可眼下不止不关心 我的修炼进度 反而打了声招呼 似乎就要直接离开 这算什么 太忽视 他这位无上天骄了吧 而且 而且这些人 在议论着什么 李聘 这是谁 听他们的说法 好像是人道圣殿的 还是人道圣殿的新人 新人中 除了三千尘世外 还有谁能和我范靖天媲美 这已经是近几十年里 李聘第三次 闯之高阶梯了吧 说起来 他在几十年前 刚入人道圣殿时 原本应该是要分在我的手下的 我当时还挺期待 他这位名头 如此之大的天骄人物 会有什么表现 结果 人家根本用不上 哈哈 他那样的天骄 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衡量 我们要试着理解 就以这三次闯至高阶梯为例 哪一次 他步都是进步斐然 这一次 不知道要冲击多少阶 我听人说 他此次踏上至高阶梯时 直接就选了85阶 如果真能闯过去 即便在君主中 都堪称佼佼者了 恐怕再无人敢怀疑他的实力 至少 没有人敢怀疑他实力 所能达到的上限 可不是吗 至高阶梯85阶呀 即位昼光交流着 很快远去 在他们身后 原本范静天还有些不服气 想要弄清楚 到底是哪一位神圣 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关注和目光 眼下听得几位昼光的讨论 这位星火榜第二人 顿时缩了缩脖子 至高阶梯85阶 实打实的宇宙君主站立 且放到宇宙君主中 都是佼佼者级的存在 这是哪来的大王 还有 几十年前入人道圣殿 什么意思 人道圣殿 现在招收成员的规格 标准都这么高了吗 直接君主起播 范静天 就在这位星火榜第二人 有些发猛时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听到这个声音 范静天眼睛一眯 却见不远处 一道身影 正和令两人站着 这道身影 赫然是他入人道圣殿以来 最大的竞争对手 也是他闭关 苦修三百年 心心念念 想要超越的对手 三千尘世 另外两人他也知道 是冷轩和万无牙 人道圣殿中 和他同一层次的天骄人物 不过 很快 他就能将这几人甩开了 上一次 三千尘世 在至高阶梯上 不过走出六十六阶 冷轩 万无牙更不堪 仅位于六十四阶 但经过这三百年的闭关 他修为大静 不只能踏破至高阶梯 第六十六阶 就连六十七阶 只要不运气太差 都有闯过去的把握 换句话说 此刻的他 已经撑得上 真正的新火榜第一人 你倒是终于出关了 三千尘世笑着道了一声 闭关三百年 收获不小吧 怎么 怕了 范静天看着三千尘世 眉头一扬 怕我超过你 三千尘世 看着这个一直排在 他后面的特殊生命 几十年前 他确确实实勉强 将他看作一个对手 并且也曾出言鼓励过他 毕竟他的天赋 确实不错 但现在 三千尘世 朝至高阶梯方向 看了一眼 天赋 什么叫天赋 在那尊无上天骄面前 他们这些所谓的天骄 全部都是普通人 没有任何人有区别 有了这种觉悟后 再看眼前杨梅 似乎挑衅他的范静天 三千尘世 却无端觉得有些好笑 摇了摇头 他索性不再言语 见状 范静天还真以为他怕了 轻笑道 等着吧 我现在就去闯置高阶梯 我必将超越你 达到六十七阶 成为星火榜上第一人 三千尘世没有说话 冷轩却似乎听不下去 秦横到六十七阶 超越三千尘世 这种成绩 怕是连我都无法超过 你 范静天看着冷轩 有些惊异 你闯到了至高阶梯六十七阶 怎么 不行吗 冷轩道 我也到了六十七阶 可我们却都不如三千尘世 万无牙轻笑了一声 所以 你想靠着六十七阶的成绩 登顶星火榜第一 还差得远 算了 别说了 他闭关了三百年 什么也不知道 三千尘世 倒是摇头到了一声 他抬头 再度望向至高阶梯 哪怕这几十年里 我们一个个受刺激下 纷纷有所突破 那又如何 和他的差距 不止没有变小 反而越来越大 大到 好像一辈子都要追不上去的地步 什么意思 范静天终于感觉到不对劲了 什么意思 三千尘世 在至高阶梯上 已经闯到了至高阶梯七十间 你六十七阶的成绩 想超过他 差得远了 冷轩淡淡道 七十阶 范静天顿时睁大眼睛 怎么 就三百年 怎么就到七十阶了 看他这幅大惊小怪的模样 冷轩意识觉得有些无趣了 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七十阶 那又如何 相较于李聘来 差得 何止一丁半点 李聘 范静天 眼瞳一缩 那位闯荡至高阶梯 八十五阶的宇宙君主 你们 竟和这等强大的存在区类比 去竞争 这个时候 他猛然想到了什么 先前那位转选导师怎么说的 李聘入人到圣殿 不过几十年 再加上他闭关前 根本不知道这么一号人物 顿时 一个匪夷所思的猜测 自他心底涌现 几十年 你们 该不会想告诉我 在这七十年内 有一个叫李聘的无上天骄义军突起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至高阶梯上连连破关 时至今日 更是开始在冲击八十五阶了 范静天难以置信 可三千尘世 冷轩 万无哑己人 却是淡淡地看着他 不得无礼 请尊李聘陛下 为启元昼光 冷轩道了一句 他尽管没有直接回答 可这番话 再加上三人的这种表情 无疑是已经证明了范静天的猜测 几十年 八十五阶的宇宙君主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世间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 他连连挥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番大呼小叫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侧目 但很多人对此 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姿态 又一个被刺激得发疯的 都是一群心高气傲的天骄 结果发现 自己引以为傲的天赋 在真正的无上天骄面前 不值一审 自然深受打击 情绪失控 不过话说回来 越了解 启元之光陛下的成就 成长 我们就越感觉 这一辈子 真的修炼到狗身上去了 你说 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会这么大呢 种种议论声自人群中传来 而在他们的议论声 未曾持续多久 波动一闪 一道身形闪现而出 正是李聘 至高阶梯85阶通过 终于突破了 李聘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扫了一眼属性面板上 第一时间更新上去的技能栏 致点建议 破线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的属性面板原本已经被精简到 没有技能栏了 好在 这个面板 就是他为了观测自身状态 捏出来的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作为自己青出于栏 开辟创造出来的第一门 疑似至高级剑术 他自是重新将精简掉的技能栏 重新拉了出来 哪怕没什么意义 也算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不是 若西剑虽然远未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其本质终究直指至尊神器 通过对其中蕴含的时空理解 再配合幻塔这件巅峰骤光神器 仅仅半年 换算成幻塔时间 也不过四百来个新年 这门剑术 就被我在圆满的基础上 开辟出了全新的境界 一个 被他称之为破线的境界 而且 效果还非常不错 他的大道之光 尽管要模拟物质和能量 不便轻易动用 但 同样是因为直接用大道之光 模拟物质 能量的缘故 他对物质 能量的掌控 调度 比之寻常骤光 甚至君主来 都更胜一筹 致点剑翼的威力 在空间的扩展下 得到了巨大提升 唯一的缺点是 必须得借助若西剑 才能顺利发挥出 破线级致点剑翼的全部威力 此外 若西剑因为尚未补全 上面蕴含的时空之力也太弱了一些 威力虽然上去了 但发动速度明显慢了一分 就像刚才 他连出26剑 尽管每一剑的威力都十分惊人 可却都被对方给躲开了 杀招落空 这种状况如果放在外界 归虚之力分分钟教他做人 真要将这门剑术的威力彻底发挥出来 要么他彻底领悟空间法则 借助空间穿梭 抵近出剑 贴身搏纱 要么 他领悟时间法则 通过时间加速 将剑术的发动速度彻底提升上去 让对方无法避无可避 空间 时间的领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反倒是 补全若西剑 使这柄高等骤光神器 彻底升级为完整形态的至尊神器 更容易一些 礼聘心中思量 质点剑意本身就蕴含物质 能量 空间三种变化 如果我能将若西剑彻底补全 修复 其至尊神器的特性 增强质点剑意威力的同时 对我领悟空间法则 亦会有显著帮助 甚至 不止空间法则 至尊神器形态的若西剑 蕴含的可是时空之力 除了空间法则 还有时间法则 换句话说 这把剑 它完全可以用到晋升至高 或者说 创造并修成虚数空间法 第四层为止 得去找一找 这把至尊神器了 礼聘寻着冥冥中的感应 搜寻着若西剑第三部分剑体 很远 当初 他在虚无神葬世界出来时 就感应到过 那尊神秘存在 非常远 不知道要跨越多少座星渊 于是 他将心思压了下来 不过现在 完整版的若西剑 对他的修行 有着显著性帮助 再加上他本身 修成宇宙之光 算是进入强者之灵 也有资格跨越大量心渊 搜索第三把至尊魔剑了 因此 等拿到万族霸主赛的名额后 便去搜寻第三把至尊神器 进行三合一 礼聘心中道了一声 至于现在 他的目光落到了离至高阶梯 最近的一人身上 身形一纵 离开了至高阶梯 他一离开至高阶梯 那道身影 以及陪同他一道前来的另一人 同时迎了上来 恭喜你 闯过了至高阶梯85阶 墨悬天地 神色有些复杂到 至于他身后的元光君主 此时此刻 已经无话可说 无上天骄 无时无刻 修为都在快速提升 其他天骄花双倍 三倍的努力 拼命修炼 拼命追赶 自以为会将自己 和那尊无上天骄的距离 渐渐拉近 可结果呢 你进步一点 人家进步一大截 最终距离不止没有被拉近 反而越来越远 直至 让人绝望到 彻底看不到追赶的希望 这一说法 此时在李聘身上 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你久等了 李聘道了一声 事不宜迟 我们这边前往众星神庭吧 再不走的话来不及了 墨悬天地听得李聘的催促 微微一震 紧接着 仿佛猜到了什么 你该不会是 怕来不及赶往众星神庭 所以闯过85阶后 就不往前闯了吧 不全是 李聘摇了摇头 他这一次来闯至高阶梯的目的 就是为了验证破线级的置点建议 到底有何威力 又有何利比 眼下测出来了 威力极大 就是发动较慢 已经弄清楚 其优劣利弊后 目标达成 自是不必再闯下去了 当然了 急着赶路前往众星神庭 也是一个原因 不全是 墨悬天地看着李聘 他心中并没有为他这种言论 觉得他形势太过狂妄 天骄形势 自当非同凡响 异于常人 走吧 去众星神庭 李聘道 墨悬天地点了点头 先前的他对李聘 能否战胜罗无极 自在天 并不抱太大希望 但是 亲眼看到李聘 在短短22年时间里 从至高阶梯80阶 成长到现在闯过至高阶梯85阶的地步 他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真不愧为拥有至高之资的无上天骄 唯有这等天骄 才能横击当事 盖压一记 写所向无敌之事 破开重重避障 问顶至高 他脑海中思绪流转 并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识李聘真正的极限 罗无极 自在天 还是其他人 比如 玄成命 月书 乃至 第二 毕竟 黎万族争霸赛真正开始 可是还有足足40年 如果李聘真的按照这种速度成长下去 40年后 未必没有至高阶梯90阶的站立 达到媲美低阿的地步 就在李聘在墨玄这位天帝亲自护送下 赶往众星神亭时 众星神亭内 神武大帝宫 这位负责专门对外征战异族的天帝 来到一处训练室 而这里 提前得到召集信息的39人 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是的 39人 尽管霸主赛要解决的矛盾点 只有13个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只能出动13人 每一个矛盾点 最多可以采取三场战斗 哪一方站到最后 哪一方就是最终胜利者 人族天赋或许不高 无法在某个领域达到精尖地步 可君主战力 又不是天地神地 即整个人族之力 凑齐八百十个不在话下 在最初的万族争霸赛 人族曾在一个矛盾点上 投入十几尊君主战力 生生将敌对无上天骄托死 耗死 吸取了这个教训 万族争霸赛 才渐渐形成 参赛者不得超过三人的规则 眼前39人 就没有任何一人的战力 低于宇宙君主 尤其是坐在靠右一处茶几前 似乎正在和自己一起的男子 哪怕他竭尽所能地 收敛着自己的全部锋芒 可乍看下去 他仍然犹如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剑 剑锋之圣 直入云霄 似乎要将星界冲破 剑要宇宙 这是第二 神帝西的清传弟子 是的 他并非至高清传 但在星界 神帝清传 绝对比至高清传还要罕见 毕竟 人族优势在数量 而不在质量 仅至高议会 就有十一位成员 如果算上那些出身人族 却没有加入至高议会的至高 主宰 如道元至高 黑渊主宰等等 这一数量 恐怕二十尊都打不住 比人族大敌 神族名念上的 至高多出一倍有余 可如此众多的至高 达到星界上限的神帝 却只有三尊 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 一尊神帝清传的可贵 而神帝西 亦是没有让他们失望 就像现在 随着他神武大帝到来 众多君主都站起身来 向他行礼问候 而帝阿只是微微汗手 就算打了个招呼 可他仍然没有觉得半分不妥 扫了一眼众人 他笑着道了一声 今日将诸位召集过来 是有一件事需要说一下 起源之光礼聘 各位应该听说过吧 不少人的目光 落到了目前排行 位于第五的燕圣 第九的乌蒙身上 他们两个 便是星火圣殿挑选出来 参加万族争霸赛的君主 看着我干什么 燕圣淡笑道 我对那位起源之光的了解 不比你们多多少 毕竟 我们进行特训前 他还未曾出名 黑渊主宰点名 疑似主宰弟子 这些对寻常心灰 日药 乃至昼光来说 羡慕 妒忌 渴望的经历 对他们这些不久前 曾被至高亲自指点过的 无上天交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每一个 几乎就没有谁不是天地弟子 后裔 又或者至高清传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何必去羡慕 关注礼聘这一号人物 就连对他消息的西枝 都是被动性了解 对自己拥有绝对自信的他们 不会去重视那些 尚威胁不到自己的人物 据说是一个天赋横溢的 昼光 仅用了不足两百年 就走到了这种地步 虽然背负了一些归虚之力 但优秀程度 也不在我们之下 这一次 应该会参加万卒天交赛吧 乌蒙重肯地评价道 神武大带提及他了 十有八九就会参加了 可惜 太年轻了一些 若是再让他沉淀个几万年 未必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并肩 去征战万卒霸主赛 自在天语气带着一丝遗憾 不用可惜 神武大带神色有些怪异的 看了说这番话的自在天一眼 他来了 嗯 燕圣 乌蒙 自在天等人 微微一正 来了 神武大带也不卖关子 直言道 这位起源之光 向星火圣殿白帝要求参加万卒霸主赛 但万卒霸主赛是什么 关系到我们人族下一季气运之争的生死之战 每一季最初万年 基本上已经会挑选好合适人选进行培养 后续人选再迟钝 也会在大赛开启前千年内选好 向场中诸位 很多人为了这一战已经准备几万年了吧 他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一些君主更是皱起了眉头 胡闹 为万卒争霸赛 准备了四万年之久的罗吴吉 直接朗声道 李聘 确实堪称近数百年来 最妖孽的一尊存在 我不否认他的天赋 就如自在天说的那样 真给他几万年时间 他未必不能和我们一起 征战万卒争霸赛 但是现在 他还太年轻了 万卒天交赛 才是属于他的舞台 这番话 让场中数人连连点头 倒是帝啊 仍在自己和自己一起 因为 在他心目中 自始至终 就没有将场中任何一人视为对手 没有对手 自然不会分心关注 而这种战略定力 神武大帝瞧在眼里 倒是更为赞赏了 真不愧为他们这一季 万卒霸主赛的王牌 称得上无敌君主级的人物 赞赏之际 他一时继续给出着回应 一开始 我自是没有允许这种胡闹的行为 那位白帝姬顺也明白 此事 有些强人所难 考虑到万卒天交赛上 不能损了他的心气 一番衡量 我和姬顺给他设置了一个条件 万卒霸主赛十三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至少得排入你们中前十 才能获得参加万卒霸主赛的机会 前十 此话一出 自在天表情一将 众人的目光 一时落到了他 罗乌吉 以及排在他前面的乌蒙身上 他们三个的修为半斤八两 真打起来 恐怕得几十年 上百年 才能奋出胜负 且这种胜负 一点点差别 就可能导致结局逆转 实际上不止他们 其他人差不多也是如此 几十位万卒霸主赛的选手 迪阿独一党 堪称君主无敌 岳书 玄成命两人虽逊色他一筹 却也紧追其后 再往下 便是燕胜等五人了 然后则是乌蒙 自在天 罗乌吉等人 因此 李聘想要打入前十 至少得有和他们三人 同一个层次的水准才行 如果我没有记错 乌蒙在众人的目光下好一会儿 才开口道 李聘 修行至今不足三百年 至高阶梯 最高只闯到八十街 确实不足三百年 沈武大地点了点头 不足三百年 至高阶梯八十街的实力 想参加万卒争霸赛 并且在你们提出 必须让他打入前十时的要求时 他还答应了 自在天站直身躯 上前一步 沉声道 他以为万卒争霸赛是什么 过家家吗 还是以为 我们所有人 是他先前击败的那些 连天地传承 都没有的普通日要 昼光 必须打入前十 那就是说 必须打败我们了 罗乌吉 意识冷笑着 道了一声 我很想知道 到底谁给他的勇气 居然让他敢说出 这种话来 就连原本有些事不关己的 玄成命这个时候 亦是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人道圣殿的年轻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狂了 他也是人道圣殿出身 他记得 那个时候的人道圣殿 还挺和谐的 出生牛 独不怕虎 我们能理解 自在天这个时候 已经恢复了平静 可惜 他的莽撞选错了对象 很好 很有精神 神武大帝看着众人 微微一汗手 我一开始时 和你们也是一样的想法 此话一出 反应快的人微微一正 敏锐意识到了什么 一开始时 那现在呢 可现在 你们最好还是收起 你们身为天地弟子 天地后裔 至高清传的骄傲 神武大帝平静到 不久前 这位起源之光 再度去闯了一次至高阶梯 这一次 他在至高阶梯的层级为 八十五阶 此话一出 排行靠前的几人也就罢了 乌蒙 自在天 罗乌吉几人 以及排行更在他们之后的几人 则是同时变了脸色 八十五阶 不对 我们虽然在众星神庭 进行着特训 但对外界的信息 也并不是一无所知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 此人的名会时 还是因为天狱事件 第二次听到他的名字时 他也不过是 闯到至高阶梯八十阶 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吧 几十年 八十阶 到八十五阶 一位为君主纷纷动容 就连玄成命 阅书两位名列前茅 搞出其他人两个档次的天骄 意识微微抬头 身为无上天骄的骄傲 使得他们基本上 看不起同阶段的其他人 也不会花费精力 去了解一些根本没有资格 和他们媲美的人 他们的目标 一直都只有一个 第二 可现在 赵神武大帝的说法 居然有一个后来者 快速后来居上 大有和他们比肩之势 这由不得他们不关注 你们可别忘了 礼聘 修行至今才两百余年 你们数万新年的生命尺度中 几十年可能研究一门秘书 将一门战绩入门就过去了 可对他而言 这几十年 却相当于他生命尺度的十分之一 神武大帝 看着渐渐重视起来的众人 语气意识加重了一些 用生命尺度十分之一的时间 完成至高阶梯 八十阶到八十五阶的跨越 很难以置信吗 生命尺度十分之一 此话一出 乌蒙 自在天 罗乌吉 包括玄成命 岳书等人 在内的参赛者们 全部冷静下来 他们生命尺度的十分之一是什么 短者也有上千年 长者几千年 这么长的时间里 他们能否做到礼拼这种程度 有点意思 这个时候 一直单独一人 和自己对异的蒂阿 突然道了一声 而像他这种 注定要闪耀世间 威压当事 成为这一记当之无愧的无上天骄 他的任何言行举止 都很容易引得所有人关注 这一开口 哪怕只是简单的四个字 却是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到了他身上 很久没有看到过 这么有意思的所谓天骄了 蒂阿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乌蒙 自在天 罗乌吉 你们三个 就看由谁和他打一场 看看他这位天骄 是否真的名副其实 尽管场中几十位参赛者的 身份地位平等 但 蒂阿以这种近乎丰富的语气开口 场中大多数人 却都觉得正常 哪怕乌蒙 自在天 罗乌吉几人 亦是微微点了点头 既然他要打入前十 而我 又恰好在我们内部的 排名中位于第十 就由我来会一会 这位起源之光吧 自在天扫了一眼 乌蒙和罗乌吉 我也想知道 他的实力 是否如他身上的传闻一样 能够让我感到惊喜 乌蒙 罗乌吉两人点了点头 倒也没有和他争强 他们三人半斤八两 由谁出手教训李平 都是一样 神武大队听着几人的讨论 包括连蒂阿 亦是极其少见的 参与到了这一大集体中 进行讨论 脸上也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他不认为 李平能够战胜得了自在天 这一批人中 尽管类似于蒂阿这等 真正的无上天骄 是自主修行 但自在天 罗乌吉等人 却是由他 以及诸位天地悉心教导 每一个在常年的修行中 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拥有着远超现有境界的实战能力 但 这些年来的培训和实力的快速增长 已经让其中一些人生出了骄纵之心 或许他们 在人族这一季的年轻人中 确确实实已经达到了所相辟腻的地步 但 这次他们对上的 可是一族 尤其是令八大至尊种族 在这种情况下 引入一位不那么强大 但又有着极高天赋的竞争对手 来刺激一下他们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得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天赋并没有强到 可以无视其他人的地步 别人之所以竞争 不过你们 仅仅是因为时机不对 链鱼笑影 神武大帝微微一笑 这个时候 他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一时探查了一下身上的一块令牌 紧接着转向众人 好了 人已经到了 自在天 调整一下状态 李聘可是同样闯过至高阶梯 八十五阶的人物 可不能小去了 说着 他笑了笑 他修炼至今才两百余年 若是你输给这样一个对手 我不会说 自在天平静道 至高阶梯 闯阶是一回事 万族争霸赛 又是另一回事 在至高阶梯中没有规虚之力 只要境界足够高 修炼者可以尽情地挥霍自己的力量 但万族争霸赛的战斗地点 是在异族战场 也就是星界 那种环境规虚之力 无处不在 他言语中带着绝对自信 无论是正面对抗 还是利用规虚之力 我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将一个至高阶梯85阶的君主玩死 好 我等着看你的表现 众星神庭 礼聘跟随着默旋 来到了这处人族 在新界名义上的政治中心中 整个众星神庭 是由一片片悬浮于天空中的 宫殿群组成 理论上这种行为 势必会引得规虚之力环绕 但 至高议会的军天至高 却潜无上之体 布下巨大阵法 生生将众星神庭的宫殿群包裹起来 使得他们具备 蛮过规虚之力的特性 尽管范围有限 可仅仅这一点 就足以让众星神庭 在整个人族境内 拥有崇高地位 无数星神争先恐后 意图加入其中 驻守神庭 因为 只要能够加入众星神庭 哪怕仅仅是成为 最普通的神兵神将 都相当于在不受 规虚之力困扰 都意味着 能够坐享永生 不过也正是因为 成为神兵神将 能够坐享永生 以至于众星神庭中 神兵神将 成为了所有大人物们 安置清静 家属们的重灾区 十万神兵中 可能真正有战斗力的 不足千人 剩下九万九 都是混日子 享永生的 也因此 往往众星神庭下达命令 遣十万神兵神将 去捉拿某个人族要饭 分分钟被打得惨败而回 最显著的 就是刹那神山 其创始者 仅仅一位圣皇 和几位君主 相较于拥有超过 两位数天地的 众星神庭来 相差何止一丁半点 可至今为止 刹那神山 都还在 众星神庭的追杀下 活得好好的 当然了 不可否认 众星神庭高居云端 又有无上之力 蒙蔽归虚之力 对这片区域的侵蚀 整个众星神庭内 充满着安宁 祥和的气息 而人一闲置下来 就容易将时间 精力 花费在娱乐 休闲 艺术上 礼聘和墨玄天地 在一位天将带领下 自南方之门进入 随处可见雕蓝玉器 数不胜数的花卉 景致 雕塑 图文 充斥于视野中 时不时还可以看到 远处一些天军宫 天地宫中 再歌再舞 一片欢圣笑语 这就是人族权力中书 礼聘看得有些不适应 众星神庭的情况 有些复杂 在众星神庭中 天地们开辟的宫殿 就有五方天地宫 五老天尊宫 十方帝尊宫 剩下的 圣皇 君主们开辟的宫殿 更不在少数 这些君主 圣皇 天地 一部分倒也真心实意 想为人族效力 但更多的 却是自认为功行圆满 安于享乐 墨璇天地说着 心灵波动都减弱了一分 还有一部分 亦是天眼教 万物商会 无尽神山派遣而来 占据重要职位 对那位中天经 却至尊大帝的势力体系 进行牵制 避免他真正做大 协大义之事 威压五方 大义 礼聘明白了 墨璇天地的意思 众星神庭 乃是人族正统 其性质 如同宇宙星空中的 至高意会 如果真让那位中天经 却至尊大帝 掌握强大力量 并统一众星神庭 对其他势力来说 绝不是件好事 弄不好 他就会真正 践行众星神庭的权益 将星界人族 统一起来 这种状况 有点类似于 礼聘认知中的 盖亚同盟会的初期形态 一个让世界六级国家 和其他势力 坐在一起开会 讨论盖亚未来的地方 大家承认 同盟会的合法性 认同他在 盖亚团结 繁荣 稳定上 做出的努力 但同盟会 如果真的想要实施权力 世界六级国家 第一个不答应 就在墨璇天地 为礼聘介绍着 众星神庭的真正性质时 带路的神将 已经带着他 来到一片 灰红的宫殿群外 这里 同属天地的神武大帝 已经提前等候了 玄帝 神武 两人笑着 打了声招呼 同属人族 最顶层的人物 他们之间 自然相互熟视 且关系不错 至少 表面上 都会维持着 一片祥和 这一位 就是星火圣殿 这些年来 最优秀的 无上天骄 起源之光 礼聘了吧 神武大帝的目光 落到礼聘身上 打亮了片刻 由衷称赞道 真是英雄少年 且心底天高 维持着这种心态 我相信 星界未来 必将会撤响你的名字 不用等未来了 礼聘参加完 这一次万族争霸赛 想来就足以 让所有人认识他了 墨璇微笑着说道 神武大帝 微微一正 紧接着笑了起来 我倒是忘了 你还参加了万族天交赛 以你的修为和实力 纵观历届天交赛 绝对属于最强的一批 只要不落入陷阱 保持警惕 胜上一场 为我们人族争得利益 为你自己掌获荣耀 绝不是一件难事 尊敬对手就是尊重自己 每一位对手 我都会倾尽全力 绝不会小觑任何一人 礼聘道 哈哈 难得你天赋横溢 还能有这种谦虚之心 这一下你的万族 天交赛我就放心了 神武大帝笑着说着 同时虚手一饮 里面请 我们万族霸主赛的选手们 对于你这位起源之光 一个个可也都是好奇得很呢 并期待着与你一战 我也一样 礼聘微微汗手 当下 两人跟着神武大帝 往宫殿内部而去 由于有了神武大帝先前的主妇 当礼聘 墨悬天地一干人等赶到时 参加万族霸主赛的数十人目光 同时落到了李聘等人身上 每个人的眼中 都或是好奇 或是玩味 或是审视 而李聘 则是第一时间越过众人 望向独自一人一骑的 帝阿身上 来时 他已经了解过所有人的资料 万族霸主赛所有参赛者中 最能让他感到威胁的 就只有这位神帝清传 据说各方各面也趋于完美 朝着神帝培养的无上天交 至于其他人 嗯 可以在打帝阿前先热热身 李聘打量着众人的同时 这些最差都是军主级的霸主赛选手 亦是在打量李聘 不过 当他们看到李聘目光 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 而是眼含战意地看向帝阿时 不少人同时皱起了眉头 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 罗乌吉神色不悦 看样子在这位起源之光眼中 除了迪阿外 其他人根本不配当他的对手 出生牛独不怕虎啊 他好像还不知道 他即将和什么样的人作战 自在天意识笑着说了一句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他的脸上却不见任何笑意 倒是乌蒙 尽管他和李聘一样 属于星火圣殿 推荐而来的天交人物 理论上应该天然清静 可这一刻 面对这副姿态的李聘 仍然是冷冷地吐出了两个字 狂妄 这位李天交是有些狂妄了 交兵必败 万族争霸赛关系的人族 接下来一个纪元的利益分配 甚至引领宇宙 接下来一个纪元里的气运走向 可不能有任何马虎 罗乌吉紧跟着开口了 哪怕他参加不了霸主赛 却也是天交赛的首发人物 如果因为这种骄纵心态 导致必胜的一场战斗失败 他成了人族罪人不要紧 还会让我们人族平白丧失巨大利益 因此 为了他 也为了我们人族自己 这位霸主赛的天交人物 将目光转向自在天 要么让我出手 叫这位起源之光 好好清醒一下 学会什么叫强者自有强中手 一山 还有一山高的道理 不用了 自在天站起身来 既然他说好了 要在我们这些参赛者中 排入前十 那么 自然就该由我出手 若他胜了 你们还有谁不甘心 再和他一站不迟 胜 罗乌吉轻笑了一声 但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 包括他们所有人 都不认为礼聘胜得了自在天 哪怕他在至高阶梯上 闯到了八十五阶 至高阶梯 只能代表一个人 目前潜力的上限 但潜力和实际 差距远不止一丁半点 起源之光 神武大帝看到自在天起身 笑着道 我来替你介绍 我想不用了 自在天淡淡道 如果他在即将挑战一个强大对手 时连对手的资料都不了解 那么这种人也没有资格被我当作对手 自然 他是否要知道我的名讳 我是否要知道他的名讳 就不重要了 李平的目光 亦是顺着他的声音 落到了他身上 自在天 我知道你 哦 自在天淡淡地回应着 然后呢 我觉得各位好像对我有点意见 李平扫了一眼众人道 李平 验胜健壮 有些无奈地站出来打圆场 你的天赋 我们并不怀疑 如果真给你几万年时间成长 我们相信 万族霸主赛 必然有你一席之地 但是现在 看在同出身于星火圣殿的份上 这位君主语重心长道 你还是集中时间精力 全力备战万族天交赛吧 你的实力虽强 可如果遇到针对性的精准狙击 也未必能笑到最后 感谢燕胜阁下的提醒 李平对着他点了点头 紧接着道 不过我相信 天交赛我能打 霸主赛我也能打 说完 他再度看了一眼场中众人 目光不止扫过罗乌吉 自在天 乌蒙等人 甚至将玄成命 阅书 包括帝阿 也纳入其中 如果你们真的对我不满 他顿去外衣 直接丢到地上 来 打败我 这位起源之光 性格很 很耿直啊 神武大帝笑着 以一种委婉的语气道 墨璇意识有些尴尬地回了一句 他就是这个脾气 毕竟他修炼至今才两百余年 别说在我们眼里了 就算是在这些和他同属一计的天交面前 都属于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轻人 年轻就该盛气凌人 神武大帝点了点头 我看好他 并期待着他接下来的表现 另一边 在李平说出打败我三个字时 连正在敏查的低阿手中的动作 亦是顿了顿 紧接着 似乎想到了什么 有些怀恋地笑了笑 似乎 在他身上 他看到了他当年夕阳下奔跑的身影 那 是他是去的青春 只可惜 随着慢慢成长 他所处的身份地位 已经不必他再用言语这些毫无意义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了 因为 他 低阿这个名字 本身就代表身份和地位 真是 自在天的身形 缓缓腾空而起 何其狂妄 神武大帝见状 亦是虚守一点 一圈圈连衣荡漾开来 这圈连衣 很快激活了神武大帝宫的某处阵法 伴随着道道流光直冲云霄 异散的波动 更是朝更远处蔓延 如果常年生活在众星神庭的心神就能知道 这阵波动的 除了有防备之意外 还具有警示效果 告诉经过这里的人 这里即将爆发一场大战 莫要贸然进入 神武战场已经开启 不过考虑到万族争霸赛 往往都会放在某个一族战场上 存在着归须之力 我将战场放在了神武功上方十万里 那里会模拟归须之力 并且还会引来一部分真正的归须之力 但在阵法的掩盖下 你们即便沾染上了归须之力 也只有极少一部分 神武大帝说着 笑着道 让我看看 你们到底谁才真正有资格作为王牌 出战万族霸主赛 礼聘看着腾空而起的自在天 身形亦是紧跟着腾空而起 实际上对任何一个处于心界的心神来说 腾空能量外放等方式都极易引来归须之力 因为但凡要对周边造成影响 都相当于超出自身力量 范畴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谁都难以做到精准掌控 昼光也不例外 不过 这个不例外是指寻常昼光 一些对力量掌控达到登峰造极的昼光 却能通过真灵之力的映照 精细化地利用每一丝空气流动 每一丝能量变化 从而做到 相当于让一个肉体繁胎的人 在毫无超凡之力的世界飞起来 眼前的自在天 显然便是如此 他不止做到了这一步 还没引来任何归须之力 仅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 这尊君主对力量细微性的掌控 达到何等地步 而不引动归须之力的情况下 腾空 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在天 包括神武大帝在内所有人 对礼聘的一次考验 如果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 他这场万足霸主赛 就可以不用去浪费时间了 这种手段 换成几十年的礼聘 无法做到 但这几十年里 靠着幻塔这件巅峰骤光神器 他已将大虚无数修成 利用这门身法 以及对空间的理解 同样能够做到 在不引来归须之力的情况下 腾空飞行 这一幕 倒是让不少人微微侧目 尽管礼聘为人狂妄 但实力 多多少少 也是有一些的 不过也对 能修成骤光的人 即便思维再怎么纯粹化 也不至于纯粹到丧失理智的判断 没有足够的实力 又如何养得出 他这种嚣张骄纵 目中无人的性格 至高阶梯85阶 自在天看着礼聘 今天 我就给你上一课 让你明白 为何至高阶梯 只能作为一个潜力上限的参考数值 而代表不了一个人的实际战力 好 礼聘伸手 来 简单而正常的两个字 可不知如何 听得自在天 却是不经一阵无名火起 原本他还考虑 他毕竟是要参加天交赛的人 要不要给他一点面子 打上几十个来回后 再将他击败 免得挫伤了他的锐气 导致他在天交赛上失利 可现在 不管了 反正有神武大帝在 只要打不死 就往死里打 自在天长生而起 大不虚踏 而在他杀相礼聘之际 犹如画作一柄绝世魔刀 携带着斩裂天穷的刀翼 轰然落下 不 不是宛如画作一柄绝世魔刀 这一刻 在所有人 包括礼聘眼中 自在天所画的 就是一柄绝世魔刀 魔刀滔天 携徒露天下的无穷杀意 轰然撞入礼聘的心灵世界 其中蕴含的刀翼 疯狂地冲击着礼聘的心神 意识 似乎要将他拖入杀戮之海 阿比地狱 永远地埋葬在杀戮和死亡中 北地寒天无极真宫 百刃杀 玄成命第一时间感应到了 这一击中蕴含的恐怖威能 心灵中忍不住泛起波动 这一刀 将心灵秘术和战绩完美融合 演绎出超出单独一门至高秘术 至高刀法所具备的威力 换成寻常骤光 这一刀就能要了他们的性命 自在天用出这一招 可见是真的动怒了 这里凭狂妄的态度 已经将它彻底击 这位霸主赛参赛者中 能够排行前三的无上天骄 心灵波动传递出去的意识 尚未来得及弥漫全场 思维 意识的运转在这一刻 却仿佛突然陷入了凝制 只见李聘仿佛根本没有受到 这柄绝世魔刀中杀戮之海 阿比地狱般的魔刀之意冲击 身形一晃 仿佛化身一道虚影 就这么从这柄斩落而下的魔刀一侧 穿梭而过 然后 捏纸成剑 对准着自在天意指点下 这 看上去只是普通的意指 可在指尖锁过之际 自在天却仿佛感受到了能量的崩裂 空间的粉碎 指点剑意 他瞬间辨认出了这道指剑的来历 没有半分停滞 他身形一扭 斩落而下的刀锋 对准着这足以崩裂虚空的一剑横扫而去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阵迅如闪电般的轰雷声 在这阵轰雷声下 李聘清晰地看到 自在天这一刀的速度快到极致 犹如超出光速 就连他的思维都来不及做出反应 但 星界之中 且还是在有规虚之力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有人出刀超过光速 并不是自在天的刀块 而是 他的思维变慢了 这 又是一门心灵秘书 李聘心灵深处 大道之光流转 原本那道多出来用于承载空间 但却因为尚未领悟空间波动 而未曾发挥用场的大道之力 直接加持到了心灵之上 伴随着阵阵涟扫过 他心灵上所有尘埃 仿佛被统统扫去 变得一阵透彻 心灵对世间万物的感知 亦是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那种仿佛扭曲心灵 感知般的秘书 亦是被悄无声息破除 不过这个时候 自在天斩制的一刀 已经和李聘捏成指剑的制点剑翼 撞到了一起 刀锋震荡 明明威力不强 但却仿佛分成数十上百分 迅速地将李聘的制点剑翼割裂 被割裂的制点剑翼失去 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后 直接崩碎成数十上百道破碎的剑气 这些剑气不止未能击溃自在天的刀锋 反而在一化为百石 失去控制 只需下一秒 这些失去控制的剑气 就会将无处不在的归虚之力扰动 到那个时候 李聘身上必然会背负上一份 颇为厚重的归虚之力 尽管只是神武战场上的比拼 这些归虚之力已模拟居多 可如果放在生死搏杀上 当他背负上这份归虚之力时 胜利天平就会像自在天倾斜 到时候 他只要稳扎稳打 李聘的败亡将只是时间性问题 结束了 技巧差太多了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好几位看着战场的天骄们脑海中同时冒出类似的想法 就连李聘 都发出了一阵源于内心的称赞 秘书 战绩的完美结合 两者间几乎如同整体 现在的他尽管已经修成了好几门至高秘书 战绩 但这些秘书 战绩却尚未形成体系 彼此间无法完美配合 互动 就像致点建议 就被对方靠着刀法 心灵秘书的完美配合 生生击散到失去控制 这种手段 不错 李聘思维流转 道进轮回秘书释放 光芒流转下 世间仿佛陷入了凝制之中 李聘的目光 扫过一道道破碎成数十上百分的剑气 再扫了一眼 自在天一刀斩出分成数十上百分的刀锋 精准地计算了每一份力量消融的比例 并且 还精确地计算出了最佳的攻击路线 下一刻 时间恢复流动 只见在数十上百分崩碎的剑气中 其中几乎所有剑气 悄无声息地偏离了原本的方向角度 精准地合自在天的百刃杀状 撞击 消融 而瞬间爆发 炼成一片的撞击消融中 仍有一道剑气 凝聚着 停留下来 李聘闪电出手 仿佛用手握住了这道无形的剑气 隐而不发的狂暴力量 自他手中弥码出 荡开了一切崩碎的刀光 剑气 他那握着这道无形剑气的手 往前一地 瞬间 剑气破空 在自在天金恶 难以置信的目光下 贯穿了他的头颅 我 我 自在天感受着这道剑气 自他头颅中贯穿而过 尽管他只在他身上 留下了一道 对常人来说堪称致命 对拥有神体的心神而言 不值一审的伤痕 但 他很清楚 如果是真正的生死搏杀 对方那道剑气当中 蕴含的能量爆发 释放 轻而易举 就能摧毁他的大脑 意识存处地 从而从心灵层面 将他直接湮灭 换句话说 我输了 自在天眼中 满是难以置信 不止他 那些霸主赛的参赛者们 同样如此 自在天 输了 怎么可能突然会输 不对劲 完全不对劲 刚才 明明是自在天 占据了上风 可紧接着 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发生了什么事 那种感觉 就像是自在天 被李聘直接击破了心灵防御 从而亏去到了他心灵中的一切变化 最终料敌仙之般对他完成了致命绝杀 那种轻而易举 几乎让我想到了我们在昼光时期 对付心灵不设防般的日药一样 只是 这怎么可能 到底怎么回事 是李聘掌握着某种强大的心灵秘术 悄无声息 洞悉了自在天的心灵隐秘 还是 其他原因 我居然完全看不懂他到底是怎么输的 一位为霸主赛的参赛者 心灵波动剧烈起伏 显示他们的内心何其惊骇 就连神武大帝 玄帝莫玄 此刻眼中意识带着错愕 参赛者们看不懂自在天是怎么输的 他们两位天帝 居然同样没有看出来 一开始时 自在天和李聘的交锋 还算有来有往 自在天的刀法加心灵秘术和李聘 在极短时间里进行了交锋 而李聘 靠着身法 剑术 以及一门未知的心灵防御秘术 也抗住了自在天的攻势 可就在自在天 打算利用规虚之力 直接奠定圣局时 李聘却仿佛化身无上 全知全能 洞悉了过去 现在 未来 尽管用洞悉过去 现在 未来 有些夸张 但那一刻的李聘 真的就像是 亏去了自在天刀法 秘术的所有变化 以一种骤光打日药 真灵打飞真灵的姿态 摧枯拉朽 化解了自在天的一击 完成了对他的最后绝杀 那种巨大到宛如大境界的差距 他怎么做到的 神武大帝忍不住转向墨玄 又或者说 他究竟练就了什么心灵秘术 能够一击击自在天的心灵防御 并在他来不及做出反应前 以真灵映照他心灵中的变化 完成了对他的一击绝杀 别问我 墨玄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神武大帝眼神诡异地看着他 显然有些不相信 我说的是真的 墨玄有些无奈 在我看来 礼聘的天赋之高 未来别说天地了 就连至高都未必毫无希望 这等天赋傍身 他的每一道灵光一闪 都可能在原有至高秘术上 推陈出心 清出于蓝 他所掌握的一切秘法 战绩 也根本难以用常理去衡量 想看透这样一位至高种子 太难了 神武大帝看着墨玄 好一会儿 似乎确定了 他真的不是在有意隐瞒什么时 这才一开了目光 至高种子 他口中念叨着墨玄的这番话 眼中带着一丝震惊 这 已经是对一个人潜力的最高评价了 比所谓的天地弟子 至高清传 都要高出一筹 如果说至高清传在身份上足以和咒光 君主媲美 至高种子 怕是比拟圣皇 他的目光转向礼拼 这个年轻人 会是这样一尊前途无量的存在 不过 无论是或不是 目前而言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仅仅一战 场中所有人对他 都已经变得重视起来 比我预料中强不少 秘术 战绩的完美契合 再加上丰富至极的战斗经验 对战局的精准把控 哪怕我经过了幻塔 至高阶梯的双重魔力 比之塌来 还逊色一筹 不得已 我只能激活到进轮回的过去之力 礼聘心中 私存着 将目光 落到有些失魂落魄的自在天身上 面带微笑道 自在天 你很不错 难怪能够入选 作为万族霸主赛主力选手 为人族征战万族争霸赛 自在天听的礼聘所言 脸色却是变得十分难看 显然 他这是将礼聘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评论 当成了冷嘲热讽 我说了 他不是输不起的人 哪里跌倒了 就在哪里爬起来 他看着礼聘 眼神冷冽 尽管我不知道 你到底是用了何种秘法 窥破了我的防御 但 一时的胜败算不得什么 能够在万族霸主赛上 替人族取得胜利 争夺利益和荣耀才是正途 接下来我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三十年后 最后一次出赛排位 我一定会胜过你 成为主将 三十年 礼聘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等着 他回味了一番 刚才何自在天的一战 不够尽兴 自在天很强 但 却太强了 强大到 他除了掀开道径轮回这张底牌外 根本胜不了他 当然了 他还可以用若西剑 施展出威力更强的制点剑翼 用大力出奇迹的方式 将其所有攻击 防御 统统击溃 瓦解 但 对方都没有动用神器 他若率先使用若西剑 这场战斗 显然是不公平的 意犹未尽 不过没关系 这不是还有这么多参赛者看着吗 当下 礼聘的目光扫过众人 接下来 谁来 他笑着问了一句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目光越过排在他前面的乌蒙 转向了罗乌吉 好像在我来时 你就迫不及待 想要和我分个高下了 他伸手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来 我成全你 此话一出 别说罗乌吉了 其他人亦是变了脸色 礼聘击败了自在天 理论上已经完成了 和几位天地间的约定 可他居然仍然向罗乌吉 发起了挑战 这算什么 根本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想要以一己之力 将他们39位万族霸主赛的选手打通吗 这里聘 好大的胆子 无论我们怎么说他大胆 狂妄 但都不可否认 他有这种实力 别忘了 人家修行至今才几百年 几百年 却能战胜修行几万年的自在天 凭此战绩 要嚣张可以嚣张 要狂妄可以狂妄 几道心灵波动 来回回荡着 紧紧片刻 场中众多参赛者们冷静了下来 他们收敛了无意义的争论 贬低和交流 而是将目光落到了罗乌吉身上 而在众人的目光下 罗乌吉意识不得不上前 沉声道 你还要挑战我 请 李聘肯定地回应 希望你的实力 不会让我失望 罗乌吉眼神 顿时变得犀利 他的实力 和自在天半斤八两 甚至 由于他对外物的依赖 相较于自在天来 更强一些 综合来看 他实际上 逊色自在天半仇 可刚才 连自在天都没有看清楚 他用的是什么手段 就被击败了 换上他 结果怕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 作为被秘密培养 用于参加万族争霸赛的君主 罗乌吉的心理素质 无庸置疑 他很快调整好了 自己的状态 看不清李聘 动用了何种手段 又如何 无法防御这种攻击 那又如何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只要不给他任何 施展那种秘术的机会 催枯拉朽般 完成对他的绝杀 他照样能笑到最后 失望 罗乌吉腾空而起 直奔神武战场 人在半空 已经虚手一挥 伴随着流光闪烁 一柄长度超过三米的战绩 出现在他手上 和本就身高两米的他 显得极其般配 他的身形 更是在冲上云霄时 气息直线攀升 仿佛在借助这种冲锋 完成叙事 我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惊喜 利用冲上战场 完成叙事的 罗乌吉战役十足的一声长啸 紧接着毫不犹豫挥动战绩 而在战绩挥舞间 虚空中仿佛传来一阵 浩浩荡荡的海啸之声 他就如同以一人之力 席卷海啸之力 浩浩荡荡 扑向前方 那种大气磅礴 那种汹涌澎湃 足以让任何一个敌对者 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战绩 秘数提高一个层级 可当他们将战绩 秘数层级提高后才发现 才会发现 那片海啸中蕴含的 却根本不是海水 而是星光 数不胜数地璀璨星光 似乎每一道星光 都犹如一片星蟹 随着它的战绩旋转 挥舞 最终化为海啸 滚滚向前 星蟹旋转弓 罗乌吉 这是想要强攻到底 打起精神 这一次一定要看清楚 李聘用的到底是什么手段 击败自在天 一位位参赛者 同时集中精神 不知道自己 为何失败的自在天 亦是如此 甚至 就连阅书 玄成命 亦是打起了精神 道士迪阿 神色仍然平静 李聘那种手段 或许不凡 但连罗乌吉都看出来了 他不可能看不出来 不给他出手的机会即可 一力破万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所谓的秘术 战绩都不过是旁之末节 只要展现出 自己最强的一击 撵过去即可 而他帝阿 对上眼前的李聘 无疑就拥有绝对实力 战绩挥舞 星光璀璨 这一刻 罗乌吉仿佛化身一尊 纵横战场的无敌战神 将狂风暴雨般的攻势 演绎到淋漓尽致 不 罗乌吉本身就是一尊无敌战神 当年他曾救骤光 杀入异族战场 曾以异己之力 斩杀过不下百位异族骤光 迫使宇宙君主亲自出手 预置他于死地 也正是因为在异族战场的精彩表现 他才会被神武大帝看中 招致神武大帝公接受特训 为这一记得万族霸主赛而战 此刻 他的战绩挥舞中 伴随着数不胜数的星光 这些星光看上去宛如星子 成光速对目标不断撞击 似乎每一刻都能崩碎一颗恒星 可实际上 这些星光却源于心灵秘术 乃是心灵层面的震慑 可如果真的只单纯地将这些星光 当作心灵层面的震慑 冲击 那有大错特错 他挥舞出去的战己时不时 也会宛如化作星光 轰击而出 其中蕴含的威能 纵然是在星界绝对掌控的环境下 仍然足以崩碎一座座大陆 尤其是他丰富至极的战斗经验 使得星光和他的击法完美融合 根本让人分不清 哪一几是实质攻击 哪一几又是心灵攻击 哪怕李聘也不例外 于是 李聘选择了在实质层面 和心灵层面的绝对防御 他捏指成剑 剑光射杀 一道道质点剑意闪电点出 疯狂地崩碎虚空 和罗乌吉挥舞的战戟碰撞 对攻 他选择了和罗乌吉对攻 一如罗乌吉认可的理念一样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他直接在攻击层面 就要将罗乌吉的所有手段 全部瓦解 不过这种对攻 持续了片刻 李聘圆满层级的质点建议 已经被层层崩裂 因为 论战技 击法 罗乌吉 更强 哪怕李聘抗住了罗乌吉 心灵秘术所化的星光冲击 却挡不住对方在物质 能量层面 狂风暴雨的攻势 他劈 斩 刺 横等精妙绝伦的击法 携带绚烂璀璨的星光 一步步崩碎着 质点建议的对攻 逼至他身前咫尺 优势犹如滚雪球般 越来越大 那种似乎下一秒就会凌声 将李聘的身躯 彻底崩碎之势带来的压迫 只让他忍不住发出畅快的大笑 好 好 好 就是这样 尽管这些年来他通过幻塔 至高阶梯 积累了大量战斗经验和战技 秘术运用 可充其量让他追上咒光 乃至君主的水准 相较于这些专门为了万族争霸赛 而叙事的参赛者 明显还差了一个层次 而眼下 在这种激烈的交战中 李聘的思维意识 却是攀升到了极致 更是以最快的速度 进行着适应 学习 补充着这一方面的短板 他在学习 拿罗乌吉当陪练 他的这种行为 亦是很快 被一些眼见过人的参赛者察觉 他的实力 明显不如罗乌吉 还拿罗乌吉当陪练 简直找死 如果他一开始时 好心好意地向罗乌吉请教 看在他也会参加天交赛的份上 罗乌吉未必不会出手指点他 可现在 将罗乌吉 以及我们激怒 再拿他当陪练 当真以为 罗乌吉会陪他玩下去 看着吧 战斗很快就会结束 玄成命道 会不会 他觉得 对练状态不能尽兴 要的就是 罗乌吉 清尽全力呢 倒是有人心生猜测 这种可能性 不是没有 但 概率很小 而神武战场上 就如玄成命猜测的那样 也察觉到 李聘在拿他当陪练的罗乌吉 眼神骤然冷了下来 好 下一刻 更为绚烂的星光 自他身上闪耀而出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旋转 人们甚至有些分不清 这些星光 到底是真实的能量溢散 还是投射在心灵层面的星光冲击 但随着这些星光的闪耀 旋转 李聘 罗乌吉所处的神武战场区域 仿佛化为一片绚烂璀璨的星河 这片星河犹如一阵领域 直接将这尊战神般的人物战力 增幅到了一个全新领域 原本就已经堪称狂风暴雨 敢强烈到 足以让人窒息的压迫 顷刻间暴涨数倍 恍惚中 李聘仿佛置身于一片无尽星河 似乎每一道星光 都会化作最丰锐的利刃 轻而易举取走他的性命 避无可避 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尤其是 哪怕在这个时刻 罗乌吉不止 没有半点胜利唾手可得的喜悦 反而将精神 思维 战意 攀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巅峰 这一刻的他 某种程度上 已经实现了超常发挥 演绎出了他最巅峰的状态 就像李聘在压迫下 会快速成长一样 罗乌吉 亲眼目睹自在天 被李聘用一种神秘未知的手段击败 心灵层面同样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种压力 透过这种亲近权力的爆发 推动他的实力 攀上了一个全新的巅峰 此战过后 他的实力必然会有所上涨 纵然超过自在天 乃至乌蒙 达到和艳圣等人一样的阶层 已绝非奢望 这种力量 对几十位参赛者及其了解的神武大帝 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这丝细微的变化 他的眼中忍不住露出一丝惊喜 果然 他先前的一番言语 对参赛者们有了激励效果 李聘这条链鱼 真的发挥出了他应有的作用 仅凭他能促使罗乌吉 凝制上千年之久的战力 再做突破 今日这场安排 已经收获满满 几乎在神武大帝 面露惊喜的同时 李聘出剑了 拔剑出鞘的声音 伴随着嘹亮的剑影 直冲云霄 在这一剑破空而起的刹那 所有人眼中 亦是同时看到了一片 绚烂璀璨的星光 这片星光犹如一方星河 亦如同一座宇宙 在衍生出来的刹那 爆炸开来 无尽的光辉刹那间 充斥了所有人的心灵世界 银河星报 几乎所有参赛者 脑海中不约冒出这个名词 显然 他们认出了 这门赫赫有名 且流传性 极广的攻击性 心灵秘术 银河星报形成的绚烂光辉 携带着浩浩荡荡的毁灭洪流 冲击着罗乌级的心灵世界 但在这股毁灭之力 即将弥漫他心灵之际 他的心灵外围 似乎出现了一堵墙壁 一堵完全由星光组成的高墙 这堵高墙 将所有星光尽数阻挡在外 使得这阵仿佛演绎宇宙爆炸的毁灭洪流 生生地凝制在了高墙之外 无法对他的心灵造成任何影响 和无上真身一样的 纯防御类至高秘术 星光之强 这门秘术下 李聘的银河星报 就这么被轻易化解 但 李聘真正主攻的方向 从来都不是银河星报 而是 制点剑意 用银河星报 或者说 用罗乌吉等人 对他那种未知手段的谨慎 借被争取到的时间 以若熙剑点出的制点剑意 同样是制点剑意 可当李聘手中无剑 和手中有剑时 两者剑的差距 却根本不止一丁半点 无剑时 他的制点剑意 威力虽然不错 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在罗乌吉狂风暴雨般的公式下 他的制点剑意 被纷纷崩碎 节节溃败 可随着他拔剑出鞘 以若熙剑重新点出制点剑意 这些剑光 却衍生出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意 当罗乌吉以为 李聘会用那种神秘手段反击 如灵大敌的挡下银河星报时 破线境界的制点剑意 完成了发动 这一刻 物质 能量变化 运转 爆发的过程 犹如被全部省略 时间 空间的屏障 仿佛被轻易打破 抹除了 几乎在罗乌吉反应过来 李聘刚才的反击 真的只是一记银河星报时 制点剑意 已经将他先前演化出来的 那片星光领域 彻底撕碎 击溃 就像一颗光点 闯入了一片绚烂绚烂 璀璨的星河 下一刻 星河所处的那片星空 直接犹如被子弹击中的镜子 轰然破碎 一切光辉 随着镜子破碎 归于暗淡 烟于虚无 且击碎镜子后的 剑光于是不减 继续轰向了罗乌吉 察觉到被虚张声势 吓到的罗乌吉 反应快到极致 给我破 伴随着一阵低吼 更为绚烂璀璨的星光 灌注于长枪之中 对准着置点剑意的锋芒 轰击而出 两者碰撞的刹那 一圈肉眼可见的连衣 朝四面八方荡漾而出 形成刺眼的星光冲击 这是 能量失控 低吼反击的罗乌吉 已经无法再精准掌控 自身每一分力量 为了击溃置点剑意 不得不爆发出 超过掌控上限的一击来 将其击碎 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便是 大量的归虚之力被引动 直往他的身躯 弥漫而来 这一幕让罗乌吉 眼瞳俱缩 可是以至此 他能够做的 唯有坚持到底 以一往无前的姿态 继续出击 将这道置点剑意 然后乾坤逆转 强势反击 然而 相较于先前的置点剑意 这道置点剑意里面的物质 能量转化 无疑精妙太多 恍惚中 它甚至有一种直面 至高调动简单的物质 能量 发动攻击质感 等他花费巨大力气 好不容易击溃了 这道剑意时 礼聘的第二道置点剑意 已经准备妥当 这一次 没有了那片 星光领域的环四 抵消 他再也无法来得及反应 碰 伴随着剑光 以超越时空般的速度降临 他 以及他所处的那片空间 再度犹如一面破碎的镜子 崩裂开来